这也算不错 听到英元子的夸赞之声 旁边那名剑云学府的秃头老者 却是不以为意地嘖嘖出声 看来英雄近几年的标准 降低不少啊 秃头老者摇头叹息一声 陈笑道 可惜啊 你刚才没看到我徒弟吕成天的战斗 那才叫精彩绝伦 文言 英元子一脸淡漠 毫无半点情绪起伏 对于这个向来喜欢贬低别人 抬高自身的老头 他已然是有过不少的交道 不过 英元子的目光 依然是忍不住 瞥向南区方位的 其中一道光木投影 其内二人 一个手执长剑 傲然站立 另外那人 已经倒地身亡 看其死状 左眼呈现血洞 显然被长剑刺入眼睛 贯穿头颅致死 英元子眉头微皱 这个叫吕成天的小子 手段倒是挺残酷 在这种光木投影中 在场所有人 都是有目共睹 他这般直接杀掉对手 必将遭受战败一方的学府记恨 以及家族的劫仇 正如英元子猜想 却见战败那方的学府导师 以及淘汰的怨生 此刻皆是双拳紧握 一脸悲愤 可恶 学长都已经主动认输了 他竟然还下死手 白院大赛结束后 我们定要找这家伙算账 他们眼中怒意涌动 目光死死盯着光木投影中的吕成天 欲要将其生吞火焰 别冲动 那小子叫吕成天 眼看怨生们各个一份填膺 那名学府导师皱眉劝诫道 其父吕仓 乃是新宇帝国的军团统帅 家是雄厚 你们惹不起 当听到吕成天的背景身份 那庶民怨生 顿时心头一领 原本仇恨的情绪 也是瞬间消散不少 然而 若是此刻换作林浩在此的话 或许会不懈地嘴角轻挑 因为 那位统帅吕仓 正是两个多月前率军入侵混乱之领时 在战场中被他打得节节败退 然而此时 林浩对于这些却是浑然不知 一片狼藉的站台中 林浩目光略做扫视 突然意识到一个较为严重性的问题 那便是 圣者该从哪里攀登上层 他发现 除了知他与陈珍掠进站台的两个通道口之外 并无其余出入 如果进入对手的通道口 极有可能会直接通往外面 而并非直通上层 对此 林浩的眼中逐渐涌起一抹困惑之色 不仅是他 此刻其他站台的胜利者 同样面临这种问题 先前的竞笔模式 是狩猎其他参赛者的林浮应 从而获得竞升的资格 心头思索间 林浩似是理清了其中的思绪 旋即他目光一转 看向不远处还没出局的陈珍 喃喃自语道 难道现在的排名站 也是如此 想到这 林浩身形一动 略至陈珍进前 林浮应 交出来吧 他手中铁棒 直指对方 冷然道 文言 陈珍脸色微微变化 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林浮应 代表着 他能够继续参赛的资格 败者 仅有两个选择 要么主动交出林浮应 要么死 面对林浩的强大实力 他此刻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当下服服贴贴地交出了十枚林浮应 林浩伸手一抓 直接将那些林浮应吸入掌心 下一刹 掌心中的二十枚林浮应 迅速如洞间 竟是弥漫出一股奇特的能量波动 嗡 就在林浩诧异之际 这股能量波动 陡然暴射而起 后时的天花板 瞬间被贯穿一个漆黑的洞口 原来如此 见状 林浩没梢轻调 旋即也不再停滞 身形猛的跃起 直接掠入那洞口之中 眼前视线 经过短暂的恍惚之后 林浩发现 他已然站在了一条通道 映入眼帘的 依旧是一条幽深的通道 这一次 林浩了解到其中规则之后 并不再像刚开始那般快速奔略 脚步均匀行走间 他也是重新换了一套天眼学府的怨服 约莫两分钟之后 林浩抵达通道尽头 第二层的站台似乎高档了些许 通道入口并非铁栅栏 而是一扇青铜大门 虚眼的大门缝隙处 隐隐有光芒渗透 林浩深吸了一口气 脚步沿着光线 缓缓走至近前 直接推门而入 视线中 这是一个辽阔的站台 面积相较于之前 大上整整一倍 而且 旗内的四周 矗立着一根根巨大石柱 增添了些许场景观感 此时的站台之中 沉寂无声 林浩目光环扫 并无发现任何踪影 望向对面的通道入口 青铜大门依然紧闭 似乎第二轮的对手 尚未到场 林浩目光戒备地盯了一会 那紧闭的大门 却始终没有动静 这般无聊等待 林浩索性盘膝坐地 闭目养神的同时 一股无形的精神力 自他身体弥漫出 瞬间覆盖整个站台 警惕着周围的任何变化 殊不知 在站台右侧 一根石柱倒影之处 正有一道阴影诡异的缓缓如动 此等动静 饶是以林浩的精神力覆盖下 也无法察觉得到 封闭的站台之中 一片沉寂 隐隐间 透着一丝诡异的气氛 青铜大门的前方 林浩如同老僧入定般 盘坐于此 时间 一分一秒地流逝 等待对手的同时 林浩的身上涌动的精神力 并无丝毫松懈 而此时 外界的武林城广场 阴源子等人 目光死死盯着林浩所在的那片光木投影 神情颇为紧张 因为 早在林浩尚未抵达之前 便有一名黑衣青年 提前到此 并且动用某种诡异的武学 隐藏于其中一根石柱的倒影当中 似是准备刺袭林浩 那种感觉 就像是潜影在草丛中的毒蛇 等待猎物松懈的那一刹那 给予致命一击 不过此刻 林浩却仿佛未曾察觉 始终坐于原地不动 夫主大人 怎么办 赵灵儿目光紧紧盯着上空的光木投影 眼中满是担忧之色 还能怎么办 唯有看林浩是否察觉得到了 阴源子一脸沉着 目光同样一直紧盯光木投影中的动静 在其注视下 他敏感地发现 其中一道石柱倒影 缓缓如洞间 不断地往外延伸 而且 他的延伸轨迹 极为隐秘 紧贴墙角缓慢如洞 一点点地靠近林浩 夫主大人 那名悟红学府的参赛者 施展的是什么功法 竟然如此诡异 赵灵儿柳眉微醋 忍不住询问道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 魔影遮天 阴源子略作沉吟了一会 辨识到 此种功法 源自于一百多年前 某位顶尖刺客之手 乃是一门黑暗戏上乘武学 其中五技 共分三种 说到这 阴源子的脸色 明显多了几分凝重之意 然后继续道 而此时 那个小伙子施展的便是 魔影直天的第一种武技 暗影行踪 黑暗戏的刺杀武学 文言 赵灵儿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旁边的庶民院子 也是一脸震惊之色 暗影行踪 据说一惊施展 身体便能融入任何物体的倒影之中 即便动用精神力探测 也难以发现 阴源子目光沉着 死死盯着那墙角处 依然还在缓缓蠕动中的阴影 道 看来这一次 灵昊是遇到难缠的对手了 听完辅主所讲 赵灵儿等人 一时间 心情皆是变得沉重起来 此次排名战 能否取得前二十名的名次 灵昊无疑是他们感觉最有希望的一个 不过 按照目前局势来看 似乎有些凶多吉少了 第二轮就淘汰出局 恐怕连前百名的资格都没有 还不动手吗 灵昊心静如水 淡淡的声音在心间响起 虽说并未知道这一轮的对手 究竟是何等人物 但其实 早在之前进入战台的时候 他便是从那些石柱的倒影 看出了端倪 这才假装坐地等后 从而释放出精神力探测 精神力都无法感应 看来这家伙 修炼的功法 极有可能与我一样 灵昊双眸威逼 不由地暗自猜测 对此 他倒是并不感觉意外 魔影遮天 本就是当初他在领地遭遇暗杀时 从那名杀手掠夺的战利品 此等功法 并非什么传承一脉的绝门武学 其他舞者能够修炼 毫不出奇 上次遇到的九幅剑爵 对方仅是宁练出七道剑幅 林昊心中喃喃自语 这次所遇的对手 在魔影遮天的造诣上 也不知达到哪个境界 虽说有所察觉 但他全程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否则的话 在那种刺习下 受伤都还是轻的 毕竟这一次 他并无系统宠物的协助 必须完全凭借自身能力了 这般静待 足足持续了约莫五分钟的时间 外界的英元子等人 也是在这种心情紧绷的等待下 缓慢煎熬 甚至 就连秦宇他们三人的战况 英元子此刻也是无心观望 他的所有注意力 全都聚焦在林昊所在的光木投影 因为 仅是淘汰出局 至少还能保住性命 可是一旦被刺杀 对于天眼学府而言 无疑是损失了一位武道天才 这么久还不动手 挺有耐性 林昊心头微臣 对于那位神秘对手 倒是多了几分赏识 这种人 如若以后从学府毕业 其武道发展 绝对适合去当一名刺客 心中转念间 林昊浑身弥漫的精神力 在长时间的维持下 悄然收缩了一些 修就在精神力减弱的刹那 那根石柱的倒影 蠕动速度陡然加快 几乎是眨眼间 阴影便是贴着墙角 悄然绕至林昊身后的通道大门位置 紧接着 那阴影诡异如动 竟是化为一道黑色人影 以一种极端害人的速度 暴刺向林昊 其袭击手段 凌厉至极 完全感应不到丝毫的动静 这等攻速 以及距离 就算九级强者遭受刺袭 恐怕也难以全身而退 是 然而 就在黑影手中匕首 距离林昊后脑勺上 有半寸的时候 却是如同刺在透明的能量屏障 若是动用临时探测 便能发现 林昊的周身 不知何时 已然凝聚出一层 层精神力波纹的防护屏障 扑扑扑 在匕首的刺激中 精神力屏障 顿时被一层层破开 直到最后两层 方才陡然凝固 成功将此次偷袭 抵御而下 碰 刺激失败 那道黑影并无再次发力攻击 或是有任何半点滞留 当即极为果断地暴退倒射 旋即 黑影的身形略至附近 一根石柱之上 他目光俯视下方的林昊 与其略显诧异地冷然道 是怎么发现我的 林昊站起身 抬眸望向石柱上的黑影 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 一张秀气的年轻脸庞 其身材修长精壮 穿着墨色衣衫 犹如星辰般明亮的瞳孔 隐隐透着一丝寒意 我承让 你确实挺有刺客的天赋 林昊一脸淡默地道 若是以前 或许我还真无法发现 可惜 文言 黑衣青年忍不住问道 可惜什么 林昊沉默 并无过多解释 对此 黑衣青年倒也直爽 没有继续追问答案 他目光平静地打量着林昊 对于后者的能力 暗自重新审视了一番 原来林昊早就 发现了 外界 应原子眼看林昊有惊无险 不由地暗松一口气 光目投影 虽说无法听到声音 但从二人对话的唇语 倒是能够看出些许意思 这般注视下 却见光目中的黑衣青年 突然身形一略 竟是再度诡异地消失 这种消失 并非速度过快 或是某种空间舞学 而是黑衣青年的身体 融入到了石柱的阴影之中 林昊眼神威宁 一下子便是看出对方 动用的依然是先前的功法武技 暗影行踪 此等武技 一旦修炼圆满 便可穿梭于各个物体之间的倒影 那等情形 犹如空间瞬移一般 极端诡秘 林昊的目光 迅速扫向周围地面那些柱子阴影 石柱的排列 环绕整个站台 数量不少 倒是给予了黑衣青年穿梭活动的范围 从那些柱影之中 凭借着同样修炼 魔影遮天的功法 他能够感觉到 一种特殊的波动 沉寂的站台上 随着黑衣青年消失 一股若隐若现的杀气 也是悄然弥漫而开 既然你 喜欢玩捉迷藏 我便奉陪你一会 林昊双眼微眯 旋即身形移动 由龙步陡然施展开来 一串串残影 瞬间充斥整个站台 而后 残影缓缓消散 诡异的一幕 却发生了 因为 林昊的身体 也是如同那名黑衣青年 诡异的消失不见 并且 在有龙步残影的干扰下 无人能够看到 他刚才的一栋轨迹 究竟在哪 嗯 其中一道注影中 隐藏于其内的黑衣青年 顿觉颇感诧异 他目光环扫 空荡荡的站台 却是毫无发现林昊的踪影 难道是 玄机 黑衣青年视线 略向那些注影 不经心头一沉 想到这 他顿时恍然大悟 算是明白 林昊刚才为何能够 发现他的存在 这种可能性 唯有一个 那便是 林昊修炼了 与他同样的武学 原来如此 无怪会破解我的刺习 有点意思 黑衣青年 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然而下一剎 他脸色一领 顿觉所藏的阴影之中 空间仿佛收缩了些许 当即 黑衣青年急忙挥起 手中匕手 只听枪的一声 这道注影 顿时剑射出火光 紧接着 注影剧烈如动 并传出道道 金铁交割之声 虽说无法看到 其内的场景 但也不难想象 注影之中 已然爆发激烈的战斗 片刻后 两道黑影猛地窜出 二人相聚石树杖 目光纷然地盯着对方 想不到 你竟然懂得魔影遮天 黑衣青年 脸色冷然地说道 林昊一脸淡漠 并无回答 手中浩天悬磅 弥漫着丝丝精芒 他目光盯着黑衣青年 手中的匕首 心中颇感差异 浩天悬磅的威力 他非常清楚 一棒下去 寻常兵器都难以抗衡 然而眼下 这把小小的匕首 却能够如此顽强 抵挡住浩天悬磅的 多次攻击 而且 那光滑锋利的笔刃 并无丝毫损坏的迹象 由此可见 这把匕首 绝非什么反弃 暗影行踪 我们平分秋色 那你是否懂得这种 声音落下的刹那 黑衣青年的身体 黑雾弥漫 顿时分裂出 百余道魔影分身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灵浩 似是能够在赛场中 遇到与自己 修炼同样功法的对手 激起了心中战意 见状 灵浩 灵梢轻挑 调动体内雄魂灵力 按照魔影裂变的 5G功法 迅速运转开来 顿时间 百余道魔影分身 也是在战场上 陡然闪现而出 哄 没有多余的废话 双方的石数道分身 几乎同时暴略而出 直接在战台的中央区域 混战一起 砰砰砰 煞时 激烈的战斗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那般阵容 旗鼓相当 战圈的后方 二人各自的本尊 依然沉浸站于原地 他们目光冷漠 如同下棋一般 望着 正在厮杀中的分身 而但凡被杀掉的魔影分身 瞬间化为一团黑雾 消散于虚空 同时 也意味着 他们体内的能量 因此消耗暴力部分 此等数量对敌的壮观场面 顿时吸引了外界 不少观众们的注意力 快看 那边的战斗也太屌了吧 我的乖乖 两百多个分身在混乱 简直就像战场一样 一时间 广场的绝大多数观众 目光皆是投射 向零号他们这边的光幕投影 惊奇的议论声 津津乐道地传荡而开 此片光幕 无疑是成为了在场最受瞩目的焦点 战场台 众多魔影分身的厮杀 已然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一团团黑雾 不断地爆开 原本热闹的场面 也是愈发变得空荡 双方的分身 仅剩下数十个 黑衣青年眼神微宁 陡然发现 零号的数十具魔影分身之中 似乎有一个较为反常 那家伙的战力 虽说极力隐藏 但明显 要高于其余分身 其移动轨迹 也是仿佛有意识一般 在斩杀黑衣青年分身的同时 刻意朝着 他本尊这边悄然逼近 难道后面观战的那个本尊 才是分身 意识到这一点 黑衣青年 顿觉心头一寒 显然也是没想到 零号竟会动用这种 类似刺习的手段 杀 然而 当他反应过来时 零号已然守之黑剑 暴刺过来 望着那在眼中 急速放大的剑间 黑衣青年瞳孔俱阵 浑身凌厉暴涌 急忙施展出最后一招 魔域遮天 哄 煞时 浓郁黑物疯狂爆发开来 瞬间形成一个黑暗领域 直接将零号笼罩而入 此等招式 乃是魔影遮天的武学精粹 在黑暗领域之中 施展者近乎神一般的存在 能够操控其内能量 为所欲为 随着领域施展而出 黑衣青年狂跳的心脏 这才稍显平息 不过 就在他暗松一口气的时候 顿觉搏进处 已是架着一把长剑 剑刃上散发而出的彻骨寒气 仿佛无孔不入地 侵蚀着他体表的护体灵气罩 紧随其后 一道冰冷的声音 也是缓缓响起 你输了 站台之上 黑色光圈 笼罩了方圆石树杖区域 然而 在这片黑暗领域之中 一道身影 却是自成领域 丝毫不受影响 这人 正是零号 双方皆是施展了魔玉遮天 在这种同中同源的领域之下 反而相互融通 没有半点排斥 故而零号的长剑 便是轻而易举刺破领域 直接架在黑衣青年的脖子上 是龙剑黑气萦绕 锋利的剑刃 散发着丝丝寒意 令得黑衣青年 不敢有半点轻举妄动 我 说了 黑衣青年轻叹一声 脸色瞬间颓败下去 面对零号冷漠的目光 他低下了头 从第一轮站台抵达此处的他 自然清楚 零浮印意味着晋升资格 当即 黑衣青年倒也极为直爽 手掌翻动间 二十枚零浮印顿时浮现出 零号伸手一抓 直接将其尽数吸入掌心 而随着零浮印被掠夺 黑衣青年的身体 也是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淡化 这等情形 显然即将被传送出外界 你的次数天赋不错 有兴趣当刺客的话 可到混乱之领的黑店 见状 零号却是突然开口道 我认识那里的领主 能为你引荐 闻言 黑衣青年微微诧异 玄机他目光闪动 似是对于零号所提的刺客职业 颇感兴趣 多谢 我叫莫丹 黑衣青年盯着零号 自我介绍 言罢 他逐渐淡化的身体 在零号眼前 彻底消失 So 而后 零号掌心之中的40枚零符印 迅速如洞间 陡然射出一道能量光束 站台的天花板上 顿时浮现一个黑洞入口 零号身形猛地跃起 毫不犹豫地暴力而尽 通往第三轮站台 零号学长又赢了 外界 天眼学府的院生们 顿时一片欢呼 因原子欣慰点头 前两轮的站台 绝大多数能力弱的参赛者 皆会被洗涮而去 能够参加第三轮站台的人 必将是这些天才中前百名的佼佼者 虽说名次晋升 但所遇到的敌人 也将愈发棘手 再站两轮 零号他们 便能晋升前二十名了 因原子盯着上空的光木投影 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之色涌现 因为 若能晋升前二十名 被电宗看中的机会 也会越大 玄机他目光微转 看向一直被秃头老者 津津乐道的吕成天 却见那家伙 展现出来的实力 确实不容小觑 仅仅三件便是结束战斗 通往第三轮站台 而且 值得英原子关注的是 吕成天所在区域与灵号一样 皆是属于南区战域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两轮关卡 他们相遇的几率 拥有着极大的可能性 图顶老头 显然也是 看出了这一点 他目光瞥向旁边的英原子 一脸自信地沉笑道 英雄 看来我们两个学府之间的比斗 将无可避免啊 无妨 英原子淡淡道 经过这两轮战斗 对于灵号的实力 他也是逐渐有了底气 此时 黑游有的通道中 灵号的身影不断前行 奔略间 他从储物界中取出三枚巨灵丹 直接吞噬而入 把鱼道魔影分身 再加上黑暗领域 那等消耗 极为庞大 若是不借此丹药 对于接下来的第三轮站台 恐怕后继无力 嗡 丹丸入味 顿时化为一股精纯灵力 在体内如潮水般流淌而开 滋补着先前战斗时 所消耗的能量 顿时间 灵号原本略显苍白的脸色 也是重新焕发出一抹红润 对此 灵号心中不禁感慨 炼丹师的厉害 仅是把一大堆药材倒过炼制 便能弄出这么神奇的丹药 优深地通到尽头 当灵号推开第三层站台的大门时 体内灵力 已是恢复得差不多 他平静的目光 扫动间 便是锁定了站台中央区域 一道修长的身影 这人 正是他这一次的对手 一个身穿武林学府怨服的长发青年 脸上 透着毫不掩饰的奥义 我等你很久了 你的战斗效率 实属太慢 长发青年眼眸青台 望向推门 而入的灵号 言语带着些许轻面 抱歉 等会的交手 我会尽快结束战斗 把时间弥补上来 灵号淡淡道 其话中意思 戴着长发青年反应过来时 眼中陡然闪过一丝寒意 据说上一届的百怨大赛 天眼学府便是被我们武林学府团灭 你能闯到此处 倒是有点本事 旋即他盯着灵号身上的怨服 吃笑声中 却是摇头感叹道 不过很遗憾 在此遇到了我 因为 我会在这里 将你的晋升路线 彻底给夭折 然而 灵号的脸色 并无丝毫波动 沉默了树西 他目光冷漠地盯着长发青年 淡淡道 你 废话说完了没 闻言 长发青年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便是很快缓过神来 此番对话 虽说短暂 但灵号每次出生 皆是令得他的心情极为躁怒 那种淡淡的口气 却仿佛尖刺一般 极为犀利地 将其内心的高傲 肆意穿刺 不知所谓 长发青年冷哼一声 目光森然地盯着灵号 宁笑道 既然你这么急着想死 我就成全你 话音落下的刹那 一股极端阴冷的能量波动 自长发青年身上 无形地扩散开来 灵号心头微沉 明显感应到周身 笼罩着那股阴冷能量 并且试图钻入他的脑海之中 对此 灵号却是并无抵抗念头 紧接着 他便是发现 周围场景顿时转变 视线中 站台消失 所占之地 乃是一片荒芜的沙漠 突如其来的一幕 灵号没有丝毫慌万 他知道 受到刚才那股阴冷能量的影响 已然陷入幻境之中 灵号嘴中蛇轻咬 顿觉微疼 会痛 说明这并非普通幻境 而是一种能够杀人的幻杀术 也算是灵魂攻击 可在幻境中 杀人于无形 此时 长发青年同样身处沙漠之中 二人相聚十数丈 小子 中了我的幻杀术 你哪里也逃不去 他目光森冷地盯着灵号 冷笑道 放心 我不会太快把你杀掉 而是慢慢折磨死你 岩霸 他的背后 能量涌动间 陡然凝现出一道壮瘦的黑影 随着黑影成形 竟是一个长着牛头 浑身棕黑色皮毛的兽人 他的身材极为强壮 即便是先前岩山体的陈真 与其相比 也要逊色不少 虽说 眼前的仅是幻想 但初次近距离见识到兽人 灵号也是不禁被震撼了一下 把他给分尸 长发青年意念微动 下了一道指令 牛头人那两个硕大的鼻孔 顿时喷出浓郁的白气 星红双眸 锁定灵号的身子 眼中满是嗜血 凶利之意 吼 玄机牛头人力吼一声 手中闪现出一把猙獰巨斧 直接对着灵号暴冲而去 见状 灵号眼神微宁 对于这种幻境敌人 他非常清楚 若是与其纠缠下去 最终只会没完没了 唯一解决的办法 那便是动用同样的手段 在幻境中对决 在混乱领地的那些日子 他一直都在钻研轮回武艺 此刻拥有这种幻境战斗的机会 他无疑是被激起了兴致 望着那暴冲过来的牛头人 灵号闭上了双眼 在睁开时 他眼中瞳孔 已经变成了黑白漩涡 若隐若现的轮回符文 散发着一股极端晦涩的能量波动 嗡 随着符文转动 轮回武艺陡然爆发 整个幻境沙漠 瞬间掀起了一股黑白色的漩涡风暴 煞时 沙尘弥漫 继而也被绞进旗内 惨叫声淒厉响起 牛头人还没开始战斗 便是在风暴中撕成了碎片 嗯 这是轮回眼 看到灵号的轮回眼 长发青年顿时浑身一僵 眼中充满惊骇之色 而就在他愣神之际 黑白风暴已是暴力而至 直将冲进了体内 长发青年 只觉临时猛的一阵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疯狂涌进大脑 紧接着 无数的轮回幻想 在脑海中爆发而开 他的精神之海 瞬间失手 哄 随着长发青年的精神之海失手 这片沙漠幻境 也是陡然崩碎 化成了虚无 其实 他在幻术的造诣 虽说尚未达到 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也算小有成就 不过 长发青年太自信了 施展出幻境世界也就罢了 就连本体灵石 也是进入这里边 趾高气昂 这般形式 无疑是把自身的精神之海 完全打开 故而此次 遭受灵号的轮回幻想攻击 他几乎毫无抵挡之力 便是彻底失手 二人的这般幻境对决 在外界看来 却没有任何动静 他们站于原地 一动不动 宛若雕像一般 奇怪 林浩学长他们怎么了 到现在还不打 是啊 一直就站在那里望着对方 难道两个人认识 不知道如何下手 听着旁边学府怨声的议论 因原子摇了下头 沉着道 并非如此 战斗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 开始 一听此话 那些怨声顿时更加困惑 辅助大人 难道您说的是幻术战斗 赵林儿显然较为聪慧 疑惑问道 闻言 天眼学府的这群怨声 方才恍然大悟 难怪双方从刚才就站着没有动静 原来已经斗起了幻境 在那种情况下 表面看似风平浪静 其实幻境中的世界 恐怕无比激烈 对此 他们不由的暗暗心惊 那种幻象下的灵魂攻击 往往杀人于无形 稍有不慎的话 轻者灵魂重创 重则灵魂崩溃 当场命运 眼看大家明白 因原子淡然点头 不再多余 他现在的心思 几乎全都聚焦于 林浩他们四兄弟的战况 实在没有兴致 与这些淘汰的怨声过多交谈 咦 你们快看 林浩学长的对手 流鼻屑了 嗯 因原子定睛一看 果然看到那个长发青年的鼻子 流出两条红红的鲜血 不仅如此 他的耳朵 双眼 以及嘴角 也都开始渗出鲜血 七孔流血 心红的血液 往下缓缓流淌 在长发青年的脸上 看着极为触目惊心 旋即 在众多惊异的目光下 却见光目投影中的长发青年 身体直挺挺的倒地 虽说 他依然还有气息 但那涣散的瞳孔 显然已是灵魂受到重创 如同植物人一般 彻底失去意识 林浩睁开双眸的时候 轮回眼也是重新封闭 旋即他脚步迈出 一脸平静地 走至长发青年旁边 直接将其掌中的三十枚灵符印 尽数掠夺 至此 第三轮战斗 算是落下帷幕 接下来第四层站台的关卡 便是冲击排名战前二十的名次 望着上空浮现出来的静声上口 林浩脚尖轻点地面 身形陡然掠入旗内 而就在林浩通往第四层站台的时候 与他同样处于南区战圈的吕成天 此刻也是已然击败对手 不得不说 吕成天的手段 极为冷漠无情 此次站台上 但凡遇到的对手 全都死在了他的剑下 没有任何顾忌 而接下来 二人之间的较量 必将在第四层站台展开 争夺前二十名的榜位 英雄 我的这个徒弟 向来心狠手辣 不讲任何情面 剑云学府的秃顶老头 看向旁边英元子 似笑非笑地道 如若等会的交战 有何不测 还请勿要见怪 这番话 看似客气 其实却已经判定了林浩的死刑 文言 英元子冷笑一声 若是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他或许没什么底气回应 不过现在 亲眼目睹林浩前三轮的战况 英元子无疑是信心十足 你这个怨声 能够达到与吕成天交手的资格 倒也算有两下子 秃头老者异性阑珊 突然好奇问道 他是否出自你们大阎王朝 哪个古武家族 英元子淡淡道 青阳镇 林氏家族 听得此话 秃头老者毫不在意地点了下头 姓林 旋即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瞳孔末地一缩 惊一道 难道他 就是那个林浩 第四层站台 碰 碰 沉重之声突然响起 两道身影几乎同时破门而入 通道门口处 林浩以及吕成天 皆是出现在这里 目光对视 无声的战役 瞬间弥漫而起 吕成天踏着气宇轩昂的步伐 走至中央区域 便是停住了身形 天眼学服 他望着林浩身上的怨服 冷笑一声 前三轮站台 都是我等待对手 你能与我同时入场 算是有点能耐 其言语中 净显傲义 彼此 林浩同样走至中央区域 淡淡道 你有何一言 我可帮你带出去 吕成天手中闪现出一把黑色重剑 阴冷的杀气 不断散发而开 闻言 林浩没烧轻条 他遇过的敌人不守 眼下这家伙 却自傲地 让人觉得有些反感 还帮忙传达遗言 这话说出来 显然就是在故意激怒别人 继而影响对手的武道之心 不难看了 这家伙的城府极慎 我有何遗言 也轮不到你知晓 林浩冷然一笑 右掌对着虚空一叹 紫竹长枪 瞬间在手中闪现 一条条暴力的雷霆 宛若长舌一般 陡然爬满了枪身 短暂的对话 双方的冲突 皆是被瞬间点燃 牙尖嘴利 吕成天双眼微眯 周身弥漫的杀气 顿时收敛 再体形成了一层实质化的杀气 死 话音一落 吕成天浑身杀气 尽数聚拢于手中的黑色重剑 笔直刺出 是 前方虚空 仿佛被瞬间撕开 黑色重剑 携带着惊鸿般的强横剑气 对着林浩胸口直刺而去 这一剑 看似平平无奇 然而随着剑气激荡而开 周遭坚硬的地板 顿时寸寸爆裂 掀起无数碎石浪潮 视线中 吕成天的剑气 犹如在地面如洞前行的黑胶一般 锐不可当 林浩目光一冷 直接引动紫竹长枪中的枪铃 哄 煞时 狂暴的雷霆之力爆发而开 带着恐怖雷霆之势 轰向那迎面来剑气 两道攻势相撞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强劲的冲击力 瞬间形成肉眼可见的能量波纹 肆意席卷开来 在这股冲击波的余微之下 林浩身形不稳 骤然倒退束步 以此卸掉身上的能量侵袭 反观吕成天 却见他手持重剑 宛若山岳般 气势如虹的 依旧傲力不动 由此可见 此番交手 他占据了上风 眼看林浩有点招架不住 吕成天没有任何停歇 手中重剑挥舞 一连串的攻击 陡然接踵而至 刷刷刷 他每一剑挥出 都携带着凝后的剑势 凌力劈向林浩 林浩身形重新站稳之后 面对那疯狂暴勇而来的攻势 他不慌不忙 体内灵力运转到极致 碰 碰 碰 他手中长枪大开大合 对手的每一剑攻势 都被他从容接下 就这样 林浩且战且退 看似从容应对 但其脚步踏过的地面 皆是爆出道道裂纹 触目惊心 林浩几乎每退后一步 便是将脚下的地砖 踩得爆碎 可想而知 他抵挡的每一道剑势 拥有着何等恐怖的力量 吕成天一旦出手 就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整个过程 毫不给予林浩丝毫喘息的机会 短短数席间 这处站台 已经变得惨不忍睹 太可怕了 吕成天的剑势 近乎打的那个林浩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按照这种优势 不出五分钟 就能赢下此局 看不懂就别瞎吹 天眼学府的林浩 虽说一直被压着打 但他的抵挡稳如泰山 几乎毫无破绽 没错 胜败还很能说 外界的武林城广场 观众们看到光木投影中的 此等激烈交锋 皆是热闹的议论起来 那些年轻的怨声 绝大多数都是看好 占据上风的吕成天 认为对方胜算很大 不过 实战经验较为丰富的导师们 却都反对了这一观点 因为 吕成天本就是八级舞者巅峰的境界 见到修炼 在同龄舞修当中 可以算是翘楚般的存在 能够发挥出此等水平 再正常不过 然而 林浩此刻的表现 却是反倒让他们 有些出乎意料 八级初期 修为相差两个小阶级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从容接下吕成天的攻势 这一点 着实不让人感到惊叹 毕竟吕成天在前三轮的对战中 同境界的舞者 几乎都过不了他的常见十招之内 便是被无情斩杀 不过现在 双方的交手 已是达到数十回合 所以 林浩此时表面看似处于下风 但其能力 绝非小觑 林浩 你一定要赢 赵林儿脸色稍显紧张 听着周围的议论 心情复杂 富于顽抗 望着光木投影中的战况 秃头老者沉笑一声 他一脸自信地摇了摇头 道 此种攻势对于吕成天 也就热下身而已 如果这就是那个林浩的全部能耐 那他必败无疑了 哼 终极修炼天赋 看来也不过如此 仅仅是传说中的吹捧罢了 说到这 秃头老者看向旁边脸色微沉的阴原子 阴阳怪气地笑道 英雄 你说是吧 阴原子微沉的脸色 很快恢复常态 同样笑了起来 不看到最后 胜败还很难讲 你现在是言之过早了 文言 秃头老者仿佛听到了一件稀奇的事情 顿时笑了起来 好 那老夫就拭目以待了 说话间 秃头老者似是感觉有些无趣 提议道 英雄 要不我们就打个赌 如何 哦 怎么个赌法 英原子双眼微眯 战意浊浊 简单 谁胜谁赢 我们就赌各自学府的怨声 眼看英原子上钩 秃头老者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声音落下 他伸手摸向储物界 从中取出一块巴掌大的沉金 此块沉金 重约五金 价值相当五十万枚羚羊石 英原子瞥了一眼 却是沉笑道 就这 太小儿科了 据说 你前阵子获得了一块火源之石 如若有意打赌 就将其当作筹码 文言 秃头老者脸色微正 顿时犹豫了起来 火源之石 通俗来讲 就是源自天地混沌之初的能量石 起源之地 一般都是存在于火山当中 经过火焰淬炼 一点点演变而成 其价值 并非拥有多么雄浑的能量 而是经过无尽岁月的火焰侵蚀 在石头表面留下的痕迹 这种痕迹 蕴含着火系本源的玄傲法则 如若能参悟 便能领悟高层的火之意境 不舍得 那就算了 看到秃头老者犹豫不决 英原子算是抓到对方的弱势 玄机他画风一转 故意刺激起来 看来你对吕成天的胜算 也是毫无信心 刚才只不过是在说大话而已 英雄 一听此话 秃头老者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老谋深算的他 自然听得出英原子的激将法 虽说知道 但这番情形 无疑是把他之前洗刷天眼学府 以及零浩的嘲讽之言 给全部对了回来 有何不舍 秃头老者冷哼一声 玄机转念一想 便是冷笑道 不过 那也得看看 英雄能否拿得出相应价值的筹码 英原子一脸淡然 似是早料到 对方会这么说 他也没有废话 手掌翻动间 一枚丹丸 陡然在其掌心闪现而出 却见那丹丸通体碧绿 约某拇指大小 色泽纯净 在其上面 有着若隐若现的灵纹 散发出一股玄妙的灵香味 这是 圣灵丹 见状 秃头老者眼前一亮 惊呼道 没错 英原子淡然点头 旋即手掌一番 重新将其收入了储物界 这枚圣灵丹 对于他而言 显然也是极为珍重 因为 此丹乃是前阵子 瞎子剑圣凝炼出来 特意赠予英原子的极品丹丸 他停止在半步圣域 已有数十载 这把岁数 想要凭借自身能力突破门槛 几率渺茫 而有这枚圣灵丹 便可借力冲击境界 故打算此次百院大赛之后 再闭关修炼 他现在敢将其拿出来打赌 无疑是对林浩抱着很大行星 好 成交 秃头老者 同样一直停留在半步圣域已久 圣灵丹的诱惑实在太强了 即便其价值 无法与火源之时媲美 就这样 两位老头的赌约 算是正式谈拢 此时 第四层站台 辽阔的站台上 一道道残影不停闪现 每一次闪现 便会传出金铁交割的声响 二人的速度 近乎旗鼓相当 正如外界观众评论的那般 林浩一位防守 始终处于被吕成天压着打的局势 场中的比斗 越来越激烈 剑气与枪芒对撞的暴击声不断响起 声势极端害人 碰 而后 一道清脆的撞击声响起 能量激荡间 两道身形各自暴退 林浩微微气喘 身上衣衫多处撕裂 看其痕迹 显然是剑气所割 不过 衣衫虽裂 但血肉并无丝毫割伤 因为刚才在与吕成天的战斗中 他的速度 确实稍慢一丝 所幸 林浩的实战经验在磨练中 已是逐渐娴熟 每当常见割开衣衫的下一刹那 便是有惊无险的闪避开来 故而方才出现眼下这般状况 表面看似狼狈 其实却是毫发无伤 不错 相较于之前的对手 你的实力勉强尚可 吕成天手执黑色重剑 望着林浩 冷傲道 值得我动真格 林浩嘴角轻挑 淡淡道 你也还算凑合 凑合 文言 吕成天双眼微眯 森然的寒意 在眼中涌动 似是对于林浩这句话 颇感不爽 那我就算你看看 这个凑合 究竟有多强 吕成天绝不容许自身的能力 受到挑衅 杀戮灵月 一声冷哼响起 吕成天全身灵力爆发 滚滚杀气 瞬间覆盖整个战台 他的剑道 便是以杀戮为主 在战斗中 不断积累杀念 从而增长自身 在剑意的增长 此等修炼之道 极为凶残 唯有不停杀人 他的实力 才会更强 随着杀戮领域施展 整个战台 瞬间弥漫着星红的光泽 阴风阵阵 仿佛厉鬼咆哮一般 令人心惊 那股阴风极为寒冷 即便灵浩体内气血旺盛 此刻身处如此环境之中 也是感到极端压抑 浑身毛孔微微收缩 甚至 灵浩发现 这股阴风 仿佛能够影响星神 视觉恍惚间 周遭的石柱 竟是爬出无数的鬼怪之物 在我的杀戮领域之中 你的结局只有一个 李承天眼中森然涌动 盯着灵浩 一脸傲然地冷声道 那便是 死 说话间 他的身体 缓缓悬浮而起 手中黑剑 萦绕着星红光悬 那是由杀戚凝成的 石质化光芒 散发着滔天杀意 我看未必 林浩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轮回武艺瞬间引动 双眼变成黑白漩涡 直接搅碎了那些 鬼怪之物的幻想 与此同时 黑暗领域 也是随之引动 哄 煞时 他的周身黑芒涌动 赫然在杀戮领域之中 撑起了自己的领域 抵御掉那股让人感到 不适的阴冷杀气 轮回眼 黑暗领域 见此一幕 吕成天眼神微沉 冷傲的脸庞上 终于涌起一抹凝重之色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目光死死盯着林浩 询问道 你是否叫做林浩 林浩嘴角轻条 故作傲气地淡淡道 可惜 我并不知道你是何方人物 言下之意 无疑是一指 对方是一个无名小卒 听得此话 向来傲骨极强的吕成天 眉宇间 顿时涌起一抹铁青之意 旋即他冷笑一声 道 听说你是天眼学府 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我早就想跟你较量 今日相遇 算是老天有眼 正好给了我 把你当成踏脚石的机会 说话间 他举起手中黑色重剑 直指林浩 充满浓郁的挑衅之味 踏脚石 林浩眼中掠过一丝冷意 但然道 很遗憾 你这次遇到的是夺命石 言罢 林浩身形猛地掠出 这一次 他竟是率先主动攻击 手中长枪 带着无可匹敌的雷霆之势 暴刺向吕成天 林浩的攻势 没有惊天动地的武学功法 但在风之易境的辅助下 却是却快到了极致 风锐无匹 吃吃 赤红的枪头 雷霆闪烁 隐约间夹杂着一股灼热的火系能量 直接对着吕成天暴刺而去 反手为功了吗 吕成天目光一冷 旋即手中长剑抖动 竟是在瞬息间的功夫 连出七十二剑 他的剑势 同样蕴含了杀戮意境 每一道剑芒 皆是凝练到了极致 细如光线 实质化的杀气 高度压缩在剑光之中 无比凌厉 剑扫狂澜 伴随一声冷喝 吕成天刺出的剑芒 陡然宛若风暴一般 疯狂旋转 直接轰向迎面攻来的林浩 砰砰砰 一时间 密集的切割声 激烈传荡开来 林浩只觉他的一枪 仿佛刺在了漩涡之中 根本无法发力 不但如此 枪身上的雷霆之力 也是在剑芒风暴的猛烈扫割下 迅速削弱 林浩眉头一皱 直接引动枪铃 哄 恐怖的雷霆之力 瞬间爆发 一条条粗大的电弧 自枪身疯狂窜涌而出 以一种极端刚猛的气势 直接将剑芒风暴硬生生震散 破开剑芒风暴的阻挡 林浩的枪势 携带着一股股可怕的紫色雷霆 如同天雷降临一般 暴涌向吕成天 见状 吕成天眼中瞳孔猛的一缩 急忙举剑横挡 碰 仓皇挡下这一击 吕成天顿绝体内气血剧烈翻滚 身子也是连退十数步 方才强行稳住 虽是挡下 丝丝电流 却是宛若复古之躯 顺着枪剑娇状的刹那 蔓延至他的身上 所幸 吕成天在战斗中 向来极为谨慎 一直开启护体灵气罩 噼里啪啦 暴力的雷弧 犹如毒蛇一般缠绕在其体表 电芒疯狂闪烁 在灵气罩的保护下 无法伤到吕丽天的肉躯 但其身上的衣衫 却是无法幸免 瞬间化为灰烬 这 见此一幕 外界的那名秃头老者 顿时一脸错愕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显然也是没想到 刚刚还一直占据上风的吕成天 此次遭遇零号的反攻 非但无法成功抵挡 甚至还被一击逼退 饶氏并无受到什么实质性伤害 可那衣不直体的模样 着实狼狈 看到零号终于扳回一局 因原子笑而不语 倒是没有出生奚落 秃头老者 保持着极佳的涵养 他知道 吕氏家族有着一门绝学禁术 一旦施展 强悍异常 即便越级作战 也都有可能 故而眼下 胜败其实也很难真正判定 青阳镇 一个小小的鼓舞家族 出身卑微的你 想不到也能有如此灵宝 站台上 吕成天脸色铁青 目光死死盯着零号手中的 紫竹长枪 刚才长枪爆发出来的 恐怖雷霆之力 显然已是被他看出了些许端倪 枪灵 唯有枪灵 才能蕴含如此雄浑的能量 不然的话 寻常兵器 在同境界的抗衡下 又如何破解得了 他的武学公式 对于零号的身份背景 他显然早有了解 这种低背的家族子弟 甚至被当成联姻物品 入坠给其他家族 本身就是一个笑柄 但这家伙 却能在短短数年间 就成长到了此等地步 此等情况 并非仅仅是 觉醒了终极修炼天赋那般简单 吕成天极大怀疑 在其背后 定然获得了 某种难以想象的大机缘 这也是为何 先前得知零号的身份之后 他脸上诧异之余 内心深处 却隐隐有些亢奋的缘故 此战若是将零号击败 便能借其器语 继承他的所有机缘 以及 零号以往获得全部资源和宝物 从而助他成就见到极致 想到这 吕成天铁青的脸色 逐渐涌起一抹猙獰 以及浓浓的贪婪之意 旋即 他身上灵气涌动 形成了一层能量衣衫直体 然后步伐迈开 朝着零号走去 你的一切 都将是我的囊中之物 吕成天目光森冷地盯着零号 其走动的脚步不快 却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随着话音落下 诡异的音幕陡然发声 却见吕成天行走间 在其身后 竟是不知何时出现一道影子 那影子 同样手持黑色重剑 无论身材 或是脸庞五官 皆与吕成天一模一样 影分身 零号眼神威宁 强大的精神力蔓延而开 顿觉在那影子的身上 明显感应到了一股浓烈的冰冷杀气 不是幻象 也并非魔影分身的功法 这是由杀气汇聚而成 具备极强攻击力的分身 甚至 零号从这道影分身的身上 感觉到一种类似于生命的灵气波动 对此 零号心中不禁暗暗诧异 一个分身拥有生命 怎么可能 我的分身 可不是什么普通武学分身能够比拟 看到零号精益的表情 吕成天自得一笑 它是我用本命精血 以及杀念凝炼而成的剑灵分身 具备与我同样的速度 同样的实力 拥有我所会的全部功法 吕成天一脸凝笑 盯着零号森然道 接下来的战斗 你将要与两个我作战 文言 零号眼神微尘 一抹凝重之意 也是在眼中缓缓涌现 想不到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如此诡异的修炼之法 才一个分身 我们零号学长 先前与那个刺客对战 一下子 可是能变出百余个分身 见状 外界的天眼学府怨声 皆是不以为意 毕竟之前看过零号施展 魔影分身的数量 此刻 看到对手只有一个分身 无疑是有点小屋见大屋的感觉 不能仅凭数量判定强弱 应原子却是摇了下头 脸色颇显沉重地讲到 零号的分身之术 是以消耗体内零力凝成的分身 毫无意识 实力也要比本尊弱不少 然而 吕成天的分身 本质乃是剑林凝现 拥有自主意识 继承了吕成天的一切本领 甚至比吕成天还要厉害 因为 他不会感到痛 也毫无七情六欲 战斗中无所畏惧 听得此话 旁边的天眼学府怨声 顿时一脸惊骇之色 一个吕成天 剑术已经超群 现在再加上剑林分身 那零号岂不是 要同时与两个吕成天战斗 想到这 他们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不再有先前的轻视念头 英雄 你的圣灵丹 我就在此先多谢了 你可不能食言 眼看英原子等人那凝重的表情 秃顶老头 志得意满地笑了起来 放心 赌约一事 老夫向来愿赌服输 英原子瞥了对方一眼 道 反倒是你 难说 文言 兔头老者顿时急眼了 既然如此 我们签个契约 互不相欠 此话 不仅可以扳回面子 还能预防英原子到时候耍赖 在他看来 这场比斗 随着吕成天动用剑林分身 已然是胜券在握 有何不可 英原子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 嘴角泛起一丝细不可查的笑意 显然 他同样是不信任兔头老者 故借机刺激对方 加强赌约的束缚 旋即 二人各自逼出本命精血 并用符文预检 确立了此次赌约一事 如若有一方违背 必将无偿转卖学府 由此预检 就算到时候 真的撕破脸皮 双方势力展开血拼 引得殿宗的注意 违约那方定会受到惩戒 此时 站台上 林浩眼神威宁 盯着那道剑林分身 从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便能知道 这家伙的实力 丝毫不弱于履成天 看来这下 确实有些棘手了 林浩心头微沉 但其脸上 却毫无拘异 对手有底牌 他又何尝没有 小子 受死吧 一声冷喝响起 只见吕成天身形暴力而出 似是施展了 某种武学身法 他的身影 瞬间化成了一连串的残影 与此同时 吕成天手中黑剑 也是猛地刺出 杀 剑芒闪过 速度快地难以想象 仿佛隐匿在空气涌动的缝隙之中 无迹可寻 几乎眨眼间 那锋锐的剑尖 已然出现在林浩的身前 林浩瞳孔收缩 游龙布 配合风之意境 陡然爆发 是 剑芒 直接刺穿林浩的身体 然而下一秒 吕成天却是连人带剑 从林浩的身体中穿透而过 显然 这只是一道残像 一剑落空 吕成天却是看都不看一眼 身后紧随的剑铃分身 猛地一步侧移 同样的速度 同样的剑术 锐不可当 林浩的身形 刚刚出现挺稳 一道剑芒 瞬间暴虑而至 直刺咽喉 这种攻速 这等距离 想要全身而退 近乎渺茫 林浩 小心 赵林儿惊得嘀呼一声 天眼学府的那些怨声 也都吓呆了 杀 然而 这一次 却又是一道虚影 直接被强劲的剑气震散 反观林浩 已是暴退至后方 十数丈之远 能够明显看到 他的脖颈处 有着一丝心红的血点 那正是刚才千军一发之际 被剑肩刺破皮肤的伤口 好快的速度 林浩心中暗惊 目光凝重地盯着 那道剑铃分身 其实他的速度并不慢 风之易静 再加上游龙部 疑速远超同境界的舞者 即使面对吕成天的攻势 也能游刃有余地躲避而开 可是 这道剑铃分身的攻速 却比吕成天还要快 那等灵力的攻速 如若稍有不慎 恐怕受伤都是轻的 龙原变 为提升速度 林浩只能再次引动体内 龙原精血 陡然受化 哄 狂暴的强横气息 瞬间萦绕周身 一双星红双眸 泛着凶利之气 盯着那直剑冲来的两道身影 他手握长枪 猛地横扫而出 呼 狂猛的枪势 携带着一条条粗大的雷弧 手当其冲砸在吕成天的身上 吕成天脸色微变 急忙收剑一挡 却在那股恐怖的力量下 直接被一枪扫飞 紧接着 长枪充势未减 狠狠扫向剑铃分身 然而 当枪身即将触体之际 剑铃分身 竟是踏着一种诡异的步伐 减速后退 当闪避长枪横扫的下一刹那 剑铃分身的速度猛地爆发 陡然再度逼近零号 手中黑剑 直刺零号胸口的心脏致命部位 此时 零号右手握枪横扫 中门打开 几乎避无可避 加之长枪的尺寸缘故 即便收枪抵挡 也难以做到极佳的效果 电光火势之间 零号手中长枪 瞬间变成了是龙剑 然后以一个极为刁钻的角度 反向协调 碰 两气相撞 零号顿绝一股强劲的力量 震得手臂一阵麻痛 骨头传出嘎吱声响 若是不及时泄力 继续硬抗下去 整条臂骨便会因此骨折爆裂 可一旦泄力 那么长剑直刺身体 同样无法避免受伤 这剑铃分身 果真厉害 零号心头一沉 吼 而就在这时 嘹亮的龙银声 陡然乍响 是龙剑 瞬间黑气弥漫 汹涌如潮地蔓延至对方长剑 紧接着黑气迅速收缩 竟是凝现出一条 不大不小的魔龙虚影 直接缠绕住了 剑铃分身的身体 突如其来的变故 剑铃分身顿时一脸惊惧 它这番惊恐 绝大部分来源于 魔龙虚影的出现 那是一种 发自灵体深处的恐惧之感 在恐怖的龙威之下 剑铃浑身颤抖 就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在灵体之中 作为兽族顶端一类的龙族 一个小小的剑铃 又岂是能够比拟的 对了 魔龙喜食灵体 这剑铃分身 正好是它的菜 一瞬间 灵浩恍然大悟 魔龙 吞了它 当下 灵浩目光闪动 立即命令道 魔龙此刻饥渴难耐 就算没有灵浩的命令 也不会放过剑铃分身 好 而后 一声凶利的售吼响起 魔龙张开争鸣锯嘴 直接将其一口吞食而入 不 见此一幕 不远处的吕成天 顿时脸色大变 惊怒地大喊道 然而吓一傻 黑雾弥漫间 魔龙虚影 以及剑铃分支 陡然消失不见 净数沉入了弑龙剑之中 我的剑铃 剑壮 吕成天惊呆了 万万没想到 一支一仗的底牌力量 就这么没了 他目光死死盯着 灵浩手中那把黑剑 精神近乎崩溃 武林城 广场 刚才那是骄 还是龙 众人正正望着上空 眼中充满震惊之色 这些人 显然刚才正好注意到 灵浩与吕成天所在的站台 光目投影 是龙剑显现而出的魔龙虚影 并将变剑铃分身吞噬的一幕 看他们精益的表情 无疑是亲眼目睹 应该是骄 怎么可能会是龙 没错 龙族那等传说中的强大神兽 又怎会服从一个连圣域 都达不到的人类武者 不过那小子 能够收服一道骄灵 倒也挺有本事了 在短暂的精益之后 众人的议论 显然更愿选择相信 刚才看到的 只是一头骄灵 否则的话 魔龙 那等可怕生物 实在太过震惊世俗 况且 这种事情 的确有些天方夜谭 殊不知 灵浩当初在矮人族铁匠那里 获得石中剑石 成功拔出断剑 却险些被魔龙灵体夺射 索性系统的存在 方才化险为夷 并将其强行认主 直接炼成气灵 混账东显 你把我的剑灵分身 究竟弄去哪了 眼看剑灵消失 屡成天惊怒的脸庞上 抱起了一道道清惊 愤怒地盯着灵浩 灵浩冷漠不语 目光扫向手中的是龙剑 这一看 顿时诧异发现 是龙剑的形体 出现了不小的变化 剑身上 竟是浮现出 一层细密的鳞片 黑气弥漫间 其中蕴含的能量波动 相较于之前 明显愈发凝食 强横 此等情形 倒是如同净化一般 让人颇感惊艳 剑状 灵浩目光闪动 显然也是没想到 是龙剑会随着魔龙吞噬剑灵 产生这种玄妙的变化 砸碎 快回答我 吕成天瞪着一双怒眸 死死盯着灵浩 眼里闪着一股 无法遏制的怒火 灵浩脸色一寒 目光森冷地看向 那逐渐失去理智吕成天 淡淡到 无可奉告 闻言 吕成天凶腔的怒火 终于如同绝地的洪水 一发不可收拾 我要把你剁成肉炸 他壮若癫狂 手执黑剑 咆哮着暴虑而来 先前冷静的意识 在此刻荡然无存 不过 其武学攻势 却是是依旧灵力至极 咻 常见挥舞间 强横的剑气暴涌开来 竟是化为漫天剑影 直接笼罩灵浩 一眼望去 那无数的剑芒 仿佛铺天盖地 攻势极端迅猛 灵浩心神一沉 雄魂的精神力 蔓延而出 正如先前对战的那个陈真 二人的武学攻势 倒是有种异曲同工之处 在这漫天的剑影之中 唯有一点破面 便能轻松攻破 找到了 就在那灵力的无数剑影 即将轰向灵浩身体的刹那 他双眸陡然一立 嗖嗖嗖 在九幅剑爵的运转下 是龙剑表面 顿时闪烁出九道符纹剑芒 哄 灵浩毫无理会那众多剑影 萦绕九幅剑芒的是龙剑 猛地暴刺而出 瞬间撕裂重重剑影 最终 狠狠地点在了其中一道剑影 九道剑符 也是请客剑影爆 砰砰砰 刹那间 一连串的爆炸声震响 笼罩灵浩周身的剑影 顿时消散 紧接着 一股极端强悍的灵力进风 便是宛如山月一般 直接轰在了吕成天身上 一声惨叫 吕成天轰然倒飞 旋即重重落地 浑身血肉模糊 林浩学长 赢了 外界的天眼学府怨声 望着光木投影中的战局逆转 顿时惊喜出声 赵琳的俏脸上 也是不满喜色 旁边的秃头老者 脸色难看 却并未就此认输的迹象 战斗 尚未结束 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 旋即秃顶老头冷哼一声 因原子沉默不语 面色带着一丝凝重地摇了摇头 道 他说的没错 继续看下去 一听此话 赵琳等人微微诧异 他们的目光 急忙再次投射向光木投影之中 却见那刚刚重伤倒地的吕成天 已然缓缓站起 试吃 同时 一丝丝腥红血气 自他周身毛孔不断喷涌而出 弥漫着浓郁腥气 宛若血液一般 见状 林浩眉头微皱 并无贸然上前攻击 砸碎 能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你就算死 也无憾了 吕成天浑身血气弥漫 目光阴冷地盯着林浩 面露猙獰的嘶哑道 我们之间的战斗 也该到此为止 声音落下 他身上涌动的血色气物 愈发浓烈 旋即他的身体 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在血气的包裹下 先前的伤势迅速愈合 皮肤表面 浮现出一丝丝诡异的血纹 手掌指尖处 延伸出一根根血刺 泛着阴力寒芒 这种变化中 吕成天的气息 竟是开始攀升 其实力 本就是八级巅峰 在网上 必将超脱八级 达到半部九级 甚至九级强者的层次 老夫担心的事情 果然还是无法避免 因缘子面色凝重 望着那浑身血气 弥漫的吕成天 长叹一声 辅主大人 那是中什么功法 赵里尔柳梅微醋 忍不住问道 天眼学府那些怨声 也都惊异地 看向因缘子 血煞魔功 因缘子一脸沉着 凝重道 那是一种邪恶武学 以燃烧自身本命精血 在短时间内增幅力量 不过 此种功法的后遗症极大 本命精血 意味着武者受援 一次施展 吕成天的寿命 恐怕得削弱不少 如若本命精神消耗殆尽 那么他的寿命 也就彻底消遇 闻言 赵里尔等人一症 这等武学 简直就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那吕成天现在增幅的力量 有多强 赵里尔急忙问道 半部九级吗 不一定 因缘子摇了下头 宁重道 应该是九级武者的层次 九级听得此话 赵里尔等人顿时脸色大变 众所周知 境界之中 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巅峰 四个等级阶段 虽有差距 实力之间 却是相差不大 能够在战术 兵器 以及武学的资源上 弥补上来 越级作战 并非无法做到 零号的修为是八级初期 经过几轮战斗下来 底牌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原本他们还能抱着侥幸的心态 即便挑战八级巅峰的吕成天 也是有着一战之本 甚至打败 然而 此刻吕成天施展血煞魔弓 力量增幅至九级 二人相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那等实力差距 欲要战胜 近乎渺茫 这一次 零号学长要败了 可恶 就差一轮 就能晋升前二十名 赵铃儿以及那些天眼怨声 暗自叹息 先前战局逆转的欣喜 瞬间荡然无存 因原子内心深处 也是颇为无奈地轻叹一声 挺有自知之明 看到天眼学府那些怨声的沮丧表情 秃头老者沉笑一声 胸有成竹 对于吕成天的此等武学 他显然极为清楚 血煞魔弓 在武修界中属于禁术 功法欲减所剩不及 一百多年前被吕家所获之后 便是没在对外流传 反而将其定为家族传承武学 可当危急时刻保命之用 按照计划 吕成天原本是打算 在冲击前十名榜单时再动用 没想到这么快就动用 能将吕成天逼到这种地步 完全出乎秃头老者的意料 看来这个林浩 果然如传闻中那般 能耐不低 不过 百年难遇的天才又如何 最终也只不过是 成为老夫徒弟的踏脚石罢了 秃头老者双眸微眯 目光阴冷地盯着光木投影中的林浩 心中森然一笑 好浓的血气 难道是引动本命精血 增幅的力量 林浩眼神微宁 感受着吕成天身上 弥漫出来的气息波动 心中暗自猜疑 此类功法 他倒也并非不知 以前在天眼学府休息时 便曾听闻舞蹈师讲过 好像叫做血煞魔宫 对此 林浩不禁有些诧异 想不到 竟然还有人修炼这种自残的功法 令得自身实力暴涨 不过 后遗症暂且撇开不谈 其力量增幅 效果倒是极为显著 从对方身上扩散而出的血气波动 林浩能够感到一种危险的味道 夺了我的剑灵 就用你的命来陪葬 吕成天布满血丝的双眸 阴厉地盯着林浩 宛若野兽一般 似是因为燃烧本命精血的缘故 吕成天也没再废话 身形猛然暴略而出 碰 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道血影 这等速度 相较之前 提升了不知多少倍 尤其是他初见的速度 犹如惊鸿一见 快到了极致 是 泛着血腥味道的凌厉剑气 仿佛洞穿空间 直刺林浩的喉咙 望着急速掠来的血腥剑气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临时沉入丹田 直接引动了那道火焰灵鹰 这道灵鹰 便是当初在魔兽山脉的古墓寻宝时 从中获得的圣域灵鹰 其前主人乃是一名火系舞修者 蕴含着极端精纯 浓郁的火焰之力 经过近几年的炼化 林浩已然可以调动三成的能源 一经调用 至少需要三个时辰 方才能够缓慢恢复 哼 丹田学海中 灵鹰双眸睁开 一股极端恐怖的火焰能量 顿时自林浩身上爆发开来 一瞬间 林浩的身体 火焰弥漫 散发着令人感到窒息的强大波动 周遭气温 也是骤然上升 层层热浪扑散开来 整个站台变得异常燥热 汹涌如潮的火焰之力 在林浩的操控下 源源不断涌入手中的是龙剑 顿时让得整把剑身 都是因此一片赤红 九福剑绝 在极端雄魂的火焰能量加持下 九道剑幅威力大增 好 剑幅刺出的刹那 赫然旋转在一起 化成了一道火龙虚影 以势不可挡的姿态 咆哮着轰向吕成天 电光火势之间 吕成天根本没有多余的是时间 做出反应 泛着腥红血气的长剑 直接插入炎龙的聚嘴之中 不过 他的攻势 却是如同泥牛入海 在圣玉灵鹰的能量冲击中 没有丝毫威势 灼热的火焰之力 如潮水一般 源源不断涌入长剑 沿着剑刃冲向吕成天 火焰入体 顿时暴虐无比 疯狂冲击 破坏吕成天的全身经脉 甚至体内窜涌的血气 也都被灼烧蒸发 啊 吕成天顿时痛得惨叫连连 胀红的脸庞 在痛嚎中变得猙獰扭曲 仔细观看 便能发现他周身的皮肤 开始寸寸军裂 那裂缝之中 渗透出岩浆一般的赤红液体 那正是火焰之力 高度压缩之后的液化能量 此刻的吕成天 体内完全被这种火焰液体充斥 五脏六腑都被灼烧殆尽 碰 而后 伴随着一声沉响 吕成天连人带剑 在汹涌的火海之中 瞬间爆成了粉末 化为灰烬 这 就是圣玉灵鹰的强悍 即便只是三成能源 九级五者 也无法抗衡得了 数息之后 火光散去 灵号缓步走至前方停下 捡起了一枚烧红的储物件 精神力飞快探测其内 他的表情顿时精彩起来 不得不说 吕成天作为吕氏统帅的嫡系长子 身家极为丰厚 各种宝物几乎数不胜数 至于有多少 灵号并未理会 打算百院大赛结束之后 再进行一次战利品的清理 玄机 灵号从中取出一块功法预检 其通体心红 表面刻着四个字体 血煞魔功 显然 这便是刚才吕成天动用的武学 丁 检测宿主获得一部高成功法 是否开启系统扫描 开启 系统提示声响起的同时 灵号毫不犹豫地默念道 so 下一刹 灵号手中的功法预检 凭空消失 变成了一枚新红晶体 悬浮于他身前 丁 扫描成功 宿主是否吸收功法晶体 费用一万枚灵阳石 是 灵号心神微动 新红晶体瞬间化为一道光芒 射入他的脑海之中 嗡 顿时间 血煞魔宫的武学招式 直接被其尽数吸收感悟 果然是引燃本命精血 换取短时间内的能量增幅 感受着其中的武学奥妙 灵号恍然点头 虽说此种功法 属于自残行为 但被逼到绝境时 倒也可以选择与敌人 来个鱼死网破 灵号如今自圆稀缺 只要能够提升力量的东西 皆是来者不拒 旋即 灵号手掌探出 将不远处悬浮于虚空中的八十枚灵符印 猛地吸入掌心 掌中灵符如洞间 站台顶端 陡然开启了晋升通道 灵号没有丝毫停滞 脚步移塌地面 身形墨地暴掠而起 直接冲进入口 至此 第四层站台结束 他的名次 也是晋升于此次大赛前二十名榜单 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这样 望着已然掠向站台晋升入口的灵号 最为震惊地 莫过于秃头老者 鉴于学府的那庶名怨声 也都惊呆了 吕成天被火焰暴体的场景 在他们脑海中回放 感觉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这一切 仿佛就是假象 令人难以接受 在他们看来 此次百院大赛 吕成天必将问鼎排行榜前十名 可如今 非但前二十名无法达到 还因此丢了性命 这等情形 完全颠覆了他们以往的念想 应援子 你们天眼学府的这个灵号 竟是如此狠毒 秃头老者的脸色 在此刻阴沉到了极点 由于悲愤 他全身都在瑟瑟地发抖 狠狠地盯着应援子 怒声道 今日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闻言 应援子一脸淡然 抚须叹息 常言道 站台如战场 刀剑无言 灵号确实下手中了点 还望见谅 语气听似安慰 但其嘴角微微抽动的肌肉 明显在极力压抑心中的激动和狂喜 杀得好 这三个字 便是应援子此刻 内心情绪的真实心声 还望见谅 你以为凭这句话就算交代 托头老者气急败坏 愤怒地吼道 不然 你还想怎样 应援子表面看似儒雅温和 却也并非什么软肺子 声音陡然阴冷了几分 如果真要交代 吕成天先前的三轮比斗 杀死的那三个怨声 你们见云学府 又将如何交代 这番话 因原子态度强硬 目光灼灼 毫不示弱地盯着秃头老者 并在灵气的包裹下 有意形成一股阴浪扩散开来 一时间 引起了周围众多学府势力的注意 尤其是云雾学府 晴天学府 黄凯学府 这三方势力的人群 开始躁动起来 紧接着 这群人 在各自导师和府主的带领下 揭示一脸怒容地围拢过来 他们 正是先前被吕成天残杀的那三位参赛者 所代表的学府 平常时候 虽与建云学府并无什么恩怨 但此刻 无疑是同仇敌忾 见状 扑头老者刚才狂怒的气焰 顿时如同双打的茄子 彻底咽了 你觉得现在 还需要我给个交代吗 因原子冷笑一声 质问道 算你狠 林浩那个小子 最好别让我遇见 否则绝不会善罢甘休 兔头老者愿毒地瞪了因原子一眼 撂下狠话之后 便是愤然转身 欲要离场 等一等 因原子身形一动 如同一缕青烟般 陡然出现在兔头老者的身前 拦住去路 因原子 你还想干嘛 兔头老者 脸上轻筋跳动 怒斥道 老夫知你现在情绪难平 但还是觉得 有必要提醒一下 因原子一脸淡然 道 愿赌服输 把火源石留下 再离开 闻言 兔头老者的脑袋 嗡的一声 方才想起 之前与因原子打赌一事 那点筹码 就当作是补偿骂 兔头老者 显然极为不舍 火源石拱手交出 阴沉道 想必英雄 不会为了这个东西 伤了和气 因原子摇了下头 淡然道 一马归一马 况且 我们已有契约作证 言罢 他手掌轻翻 直接取出了那块符纹御检 一听此话 秃头老者的面色 难看到了极点 因原子 你不要欺人太甚 秃顶老头七的身体直发抖 满脸怒容 什么叫欺人太甚 正所谓愿赌服输 既然输了 就得认账 没错 若是补偿 你们剑云学府 要该如何补偿我们 一把年纪了 给自己留点脸面吧 周旁 三个学府的领头人 皆是抱成一团的 冷嘲热讽起来 你们 秃头老者怒瞪着那些找茬的人 眼中同人 可怕地抽缩着 不过最后 自觉理亏的他 终究是压住了胸腔中的怒火 没有当场爆发 否则的话 到时候这些家伙群体攻之 局势愈发不利 眼看剑云学府的秃头老者吃扁 三大学府的群体 无疑是颇为暗爽 山水有相逢 我们走着瞧 秃头老者冷哼一声 手掌猛地甩出 一道鸿芒划过 瞬间带着强劲的气浪 呼啸着射向鹰原子 搜 鹰原子手掌 覆盖一层雄浑的青涩灵力 风浪涌动间 轻易地便是将其抓入掌心 却见掌中的物体 乃是一块通体赤红 火光营绕的悬石 其上布满的古老痕迹 宛若火焰图文一般 悬傲无比 隐隐间透着一股天地法则的火源之力 果真是火源石 鹰原子目光闪动 悬疾沉笑一声 如何奖励零浩 这块火源石倒是不错的选择 文言 旁边那些淘汰的天眼学府院生 微微一正 顿时满脸艳羡 火源石的价值无法估测 即便举国之力 恐怕也找不到一小块 然而 零浩现在比赛还没结束 便已是提前有了奖励 这等待遇 着实让人羡慕 对此 那些院生岛也毫无极度之心 毕竟零浩的实力摆在那里 能获此物 完全就是他应得的奖赏 一旁 赵灵人神情略显复杂 他静静凝视 英元子手中的火源石 想起与零浩如今的关系 心中五味杂陈 当初自己看作 绊脚石的废物老公 现在 却已经成长到 他高攀不起的地步 后悔吗 呵呵 当然后悔 更多的 却是一种遗憾 但事已到此 最终又能如何 快看 秦宇学长他们三人 也都打赢对手了 这时 天眼学府其中一个院生 眼间发现 雷蒙和古云乐 他们的战况 顿时惊呼出声 听得此话 英元子等人 不再理会那满脸 愿读的秃头老者 目光齐齐扫向上空的 光幕投影 却见在东 西 北的三个战区光幕 秦宇 秦宇 雷蒙 古云乐 他们三人 近乎同时击败了 第四层战台的对手 成功晋级 如此一来 百院大赛的前二十名榜单之中 单凭天眼学府 就已经占据了四个名额 这等数量 相较于 网界一直占据 熬头的武林学府 多了一个名额 对此 广场的众多学府势力 不由得震撼连连 毕竟天眼学府的底蕴 只是一个小王朝的学府 历届以来的百院大赛 皆是无法进入前二十名的榜单 可是这一届 竟然冒出四匹黑马 直接将武林学府的风头 给压了下去 英雄 你们天眼学府 这次是人才辈出 恭喜啊 可不是吗 前二十名 就占了四个名额 放眼苍穹大陆的所有学府 又有谁能做到 这四个小伙子 前途无量啊 一时间 周遭的学府势力领头人 皆是上前恭贺 承蒙诸位好言 这都是 他们年轻人勤奋的成果 英雄子红光满面 拱手抱拳 笑呵呵地相互恭维 四世有意奉承 人群开始散开 让得天眼学府的英雄子等人 走至广场前方 距离光木投影最近的绝佳区域 而这个区域 武林学府的势力群体 此刻便是占据这里 为首那名老者 年纪约莫七旬 一头灰发 头顶树有一个金色发官 神情颇为冷酷 此人 正是武林学府的当代辅主 姜独 他副手而立 眼角余光 看着已然闯入这片区域的 英雄子等人 目光微冷 那般细微反应 似是觉得天眼学府 有种纠战雀巢的韵味 江府主 别来无恙 英雄子走至近前 抱拳打了声招呼 不过 这般客气 回应他的 却是一种无声的冷漠 江独毫无理会 站于原地 依然抬眸 望着上空的光木投影 藐视 绝对的藐视 场中气氛 顿时变得稍显凝固 一些被林浩打败的那些学府势力 更是暗自幸灾乐祸 天眼学府的怨声们 顿觉尴尬无比 但奈何此地乃是武林学府的势力地盘 他们都是敢怒不敢言 对此 英元子弹笑收手 同样抬头望着上空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其表面神情 看似古井无波 内心却是冷哼一声 林浩 你们四兄弟 等会若是把武林学府那些家伙往死里打 老夫必将重上 此时 有黑的通道中 林浩步伐不紧不慢地行走 秦宇他们三人 亦是如此 浑然不知 他们的天眼学府 在外界遭受了怎样的屈辱 这般前行 林浩终于抵达通道尽头 掠入大门 一座极端辽阔的站台 出现在视线之中 不过 此处站台并非先前的那种封闭型 而是入天站台 放眼望去 广袤的大地 尽在俯视 林浩发现 他此时所处的位置 已是金字台的中层区域 如同半山腰一般 周遭每隔一段距离 便设有一个悬空站台 位置并非全都处于平行线 则是上下个有错分 看其范围 若是围绕一圈 站台数量正好20座 对应着前20名的参赛者 一人一个站台 怎么打 林浩目光环扫 不禁有些迷惑 接下来 周边那些站台陆续有人影出现 在短暂的欣喜之后 大家显然也是反应过来 纷纷倍感不解 时间 一分一秒流逝 20座站台的参赛者 终于全部聚齐 首先 恭喜各位 晋升为前20名的榜单 紧随着 一道沉稳淡漠的声音 也是自虚空中陡然响起 这声音 林浩并不陌生 正式负责此届百院大赛的那位 银发男子 魏平 接下来的竞笔 为确保公平公正 同样以一种随机性的筛选模式 所欲对手 是否强弱 就看各自的运气了 银发男子平静的声音 在20名参赛者的耳边回荡 借此 我再重复一次 名词固然重要 但殿宗挑选人才 并非以名词为主 主要看中各自在战斗中的发挥 争夺前10名竞笔 现在开始 银发男子的说话声 戛然而止 嗡 二十座站台 陡然响起了一阵符文光芒 而后 竟是如同机械一般 缓缓移动起来 发出沉重的声响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随着旋转移动 他也是看到了 其他站台的参赛者 那些人 有男有女 各个气息强横 能够一路闯到这里 绝非什么等闲之辈 老大 我在这 就在这时 秦宇的叫声 突然自侧方传来 老二 林浩寻声望去 却见秦宇在左侧一处略高的站台 满脸狂喜地朝着他挥手 老大 老大 我也来了 站台转动间 雷蒙和古云乐他们二人 也都出现在了林浩的视线中 见状 林浩心中暗自高兴的同时 脸色却是不禁有些古怪起来 因为 这种随机性的筛选 他们四兄弟 近乎有五分之一的概率 会被分配在一起 到那时 为了晋升排名榜 兄弟之间的战斗 必将无可避免 林浩心头转念间 秦宇他们三人 脸上笑意缓缓僵硬 似乎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顿时间 先前的喜悦 在此刻皆是荡然无存 他们心中不由地暗自祈祷 即便相遇无法避免 也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撞见 至少也得四人同时挤进前十名的行列 才更有意义 就这样 二十座站台 旋转的速度 从慢变快 约某围绕了两圈 再从快 开始变慢起来 显然 分配的时间 已然抵达 缓慢旋转中 林浩与晴宇所在的两座站台 竟是悄然接近 不 会吧 见状 晴宇眼中瞳孔 猛地聚震 林浩心中叹息 然后一脸淡笑地看向晴宇 嘎吱 然而 就在二人准备战一场的时候 突然站台的轮轴 传来一声震响 紧接着 原本即将挨进的两座站台 上下错开 就这样缓缓擦肩而过 赞 晴宇略显紧绷的神情 顿时舒展开来 忍不住哈哈大笑 林浩同样暗松了一口气 旋即他眼神微宁 却见此时与他挨进的站台 正是武林学府的参赛者 晴宇那边 所欲对手 也是武林学府 碰 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两座站台缓缓移动间 终于合成一体 林浩站于原地 目光望向站台对面的人影 那是一个穿着武林学府院服的青年 身材高挑 双眼犹如阴谋一般 眼角上翘 并且狭长 此时的他 目光也在打量着林浩 敬险冷傲之意 天眼学府 冷傲青年痴笑一声 轻蔑道 此次百院大赛 看来对手都不怎么样 连天眼学府这等小角色 都能晋升为前二十名 林浩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武林学府 我已杀了三人 不缺你一个 文言 冷傲青年眉头一皱 三人 会是谁 他轻易地盯着林浩 感觉这话 吹嘘的成分 似乎偏大 那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言罢 冷傲青年眼神 陡然变得凌厉 手中闪现出一把金色长枪 却见枪身布满灵魂 光芒璀璨 散发着一股雄浑的灵气波动 搜 旋即他握枪一抖 竖到枪影 几乎在瞬息间 便是分别刺向林浩身体的数个要害 哄 林浩右掌之中 紫竹长枪墨地闪现 雷霆暴涌间 宛若一条紫电怒猛 穿掠挑动 电芒闪烁间 直接将那冷傲青年的攻势 轻易抵挡下来 并迅速七十二上 与对方站在了一起 砰砰砰 两杆长枪 随着身形移动疯狂撞击 火花四射 不断传出清脆的金铁交割之声 当 站台中央 枪间再次轰然相撞 刺耳之声震荡 两柄长枪的枪身 竟是在这般抵触下 骤然弯曲 然而下一刹 尽力反弹间 二人皆是被震得倒退束步 八级巅峰 林浩身形站稳 目光淡默地盯着冷傲青年 经过短暂交手 已然估测出对方的实力境界 在修为上 虽与第四轮站台所遇的吕成天差不多 但其能耐 似乎还不如吕成天 以及之前那个 具备刺客天赋的参赛者 莫丹 武林学府这些年在百院大赛的称霸 已是逐渐让得这群年轻一代的院生 变得心高气傲 殊不知 这一届的武道天才 犹如雨后春笋 满地拔起 区区一个八级初七 也敢说大话 杀死我们武林学府的人 刚才的试探 冷傲青年显然也是 估测出零号的实力 当即不屑道 简直痴心妄想 对付这种八级初七的对手 他实在是信心十足 无论修为 底蕴 或是武学功法 都要远超对方 这场排名战 明摆着就是轻松晋升 到了如今 冷傲青年方才明白 网界的百院大赛 为何武林学府都会获得冠军 终归其应 那便是对手都太弱了 接下来 就让你见识下 我们武林学府的绝学 重引枪决 冷傲青年眼中森然涌动 盯着不远处的林浩 冷声笑道 重引枪决 听到这个功法名称 林浩心头微动 精神力飞快探入左手的 三枚金色储物质 这是前几天 在远古遗迹时 荆科基沙那三名武林学府的战利品 找到了 很快 林浩便是从其中一枚储物件 取出一块功法预检 其上标注的四个字 正是重引枪决 盯 检测宿主 获得一部九品上乘武学 是否开启系统扫描 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林浩脸色微微动容 九品 想不到此等枪法 还挺高级 开启 当下 林浩一番操作 手中的功法预检 瞬间变成了一枚武学结晶 其形四枪 若仔细观看 枪形结晶 乃是由九道重引叠加而成 幻影连连 所幸 系统扫描而出的武学结晶 仅有林浩能够看到 否则的话 他这番能力 在光木投影的作用下 整个苍穹大陆的武修界 将为此震惊 玄机林浩心神微动 直接吸收了武学结晶 重引枪决的各种功法招式 顿时在脑海中融会贯通 其中五技 共有九重 一重胜一重 以枪引数量凝现的为标准 刷 而就在林浩吸收武学结晶的时候 冷傲青年已燃出枪 他脚下步伐急跨而出 手中长枪 以一种极为迅猛的速度 陡然陡动而起 形成道道枪决 在枪决的变换下 却见他周身空气 竟是在此刻狂风呼啸 紧随其后 一道道青色枪引所汇聚而成的枪引旋风 迅速凝现而出 宁目看去 那旋风之中的青色枪引 共有八重 隐隐间 弥漫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枪势 风锐无匹 以冷傲青年的修为 能够施展出八重枪引 那等威力 同境界之中 先有人能及 见状 林浩无疑是献血献脉 体内雄魂灵力 灌注手中子竹长枪 同样施展出重引枪决的招式 嗖嗖嗖 一时间 整个站台狂风呼啸 暴虐的风浪扩散席卷 相较于对面的冷傲青年 还要气势磅礴 旋即枪决抖动间 倒到枪芒暴闪 直接凝成一道巨型枪引 那石树杖庞大的枪引 紫色雷霆萦绕 犹如擎天之柱一般 矗立于站台之上 一眼望去 枪引的叠加数量 不多不少 正好九重 什么 见状 冷傲青年眼中同仁 微微一缩 显然也是没想到 林浩竟也会懂得此等枪术 而且 在武学造诣上 比他还要厉害 哄 就在冷傲青年心头惊骇之际 林浩没有任何废话 已然握枪发起攻势 庞大的九重枪引 雷霆暴闪 带着一股极端强横的能量波动 狠狠暴屁而下 面对此等攻势 冷傲青年 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只能硬着头皮 操控着他的八重枪引 陡然迎击 砰砰砰 两者向处 顿时爆发出阵阵轰击声 可怕的灵力风暴 也是如同连衣一般 疯狂席卷而开 咻 雷霆弥漫天际 冷傲青年惨叫着倒飞而出 重重摔向站台之外的区域 此处位于金字台的中层 高度约莫百丈 若是在这等高空摔落 即便有灵气护体 后果难以想象 混诈 冷傲青年意识到这一点 当即强忍伤势 猛的一声力喝 手中长枪往身后一扫 呼 锋利震荡间 冷傲青年借此气静 身形反弹间 重新掠向站台 然而 灵浩却是不给予对方 丝毫喘息的机会 身形猛地暴冲而出 就在冷傲青年的身子 即将落至站台地面 灵浩已经略至近前 紫竹长枪 顿时爆射出一道粗大的雷弧 冷傲青年脸色大变 此时的他伸悬半空 根本无处发力 就这样望着雷弧 狠狠轰在了身上 扑吃 冷傲青年一口鲜血狂喷出来 浑身电芒缠绕地 再次倒飞而出 这一次 伤上加伤 他已然没有多余的气静翻盘 直接从高空坠落 最后 只听砰的一声沉响 不用看也知道 冷傲青年摔成了肉泥 战局 结束得如此之快 外界广场 也是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武林学府的观众们 更是满脸的错愕之色 他们怎么都未曾想到 林浩竟也会懂得 重引枪决的功法 而且 功势凌厉很辣 完全没有丝毫留情 就连那冷酷的辅主僵毒 脸庞上也泛起一抹阴霾 虽然他认不得府内参赛者的储物界 但功法预检的构造 一眼便能看出 刚才林浩取出的那块赤金预检 分明就是他们武林学府 独有的功法预检 重引枪决 最让江独感到疑惑的是 林浩为何把功法预检拿出 消失之后 便是懂得了这门武学 一瞬间就学会功法 江独就算打死 恐怕也无法相信 但林浩的行为 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难道只是纯粹地取出来显巴 林浩学长赢了 广场最前端区域 天眼学府的怨声们 顿时爆发出一阵吹呼声 他们激动的神情 皆是洋溢于表 甚至没有半点脸 以此搬回之前 遭受武林学府无视的待遇 普普通通 因原子轻浮白须 淡淡道 言下之意并无说明 但明眼人一听 便是知晓 煞时 附近的学府势力 目光皆是齐刷刷地投射江独 欲要看他有何反应 不过 江独依然冷酷无声 甚至对于府内学子的死 也没有半点波澜 若是眼尖的人 便能发现 他的目光 始终盯着上空其中一道光木投影 那道投影之内 同样是武林学府的参赛者 一个手持长枪的 阴沟鼻青年 看其神情 似是对于那人的寄望挺大 不过 他的对手 却是秦宇 光木投影中 却见阴沟鼻青年 手中长枪挥舞 近风呼啸 黄猛的风浪中 竟是凝现出九重枪影 毫无疑问 此人的枪术 要强于林浩刚才的那个对手 受死吧 阴沟鼻青年目光森冷 盯着那立鱼站台中间的秦宇 猛地爆轰而去 秦宇一脸淡漠 战斗中的他 浑然没有往常那种吊锅 神情酷帅 眼看公式轰击而来 秦宇始终没有闪避的念头 甚至连动用武学的迹象都没有 阴沟鼻青年眼神阴厉 望着那仿佛被吓呆的情语 他脑海中已是浮现出 接下来被分尸的场面 想到这 他心中顿时涌起一种血腥的变态快感 哄 庞大的枪影 轰杂而下 顿时传出惊人的爆响声 在这种狂暴的能量波动下 合并的两座站台 剧烈阵战 若非材质坚固 单凭这一击 恐怕瞬间就得坍塌 灰尘弥漫间 就在阴沟鼻青年以为胜券在握时 一道身影 却是自灰尘中缓缓走出 这 怎么可能 见此一幕 阴沟鼻青年惊呆了 他目光死死盯着秦宇 对于后者毫发无伤 极为难以置信 九重腔瘾的威力 他非常清楚 即便九级强者 也不敢仅凭肉身硬抗而下 可是秦宇的行为 却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这家伙 是怪物吗 阴沟鼻青年脸色苍白 看向秦宇的眼神中 终于有些惊惧起来 如果连重引枪 绝都无法对付得了秦宇 那么他已经想不出 还有什么招式 奈何得了对方 殊不知 秦宇刚才在千军一发之际 引动了风之灵体 除非动用法则之力的攻势 否则任何再强的物理武技 都无法伤其肉躯分毫 装逼够了没 那接下来 就该我了 秦宇嘴角轻挑 旋即眼神一冷 浑身抱涌出一股极端澎湃的 风系灵力 在这股灵力的牵引下 周围空气瞬间躁动起来 刮起了层层风浪 旋即 秦宇手掌摊开 那些风浪仿佛收到指令一般 迅速回缩 源源不断地汇聚于他掌心之中 高度压缩成了一团 短短数息间 便是疯狂凝聚成了一道 高速旋转的能量团 隐约间弥漫着一种 令人窒息的可怕波动 这是什么武学 见状 英勾比青年忍不住问道 此乃我近期灵感爆棚 自创的招式 螺旋丸 秦宇抬眸 看向英勾比青年 森然一笑 你的运气不错 成为他第一个敌人 言罢 秦宇手掌探出 掌中螺旋丸顿时呼啸而出 暴冲向英勾比青年 其速度快得惊人 几乎眨眼间的功夫 便是闪现至后转身前 英勾比青年大惊失色 急忙举枪横挡 然而下一霎 螺旋丸浓缩的风浪瞬间爆发 狂暴的风力冲击上去 直接将其连人带枪旋转冲飞 噗哧 英勾比青年 嘴中鲜血狂喷 那高空中不停旋转的身体 随后停息下来 却是惊骇发现 他已经被冲飞至百丈之外的高空 摇摇欲坠 如此长的距离 加之飞行限制 根本无法重回站台区域 啊 不甘的惨叫声 回荡高空 英勾比青年 毫无悬念地坠落下地 最终结局 无疑是也与林浩刚才的对手那般 重重摔死 变成了一滩肉泥 武林学府就这水平 太不惊打了 秦宇暗自摇头 一脸轻狂的样子 这 当看到又有一个武林学府 被天眼学府的参赛者击败杀死 外界广场 气氛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 十年前 天眼学府惨遭武林学府团灭 备受屈辱 忍气吞声了十年 这一届 却竟然逆转战局 独打对手 站台边缘 林浩手指紫竹长枪 淡然而立 迎面吹来的风浪 将其已留置其间的长发 吹得发丝舞动 配衬上她如今那脸的气质 倒是有种出尘的韵味 外界 绝大多数女子 望着光幕中林浩的侧影 皆是忍不住怦然心动 赵霖儿目光微正 呆呆凝视那道身影 不知何时 那个曾被她抛弃的男人 竟然已经变得如此 魅力强大 可惜 她心中轻叹 美眸涌动着一丝忧怨 站台上 林浩手掌探出 将悬浮而起的160枚灵符印 尽数收入掌心 这些灵符印 除了名次晋升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作用 望着掌中密密麻麻的灵符印 林浩心有猜疑 因为 随着灵符印的增多 林浩发现 他们的排列极有规律 似是逐渐形成一个大号的灵符印 倘若全部搜集 便能彻底成型 莫非这些灵符印 便是冠军的奖励 对此 林浩心中愈发好奇 猜想之际 她所在的站台 突然震动了一下 然后开始缓缓上升 这般状况 显然意味着 她晋级至前十名的榜单 接下来的战斗 便是冲击前五名 对此 林浩的内心 并无丝毫波澜 排名越上 所欲对手越强 能够进入前十名的参赛者 绝对都是实打实的天才强者 就好比如第四层站台的吕成天 便已是让得她感到有些棘手 当时 若非魔龙灵体 正好克制对方的剑林分身 想要战胜 恐怕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 而此刻 由于其他站台的比斗 尚未结束 只能等着 也不知老二他们怎么样 百般无聊之际 林浩心神微动 精神立自身体迅速延伸而出 欲要窥视其他站台的情况 不过 当蔓延至站台外的十米之处 便是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强大屏障 将其给阻隔而下 林浩微微诧异 这保密措施 做得挺到位吗 对于这一点 林浩并无过多 感到惊奇 如果精神力随意探入其他站台 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参赛者的比斗 方才设置了这层屏障 林浩索性走至站台中央 盘膝坐地 玄机调动一缕一面 沉入丹田雪海 在灵石的覆盖下 却见雪海之中 模样与他形似的火焰灵鹰 闭谋悬作 缓缓吸收天地灵气 补充之前消耗的能量 除此之外 一团黑色漩涡 也是悬浮于丹田雪海当中 这正是他动用 吞噬星空施展出来的黑洞 其内禁锢着两股极致的能量波动 一阴 一阳 分别为阳刚之气 以及阴煞之气 林浩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 当时在浮潰巢穴的祭坛上 为柳丝与疗伤的香艳一幕 仔细检测了一番 并未察觉有何异常 林浩便是收回了灵石 没有再次将其炼化吸收的念头 林浩非常清楚自身的能耐 他现在仅是八级舞者的修为 即便体内的火焰灵鹰 也只能调动将近三成的能源 何况是比灵鹰更高级的阴阳二厘 剩余的能量 浩瀚恐怖 稍有操控不慎的话 定然凶险万分 所以 在尚未突破九级舞者之前 林浩绝不会贸然吸收 暂且将其禁锢在体内 他如今的午休阶段 简单来讲 算是舞者修炼开端的灵脉棋 一脉 一级 唯有丹田雪海周边的九条灵脉 全部打通 便可引动天地灵气 在体内凝炼灵鹰 达到这一步境界 方才真正踏入午休阶顶尖一列的门槛 圣域 不过 圣域也有层次分明的等级划分 圣域灵鹰属于第一重境界 在网上 星辰 阴阳 神海 圣域之中 每一重境界的突破 极为坎坷 即便已久大殿宗那等庞然大物 其内所在成员 欲要冲击境界 也得需要莫大机缘方可突破 否则的话 柳思宇也不会偷偷溜进远古战场 寻找机缘 可惜 他的气韵 却是被林浩劫足先登 如若当时没有吞噬星空旧场 在浴火极强的情况下 恐怕后果难以想象 对于这一点 林浩深感 既多不压身的道理 随后 再次确定 阴阳二历并无异常之后 林浩把心思转移到了他这阵子的战利品 左手上 除了自己的储物界之外 其余共计四枚 就这样 林浩花费了约莫十分钟的时间 方才彻底整理完毕 经过此番清理 他的心情 顿时变得愈发灿烂 单凭领阳石的数量 总数 足有十多万枚 丹药 灵财 兵器 铠甲 武学秘籍 其他各种珍惜的玩意 也是格外丰富 这些资源到时回到混乱之城 分配给他的那群手下 整体势力 定然能够提升一大截 系统 打开宠物列表 随着身家增多 林浩的心思 无疑是又开始蠢蠢欲动 一个宠物面板 顿时在他脑海中闪现而出 一眼望去 宠物图腾 共有五个 荆轲 雷炎圣虎 狼王 蚁皇 清灵 前面四只 皆已达到S阶的等级 净化费用相当 唯有清灵 算是较为特殊 由于乃是源自远古生物的 高级兽种 净化费用 要比其他四只宠物 高达百倍 加之每一阶段的净化 那种十倍费用递增 此等宠变化 以林浩那半调子的算术水平 有种杂乱的感觉 故而想来想去 林浩决定 将其给合成 省事方便 请问宿主 是否需要净化宠物 这时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是 林浩略做犹豫了一下 便是默念到 合成宠物 丁 以为宿主 开启宠物合成模式 请选择需要 合成进化的宠物 仅限两只 林浩暗自点头 便是勾选了清灵 以及狼王 荆轲和雷炎圣虎 已经经过一次合成 不能再动用 至于乙皇 还要控制领主的 那群蚂蚁大军 也是排除在外 最终选择 只能狼王了 玄机 林浩毫不犹豫 直接点了下确认 约莫沉寂了树西 系统冷漠的声音 再次响起 丁 恭喜宿主 已成功合成两只宠物 消耗费十万枚羚羊石 下一刹 系统宠物列表中 清灵和狼王的图腾 消失不见 一个全新的宠物图腾 陡然浮现 只见其形态 依然以螳狼为主 却是浑身不满细灵 尾巴外形 则是变成了一条芒尾 多出了一丝 神秘与诡异的味道 林浩眼中目光闪动 清灵本身就是由三角巨蟒进化而来 主要特点为防御墙 形体可缩放自如 狼王与其合成 无疑是继承了他的所有特长 并且获得致命吐息的毒计 两者的融合 简直完美 然而 那十万羚羊石的高额费用 着实让林浩的心脏 狠狠抽出了一下 一瞬间的功夫 便是再次将他收获的羚羊石 抽得近乎清洁溜溜 所幸 这次合成 新宠物的战力 达到了与金科他们同等的层次 堪比圣域灵鹰 请宿主为新宠物命名 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林浩嘴角轻挑 还是觉得狼王的名字比较适合 便是继续引用 丁 恭喜宿主已为新宠物狼王完成命名 话音响起 一个全新的宠物数据面板 骤然浮现 狼王 代号 004主人 林浩战斗力 六万技能 幻影镰刀 烈焰斩 形体缩放 致命吐息宠物天赋 黑岩魔体等级 S皆望着这般数据组合 虽说没有爆出新技能 但在林浩看来 也是极为满意 试想一下 当狼王施展形体缩放的技能 变成一只庞然大物 那宛若刀撞的前肢 一刀挥出 水雨争风 嘎吱 就在这时 站台突然轻微震荡 轮轴转动间 传出一道沉响 打断了林浩的异响 林浩末地睁眼 发现站台已然缓缓旋转起来 此等情形 意味着前十名的争夺 即将正式开始 战斗规则 与先前一样 依旧按照随机分配的模式 进行比动 哈哈 老大 我们又见面了 站台转动间 林浩首先遇到的是晴雨 那骚浪的笑声 充斥着欣喜之意 老大 我们也来了 老二 你这个流氓 怎么还在这 哈哈 紧随其后 雷蒙和古云乐他们 也都出现在林浩的视线中 二人 站在所属站台 狂笑出声 尤其是古云乐那货 完全没有给予晴雨半点面子 仗着对方 无法穿略站台 尽情地损 臭小子 等会若是把你分配 与我同个站台 看我不把你的嘴巴打烂 晴雨卷起袖子 脸色涨红地笑骂宝 谁怕谁啊 早就想揍你一顿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 古云乐撇了撇嘴 毫不示弱地呛声道 就这样 二人摩拳擦掌 互瞪着对方 犹如两只斗鸡一般 气势十足 然而 当他们所在的两座站台 缓缓挨尽时 二人的气势 顿时如同双打茄子一般 突然就粘了 不会吧 赶紧滚 晴雨开始呵斥道 我也不想看见你 快滚一边去 古云乐神情一领 同样谩骂起来 而在这般叫骂中 颇为戏剧性的一幕 再次发生 却见两座站台 突然震动一下 竟是各自缓缓错开 对此 晴雨和古云乐对视一眼 皆是暗松了口气 这两个二货 望着这一幕 零号淡笑摇头 旋即没再理会 目光转向不远处 正朝他靠近过来的站台 那站台之上 盘坐一名白衣女子 他身前摆放一把古情 容颜秀丽 眉目如画 透着一种不识人间烟火的出尘之气 鸡双 他的对手竟然是老大 为什么不是我 一直在暗中关注白衣女子的晴雨 顿时愤愤不平地叫了起来 看其神情 似是看上了白衣女子 打算借此机会同台 将其拿下 没成想 最终却是事与愿违 而后 只听砰的一声沉响 两座站台轰然撞击 直接合并在一起 零号眼神微宁 好奇打亮着眼前女子 此女的身上 带着一种特殊的气场波动 并无女半点轻柔之美 美眸流畔间 透着一种清冷 仿佛与世隔绝般的冷漠之感 这种气质 绝大多数都是性格轻傲 寻常之辈 根本无法入其双眼 零号目光下移 望向击双胸前的学府徽章 一个以秦为主体的图腾秀章 秦灵学府 见状 零号眼中闪过一丝奇异 这个学府 他并非没有听过 其底蕴 在众多学府之中 属于顶尖的层次 向来作风低调 府内院生也相对较少 不过 秦灵学府招收的每一个院生 皆是秦术极为精湛 修炼的武学功法 也是诡异莫测 非常棘手 眼下这个叫秦双的白衣女子 能够达到此等站台名次 实力方面 必然不容小觑 秦双柳眉微醋 眸中清冷 浓郁了几分 因为 零号注视的位置 虽只是学府徽章 但也正好在他身上的敏感部位 那挺翘的双峰 倒也极为引人瞩目 这种经历 秦双往常时有遭遇 此刻难免会对零号产生了物意 不过 他的素养倒也极好 声音轻柔到 秦灵学府 秦双 天眼学府 零号 零号微笑点头 文言 秦双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清冷的目光 多打亮了零号几眼 虽有听过零号以往的传闻 对此 秦双却并无多言 请君 听我一曲秦英 说着 秦双曼妙的身材 款款坐地 修长玉脂 清府秦弦之上 旋即 清新悦耳的秦英 在站台上悠扬响起 声声入耳 让人心醉神迷 你这秦英 现在销售不起 零号淡然一笑 直接运起零力 封住双耳 在此等站台上 他可不会真的认为 对方雅性十足 特意淡到秦曲 给自己享受 以秦灵学府的功法 这秦英之中 定然暗藏杀机 瞬息间 零号体内零力 运转到极致 在体表陡然凝现出一层 护体零气罩 零号脚步未动 手中紫竹长枪猛的一抖 狂暴的雷霆之力 顿时噼里啪啦弥漫开来 不过 就在他正欲发起攻势之际 零号顿时眼神危症 因为 他诧异发现 身上的护体零气罩 竟是在秦英的笼罩中 莫名其妙地出现 丝丝裂纹 这秦英 有声无声 诡异至极 零号脚步未动 长枪在手 却并未冒然发起攻击 以护体零气罩表面的裂纹数量 恐怕还没近身击霜 便会彻底崩溃 到时反被弄得措手不及 零号体内零力骤然运转 源源不断灌注零气罩 迅速修复丝裂纹 不过 一味的防守 根本无法揣摩对方的攻击特点 心头转念间 零号索性撤除双耳封闭的零气 强大的精神力 也是陡然辐射而开 仔细感应空气中回荡的琴音 这一听 零号顿时有种惊艳之感 雞双在琴术的造诣 的确极为精湛 整个弹奏过程 几乎没丝毫停滞 那耳边缭缭的曲音 婉转悠扬 犹如涓涓流水一般 清新悦耳 随着静听下去 零号敏锐察觉到 原本严谨的心神 逐渐出现松动 隐隐有着陶醉于琴音的美妙听觉上 好古怪的琴音 竟然还会影响意识 零号心头威领 当即精神力迅速凝聚 愈发戒备起来 经过这番探测 零号对于琴术的公式 虽说依旧一知半解 却也并非毫无收获 在精神力的覆盖下 他能够明显发现 琴弦弹出的每一道曲音 都蕴含着灵力波动 音符叠加 或是变换间 从而形成一种 极端诡异的音波 所谓音波 简单来讲 就是在琴音与灵力 在空气中 随着音符的高低 能够改变音波的强弱程度 正 就在这时 曲音突然变换成一道重音 鸡双的御指 挑起一根琴弦 猛地放手 一道无形的音波 顿时自琴弦上震荡而出 速度凌厉地爆射向零号 是 凭借敏锐的精神力 零号瞬间判断出攻击轨迹 手中长枪一抖 直接刺出 枪间 雷霆闪烁 顿时对撞在音波之上 碰 伴随一声沉响 那道音波 瞬间化为一股高频率震动的零力波纹 顺着枪间 冲进他的紫竹长枪之中 零号顿绝手臂一阵震战 握枪的手掌虎口 被震得生疼 好强的音波 零号心中暗暗吃惊 单凭一个音符 攻势竟然如此之强 此等攻击 比他以往所遇到的任何武学 还要诡异强大得多 当即 零号急忙引动枪铃 狂暴的雷霆之力 陡然自枪声爆发 直接震散音波的那股震荡力量 一枪化解攻势 零号眼神威宁 望着那抚情静坐的雞霜 短暂的交锋 已是让得他明白 此女 绝非等闲之辈 雞霜轻谋轻台 同样凝视零号 对于后者 能够精准无误地 判断出音波轨迹 也是稍显压异 一般情况下 战士类型的舞者 皆以灵力脆体的修炼方式为主 精神力的凝炼 较为薄弱 覆盖范围小 即便能够在第一时间 察觉到无形音波 也唯有抵挡 不过 零号却并无抵挡 反而有着充裕的时间施展攻势 直接选择硬轰音波 此等情形 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便是 零号的精神力修为 极端雄魂 覆盖范围极广 外界的传闻 看来并非虚构 他确实是一名战法双修的舞者 几双心中泥南自语 盯着零号 清冷的眼眸中 多了一丝凝重之意 显然 面对零号 他不能再像对付其他参赛者那般 继续使用一些常规公式 心思转动间 鸡双白膝手掌 轻轻一扬 古琴之上的根根琴弦 顿时闪烁起一串串细密的符文 光芒绚丽 打算动真格了吗 见状 零号眼神微沉 覆盖周身的精神力 提升到了极致 真 修长玉指 拔动了其中一根琴弦 只听一声玄妙的音符响起 一道无形音波 随之暴射而出 直击零号 在精神力的笼罩下 零号瞬间锁定了方位 然而 当他正欲举枪运力刺出之际 那道音波的能量波动 却仿佛消失了一般 陡然失去探测 下一刹 精神力的感应 又探测到了音波的轨迹 可是这个时候 音波已然灵体 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 做出任何反攻的动作 突如其来的变故 零号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那道音波 如同鬼魅一般 狠狠轰在他的护体灵气罩之上 碰 音波激荡而出的震动之力 顿时令的护体灵气 照剧烈颤抖 刚刚修复完好的列文 再次密码显现 在这种冲击下 零号直接被震得倒退束部 体内气血 一阵翻腾 刚才的音波 是怎么回事 零号眉头一皱 脑海中迅速回想刚才的一幕 想不到这次的音波攻势 就连他依仗的精神力 都无法捕捉得到 那种感觉 如同空间瞬移一般 音波本就无形无智 再加上这种瞬移一般的攻击手段 简直恐怖 以音波的力量 零号的护体灵气罩 最多能再扛个两三次 到那时 一旦防护罩爆碎 他的肉躯 将完全暴露在那种诡异的音波侵袭之下 凶多几手 请君 再听小女一首琴曲 眼看零号眉头紧皱 击霜迷人的唇角 泛起一丝倾笑 化落 他双手食指 仿佛精灵一般 在琴弦上舞动起来 顿时间 一连串的玄妙音符 仿佛铺天盖地一般的呼啸而出 这些音波 全都无智无形 并且在射出的刹那 便是如同刚才那般 陡然消失不见 零号的精神力 饶时在强大 这个时候 也完全失去了作用 如此多的音波 若是全部招呼过来 护体灵气罩 根本无法承受 心念急转间 零号浑身黑气弥漫 陡然施展魔影裂变的功法招式 一道道魔影分身 顿时在其周遭闪现而出 音波的攻击轨迹 在众多魔影分身的干扰下 无疑是失去了准确目标 全部分散开来 扑扑破 煞时 魔影分身爆成了一团团黑雾 雞双目光微正 显然未曾料到 零号竟会这般精明 动用此种分身之术 魔欲之天 而就在他愣神之际 突然眼前一黑 瞬间陷入零号施展而出的黑暗领域中 伸手不见五指 黑暗领域 雞双微微诧异 脸色依旧清淡从容 在秦陵学府之中 他的秦术造诣 当属年轻一代的翘楚 即便视觉封闭 每根琴弦的位置 也都了如指掌 雞双的鲜鲜玉指 按在琴弦之上 一动不动 那般神情 似是在等待着什么 正 某一煞 他小指轻挑 拨动最右侧的琴弦 发出一道音符 碰 顿时间 雷光闪烁 倒映出零号手握长枪刺激的身影 一击受阻 零号毫无退窃 继续爆裂晋身 毫无怜香细域地展开狂攻 他知道 这种琴弦武修者 虽说琴术高超 远程攻击强悍 但也有一个弱点 那便是晋身肉搏战 一旦被敌人晋身 几乎没有任何反手之力 只要能够接近对方 这场比斗 相当于赢了大半 况且 这种反手围攻 更有利于他的处境 如若一直防守 基本就是等着输的 因为难以察觉到声音的攻击诡计 鸡双同样清楚自身的弱势 并猜到了林浩的意图 他食指飞快舞动 比之前的速度 陡然增加数倍 一个个清悦的音符 自琴弦不断发出 犹如暴雨梨花一般 阻拦林浩的一次次进攻袭击 外界广场 秦陵学府所在的人群区域 为首一名灰发老狱 望着光木投影中的战况 嘶哑笑道 我们双儿早在两年前 为了提防在此次站台 遇到棘手的敌人 便是已经在黑暗领域有过试炼 天眼学府的小伙子 能力倒也是不弱 可惜实战经验 有所欠缺 老狱摇了摇头 从林浩刚开始的战斗反应来看 他已能够猜出 后者显然初次遇到情食午休者 几番交锋下来 林浩四世已经穷钱计驴 而这个黑暗领域 在老狱看来 算得上是林浩最后的底牌了 可惜 经过两年的试炼 鸡双面对黑暗领域的各种袭击 都能游刃有余 正如老狱所言那般 身处黑暗领域之中的鸡双 静坐古琴之前 美眸微弊 仿佛在享受一场弹曲演奏会 砰砰砰 密集的轰击声 以及玄妙的琴音 随之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种诡异的冲撞 林浩的身影 在音波的阻挡下 始终无法近身鸡双 保持十数米开外的距离 对此 林浩心中愈发感到惊奇 想不到这小妮子 在黑暗领域之中 自己每一次袭击 竟然都能尽数抵挡 并且毫无错漏 眼看黑暗领域 无法奈何得了对方 林浩倒也没有继续缠斗 直接撤出了黑暗领域 因为 黑暗领域的能量消耗极大 再继续下去的话 对方不仅没事 自己 却反被耗死在这里 黑暗领域消散的刹那 林浩陡然引动轮回眼 他双眼瞳孔 瞬间变成黑白漩涡 一股无形的精神波动 蕴含着轮回符纹的灵魂攻击 爆裂向激霜 然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激霜似乎有所准备 双手将所有琴弦 猛得全部一按 哄 煞时 道道绚丽的符纹窜动而起 爆发出璀璨光芒 几乎瞬息间 这股光芒直接化为一层七彩光幕 笼罩在激霜的身上 哄 林浩的轮回灵魂攻势 轰在七彩光幕之上 赫然被反弹而回 瞬间钻入林浩的脑海中 所幸 林浩的灵魂体 本就具备轮回法则 这等攻势反弹回来 仅是精神恍惚了一下 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突如其来的变故 林浩心头威灵 轮回眼首次遭遇此等状况 他显然也是有些意想不到 看来是有辈而来啊 林浩眼神一沉 目光森然地盯着 激霜身上的七彩光幕 已是猜到其中端倪 你的传闻 我已听过不少 激霜凝视林浩 嗓音清零地说道 终极修炼天赋 战法双修 轮回眼 刺客 还有 说到这 激霜语气略显一顿 据说你还是一名强大的训兽师 不过此次并无待在身边 可惜了 闻言 林浩没稍轻调 看来 你对我的底细 查得挺周详 激霜轻点额手 你是我最看重的对手之一 不得不防 他并无故作隐瞒 洛洛大方地说道 这层七彩光幕 由我师父凝练而成 便是刻意为你的轮回眼准备 听得此话 林浩暗自感慨 果然是人怕出名 猪怕壮 半年多前 他在皇宫政变一事 风头出境 成为了各个势力关注的对象 自身资料 无疑也是被查了个底朝天 特意准备了诸多玩意应付 所幸 他在混乱之领的另外一层身份 并未曝光 以后若出现什么不测 还能有个安身之所 旋即 激霜不再多雨 一双束手 灵力涌动 横抓九道琴弦 九旋凤飞翼 一声轻喝 激霜手指下的九道琴弦 陡然震颤起来 琴声速目 犹如翻滚的水浪 波涛汹涌 紧随其后 道道不同音波呼啸而出 彼此之间 仿佛有着玄妙的牵引 直接形成了实质化的音符虚影 那虚影 形似展翅翱翔的凤凰 双翼拍动间 涌动的锋利 竟是传出一种玄妙的曲音 这些曲音 复杂多变 相互携阵 反射出一道道回音 不断变换 表面看似无形无质 其中却是暗藏重重杀机 此等琴术 在鸡双修炼的琴谱之中 属于较为高成的一种 这次百院大赛 他还是初次使用 因为 之前所欲对手 皆是在他的琴音之下 过不了几个回合 就将其击败 然而 此刻面对林浩 鸡双终于感到了棘手 即便加快了数倍弹琴的节奏 也依然奈何不了对方 再继续耗下去 一旦被林浩找到机会晋升攻击 恐怕对他极为不利 能否击败林浩 这招九旋风飞翼 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杀招了 九旋风飞翼 鸡双学姐好厉害 她真的学会了 望着光木投影中的场景 秦陵学府的美少女们 顿时神情颇为激动 目光闪动得惊呼出声 此乃 九旋琴谱的武学中 算得上是压箱底绝学 处处玄机 威力难以想象 这种核心级别的琴谱 他们虽说也有机会学习 但在天赋上 以现今的年龄 和琴术造诣 只是略懂皮毛 即便弹得出曲调 却无法凝现出 凤凰虚影的音符 此刻 看到激双师展出这招琴术 一个个皆是瞪大双眼 兴奋观望 看来这个天眼学府的小子 轮回眼仅是觉醒了第一重 并无法破开七彩光幕 秦陵学府的老玉 望着激双身上那层七彩光幕 成功抵挡了轮回眼的攻势 顿时暗自松了口气 最具威胁的轮回眼 只要解决 以激双的高超琴术 这场比斗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 显然 这道七彩光幕防御 便是他凝炼而成 九旋风飞翼都用了 我倒是要看看 接下来 这小子要如何抗衡得了 旋即 老玉目光 转向那由众多音符幻化而出的凤凰虚影 苍老脸庞 涌起一丝冷冷笑意 极有自信 在年轻的时候 他用这招琴术 也不知击败了多少同境界的武道天才 此刻 站台上 林浩一脸平静 盯着鸡双头顶上空凝现出来的凤凰虚影 却是不为所动 我不喜杀落 你现在认说 还来得解 鸡双一双玉手 按在九道琴弦上 声音清冷地劝解道 浑然不知 他现在看到的这个林浩 其实仅是一道魔影分身 站台周遭的石柱 其中一根石柱影 正在诡异地缓缓如动 无妨 事下便知 林浩嘴角轻挑 并无半点距异 手中紫竹长枪 闪烁着丝丝雷芒 既然如此 那就 如你所愿 鸡双轻声一叹 声音落下的刹那 他按在琴弦上的御手 猛然放手 哟 顿时间 凤凰虚影发出尖锐笑声 携带着密密麻麻的音符 暴冲向林浩 重影枪决 林浩目光一冷 手中长枪 陡然爆发出璀璨的雷光 随着重影枪决的功法运转开来 庞大的九重枪影 瞬间凝现而出 狠狠迎击 向那暴掠过来的凤凰虚影 哄 站台上空 双方攻势轰然相撞的下一刹那 沉重之声 在站台猛地乍响 可怕的灵力风暴 如同涟漪一般 疯狂席卷开来 凤凰虚影双翼猛然拍动 一个个音符 肆意掠出 砰砰砰 音符随之爆开 那激荡而起的震荡之力 顿时形成恐怖的波动 汹涌如潮地倾泻在枪影之上 短短数息间 便是将枪影硬生生震地爆碎 旋即 凤凰虚影攻势未减 速度快若闪电般地俯冲而下 一头撞向零号 哄 蕴含其内的音符 瞬间同时炸开 没有多么惊心动魄的爆响 整个站台竟是响起了一片旋律曲音 结束了 鸡双美眸微闭 嘴里呢喃间 似是在享受着比斗胜利之后 九旋凤飞翼带来的美妙曲声 确实结束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冷漠的男声 在他身后响起 紧接着 一把泛着寒气的黑剑直接刺破七彩光层 架在了那白皙的薄镜上 突如其来的动静 鸡双心中一惊 末底睁开双眸 奉劝你不要乱动 我与你不同 比较喜欢杀戮 林皓冷然一笑 目光扫向鸡双那重新按在琴弦上的手掌 闻言 鸡双浑身一僵 娇美的容颜变换间 便是乖顺地轻点了下头 什么 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刚才被禽数攻击的那个家伙 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见此一幕 外界广场 顿时响起一片精华 最为震惊地 莫过于秦陵学府的怨声 以及那名老玉 他目光死死盯着光木投影中的林皓 眼中充满难以置信之色 对于九旋凤飞翼的威力 他再清楚不过 以林皓的修为 想要闪避而开 近乎无法做到 可是 这个突然出现在鸡双身后的林皓 又是如何做到的 破 就在众人惊疑之际 却见站台上那倒地不起的另外一个林皓 突然化为一团黑雾 被攻击的那个 才是分身 击双目光微正 脑海中努力回响 先前双方战斗的情景 某一煞 浮光掠影的场景 陡然定格在 林皓施展黑暗领域 将他笼罩而入的一幕 也就在那个时候 林皓的本尊 其实早就施展暗影行踪 潜映于蛀影之中 而在黑暗领域内 不断袭击他的 其实只是那些魔影分身 想到这 鸡双内心的困惑 顿时恍然 无怪自始至终 他都未曾发觉 林皓的小动作 原来是弄了这么一出阳攻的计谋 从而导致现在的局面 卑鄙 鸡双红唇轻咬 轻哼一声 那般神情 显然极为不甘 若是实力上的压制 他心服口服 可却在智谋上败点了林皓 内心情绪难以平息 战场上 只要能赢 任何手段皆可使用 林皓一脸淡漠 不置可否地道 没有什么卑不卑鄙 这番话 无疑是对的鸡双 一时间哑口无言 不知如何回应 不想死 就把林福音交出来吧 林皓声音森冷地说道 可否给小女子的机会 再比一次 鸡双美眸流盼间 轻柔的声音 带着一丝请求 美人当前 加之这般恳求 若是寻常男子 或许会装模作样一把 然而 林皓此刻却是脸色毫无波动 冷声道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闻言 鸡双正欲欣喜 可当听到林皓接下来的话时 不由得脸色一变 交出林福音 以及你的储物件 否则死 言罢 林皓手中是龙剑稍微一动 直接在鸡双那白滑的脖梗 划出一丝血痕 脖子处传来的刺痛 以及寒气 令得鸡双胶躯 微微一颤 林皓 算你行 鸡双一脸娇怒地哼声道 他知道 林皓以前当过刺客 是生命为草剑 若不按其要求 恐怕真的会一剑刺死自己 当下 鸡双只能认命 乖乖交出东西 没有林福音 也就意味失去了比赛资格 他曼妙地身子 开始逐渐淡化 林皓望着手中的红色储物件 精神力飞快探入其内 女人 果然就是会存钱 旋即 他嘴角掀起一抹弧度 满一点头 这番探测 他发现 其中除了一些女性用品之外 其他皆是琳琅满目的午休资源 各种质量高级的木琴 也是不少 尤其是林皓最为看重的灵阳石 足有五万枚 在同龄舞者当中 俨然就是一个小富婆了 玄机 林皓取出一枚功法御简 却见其上课有青色字体 九玄琴谱 林皓目光闪动 回想刚才击双那诡异的琴术公式 他顿时有种想要学琴的念头 随之林石探入其中 各种玄奥复杂的音符 以及琴弦运用原理 皆是呈现在脑中 但一看 林皓不禁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 丁 检测宿主获得一部天阶舞学 九玄琴谱 是否开启系统扫描 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林皓略做沉吟了一下 便是默念道 开启 刹时 功法御简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一枚形似琴符的武学结晶 丁 已完成扫描 请问宿主是否融合功法结晶 是 林皓一年微动 武学结晶瞬间化为一丝毫芒 钻入林皓额头眉心血 顿时间 那玄傲多变的琴术 在林皓的脑海之中 浮光略影般地闪烁 尽数吸收融合 林皓闭上眼睛 幻想身前有着一把古琴 双手摆出弹琴的姿势 按照琴谱的音符 飞快舞动 那指尖连贯的动作 竟是没有丝毫的声色 那小子在干嘛 耍手段打赢 故意嘚瑟起来 外界广场 观众们看到林皓那怪异的动作 不由地感到奇怪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别人看不懂 琴琳学府的人 却是逐渐看出了端倪 尤其是刚刚被传送出来的 那个姬双 目光惊奇地望着林皓 因为 林皓那个弹琴的姿势 以及手指摆动的弧度和节奏 他太熟悉了 这正是他练习了 不低于万次的琴谱 九弦琴谱 他怎么也会 姬双眼中闪过一丝惊意 盯着光目投影中的林皓 感到极为不可思议 九弦琴谱 天眼学府的这个小子 怎么可能也会修炼 那名老玉的脸色 也是惊奇不已 若是普通的琴谱 他也就稍显诧异 然而 九弦琴谱 乃是琴琴学府的核心功法 唯有天赋极高的怨声 方才有机会观摩修习 根本不会对外流传 但眼下这个林皓 弹琴的动作 分明就是九弦琴谱 心思转动间 老玉想起 刚才林皓从 姬双那枚储物界中 取出的功法预见 那正是 九弦琴谱 一看就会 这样想着 老玉顿时颇为震撼 不过很快 他便是否定了这个想法 九弦琴谱的音符变化多端 玄傲繁杂 饶氏姬双 那等琴树天才 也足足用了三年的时间 方才入门 何况是一个修炼灵力脆体的舞者 完全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绊倒 对此 老玉愈发感到疑惑不解 不错 音律挺玄妙 林皓暗自点头 停止了手指的动作 经过吸收琴谱武学 他如今在琴树上的造诣 赫然一下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殊不知 他刚才几个简单的动作 对于外界的琴林学府等人 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旋即 林皓掌心中的林浮印 陡然如动起来 光芒闪动间 所处站台 开始上升 随着第六层站台的结束 意味他成功晋级 达到前五名的榜单名次 只是接下来 随机分配的竞笔模式 五名参赛者 属于单数 又将如何进行 2比2的情况下 另外一人 难道闲置 心头疑惑间 林皓发觉 所在站台的上升 并无在沿途中停滞 直通顶层 碰 当抵挡顶端时 在一声沉响中 站台终于停止 一眼望去 他的这座站台 似乎仅是顶层的其中一块 按照范围计算 正好需要五块 便能组合整个顶层站台 见状 林皓微微诧异 已是无法猜测 接下来的比动模式 将会怎样开展 这般等候中 林皓开始听到 周遭传来站台移动的声响 显然 其他晋级的参赛者 已然完成第六层比动 正逐渐上升至此 第一个上台之人 赫然是秦宇 当看到林皓已经在此处 秦宇脸色顿时古怪起来 因为 顶层决战 他们兄弟之间的比斗 将无可避免 哈哈 老大 老二 熟悉之后 一个黑发青年 也是出现在林皓他们的视线中 这人 正是古云乐 紧接着 手握玄弓的雷蒙 立于站台 同样上升而起 四兄弟 相互对视 沉默中 四人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爽朗的笑声 在站台顶端的天际 回荡开来 碰 就在这时 站台合并的沉重声响 打断了林皓他们的笑声 四人的目光 投射过去 却见那人 身穿武林学府的院服 与他们年纪相仿 眉目间却透着一丝冷傲 不过 当看到站台顶层的四人 竟然全都是天眼学府的参赛者 他脸上的傲义 顿时荡然无存 这 冷傲青年一脸诧异 不可思议地盯着林皓等人 莫名有种被孤立的感觉 对于此次百院大赛 天眼学府 竟然有四人竞技到这等高度 他心中极为震惊 恭喜五位 一路闯到这里 就在这时 淡默的声音响起 林皓等人 立即抬头看去 却见在站台的上空 负责百院大赛规则的银发男子 玄弗尔利 俯视着他们五人 接下来的竞笔模式 按照之前设立的规则 并非随机分配 银发男子脸色平静 淡淡道 则是五人混战 能够战到最后之人 便是此次百院大赛的冠军 什么 一听此话 反映最为激动的 无疑是武林学府的那个冷傲青年 当即惊声道 混战 冷傲青年惊呆了 对于此等竞笔模式 显然极为排斥 若是不同的学府势力 他绝对有着十足的信心 展开一场精彩绝伦的战斗 但要命的是 眼下这四个家伙 竟然全都出自天眼学府 看其神情 似乎关系还不错 想要从中挑拨离间 并非容易 而此刻 当听到银发男子 所言的混战模式 林浩他们四兄弟的表情 顿时变得精彩起来 察觉到林浩等人诡异的目光 冷傲青年心头一灵 浑身寒毛 都差点竖了起来 这哪里是混战 此等情况 分明就是四战一 群殴模式 这 这不公平 冷傲青年终于忍不住 抬头望着凌空而立的银发男子 出声抗议 百院大赛尚未开始之时 此种规则便是早已确立 银发男子脸色冷漠 淡淡到 能够抵达此处的参赛者 全都各凭本事 并无所谓的公不公平 说到这 他与其稍显停顿 旋即 银发男子眼神 带着一丝怜悯地 看着冷傲青年 淡然道 只能说 你运气不好 文言 冷傲青年的脸色 顿时难看到了极点 从小到大 他在午休中天赋异禀 无论在哪个群体 皆是属于佼佼者的存在 哪一次历练 不是弃运使然 可是现在 银发男子的这番话 无疑是刺激到了 他最引以为傲的一点 面对银发男子这等武道强者 冷傲青年 心中虽有不差 但也不敢发飙 只能愤然认命 废话 我就不多说了 混战开始 银发男子声音落下 身形一晃 陡然消失在了半空 冷傲青年眉头一皱 望向林浩他们四人 颇为硬气地冷然道 你们 谁先上 我随时奉陪 谁先 听到这 晴雨顿时笑了 咧嘴道 我听说 你们武林学府 一直在吹嘘上届百院大赛 将我们天眼学府参赛者团灭的事 现在 就让你尝尝 什么叫团灭的滋味 面对疾风吧 一声冷喝响起 晴雨已然勾勒成形的青色符文 瞬间引动 哄 辽阔的顶层站台上 顿时狂风大作 刮起一股龙卷风暴 速度凌厉地 轰向冷傲青年 这家伙 能够一路站到此处 显然也是有两把刷子 却见他手中长剑一抖 鸿芒大胜 爆发出熊熊烈焰 直接朝前劈去 碰 火焰剑气凝现 灼热的能量波动 仿佛引燃的火炮 在惊人的乍响中 陡然将龙卷风暴震地消散 咻 然而 冷傲青年还没来得及喘息 一道箭矢 泛着赤红的火光 暴射而来 其速度之快 宛若闪电一般 瞬间便是出现在身前 冷傲青年脸色大变 急忙举剑横挡 护体灵气照掩饰 闪现而出 碰 箭矢撞剑 猛地爆裂开 狂暴的火焰呼啸开来 直接将冷傲青年 震得连退束步 虽有灵气照护体 但在这股强劲的火焰能量冲击下 他体内气血剧烈翻滚 甚为不适 混账 冷傲青年又惊又怒 浑身凌厉暴涌开来 瞬间凝成两道庞大的火焰剑影 对着最先发起攻势的情语和雷蒙 暴批而去 嗡 然而下一霎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虚空中 一个巨型的黑色能量漩涡 陡然凭空而现 赫然将那两道火焰剑影 直接吞噬而入 紧接着 黑色漩涡如洞间 两道火焰剑影 竟是末地倒射而出 朝着原来的轨迹 轰向冷傲青年 毫无疑问 这正是古云乐的古式传承武学 乾坤逆转 其中蕴含的玄傲法则之力 能够将任何武学攻势 尽数反弹而回 可手可攻 堪称绝门 什么 看到自己的攻势 竟然被反弹回来 冷傲青年眼中瞳孔 猛然一缩 他非常清楚 自身攻势的威力 当下哪敢有丝毫怠慢 手中长剑再次爆发出璀璨火光 砰砰 剑气激荡 冷傲青年一阵竭力挥舞间 方才有惊无险地抵挡下来 双方的交锋 虽说短暂 整个过程却极为凶险万分 三个回合下来 已然令得他有些狼狈不堪 握剑气喘吁吁 而这时 作为老大身份的灵号 却是并无展开什么攻势的迹象 只见他盘膝坐地 闲情抑制地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把古琴 在灵力的操探中 古琴静悬身前 仿佛放在一座看不见的石台之上 老大 你还会弹琴 见状 琴与他们微微诧异 眼神古怪地盯着灵号 相识多年 他们可从未知晓 老大竟然有这个嗜好 略懂皮毛吧 灵号淡然一笑 旋即他伸手按在琴上 灵力弥漫 手指旋转间 一首玄妙的曲音 自琴弦中弹奏而出 震荡着整个顶层站台 啥 这也叫略懂皮毛 听着那轻心悬晕的曲调 琴与末地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盯着灵号 雷蒙和古云乐他们二人 也是有些目瞪口呆 一个大男人会弹琴也就罢了 竟然弹得如此惊艳 不远处 冷傲青年目光死死地盯着灵号 铁青的脸色 愈发震惊和凝重 因为 在灵号弹奏出来的曲音中 他隐约间能够感到一丝丝灵力 蕴含其内 那种感觉 仿佛危机四伏 令得他心中有些发寒 琴与 雷蒙 古云乐 他们三人 同样察觉到了琴音的古怪 某一煞 灵号的小指 陡然挑起一根琴弦 猛然放出 正 音符响起 瞬间形成一道看不见的音波 犹如箭矢一般 暴射而出 嗯 冷傲青年心中一惊 当反应过来时 音波已然灵体 轰击在护体灵气罩之上 碰 冷傲青年 遁绝一股极强的震动力量 自灵气罩上面爆发开来 那种感觉 犹如铁锤重砸而下 震得整个防护罩剧烈颤动 这是琴术武学的音波 察觉到这一点 冷傲青涩一脸震惊 骇然看向灵号 难以想象 一个午休战士 怎么懂得修炼琴术 而且手法如此精湛 当然 最为震撼的 莫过于外界的 秦陵学府那批人 鸡双正正地望着这一幕 翘脸上 净显诧异 不过很快 这种诧异 逐渐变成了浓浓的惊讶 因为此时 视线中的光木投影 却见灵号食指 在琴弦中飞快联动 蕴含灵力震荡的音波 一道道飞射而出 那等高超的琴术 相较于 鸡双 有过之 而无不及 砰砰砰 在密集的音波冲击下 短短数息间 冷傲青年的护体灵气罩 便是被音波轰得暴碎 扑哧 冷傲青年 体内气血翻腾 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 面对灵号的音波攻击 他并不像灵号 拥有强大精神力的辅助 单凭听声变味 根本无法捕捉得到 往往听到琴声响起的时候 音波却是早已提前一步暴略而来 那种无形无知的攻势 完全无从抵挡 眼看对手的防护罩攻破 灵号没有半点留情的念头 他双掌灵力涌动 横抓九道琴弦 直接施展出九玄琴谱的最强一招 九玄凤飞翼 一声冷喝 灵号手指下的九道琴弦 顿时剧烈震战起来 琴声翻滚 如同山红海啸一般 气势磅 玄疾 无数道曲调不同的音波 在虚空中相互共振 汇聚成了一道实质化的凤凰虚影 这道兽影 比起鸡双先前施展的攻势 视觉上明显更为庞大 气势强横 凤凰虚影双翼拍动间 整个站台回荡着玄妙的曲音 九玄凤飞翼 天眼学府的那个灵号 竟然也会见此一幕 秦陵学府的鸡双 以及老玉等人 全都惊呆了 反观天眼学府这边 辅主因缘子 同样目瞪口呆 林浩这个小子 想不到还藏有这招 老夫还真是低估了他的能力 望着光木投影中 林浩那施展而出的情术武学 他嘴巴急促地哆嗦了几下 竟是激动地 不知如何形容 一种无以伦比的自豪与欣慰 在他的心间激荡 旋即 硬原子斜眼 瞥了一下武林学府的那副主 姜独 那般韵味 倒是有种 先前你 对我爱理不理 现在老子 要你高攀不起 此刻 姜独的脸色铁青 难看到了几点 他那锤放在大腿上的手掌 在不断地哆嗦着 相较于 因缘子的激动 姜独心中情绪 更多的是怒意 因为 最后的决战 美约其名 是混乱禁笔 可再蠢的人都知道 这分明就是四比一 此等极为不公平的禁笔模式 令得他无比愤怒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近乎气得他吐血 却见光木投影中的站台 秦宇 雷蒙 古云乐他们三个同样施展出了强大杀招 秦宇直接引动风之灵体 身前涌动的龙卷风暴 光刃闪烁 杀鸡重重 古云乐守着一把黑色长刀 黑气弥漫间 刀芒凝现 散发出滔天般的狂暴波动 雷蒙更狠 浑身火焰营绕 手中悬弓 竟是幻化成石树杖庞大的火焰宫影 剑芒犹如晴天之柱 那等雄魂的火系能量波动 加持其巨型弓箭 透着金氏骇俗般的可怕气势 四兄弟 四道公式 全部锁定了站台另一端的冷傲青年 这种围剿 无疑是吓得冷傲青年 面色一阵苍白 浑身哆嗦 有话好好说 我认书海 冷傲青年一脸惊惧 然而 他的话尚未说完 四道公式 陡然呼啸而来 见状 他瞳孔俱阵 那等狂猛的公式 无论哪一道 硬抗接下 也是凶多吉少的局面 当即 冷傲青年身形迅速暴退 直接从站台纵身一跳 竟是放弃继续参赛的资格 呼 顿时间 冷傲青年的身体 在高空中急速降落 他的身上 已然重新凝现出护体灵气罩 这般高度降至地面 受伤虽说难免 但至少还能保住性命 你们四个 以后给我等着瞧 急速降落中 冷傲青年抬眸 望向顶端站台那攻击 落空的四道公式 与其怨毒的冷哼道 不过 他的声音刚落 却见上空 那道由众多细小音符 凝化的凤凰虚影 双翼震动 竟是突然调转方向 朝着下方俯冲而下 这 见状 冷傲青年脸上 那欲要报复的怨恨之色 瞬间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 浓浓的惊恐 此时的他 悬空降落 根本无处借力抵挡 就这样 眼睁睁地盯着 凤凰虚影暴力而至 不 碰 下一霞 玄妙的曲音 夹杂着凄厉的惨叫声 轰然回荡天际 再看时 站台底部的地面 唯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外界广场 光幕投影中的一幕 无疑清晰地 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现场 顿时陷入一片沉寂 无数道目光 齐刷刷投射向武林学府的 辅主僵独 却见后者的面色 无比铁青 完全没有了刚开始那种冷酷 他的身体 也是因为暴怒 而忍不住颤抖起来 江府主 承让了 英元子走至近前 微笑道 刀剑无言 府内怨声下手重了点 还望见谅 江独深吸了口气 压下心中即将爆发的怒火 沉着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 无妨 天眼学府距离此地 路途遥远 希望你们一路顺风 可不要再半岛出现什么幺蛾子 听得此话 周遭人群顿时面面相去 其言下之意 倍改深思 英元子眼神一沉 又怎会听不出 江独话中的威胁 承蒙江府主忧心 我们会安全凯旋而归 英元子嘴角泛起一丝冷意 沉然道 那就走着瞧 言罢 江独冷笑一声 便是甩袖而离 见此一幕 在场各个学府势力 表情皆是古怪了起来 此次武林学府的参赛者 近乎团灭 与天眼学府的这个仇 算是彻底结上了 至于后面会发生什么 虽说目前尚未知晓 但众人已是能够大致猜到 英元子目光一寒 盯着江独愤然离去的背影 向来儒雅的神情 逐渐变得森冷 那些曾与英元子 同一个时代的学府高层 不禁暗暗则舌 他们可是非常清楚 年轻时期的英元子 可并非像现在这般温和 手段极端凶残 死在他剑下的武者 不计其数 如今 这个曾经明冻一时的杀戮狂人 到了这把年纪 一旦重新发威 也不知该有多么恐怖 地面 一具尸体 静躺于此 尸身血肉模糊 象征着此次百院大赛的残酷 这时 一团灵符印 自尸体的掌心飞掠而出 缓缓悬浮 直至顶层站台 林浩伸手一抓 却并未将其独吞 320枚灵符印 直接被他分成了四份 每人各获80枚灵符印 顶层站台 无疑是成为了林浩他们四兄弟的天下 接下来 就轮到我们四人了 秦宇眉梢轻挑 望着林浩他们 咧嘴一笑 打算怎么解决 文斗 或是武斗 古云乐摩拳擦掌 一脸亢奋地说道 怎样都行 我无所谓 雷蒙轻耸双肩 不以为意地道 百院大赛 他们一辈子 仅有一次机会参加 谁都想在这场盛会 大出风头 在人生中 留下辉煌的一笔 若是因为兄弟间的情谊 主动认输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况且 即便主动认输 对于赢的那一方 传出去也并非光彩 玄机 他们三人 目光皆是 看向林浩 作为老大 此次决策 无疑是由他做主 既然如此 那就用老规矩解决吧 林浩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提议道 如何 文言 秦宇 雷蒙 古云乐 三人对视 皆是会议一笑 眼中充满浓浓战意 要开始了 传言这四个小子 是结拜兄弟 也不知打起架来 谁更狠 则则 四兄弟为了一个冠军 自相残杀 这一下有热闹可看了 望着光幕投影中的四人 外界观众皆是议论起来 那般神情 显然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又将如何进行 无比期待 然而就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却见四人的中间闪现出一张四方桌 各自坐在一方 桌子上面摆满了一块块类似金属的物体 奇物表面雕刻着某种奇特的图腾 那些玩意是什么 他们在打麻 对此 观众们一阵错愕 先前的期待 变成了好奇 殊不知 这些东西 正是零号特制的麻将 在天眼学府的那段日子 并非每天都是修炼 闲暇时候 秦宇总是找一些乐子 兄弟几个到处浪 不过 自从零号弄出前世经常玩的这种麻将 得知其中的玩法之后 他们便是逐渐上瘾 筹码为零服印 四圈之后 赢得最多的那人 就是冠军 零号坐在麻将桌旁 淡然笑道 没问题 秦宇他们三人欣赏同意 一脸亢奋地点头道 自从零号出外历练 他们四兄弟 已经半年多 没有同台拼输赢 此次站台 正好给予了他们这个机会 不仅过了下手影 还能解决榜单排名的顺序安排 否则的话 如若真正打起来 稍有不慎的情况下 受伤必然无可避免 玄机 第一把坐庄的零号 直接扔起了头子 紧随其后 噼里啪啦的麻将声 也是陡然响起 就这样 在如此庄严的顶层站台上 零号等人 公然挽起了麻将 碰 按档 哈哈 结果 如此一局局下来 但凡输者 皆是按照赔率 付出各自的零服印 这 外界 人群一时间看呆了 这种以赌博式的定义输赢 完全打破了百院大赛的规则 史无前例 负责大赛规则的那位银发男子 仿佛默许了他们兄弟之间此等竞逼方式 自始至终 都未曾出现 约某一个时辰之后 四圈麻将 总算结束 最终战绩 零号已获得870枚零服印 成为此次 竞笔的大赢家 其后的排名 依次为 雷蒙 谷云乐 秦宇 哈哈 老二 你的技术退步了呀 赶紧把剩下的零服印交出来 排名第三的谷云乐 拍了下秦宇的肩膀 笑哈哈地催促道 算你们很 这笔账 我会以后找回来 秦宇书的灰头土脸 一脸愤慨地 把他仅剩的三枚零服印 主动搅出 随着失去全部零服印 秦宇的身体开始淡化 彻底淘汰出局 接下来 便是谷云乐 然后是雷蒙 零号手掌摊开 直接将周遭的零服印 尽数吸入掌心之中 至此 零号搜集的零服印 共计1280枚 如此多的零服印 密密麻麻 细如毛孔 几乎覆盖了整个手掌 缓缓如动间 排列成了一个超大型的零服印 弥漫着一股极端晦涩的能量波动 我主持了三届百元大赛 你们是我看过最有趣的一次 夺冠禁笔 这时 但笑声响起 顶层站台的虚空 一道修长的身影 闪现而出 身形缓缓降落下来 正是那位银发男子 魏平 魏前辈 让你看笑话了 零号拱手抱拳 行了个晚辈之礼 眼前的银发男子 实力深不可测 零号无法揣摩 即便是瞎子见胜在此 恐怕也要不急于他 笑话谈不上 你们的这种兄弟情谊 很不错 魏平暗自欣慰 希望日后你们各自发展之后 依然能保持初心 会的 多谢为前辈叮嘱 零号郑重点头 好了 废话我就不多言了 魏平淡然一笑 作为此次百元大赛的冠军 你的奖励 到时与其他获选者前往电宗 再统一发放 文言 零号颇感好奇 询问道 冠军奖励 有什么 现在还不好说 到时你便会知晓 魏平四世有意引诱零号前往电宗 卖了个关子 不过眼下 你倒是有个现成的冠军奖 魏平目光转向零号的右手 讲到 零福音 由清零殿宗的同长老凝炼而成 其中蕴含一股极为奇特的能量 适用于调和阴阳二力 更易吸收炼花 原本比赛结束后 便会将零福音收回 但现在 就当是提前给你的一点奖励 说到这 魏平意味深长地看了零号一眼 嗯 文言 零号心头微灵 眼中掠过一丝古怪 因为 听其话音的意思 这家伙好像知道自己在远古一记所获的阴阳之力 对于这一点 零号倒是没有过多顾忌 若是对方有意抢夺 早就动手 何必等到现在 而且 以魏平的实力估策 说不定早就超过圣域三重的阴阳境了 所谓的阴阳二力 在他看来 并无多么珍惜 多谢为前辈赠予 旋即 零号再度拱手抱拳 会议一笑 这时 魏平手掌一挥 一股无形的空间能量荡漾而出 瞬间笼罩零号的身体 零号眼前一飞 视线恢复时 顿觉场景已然变幻 出现在武林城的广场之中 他出来了 冠军得主 就是那个叫零号的小子 近看之下 确实是气宇轩昂啊 终极修炼天赋 果然是不同凡响 看到零号被传送出来 场中人群 顿时一阵躁动 纷纷围拢过来 那些阴阴艳艳的女子 更是双眸放光 一脸欣喜地盯着零号 经此一战 零号在五休界的年轻一代当中 无疑是成为了众多学府女子们 炙手可热的对象 旋即 魏平的身影 出现在广场上空 场中氛围 立即逐渐安静下来 十年一届的百院大赛 到此结束 魏平凌空而立 俯视广场众人 淡然道 此次站台竞逼 前二十名的学府 将会受到嘉奖 至于入选殿宗的人员名单 后续会另行安排 请各位回府等候通知 话语简练 魏平说完之后 便是身形一闪 消失在半空中 顿时间 周遭的学府势力 皆是上前恭贺 因原子红光满面 心情激动之余 也是应接不暇地招呼起来 当了三十年辅主 唯有今天 可以说是他最为振奋的时刻 天眼学府 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会 因原子与众多辅助老头 寒暄了几句后 便是挤出人群 走至林浩身前 林浩 这个给你 他手掌轻翻 取出那块火源石 递给了林浩 这是什么 林浩微微诧异 望着手中的火源石 却见其上伤痕累累 通体赤红 握在手里 有种灼热的感觉 最让林浩感到奇特的是 石块上的古老横纹 仿佛具备 某种玄奥法则 一直盯着看的话 愈发沉浸其中 火系法则 察觉到这一点 林浩目光闪动 抬眸 看向阴元子 此时 叫做火源石 乃是源自天地混沌之初的能量石 阴元子抚须笑道 若能参透其中傲益 便可领悟火之意境 文言 林浩脸色微微动容 法则 意境 两者本就同中同源 属于顶尖一类的武修 一般情况下 修武者获得功法武学 只要勤奋修炼其中精髓 实力便能远超常人 然而 法则意境 却是并非勤奋就行 往往在取决于领悟 以及其他方面的天赋 如若能够参悟 借助天地法则之力 实力的增长 与日俱增 由此可见 这块火源石的珍惜程度 难以想象 副主大人 那我们呢 见状 晴宇眼前一亮 然后填着脸问道 雷蒙和古云乐他们 也都凑了过来 做好准备领赏的架势 很遗憾 火源石仅此一块 鹰原子淡然一笑 道 你们无需妒忌 此举也并非老夫偏心 而是这块火源石 绝大成分是林浩的功劳 听得此话 秦宇等人一脸疑惑 林浩的脸色 也是稍显诧异 除了这次百院大赛 他可不记得 以前有为天眼学府 做过什么贡献 鹰原子沉笑一声 然后把之前与 剑云学府那位 秃头老者的赌约仪式 全部告知 哈哈 副主大人 看来你也是性情中人啊 秦宇恍然 旋即咧嘴一笑 打去道 其实 即便鹰原子没有解释 他们对于林浩 获得火源石 也毫无嫉妒之意 林浩 就在这时 一道清零的嗓音响起 林浩转头望去 只见人群中 一个白衣美女 款款走出 正是秦林学府的鸡双 排名前时的她 有着很大希望 能被殿宗选中 见状 秦宇顿时目光一亮 只要是美女 对于她而言 皆是好事 秦小姐 静比一试 若有什么无理之处 望见谅 林浩眼神微宁 却见秦双那白皙的薄镜上 有着一道明显的血痕 态度客气道 眼看林浩这般态度 秦双心中原来积压的怒意 方才消散大半 我想问你一件事 秦双红唇轻咬 问道 你是如何懂得 九玄秦谱的秦术 这时 秦林学府的那位老玉 也是走了过来 目光闪烁地盯着林浩 他传说的弟子无数 从未见过 像林浩这般秦术 极佳的天才 而且还是男子 林浩略作沉吟了一会 便知道 有个师父 至于他的身份 无可奉告 文言 鸡双威正 听到林浩这般语气 他倒也没有继续询问 然而 一旁的老玉 哪里忍得住 好奇追问道 可否告知 你的师父的姓氏 抱歉 师父曾有交代 除非他允许 否则不准暴露他的身份 林浩摇了下头 再次回绝 说不准我与你的师父认识 小伙子 看在我是长辈的份上 你就透露一下吧 老玉上了年纪 显然较为固执 秦府主 无需再为难林浩了 不过这时 英元子却是站了出来 微笑道 老夫当时预收林浩为徒时 他也是这般回应 你再问下去 只能让他到时 受到那位神秘师父的怪罪 看到英元子出来打圆场 老玉轻叹一声 倒也不好再继续盘问 英府主 有什么事 建议你们 还是先回天眼学府再谈 玄机 老玉看向英元子和林浩等人 意味深长地嘶哑道 江府主那老家伙 可不是什么心胸广阔之人 听得此话 英元子眼神一沉 方才想起 之前武林学府将读的威胁 其言下之意 无疑是打算在他们回城的半道上报复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 英元子目光 扫向林浩他们 话音尚未说完时 一个身穿武林学府导师服的中年男子 突然走了过来 英府主 我们府主大人为恭贺你们 此次竞赛大获全胜 特在城内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中年男子拱手抱拳 陈孝说道 还请各位一步 赏脸道场 文言 英元子眉头一皱 他非常清楚将读的性格 那牙子必报之人 又怎会有这么好心 这场庆功宴 怕是夺命宴 庆功宴 秦宇嘴角轻挑 直言不讳的道 武林学府有这么好心 林浩一脸平静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他们在站台杀了武林学府的三名参赛者 此次行为 对方必然是存着报复的心思 这可是我们府主大人的好意 你们若不赏脸 那就是不给我们武林学府面子 中年男子阴沉一笑 话语中明显带着威胁之意 文言 除了林浩他们四兄弟之外 天眼学府的其他院生 以及赵灵 皆是神情意景 此地是武林学府的地盘 如果真的不给他们面子 无疑是让得对方有了借口 寻资信誓 周遭人群 或是离场 或是留下来看热闹 他们非常清楚 武林学府的强大势力 历届以来 也不知有多少院生被殿宗选中 各种资源更是源源不断 经过这么多年的渗透 如今的九大殿宗 几乎每一处都存在着武林学府的成员 对于这一点 英元子自然心如明镜 以他现在半步圣域的修为 欲要全身而退 其实并不困难 但眼下带着这批怨声 却是无法做到 劳烦你转告一下江府主 他的好意 老夫心领了 英元子态度客气 不温不火地道 日后有空 我们天眼学府 再前来登门道谢 告辞 走 言罢 他袖袍一挥 便是领着林浩他们 匆匆离开 继续滞留此处 只会增多一分危险 盯着林浩等人迅速离去的身影 中年男子目光阴冷 倒也并未出手阻拦 他此次的任务只是负责传话 况且以他一人之力 即便出手 恐怕也没有任何成效 玄机 中年男子取出一张传音符 低声喃喃自语 似是在汇报消息 广场外 街上 在英元子的带领下 林浩他们已然穿过围观的人群 前往附近一间客栈 天眼学府专属的魔兽飞行 便是寄放于其中的兽棚 武林城距离大阎王朝甚远 此行天眼学府的众人 具备飞行能力的也就英元子 林浩和秦宇 其他人 由于修炼武学的不同 在尚未达到圣域之前 根本无法做到玉空飞行 所以 飞行魔兽对于他们离开吴府城 极为重要 此时 客栈中 正趴在一间客房中打瞌睡的小白 突然抬起头 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 在林浩进入远古战场近比之时 他就一直在这里等候 老大 小白顿时目光闪动 显然闻到了林浩的独有气息 当下 他戴起帽子 直接从窗口掠了出去 随之落地 正好出现在林浩他们的身前 小白 林浩眼前一亮 双臂张开 然后抱住一头扑来的小白 多日未见 他隐隐感觉小白的气息 相较于之前 似乎又提升了不少 按照如今的趋势 小白估计再过不久 便能真正进入成年期 进行蜕变 旋即 林浩等人踏进客栈大门 眼前场景 顿时让他们脸色微变 却见大堂之中摆满了酒席 店内服务员那忙碌的身影 正不停地端着一道道菜肴上桌 在座的人群 几乎全是武林学府的成员 一眼望去 数量足有百余人 各个气息强横 皆是实力不弱的午休者 主桌上 将读神情冷酷 正经微作 旁边 那位剑云学府的秃头老者 赫然也在此处 看到天眼学府的一行人进来 秃头老者目光阴冷 犹如毒蛇一般地盯着他们 这两个老家伙 究竟想搞什么把歇 见此一幕 英元子眼神一沉 目光扫向江独和秃头老者 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武林学府的动作 竟然如此之快 直接在此摆好了宴席 林浩等人 目光转动间 也都暗自戒备起来 无需拘谨 你们天眼学府 此次竞赛大出风头 本应高兴 江独站了起来 似笑非笑地道 我们武林学府 作为此地的东道主 可不能有所怠慢 这次庆功宴 就当是为你们送行 文言 英元子眉头一皱 对于江独突然起来的这一招 他心里也是没底 赵离儿等人 一脸紧绷 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他们 显然有些坠坠不安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江府主了 就在这时 爽朗的声音响起 旋即 一道身影略出 这人 正是林浩 他站于主桌前 直接拉过一张凳子 从容不迫地坐下 在林浩看来 无论接受与否 最后 大家都会撕破脸皮 何不先享受一把 况且 在远古战场那段日子 每天吃素食 嘴巴早就淡出鸟了 看到林浩那淡定的神情 武林学府的那些人 微微一正 似是对于前者的胆量 颇感诧异 殊不知 眼前此等阵容 相较于林浩这些年来经历的事情 无疑是小屋见大屋 皇宫政变 古墓探险 混乱之领称霸 远古战场 哪一次经历 何尝不是凶险万分 有酒有肉 这庆功宴 还算凑合 雷蒙 秦宇 古云乐他们三人 相视一眼 旋即也是毫无巨义地走了过来 同台而坐 这 见状 天眼学府的那些怨生们 顿时一脸愕然 这四兄弟的胆子 也太肥了吧 难道不清楚现在的情形 极有可能是武林学府设下的陷阱 当下 他们皆是有些不知所措 看向旁边的辅主大人 盛情难据 既然是江辅主的好意 那我们就入座吧 因缘子脸色变换间 便也是走至主桌 后方 赵灵儿和那些怨生 立即紧随其后 却是不敢坐在主桌 纷纷选了旁边的客桌 接下来的一幕 林浩他们倒也是谈笑风生 表现得极为自然 整个过程 双方之间并未出现什么冲突 出奇的平静 但谁都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而已 江毒目光深沉 盯着林浩他们四兄弟 眼中森然涌动 随着这一餐吃下来 对于林浩等人 也是有了大致了解 冷静 果敢 相较于同龄人 确实是出类拔萃 日后一旦成长起来 必然是无法估测的人物 尤其是林浩 那等淡定从容的号召力 让得江毒愈发感到威胁 不过 如今林浩他们风投大胜 若是因为远古战场一事报复 公然将其杀害 传至殿宗那里 恐怕影响颇大 而借此庆功宴 便可掩人耳目 期间即便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殿宗怪罪下来 也能有理有据 手法有很多 好比如 大家酒足饭饱之后 兴致大起 相互切磋 失手杀死对方 又或是小辈出言不逊 顶撞长辈 从而引起双方争分 打斗间造成误杀 这种逻辑 虽说有些不合乎常理 但死人 终归是无法站出来提供证据的 此次百院大赛 你们四人 果然是年轻有为 撑起了天眼学府的整个门面 心头转念间 江独放下手中酒杯 看向林浩和秦玉他们 江府主过奖了 英元子同样放下酒杯 淡然一笑 玄机 江独却是摇了下头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但锋芒太险 就怕还没真正成长起来 便是夭折在绊宝 闻言 英元子脸色微沉 眼中闪过一丝不满 这话听起来 俨然就是在诅咒 林浩他们四兄弟 江府主 这个你就多虑了 向来擅长嘴炮的秦玉 却是笑了起来 你现在一把年纪 即便我们以后 真的有何不测 你也无愿见到 放肆 一听此话 周围的武林学府成员 顿时拍砖起 怒瞪着秦玉 此次武府学府 显然是有备而来 出动的成员 皆是八级以上的舞者 其中九级强者 起码达到二十人左右 再加上僵读和秃头老者 实力皆是达到 半步胜誉的修为 此等阵容 倒是极为可怕了 秦玉端起酒杯 各顾各地抿了一口 并无理会那些家伙 此举 倒也不是他故意招惹是非 秦玉心里非常清楚 无论过程怎样 双方冲突将无可避免 武林学府这一次 明显是铁了心找茬 反正横竖都逃不掉 既然如此 在气势上 可不能刚开始被压了下去 林浩对于秦玉的想法 自然明白 自始至终皆是沉默观望 若是真的打起来 他的系统宠物 可并非赤素的 两个半不胜欲 仅凭狼王 就能轻松搞定 然而 旁桌的那些天眼学府怨声 心情却是顿时紧绷了起来 脸色苍白无比 这么看来 你是觉得 比我还要活得长 将独目光一寒 看着秦玉 冷然道 秦玉轻松双肩 直言道 一看便知 好 真是有胆识啊 将独的面色 在此刻顿时阴沉到了极点 目光阴密地盯着秦玉 冷声道 今日 我不要看看 是你短命 还是我短命 言罢 一股极端强横的能量波动 陡然自将独的身上暴涌而出 紧接着 这股能量 瞬间凝成一只尖利的火焰阴爪 静止抓向秦玉的喉咙 而且 将独显然知道 秦玉拥有风之灵体 寻常攻击根本无法伤身 其中攻势蕴含了火系法则 这一爪 如若抓时 喉咙瞬间就得被抓爆 碰 然而 阴爪上位灵体 一道旋风掌印 猛然将其震爆 火光剑射 出手之人 正是阴源子 眼看冲突已起 旁边那名秃头老者 此事早有准备 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枚阵法御检 嗡 随着引动 一股无形的阵法能量 瞬间笼罩 整间客栈的大厅 煞时 外边的声响 陡然消失 隔绝阵法 见状 雷蒙和谷云乐他们 心头一灵 猛地站起身来 江府主 对一个小辈下手如此重 有失体面 因源子眼神凝重地 看向江独 皱眉沉着道 江独冷哼一声 此子口无遮拦 你若不管叫 我帮你教训 秦宇冷笑道 除了我爹 谁都没资格管教我 你这老杂毛也够格 言罢 他也没有再啰嗦 直接引动风之灵体 一股狂暴的风浪 猛地席卷开来 直接将周遭的餐桌 掀得一片狼藉 那些正欲围拢过来的 武林学府成员 也是被震得连退束捕 与此同时 雷蒙 谷云乐他们二人 也都抽出武器 准备拼死一战 林皓一脸淡然 荆轲和狼王 已被其召唤出来 悄然藏于袖中 他的目标 无疑是锁定了 敌方最强的僵毒 以及那个秃头老者 其实 我们倒也没有余地可谈 秃头老者宁笑一声 忠于开口 言语细血地道 只要你们把这个小子留下 便可安全离开 如何 说话间 他伸起手 直接指向了林皓 对于林皓 在站台杀死他的爱徒吕成天 并因赌约一事 失去火源时 他心中怨恨极浓 荆轲 你的猎物是他 听到这个老头的目标是自己 林皓双眼微眯 倒也并无与对方废话 暗自下达了指令 小白正欲引动龙猿真体 却被林皓一手按在头上 示意他无需暴露身份 老兔头 想多我老大 先过我这关 秦宇目光一立 挺身站出 还有我慢 紧随其后 手握玄弓的雷蒙 以及直刀的谷云乐 也是同时站出 挡在了林皓的前方 天眼学府的赵琳儿等人 哪里经历过此等仗势 全都吓得退缩在后方 殊不知 林皓手中的底牌 却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 既然如此 今天你们所有人 谁都别想逃 将独一脸残虐 冷然道 大厅内的武林学府 也都纷纷抽出武器 双方战况 一触即发 咦 不是有庆功宴吗 怎么如此狼结 就在这时 淡淡的声音 突然响起 旋即 一道身影 犹如鬼魅一般 在场中闪现而出 这人 赫然是之前的那名银发男子 魏平 见到来人 僵独和秃头老者 皆是神情微变 然后皱起了眉头 因为 此刻魏平的出现 无疑是搅乱了他们的计划 反观天眼学府的应援子他们 脸上顿时涌起一抹惊喜之色 这个救星 简直来得太及时了 见状 林皓心神微动 直接将荆轲和狼王 收入系统 宠物背包之中 既然有人出头 自然也就无需暴露底牌力量了 客栈大厅 魏平的出现 顿时令得此处剑拔弩张的氛围 一下子消散了大半 他的身份 代表着九大殿宗 在那等庞然大物的背景之下 学府势力与其抗衡 无异于以卵击石 这么丰盛的宴席 实属浪费 魏平望着满地狼藉 摇了下头 看来我是没有口福了 严霸 他转身 走向客栈大门 当穿过隔绝阵法光幕的刹那 外界的声响 顿时传荡而入 这等悄然无声的动作 便是破除了阵法 不禁让的江独和秃头老者 皆是眼神微沉 即便他们二人 达到半步圣域的修为 在没有阵法预检的情况下 也得动用蛮力强行破开 由此可见 这个魏平的实力 绝对远超他们 今日的庆功宴 老夫代表天眼学府 再次多谢江府主的款待了 英元子脸色沉着 看向江独等人 冷然道 另日 我们再向武林学府 回一泄礼 言罢 他便是一挥袖袍 领着林浩他们 直接走向客栈的后院 至此 天眼学府和武林学府的两子 算是彻底结上 江兄 难道就这样 让他们跑了 兔头老者眉头一皱 颇为不甘地说道 无妨 来日方长 以后有的是机会 江独目光冰冷 盯着林浩等人离开的背影 阴沉道 此次魏平的出现 看似无异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他分明是为天眼学府出头 若是今日继续不依不饶 惹恼这位殿宗的大人物 对于他们而言 并非有利 对 尤其是那个林浩 死子定不能留 文言 兔头老者深吸了一口气 满脸怨毒的道 林浩耳一微动 听着后方的说话声 原本释然的心态 反而改变了主意 当踏出客栈大门的时候 两刀细小的黑影 悄然掠出 江兄 今天实在扫兴 改日我们再从长计议 告辞 对于魏平的阻扰 秃头老者此刻的心情 显然颇为不爽 嗡 然而 就在他正欲离开旧时 客栈大厅内 原本消失的隔绝阵法 突然再度凝现 外界的任何动静 尽数隔绝开来 怎么回事 突如其来的诡异一幕 武林学府的众人 顿时一眼惊愕 谁开启了隔绝阵法 江独眼中森然涌动 目光扫向众人 冷喝道 骑兵府主大人 我们没有 在场人群 立即摇了摇头 兔头老也是 将阵法御检拿了出来 发现也并非是这块御检 如果都没有 那又是谁 当下 众人目光四下张望 偌大的厅堂内 全都是自己人 殊不知 一只不满灵甲 巍巍蟒蛮蛇的螳螂 正前隐于天花板的柱梁上 目光冰冷地注视着下方人群 同时 在另外的一个角落 隐形状态的荆轲 缓缓放下爪中的阵法御检 毫无疑问 听妹的隔绝阵法 便是由她开启 将独眼神一沉 顿觉此举极为蹊跷 当即 一股强大的灵石 以她身体为中心 迅速延伸而出 这是螳螂 在灵石的探测中 将独很快便是发现 那柱梁上的狼王 她眼中瞳孔 猛地一缩 陡然抬眸看向听顶 颇感惊异 至于荆轲 圣域战力的她 即便是同境界舞者 也无法察觉到其气息 何况是仅有半部圣域的将独 杀 而就在将独抬头的刹那 早已叙事待发的荆轲 莫地暴虑而出 一抹黑盲掠过 将独尚未来得及 开启护体灵气罩 搏颈处瞬间被割破了喉咙 将独顿觉喉咙一痛 心中大惊 急忙调动灵力 封住伤口 避免血液外流 与此同时 她体内雄浑的气血之力 也是随之涌动 治愈伤口 到了她这等级别的强大舞者 血肉之躯的外伤 只要不是太过严重 都能自行医治 不过 荆轲的灵力公式 可并非仅此而已 一股黑色的致命毒素 几乎顷刻间 便是蔓延至将独全身 经脉和血管 肆意破坏 体内的灵力 由于经脉的受窗 根本无法调动流淌 当将独暗感不妙时 毒素已然侵蚀它的头颅 以及心脏部位 这两处 皆是人体最为致命的 要害之处 扑痴 将独向来冷酷的脸庞 终于涌起一抹浓浓的惊恐之色 旋即狂喷出一大口黑血 辅主大人 您怎么了 突然的变故 在场的武林学府成员 一时间惊慌了 却见将独飞蛋口吐鲜血 浑身皮肤 也是浮现出一条条黑纹 此等轻星 无疑正是中毒的迹象 难道是刚才的食物有多 想到这 众人脸色大变 顿时有些手足无措 纷纷自顾自地检查身体状况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 谁还会再去理会将独的死活 见此一幕 将毒怒及攻心 加快了体内毒素的侵蚀 旋即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时挺挺地倒在地上 他憋着最后一口气 目光死死盯着柱梁上 那始终没有动静的狼王 眼中充满难以置信之色 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他堂堂一介辅主 最终竟会落到此种下场 迟到死 都不知道谁才是凶手 而后 将毒一口气提不上来 彻底断失气息 将辅主死了 见状 秃头老者眼中瞳孔 微微一缩 他非常清楚将毒的实力 相比自己 尚且还要强上一些 可饶是如此 也在这种环境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遭受刺杀 如果接下来的目标 是我 心头转念间 秃头老者神情一景 已然不敢想象 是 当即 他以止带剑 击射出一道剑气 灵力射在隔绝阵法的光幕上 瞬间将其击破而开 秃头老者 没有丝毫持滞 身形移动 直接掠向大门 那落荒而逃的神情 完全没有往常 作为辅主的一丝威严 不过 狼王早已将其锁定为猎物 又怎会放他走 真 只见他双翅一阵 速度快若闪电般地飞冲而出 眨眼间 便是出现在秃头老者的身前 锋利刀枝 带起一股黑炎 猛地劈落 什么 秃头老者大吃一惊 如此近的距离 全身而退 已是无法做到 索性刚才僵毒的刺杀 让得他警觉性很强 千军一发之际 急忙凝现出护体灵护照 只听砰的一声沉响 护体灵气罩 顿时剧烈颤抖 犹如石块落入水面那般 激起一层层涟漪 秃头老者 不禁暗松了口气 旋即他定睛望去 却发现袭击自己的 竟是一团黑色火焰 为了不暴露身份 狼王特意引动了黑炎魔体 并将身上的黑炎扩散 掩盖了 他本身的真正面目 这是什么怪物 兔头老者心中惊骇之鱼 手中闪现出一把长剑 啪 然而 就在他遇要反攻时 身上的防护罩突然音声爆碎 那弥漫黑炎的刀枝 也是陡然间诡异变大数倍 直接将他整个人劈成了两半 血腥的场面 刺激着在场众人的视觉神经 短短时数息 两个半步生育的辅主 接连遭遇刺杀 完全吓坏了这群 仅有八级和九级的舞者 他们一个个浑身哆嗦地站于原地 不敢乱动 脸色苍白地盯着那团诡异的黑色火焰 因为 刚才秃头老者就是抢先逃离 方才被锁定为目标 这种时候 谁也不敢去当这个出头鸟 然而 荆轲和狼王已经完成零号的任务 哪里会再去管这群小喽啰 一闪之下 两只杀手宠物 便是消失在客栈大厅之中 等了半晌之后 眼看并无什么危险 在场众多武林学府成员 方才心有余悸地 按捏了一把冷汗 辅主大人 玄疾 他们的目光 齐刷刷转向旁边 中毒而死的僵毒尸体 似是因为惊吓过度 众人皆是一脸惊愣 完全没有了那种悲伤的情绪 一部分九级强者 甚至目光闪动 隐隐有着些许窃喜 毕竟辅主一死 武林学府群龙无首 必然要重选新辅主上位 如此一来 他们这些九级强者 无疑是 有了极大的机会 此刻 天眼学府的一行人 已然出现在客栈后院的兽棚之中 他们的飞禽魔兽 便是安置在此处 经过刚才一事 除了林浩他们四兄弟之外 其他那些小辈 依然是脸色紧绷无比 欲要赶紧离开武林城 这个是非之地 殊不知 对于他们最具威胁的僵毒 和秃头老者 就在刚刚 已经被林浩的宠物刺杀 老大 回到学府 我们定要不醉不休 秦宇搂着林浩的肩膀 迫不及待地煽动着 这个我赞同 一听喝酒 雷蒙抿了鸣嘴 当即点头乐意 有酒哪里够 叫上几个妹子 更是快哉 四兄弟再次齐聚 谷云乐心情极好 善笑着提议道 老四 你才多久没碰女人 这么快又惊虫上脑了 秦宇顿时笑骂道 事宜之前在远古战场的事情 要不是你 嚷着半夜溜走 兴许我 还能再享受一晚 谷云乐撇了撇嘴 颇为不爽 看到二人又在互损 林浩暗笑摇头 这两个家伙 别看平常时候吊锒铛 遇到正经事的时候 倒还算靠谱 旁边 赵琳儿听到谷云乐他们 还要叫女人 她柳眉微微一簇 不过很快 赵琳儿的眉头 便是缓缓舒展开来 她现在与林浩 不再是夫妻关系 二人没名没份 犹如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算林浩叫来 红尘女子饮酒作乐 她又有什么资格管 赵琳儿心中悠悠叹了一声 武林学府那些人 现在对我们虎视眈眈 此地不宜久留 有什么事 先回去再说 英元子四是对于 秦宇他们这般调侃 有些听不过去了 脸色凛然道 府主一出口 谷云乐和秦宇 当下只好乖乖收嘴 然后坐上了 疾风鹰的兽背上 林浩带着小白 却是施展风之意境 直接悬浮而起 她之前从混乱之灵 赶来此地的飞擒 乃是一头铁嘴鹰 如若继续使用 无非是加大了 暴露身份的风险 经历多年的险象还生 林浩的警惕性 以及隐私保护 已然不再像刚开始那般 少不更事 so 然而 就在林浩准备跟着队伍 飞往天际时 她的储物界 突然光芒闪动 紧接着 一道传音符 陡然飞掠而出 在其身前缓缓燃烧 领主大人 有急事汇报 请务必回来领电 随着传音符燃烧而起 紧迫的声音 也是在林浩的脑海中响起 这道声音 正是混乱之灵的总管 白灵 急事汇报 林浩身形停顿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听其声调 混乱之灵那边 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 以林浩对白灵的了解 如若不是什么紧急事件 一般都会自行处理 极少需要她亲自出面 老大 你怎么了 察觉到后方的林浩 突然停在半空 秦宇立即一拍鹰背 掉头回来 与此同时 古云乐和雷蒙 同样驾鹰飞到近前 老大 我的这只坐骑给你 秦宇一脸疑惑 误以为林浩在远古战场 受了什么内伤 想到这 他眼神带着一丝担忧 直接引动风之灵体 从鹰背上悬浮而起 我没事 林浩摇了下头 但笑道 突然想起有点事要处理 你们先回天眼学府 一听此话 秦宇他们微微一正 什么事 三人 几乎一口同声地询问道 这时 应援子他们 也都齐鹰飞到近前 目光困惑地看着林浩 对于林浩突如其来的变卦 也是有些意想不到 放心 没什么大事 过阵子我再回天眼学府 到时候再会 林浩也不想与他们继续啰嗦下去 说完 便是直接朝着南边方向迅速飞掠而去 老二 我们要不跟老大去看看 古云乐眉头微皱 忍不住提议道 不用 就算去了 老大铁定也不会让我们跟着 秦宇看向旁边的雷蒙和古云乐 苦笑一声 难道 你们还不了解老大的为人 文言 古云乐他们二人 方才是然 自打他们结识以来 林浩的行事作风 向来就是独来独往 神秘得很 如若执意跟随前往 恐怕还会被林浩找理由撵走 这个林浩 还真是让人不省心啊 望着在天际中逐渐飞远的那道年轻身影 因原子摇头叹息 旋即 众人也不再多想 继续朝着天眼学府所在的方向 急飞而去 混乱之灵 初冬的时节 这片地域相较于其他地方 天气明显更加寒冷 冷风嗖嗖 两道急飞的身影 出现在半空中 他们一身神秘地穿着 脸带金属面具 朝着混乱之城所在方向 静止飞去 这两道身影 正是数天前 从武林城赶来的林浩 以及小白 由于小白并不会飞 若仔细一看 便能发现 他的脚掌之下 踩着两个小黑点 分别是金科和狼王 为其当作祭 也就小白 才有这个待遇 换作别人 门都没有 望着不远处 即将抵达的巨城 林浩眼神微沉 原本他以为是有外敌入侵 不过现在看来 城外排队进城的人流 秩序井然 一片祥和 这番想法 无疑是不可能的事情 若非外敌入侵 还有什么急事 能够让得白林那般紧迫 心头转念间 林浩和小白的身影 已然抵达城楼之下 并降落至地面 当初建城时 林浩曾下达过一道命令 但凡入城者 必须按照正常流程 从城门进入 否则的话 皆以入犯者定罪 将其射杀 即便是他 也得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 罗将军 城外出现两个神秘人 川伴似乎与领主大人相似 城楼上的哨战中 一名城防兵快步走路 对着坐于主位的罗汉 回报道 领主大人 闻言 一身戎装的罗汉 神情威力 旋即他猛然起身 大步走向外边 目光灵力扫向下方 很快 罗汉便是从进城的人流中 注意到两道神秘身影 看其川伴 俨然就是领主大人 以及一直追随其身边的神秘护卫 可是 就在刚刚 他才从城主府出来 而在城主府当中 领主大人一直都尚未出门 眼下这个家伙 又会是谁 罗汉眉头一皱 顿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对了 本命预检 这样想着 罗汉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块星红预检 其上符文 光芒闪动 随着罗汉在城楼上 走至城门口的顶端 双方距离越近 预检光泽 反而愈发暗淡 这个人 不是领主大人 望着手中预检 罗汉眼神一沉 由于林浩向来穿伴神秘 一直以来 混乱之领的高层人物 就是借此 确定其身份的属实 因为 这块预检中 融合了林浩的一丝 本命精血 只要预检接近他 符文光芒 便会愈发凝视和闪耀 而此刻 预检光芒暗淡 说明此人 并非他们的领主 这两个家伙 打扮得和领主 大他们那么相似 难不成是想打什么坏主意 罗汉双眼微眯 目光凶利地盯着林浩和小白 无怪前阵子领主大人 就曾叮嘱过 最近要严防一些 可疑之人出现 原来是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冷声喃喃自语间 罗汉陡然纵身一跃 直接落至城门口的地面 参见罗将军 城门口的哨兵 立即攻身行礼 周遭准备进城的人群 脸色微凛 纷纷退后开来 似是对于 这位凶名在外的罗将军 颇为畏惧 看到罗汉走来 浑然不知情的林浩 神色淡漠地赞赏道 罗汉看来你确实下了功夫 城防的秩序 近期发展得不错 然而 罗汉走至近前 却是并无像 往常那般恭敬行礼 装得挺像嘛 竟然连声音都能模仿 他目光胸利地盯着林浩 刚一脸旁 涌起一丝冷冷笑意 闻言 林浩眼神一沉 冷然质问道 罗汉 你可知在与谁说话 若是在以前 在林浩这般威严之下 当场就得下跪在地 不过此刻 罗汉的脸上哪有丝毫敬畏 盯着林浩的眼神 愈发凶狠 罗汉 你说这话 什么意思 林浩眉头一皱 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 什么意思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想伪装到何时 罗汉吃笑一声 玄机冷喝道 来人 把这两个家伙的衣服 全给扒了 是 罗将军 听到命令 周边的一百多名城防兵 立即围了过来 各个凶神恶煞 放肆 你们竟敢对领主大人不敬 小白眼神一利 当即口吐人言 怒声道 到了这种时候 竟然还敢口出狂言 真是活腻了 罗汉眼中怒意涌动 冷声道 还在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拿下 煞时 周遭的城防兵 如同扑石的鹰鹫般 当头对着灵昊和小白 他们爆扑过去 哄 然而下一刹 一股无形的雄魂灵力 席卷而开 直接将那些城防兵们 震得连连后退 城防兵们 顿时脸色微变 如此强横的能量波动 并非他们能够 抗衡得了的层次 八级武者 罗汉双眸微眯 显然也是没想到 这个假领主的实力 如此之强 此等级别的敌人 唯有他亲身动手了 当下 他一步踏出 身上抱涌出一股 极端狂猛的灵力波动 与此同时 一把锯齿长刀 也是在他手中闪现 散发着凌冽的杀气 周围排队的人群 顿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 吓得纷纷四散而开 罗汉 你可知道你在干嘛 对于此等突如其来的变故 林浩心中困惑之余 也是有些怒意 他一脸冷然地道 把玉剑拿出来 便知真假 听得此话 罗汉更是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想不到你这个冒牌货 竟然还知道领主大人的御剑 果然是不简单 罗汉冷冷一笑 旋即手掌轻翻 心红御剑 再次被拿出 林浩眼神微宁 却见御剑上的符纹光芒暗淡 完全没有以前那般凝视光亮 怎么回事 林浩紧皱眉头 不禁浓郁了几分 此等情形 怪不得罗汉会以为自己是假的 难道是御剑出现故障 心头思索间 林浩觉得这个可能性显然较大 你去叫白林过来 林浩冷声道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还真当自己是领主了 然而 眼下这种命令的口吻 对于罗汉而言 却是完全行不通 他手中锯齿长刀 猛地抡起 鸿芒闪动间 带着一股灼焰 狠狠劈向林浩 碰 金铁交割的沉重之声 陡然响起 却见小白掌握浩天悬棒 挡住了那宽厚的刀身 哄 旋即小白原掌一抖 狂猛的力量波纹震荡而开 赫然把罗汉震得连退束步 浩强的力量 罗汉心头微领 盯着小白手中 那杆赤金悬棒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却见那布满悬翼纹路的铁棒 刚才他的刀刃劈砍之下 竟然连一丝痕迹 都没有留下 不难看出 此棒的坚固程度 极端强韧 这种公然以下犯上 加之欲减失效 林浩心中的困惑 无疑是更大 罗汉 若是不想受处罚 即刻叫白领过来 兴许还能免你一番帐行 林浩眼中透着一丝冷意 气势颇具威严的陈鹤道 闻言 罗汉脸色微微一正 惊疑地盯着林浩 因为 眼前的林浩 严刑举止间 那种冷漠的威严 与他忠诚无二的领主大人 几乎毫无差别 可是 领主大人自从上个月回来后 就没有外出 一直都在布局举兵 进攻大颜王朝的军事 况且 这块本命预检的符文显现 已经非常直观 该不会 是预检坏了 领主大人 刚刚正好有事外出 思索间 罗汉喉咙滚动 不由地暗咽了下口水 想起刚才对林浩那般 以下犯上的行为 他心里顿时有些发寒 看来 还是确定一下比较稳妥 罗汉犹豫再三之后 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张传音符 白总管 领主大人是否在城主府 传音符引然的同时 罗汉粗犷之声 也是响起 林浩一脸淡漠 沉静地等待着 感觉这次回来 愈发感到蹊跷 但整个过程 他依然处于迷茫之状 唯有等白林过来 才能知晓了 不用等了 本领主在这 然而 还没等白林回复 两道黑影 不知何时 已然出现在城墙之上 这二人 无论穿着 或是脸上的金属面具 俨然与林浩和小白一模一样 听到声音 城门口处的人群 纷纷抬眸望去 参见领主大人 见状 在场的众多城防兵 全都攻身行礼 罗汉脸色微正 立即拿出预检 朝着城墙上的两道黑影 举手伸去 预检上的符纹 顿时闪述出新红色的光芒 明时光亮 这是真的 罗汉眼神微宁 当下一脸敬畏的行礼 该死的冒牌货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一下 你该如何狡辩 紧接着 他转头看向林浩 脸上神情 陡然变得凶狠起来 这 林浩抬眸一看 顿时心头微沉 算是彻底明白 他领主的身份 竟然被别人 给纠战雀巢了 林浩眼中森然涌动 盯着城上的二人 看得出来 这两个冒牌货 也是下足了功夫 无论穿扮或是个头 与林浩他们 都近乎相似 而且 为首那位假领主 言行举止间 也是模仿得极为恰当 此时的他 犹如躲在暗处的毒蛇 目光阴冷地将林浩 给盯着 隐约间 还夹杂着愤恨之意 那般隐晦神情 仿佛与林浩 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是谁 林浩冷声质问道 为何要冒认我的身份 你这冒牌小丑 说话当真可笑 假领主冷然一笑 俯视着城下的林浩 淡淡道 我就是混乱之领的领主 蓝领王 一听此话 林浩眼中含义 愈发浓郁 是 林浩身上灵力涌动间 手掌探出 雄浑的灵力 瞬间凝成一道掌印 猛地爆轰而去 假领主身旁 那位假冒小白的黑衣人 也是一掌击出 碰 阴冷的黑色灵力 自他掌中激荡开来 只听一声爆响 便是将林浩的攻势 轻易化解 林浩脸色微微动容 目光转向那个黑衣人 对于后者的能力 林浩感受到一股 极强的危险气息 这种感觉 即便是半步圣域的僵毒 也没有像现在这般浓烈 由此可见 这个黑衣人的实力 绝对在僵毒之上 半步圣域的修为 在网上 就是圣域 想到这 林浩心头一跳 此等强悍的强者 怎么会看上 他这个小小的领地 混账东显 假冒我们领主大人 就已是重罪 竟然还敢袭击 罗汉本就性情暴裂 此刻看到他效忠的领主 受到林浩攻击 顿时勃然大怒 弓箭手 出炼 一声爆喝 猛地响起 下一撒 城墙上陡然冒出 一大批弓箭手 齐刷刷拉弓上剑 直接锁定了林浩和小白的身影 甚至是连羚羊炮那等凶悍杀器 也都搬了出来 罗汉举起手 正欲下令射击 可就在这时 急促的叫声 突然响起 等一等 声音落下 一道白影 自城门里边 奔掠而出 众人定睛一看 正是混乱之领的总管 白灵 白灵总管 你来得正好 这个两家伙 竟然冒充领主大人他们 看到白灵到场 罗汉当即愤然道 闻言 白灵脸上神情 并无多大反应 他目光深深看了林浩一眼 旋即拿出御箭 试探了一番 结果 也是与罗汉的那块一样 御箭靠近林浩 黯淡无光 接近那名假领主 却是心红凝石 对此 白灵眉头微皱 眼中掠过一抹沉思 你们 还在等什么 把他们拿下 脸带面具的假领主 声调与林浩近乎相同 冷声喝道 闻言 罗汉等人脸色一灵 当即躬身道 遵命 领主大人 都给我住手 然而下一霎 白灵却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 猛地一声爆喝 此等违抗行为 顿时令得罗汉等将士 皆是一脸错愕 城上 假领主目光一寒 冷视着白灵 阴沉道 白总管 你可知自己在干嘛 白灵抬头看了假领主一眼 却是沉默无语 旋即目光 重新看向前面的灵浩 灵浩同样沉寂地 与白灵对视 经过半年多的相处 以及联手抗敌 他们二人的关系 隐约间 早已形成一种心灵默契 可否回答我一个问题 白灵目光深沉地盯着灵浩 语气并非罗汉那般偏激 说吧 灵浩一脸淡漠 从容不迫地道 混乱之城 大气磅礴的城门口处 由于刚才打斗的动静 已然引来众多人群 密密麻麻的人影 将此处围得水泄不通 而对于突然出现的两个领主 在场之人 无论平民伤骨 或是将官士兵 各个满脸惊讶之色 因为 白灵此刻的反常 让得他们也无法真正确定 谁才是真正的领主 我的问题很简单 白灵一脸郑重地问到 可否知道 领主大人那天夜晚遭遇刺杀 我离开时 你说过什么 说完 白灵目光死死盯着灵浩的双眸 试图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出丝毫的变化 听得此话 灵浩眼神微宁 脑中搜索记忆的同时 开始浮现出 那天晚上的场景 从某个角度来讲 灵主如若一死 那么能够从中 获得最大好处之人 必然是最有嫌疑 而作为城内总管的白灵 相当于掌握权势的二把手 难免不会受到猜疑 那晚 刺客被灵浩反杀之后 白灵正好匆匆赶来汇报军况 记忆画面中 却见白灵欲要离开时 却是突然停下脚步 沉着道 灵主大人 属下并无一心 灵浩淡然回道 我相信你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 二人之间的信任 达到极高的默契 你可否知道 眼看灵浩沉寂不语 白灵耐着性子 再次问了一下 灵浩抬谋 与白灵对视 淡淡道 我相信你 闻言 白灵的反应 正如那晚一样 垂放的双手 微微一颤 心中对于灵浩的猜疑 也是在此刻 瞬间荡然无存 灵主 果然是你 白灵目光闪烁 激动地盯着灵浩 旋即 他微微弯腰 竟是在众多目光下 对着灵浩躬身行礼 这 见此一幕 城防军的罗汉等将领 顿时间愣住了 这个来历不明 并且假冒灵主的神秘家伙 难道才是真正的灵主 这样想着 他们惊异的目光 纷纷转向城墙上的那位 黑衣人 假灵主 仅凭一句口头之言 便是判别灵主的身份 你们难道不觉得有些草率 假灵主眼神阴沉 与其不温不火地淡然道 又或者 白总管 其实已经与此人串通 欲要谋权篡位 听得此话 罗汉等人神情一变 却见他们原本静怡的脸色 陡然变得严谨起来 白总管 我也觉得你这个说辞 确实草率了 罗汉语气低沉地说道 必须用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证据 来证明灵主大人 罗汉 你个蠢货 白灵眼中怒意涌动 斥责道 跟领主大人那么长时间 你难道还不清楚 谁才是真的 罗汉脸色一灵 沉着道 感觉什么都是虚的 我只看证据 他的态度 显然极为坚定 毕竟领主的身份 孰真孰假 并非二戏 他可不想搞到最后 自己效忠的领主大人 竟然只是一个冒牌货 无妨 灵浩挥手 阻止了欲要继续辩驳的白灵 对于这一点 他其实并无丝毫怪罪之意 反倒觉得 罗汉这般严谨的举动 很是可取 能够避免城中出现内鬼 从而篡位夺权 此次真假领主 他虽说可以动用武力 直接解决 不过 即便赶走了这两个冒牌货 但对于这群将领 或多或少 会存在不信任的心理 唯一解决的方法 就是凭借证据 来证明他的真正身份 然后再去处理他们 白灵 你就按照他说的做 灵浩一脸淡然 旋即抬头看向城上的那位假领主 冷然道 我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知道我有多少底牌 白灵郑重点头 他的智商并不低 很快便是明白了灵浩的用意 白灵略作沉吟了一会 便是看着灵浩 询问道 你是否拥有一只蚁皇 文言 众人脸色微正 顿时对于白灵这番话 非常认可 众所周知 上次新与帝国的大军入侵 第一场战役的胜利 便是凭借那只巨型蚁皇 召唤一群大军 方才击溃敌军 也就是说 即便灵主大人 没有以真正面目显露 那只强大的蚁皇 却能象征他的身份 灵浩并无多言 心神微动 直接召唤出系统宠物背包中的蚁皇 不过 为了掩人耳目 指定出现地点 却是在地底这中 旋即 在场的无数道目光 便是察觉到灵浩身前的地面 突然迅速蠕动 是 紧接着 一只浑身覆盖火焰铠甲的巨型火纹椅 陡然自地底中窜出 周遭气温 也是因为他的出现 逐渐灼热升温 没错 这正是领主大人的火眼 当看到以皇那般猙獰的形态 罗汉等人眼前一亮 顿时就将其认了出来 你呢 白铃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抬头看向城墙上的那个假领主 这一下 看你如何伪装 假领主双眼微眯 倒也没有多说废话 手掌一挥 嗖 光芒涌动间 一只巨大火蚁 陡然闪现而出 只见他通体火焰萦绕 浑身厚实的躯壳 宛若铠甲一般 透着坚硬的金属光泽 这 见状 白铃脸色微变 眼中略过一抹不可思议之色 显然也是没想到 这个帽牌货 竟然拥有与领主大人一样的宠物 看其形体 近乎与林浩那只蚁黄一模一样 望着那只帽牌蚁黄 林浩眼神微沉 由此可见 这两个家伙 无疑是有备而来 随着精神力延伸而出 林浩明显感应到 这只高仿蚁黄 并无丝毫的生命气息 受魁 林浩心头微领 当下便是 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唯有这种手段 方才能够在外形上 炼住的如此相似 否则的话 没有动物进化系统 又如何培育出此 等独一无二的宠物 对此 林浩倒是没有过多惊讶 毕竟在之前的两次战役中 蚁黄就是暴露在外的宠物 若是有意模仿 并不困难 灵主大人的宠物 不仅拥有分身能力 还可召唤火蚁群 白灵眼神凝重 继续增加了证明 蚁黄 秀一下 林浩心神微动 暗自下了一条指令 蚁黄的宠物技能 共有两种 分别蚁兽召唤 火影分身 而后 却见蚁黄全身火蚊涌动 瞬间分裂成 百余之一模一样的蚁兽 然而这时 那只兽魁蚁黄 也是浑身火焰缭绕 陡然变换出一道道 蚁兽分身 双方数量 近乎相同 林浩眼神微宁 想不到这个冒牌货 竟然连此等技能 也都被抄袭了去 接下来 便是蚁兽召唤了 嗖嗖嗖 片刻后 在众人翘首以待的目光下 远处大地 出现了一大片红巢 速度极快地汹涌而来 密密麻麻 全都是火蚊蚁 那般恐怖的数量 起码有数十万之多 望着这一幕 众人眼中瞳孔 猛然一缩 脸上满是震撼之色 周遭围观的平民们 顿时吓得退缩至城内 然而 这么多火蚊蚁 此时朝着同个方向 暴涌而来 他们也无法分辨出 究竟是谁的蚁皇召唤 而后 随着火蚁大军越来越近 红色浪潮 却是突然一分为二 视线中 一股朝着林浩 所在的方向涌去 另一股蚁朝 而是涌向城墙处的 那只冒牌蚁皇 见状 白领脸上神情 愈发凝重起来 想不到 对方的手段 竟然如此高超 不仅仿造出 与领主大人一样的宠物 就连技能 也是毫无差别 反观罗汉他们 无疑是更加困惑 林浩的脸上 依然从容不迫 这两个家伙 能把蚁皇都仿造出来 其中技能 定然也是 有所准备 所以 眼下的状况 在林浩看来 并不出奇 领主大人 怎么办 白领眉头一皱 目光询问地看向林浩 一时间也不知道 如何是好 虽然他心中非常笃定 眼前的林浩 便是领主 但一直以来 林浩的形式作风 极端神秘 对其底牌了解甚少 就连真正面貌 都未曾见过 故而此刻 他也不知该如何证明 林浩 你回我在大阎王朝的计划 又在混乱之领 抢我的布局 黑衣人贾领主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目光阴沉地盯着林浩 暗存道 这一次 我就夺了你的领地 心中泥南间 黑衣人眼眸深处 涌动着难以遏制的 恨意和杀气 谁都想不到 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大阎王朝的 三皇子 阎洪毅 当初在发起政变夺权之际 为了保留一手 他在师父的帮忙下 动用某种高级法术 分离了灵魂 一半留在本体 另一半 则是夺舍了某个 天赋优秀的青年武者 如此一来 即便本体死掉 那寄存于青年武者身体的另一半灵魂 便能苏醒 经过半年的休养生息 阎洪毅终于掌控身体意识的主导 可是当得知他在混乱之岭布局多年的计划 竟然已经实行 并且被别人抢了去 无疑是极为愤怒 经过暗中调查 他发现 这位神秘领主的种种行为轨迹 都与林浩非常相似 直到林浩前去武林城 阎洪毅方才断定 这个抢了他布局的神秘领主 定然就是林浩 借此机会 阎洪毅心生遗迹 请来师父协助 一切准备周密之后 便是上演了现在这一出 而此时 站于他身旁边的神秘黑衣人 就是他的师父 一个修炼黑暗戏武学 实力达到圣域灵英镜的五道强者 阎洪毅立于城上 目光细血地俯视着林浩 他有着极大的自信 此次布局 必然将林浩吃得死死 因为 林浩最为关键的一点 那便是不敢暴露真正身份 否则的话 自从当上领主之后 却一直都保持着神秘穿伴 正因如此 阎洪毅俨然吃定了他 想要证据 我们狂族 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在这时 一道粗野的声音 忽然自人群中响起 紧接着 城门口围观的平民们 连忙散开一条过道 却见在人群的后方 一群身披厚重铠甲的狂战士 气势强悍地快步走来 为首那个强壮男子 正是以前狂族部落的首领 如今狂战军团的将军 打雨 走至近前 打雨目光凌厉地扫向灵号 仔细打量起来 旋即 他又看向城上的颜红翼 眉头微微一皱 从外形上 二人身高相近 又有面具指挡 若是单纯凭借此等方法分辨 简直愚蠢至极 然而 本命遇见 以及以皇的两种可靠方式 已然尝试 根本无法确定 谁是真正的领主 如今 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 那便是医治狂战士的后遗症 我们狂族部落 承蒙领主大人的恩德 方才能够过上现在这般美好的生活 打雨兄弟眼眸中 闪动着一丝杀意 沉声道 如若今日 有谁让得我们狂族的大恩人 遭受屈辱 即便逃至天涯海角 也必将其斩首 言罢 打雨也不再废话 陈鹤道 阿猛 出来 旋即 一个体型魁梧的狂族青年 从狂战士队伍中 大步走出 哼 几乎是瞬息间 那个狂族青年 当场狂化 顿时气息暴涨 发疯式地冲向旁人 不过很快 便是被打雨一脚踢倒在地 然后冲上两名狂族战士 将其死死压住 见此一幕 严弘义眼神微沉 隐隐有着一丝不好的预感 林浩与狂族的交接 向来主张亲自操办 相互之间有什么交流 非常隐秘 就连林浩 能够医治狂战士后遗症一事 也从未在外界暴露过 而他们有什么证明身份的线索 无疑是这阵子 严弘义比较深思的一点 果不其然 在这个结果眼上 狂族一方 竟是出面了 众所周知 我们狂族战士 自古以来 一旦狂化 便会出现丧失意识的后遗症 一直受人排斥 达雨脸色沉色地说道 所幸 领主大人懂得医治此种后遗症的神通 方才将我们狂族 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所以 如若谁能医治好它 谁就是我们的领主大人 声音落下 达雨目光投射向那高高在上的 假领主颜弘义 问道 是否 你先来 一听此话 颜弘义顿时愣住了 显然也是没想到 林浩竟是还有此等高超的医术 到了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狂族部落怎会这般心甘情愿地跟随林浩 并且狂化后 还能拥有意识 不用劳烦那位领主大人了 我先来 但笑声响起 林浩脚步迈出 竟直走向了那个狂化青年 城门口处 人群中 在众多目光的好奇注视下 林浩从容不迫 走至那名狂化青年的身前站定 放开我 老子要杀了你们 狂化青年满脸力气 疯狂地挣扎着 由于力量过大 那两名将其压住的狂族战士 差点被脱手震开 急忙也是引动了狂化状态 林浩手掌探出 直接按在了狂化青年的额头之上 系统 开启治疗 随着指令一出 系统即刻执行起来 林 正在锁定对象中 恭喜宿主 以完成对目标进行治疗 消耗羚羊食时 随着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林浩目光清台 却见眼前的狂化青年 原本壮若疯狂的神情 逐渐冷静下来 你们两个 压着我干嘛 意识清醒 狂化青年发掘身上 压着两个狂战士 顿时疑惑问道 不过很快 他便是反应过来 想起刚才达宇首领 吩咐他的任务 我 我的狂化后遗症 治好了 感受着身上的变化 狂足青年 惊喜万分 这 就成了 见此一幕 围观人群 不由得瞪大双眼 颇感震撼 严贤义眼神微沉 对于林浩这般医治手法 浑然看不出半点门道 即便是他身旁的神秘师傅 冷漠眼眸中 也是闪过一丝诧异 我和白灵猜得没错 这阵子在城内的领主 果然是个冒牌货 达宇目光闪动 刚毅的脸庞 顿时涌现一抹惊喜之色 恭迎领主大人 当即 达宇魁梧的身板一弯 直接毫不犹豫地 对着林浩攻身行礼 恭迎领主大人回来 紧随其后 周边的狂战士们 同样是弯腰行礼 陈亮的吼声 齐齐响彻而起 望着这一幕 罗汉整个人 顿时惊呆了 白 白总管 他真的是领主大人 他表情错愕地看向白灵 询问道 是的 白灵郑重地点了下头 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罗汉一眼 毕竟就在刚才 这家伙的反应 无疑是最为偏激 这 得到白灵的确定 罗汉浑身一僵 该死的 我就是个蠢货 回想刚才对林浩那般无理的行为 他忍不住深吸口气 心中暗骂了一声 混账东西 这样想着 罗汉脸色铁青 瞬间恼羞成怒 抱和道 把那两个冒牌货抓起来 若敢违抗 杀无射 声音落下的刹那 数千名弓箭手 陡然调转方向 锁定了严贤义 以及那个神秘师傅 紧接着 数百名城防军 全副武装地冲杀过去 城墙上的二人 并无在此纠缠 只见他们身形一动 直接飞掠至半空 放箭 罗汉眼神一立 立合道 羞羞羞 一时间 密密麻麻的箭矢 对着上空两道黑影 抱射而去 嗡 然而下一刹 却见严贤义手掌探出 一股黑色气雾弥漫开来 直接是吞噬掉了所有箭矢 这是 吞噬星空的武学 见状 林浩眼神威宁 对于此等功法 他再熟悉不过 你很幸运 这一次 又被你搬回一局 严贤义目光阴冷 犹如毒蛇一般的 俯视下方林浩 搬回一局 闻言 林浩心头威灵 感觉这话听起来 双方似乎有什么恩怨 想到这 林浩目光凝视着严贤义的同时 脑中迅速搜索着 与他结怨的相关人群 不过 以他向来狠辣手段 劫仇之人 绝大多数都已经处理掉 故而一时间 林浩也是想不出个所以然 对了 吞噬武学 玄机 林浩转念一想 最终 综合所有信息 唯一具备可能性的人 竟然是三皇子 严贤义 怎么可能 林浩心头威尘 顿时颇感诧异 因为 早在半年多前 严贤义已经在万龙阁的拍卖场通道 被其杀死 并且动用了搜魂术 将其彻底抹杀 怎么可能还活着 林浩进一之际 脑海中重新调动出搜魂术的那些记忆信息 很快 从其中一段记忆信息中 林浩终于发现 严贤义灵魂分离的有关情况 灵魂夺赦 想不到这家伙 竟然还保留了如此毒辣的一招 原来是你 林浩眼神威宁 冷饰着上空的严贤义 呵 为了报复你 这半年来 我可是 每天都费寝忘食 等待着机会 严贤义冷然一笑 双方的身份 虽然并无明说 但交手了那么多回 各自早已心照不宣 可惜 这个机会 又夭折了 林浩同样冷笑一声 故意刺激着对方 我真想看看 你现在的这身皮囊 究竟长得怎么样 严贤义的心智 远超常人 这番激将法 对于他而言 完全没有效果 只要他的真正面目没有显现 那么就能一直潜映于暗处 因为 林浩的底牌层出不穷 他实在无法笃定 即便请师父出面 也不知能否 将其杀死 师父 这次劳烦您陪我演了一场戏 旋即 严贤义看向身旁的黑衣师傅 敬畏道 接下来 就再麻烦您出一次手了 黑衣男子略作沉吟了一会后 便是轻叹一声 此子的气韵极强 他若是继续活着 必将阻碍了你发展的前程 说到这 他暗自摇头 嘶哑道 也罢 趁他尚未加入殿宗之前 再次把他处理 倒也是最为合适 听起口气和声调 似是一名上了年纪的男子 紧接着 一股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 自黑衣男子的身体 不断散发而出 这股能量 令得周遭的天地灵气 都是因此震荡起来 形成了圣玉境的强大气场 笼罩这片区域 好强的气息 白灵 罗汉 以及达宇他们 顿时心头一致 黑衣男子的强悍气息 让得他们仿佛有种窒息的感觉 果然是圣玉强者 灵浩眉头一皱 眼中神色顿时凝重起来 注意到灵浩那凝重的眼神 严贤义心中冷笑 当时皇宫政变一事 若非师父正在闭关修炼 成败还很难讲 所幸 这次师父出关 已然成功突破之圣玉 对付混乱之领的这群乌合之众 亦如反掌 不想多吃苦头的话 自费午休 让我徒儿亲自处置吧 黑衣男子目光冷漠 俯视下方灵浩 淡淡道 做梦 灵浩冷哼一声 理都未曾理会 便是施展风之意境 末地暴虑而起 不过 他却并无发起攻势 残影掠过肩 其飞行的方向 反而是朝着城外山林 急速飞去 以黄钻入地底的同时 也是被灵浩 收尽了系统宠物空间 想逃 严贤义嘴角 泛起一抹戏谑的笑意 这次 就算插翅 也难逃 黑衣男子 眼神古井无波 望着灵浩脱逃的背影 他凌空踏出一步 身形晃动之下 以一种极端恐怖的速度 直追灵浩而去 严贤义身形略出 紧随其后 快拦住他们 用羚羊炮 见状 白鳞神色一紧 当机立断地下令道 顿时间 二十架羚羊炮 全部亮起璀璨光芒 能量迅速凝聚 轰 轰 轰 符文如洞间 道道硕大的炮芒 疯狂呼啸而出 羚羊炮的威力强悍 恐怖的能量波动 对于严贤义如今的修为 有着极大威胁 他眉头微皱 哪敢任由那些炮芒 轰射到身体 杀 当下 一把黑色长剑 自严贤义手中闪现 无数道剑气激荡而出 与那些炮芒 狠狠轰撞在一起 砰砰砰 嘹亮的爆炸声 在天际中轰响 狂猛的能量倾泻开来 肆意席卷 直接将严贤义阵的倒飞而出 最后重重砸落在下方地面 察觉到后方状况 黑衣强者身形停顿 欲要出手 不过很快 却是被严贤义阻断 师父 不用理我 请助我杀那个小子 严贤义眼神很利 擦掉嘴角渗出的一丝鲜血 满脸怨恨的大声道 既然你执意如此 为师就帮你斩断心魔 闻言 黑衣强者暗自叹息 他看得出来 经过数次败在林浩的手中 严贤义的内心 已然产生了心魔 即便严贤义武修天赋极佳 但在心魔的影响下 在武道中 必将无法有什么大成就 玄机 黑衣男子也不再多言 目光锁定林浩逃至山林的背影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灵力追去 圣玉进武者的速度 快得惊人 短短数息间 便是掠置林浩身后的 十数丈之远 必须再坚持一会 在那黑衣强者追来时 林浩眼神微沉 望着前方山林 还有一大段距离 他这番行为 表面看似逃跑 其实却是别有用心 面对此等圣玉强者 就算是混乱之领的军力 加在一起 想将其击退 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唯有动用系统宠物 方才能够把损失降至最低 可是城门口处 围观群众极多 不乏有其他势力的眼线 为避免系统宠物们曝光 只能以逃跑的方式 引得那位圣玉强者进入山林 便能毫无顾忌地战斗 蚁皇 拦住他 林浩心神一动 蚁皇瞬间从系统宠物空间暴力而出 浑身火焰营绕 静止扑向那即将追来的黑衣强者 区区一只蚁兽 还无法阻我 望着那凌空扑来的蚁皇 黑衣强者目光冷淡 手掌猛然探出 嗡 煞时 一股极端雄魂的灵力呼啸开来 直接在半空中化为一道中顶能量虚影 轰然砸落 几乎是一照面的功夫 蚁皇瞬间被砸落置地 死死镇压 发现蚁皇被一招制服 林浩心头一沉 圣玉舞者的实力 相较于半部圣玉 果然强太多了 蚁皇的阻拦 并没有取得半点成效 却见黑衣强者又是一掌拍出 澎湃的灵力迅速凝聚 这一次 陡然化为一道巨大的掌印 直接对着林浩的背后 狠狠爆轰而去 这一掌 蕴含着极端恐怖的灵力波动 呼啸中 激荡出阵阵尖锐的音爆之声 这等攻势 比起刚才的招式 还要灵力强悍 声势骇人 林浩眉头紧皱 旋即也不再迟疑 心神一动 直接召唤出荆轲 不过 在荆轲掠出的刹那 便是开启了隐形状态 即使对方有所察觉 也无法看到荆轲的真身 嗖嗖嗖 荆轲一出现 双翅震荡间 陡然施展出 暗影光翅的技能 顿时间 一道道黑影光刃 犹如风刃一般 密码暴射而出 只听一连串的暴响声传出 那道灵力掌印 直接是被射得千疮百孔 陡然消散 荆轲如今的宠物等级为SSJ 战力达到六万数值 堪比圣玉灵音镜的层次 这般交锋之下 双方招式 无疑是势均力敌 嗯 突如其来的变故 黑衣强者眼中闪过一丝惊怡 刚才的抵御 明显并非灵号施展 况且 以灵号的修为 根本无法抗衡得了 圣玉武者的一击之力 他目光环扫 空荡荡的虚空 却是毫无踪影 隐形 黑衣强者眼神微沉 强大的灵石辐射而开 虽无法看到荆轲 却也感应到其气息波动 察觉到这一点 黑衣强者冷淡的神情 多了几分严谨 追赶灵号的速度 明显放缓了些许 毕竟能够一招化解掉他的攻势 这个神秘存在的实力 绝对也是达到胜域水准 不过 让那黑衣强者感到疑惑的是 灵号拥有如此强大的神秘保镖 为何还需要逃跑 对此 黑衣强者虽说有些奇怪 但为了能够给严贤益斩掉心魔 依然朝着灵号飞略的方向 紧追不舍 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这等神秘的保护 他眼神略显凝重 望着灵号的背影 声音嘶哑道 不过 我倒是要看看 你那神秘存在 能否挡住我这次攻击 声音一落 黑衣强者指尖轻弹 一道黑色光纹 陡然破空掠出 而后 黑纹扩散 显露出一道形体争鸣的黑色刃盘 疯狂旋转 吃吃吃 黑色刃盘高速旋转间 瞬间形成一股风暴盘旋周遭 闪现出极端锋利的韧光 声音尖笑 呼呼呼 虚空中 黑色刃盘疯狂旋转 速度越来越快 风暴肆虐 前后相距 虽有数十丈之远 但在那股风浪的余波吹袭下 灵号竟是诧异发现 皮肤传来丝丝刺痛 由此可见 黑衣强者的这件灵宝 拥有多么强悍的杀伤力 一旦遭受灵体攻击 就算变身龙人战士的形态 恐怕也得当场被割上 面对圣域强者词等恐怖攻势 灵号的心肩瞬间弥漫着危险 体表灵力涌动 形成了一层层凝实的护体灵气罩 与此同时 雄魂的精神力 也是身后凝成一道无形的能量屏障 黑刃旋转 切割天地 黑衣强者低语念了一声技能口诀 冷漠的目光锁定灵号的身影 猛然一掌挥出 咻 刹那间 黑刃圆盘化为一道黑芒 仿佛撕裂空间一般 以一种肉眼难以捕捉的惊人速度 爆掠向灵号 眼看那黑刃圆盘灵力攻来 一直潜引于灵号肩膀的金科 这时 也是发起了攻势 他的双眸鸿芒闪烁 立即施展出激光复眼的技能 是 两道新红色的光束 陡然从他眸中暴射而出 狠狠轰射在那黑芒之上 然而这一次 却并未取得多好的效果 只见激光的冲击 仅是令的黑色刃盘旋转速度稍微减缓 便是直接被蛮横切割而开 随着距离的缩短 在光刃旋转的切割中 红色光束寸寸爆碎 首当其冲 精神力屏障 如同保纸一般 陡然破裂 再然后 一层层护体灵气罩 也是几乎并无多大防御效果 短短瞬息间 尽数破除 近风灵体 灵号体表皮肤 顿时浮现出道道细密伤口 一丝丝鲜血 不断渗出 如若刃盘触体 恐怕当场就得被搅割成血肉模糊 此等灵力的攻势 即便荆轲不惧死亡 但灵号也不舍得 让其以身冒险 小狼 灵号心头一动 直接召唤出狼王 嘎 怪异的叫声响起 狼王一现身 便是直接施展出杀手锏技能 烈焰斩 形体缩放 两种技能叠加的瞬间 宛若长刀的一对前肢 覆盖熊熊黑焰 呼啸斩下 碰 顿时间 沉重的声音乍响 刃盘周遭萦绕的风暴 直接被硬生生劈散 那高速旋转的刃盘 也是在这一批之下 陡然卡壳 旋即被震得倒飞而出 攻势再度受阻 黑衣强者脸色一变 目光微凝 看向那一团突然出现的黑炎 脸上表情愈发凝重 难道刚才的神秘存在 就是这团黑炎 在黑炎的包裹中 黑衣强者无法看清狼王的形体 但能够感应到 后者散发出来的强悍气息 丝毫不弱于他 而此时 经过数次的阻击 林浩已然成功掠进了山林之中 他身形降落至地面 周围树木环绕 人际罕至 这种环境 即使暴露底牌 也毫无顾忌了 虽然不知道 你逃到此处有什么计谋 但我若要杀你 谁也拦不住 嘶哑的冰冷之声 在树林上空响起 紧接着 一道黑色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林浩前方 石树杖的区域 在其脚下 踏着刚才 那道黑色刃盘 缓缓转动间 一股可怕的能量波动 悄然弥漫而开 是吗 林浩没烧轻条 淡淡道 告诉你也无妨 只是觉得 在这里杀人 更加方便一点 文言 黑衣老者微微诧异 目光盯着林浩 眼眸中的阴冷 浓郁了几分 自信是好 但作为一个晚辈 用这种口气 就是狂妄了 旋即他低沉一笑 摇了摇头 说话间 黑衣强者似是觉得 脸上的面具 有些不适 灵气震荡间 直接将其绞成粉末 林浩眼神微宁 却见 那是一张 肤色极端苍白 眼角带有皱纹的脸庞 看其面貌 年纪约莫五十岁 你很有本事 就连颜红翼 都是接二连三地 败在你手中 黑衣强者目光 打亮着林浩 道 只要你一死 便能成为 颜红翼的踏脚石 继承你的所有器语 听得此话 林浩不怒返笑 人终有一死 不过 我的命 你还没资格 指手画脚 声音落下的刹那 一声凶利的虎啸 在山林中炸响 旋即 一道庞大的赤红兽影 凭空出现 站在了林浩身旁 这头虎兽 双翅铃鱼坚硬 宛弱金属般锋利 浑身萦绕红色闪电 争鸣的虎像 胸威十足 这正是零号 003号合成宠物 雷炎圣虎 其本体 是由四宝和火灵虎 经过合成 两种能量属性 进化成了更为强大的红色闪电 威力强悍 长翅的虎兽 见状 黑衣强者眼中瞳孔 猛然一缩 饶式他阅历丰富 也难以看得出来 这究竟是什么种类的高级魔兽 雷炎圣虎召唤出来之后 立即便是连同狼王 金轲 形成三角之势 围绕于黑衣男子周身 阻断了后者一切退路 而此时 随着隐秘行踪的时效一过 金轲也是显露出他冷酷的外形 原来 这只小动物 才是刚才的那个神秘存在 察觉到这一点 黑衣强者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目光死死盯着金轲 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零号的身边 竟然拥有三头堪比圣域的强大宠物 其个人资料信息 与严弘义之前提供的情报 明显有着极大差距 因为 按照严弘一半年多前 在皇宫政变一事 与零号的交手得知 零号虽说 也有数只怪异宠物相助 但实力 也就堪比人类午休的九级战士 哪有像现在这般 一出手 就是三头圣域魔兽 这 完全超乎黑衣强者的意料之外 现在 你是否觉得 这个地方 是否更方便杀人 零号站于后方 语气带着一丝玩味的淡淡道 黑衣强者表情凝重 面对此等局势 他已然没有之前那种 轻描淡写的高手风范 杀 一道指令传出 金科率先动身 一个瞬间移动的技能 陡然闪现在黑衣强者的身后 杀 寒芒掠过 锋利族刃 直视黑衣强者的头颅致命部位 顺宜 黑衣强者心中大惊 急忙身形移动 侧宜而开 然而 他躲避的速度 明显稍慢一丝 左耳瞬间被金科的族刃 割出一道血痕 雷炎圣虎和狼王他们 显然并没有给予黑衣强者喘息的空隙 没有任何持滞 几乎同时对着黑衣强者爆扑过去 顿时间 三兽一人 激烈站在一起 砰砰砰 密集的攻击声 在山林中 此起彼伏地响彻而起 不得不说 黑衣强者的实战经验 极为老练 即便一战三兽的情况下 也能应付自如 其利用吞噬星空武学的玄妙 化解了金科他们绝大多数攻势 然而 在此等高强度的战斗中 能量消耗极快 他的攻势虽说依然强悍 但不难看出 已经逐渐出现疲惫之势 如若继续维持这般局面 持久站下去 败局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在零号的操控下 雷炎圣虎他们倒也配合得极有默契 三兽之间 相互携战的同时 不断魔号黑衣强者的体能 等待着能够将其一次致命击杀的机会 这一点 黑衣强者同样有所察觉 而且越战越心惊 因为 眼下局势 与这三头强大凶兽缠斗 别说是击杀零号 恐怕想要全身而退 都难以做到 到了这一刻 他方才终于明白 严弘一为何会屡次败在零号手中 同时 也是意识到后者之前的那种自信 拥有如此强大的三头魔兽 这小子 确实有着狂妄的资本 好 兄弟的唬响声 震荡山林 雷炎圣虎张开 争鸣巨嘴 倒到红色电弧弥漫而开 陡然刮起了一股雷霆风暴 席卷向黑衣强者 周遭树木 在这股能量余波的肆虐扫荡中 尽数推毁 吞噬天地 一掌正开狼王攻势的同时 黑衣强者急忙冷喝一声 浓郁的黑雾自他身上暴涌而出 瞬间形成一道黑洞 吃吃 红色的雷霆风暴 汹涌而至 却是直接被黑洞吞噬而入 在吞噬之力的疯狂侵蚀下 雷霆风暴逐渐缩小 直至消散 嗖 不过 还没等黑衣强者喘息 荆轲又是一个瞬移 闪现在其头顶上空 千虫死亡 几乎是刹那间 荆轲陡然施展出合成技能 十数张偌大的黑色死亡 铺天盖地一般地 对着黑衣强者笼罩而下 黑衣强者脸色微沉 一眼便是看出 这丝网蕴含毒素 当即 他手握一把长剑 无数道剑影暴力而出 杀 杀 杀 十数张千重丝网 在剑气的攻势中 尽数摧毁 殊不知 在黑衣强者抵御的时候 荆轲已然开启隐身状态 顺移到身后 锋利族刃狠狠一次 吃 然而 圣玉镜的护体灵气罩 极端凝食 防御力堪比灵气铠甲 这一次之下 犹如统静粘稠的铁浆之中 难以刺入其内 嗯 黑衣强者心头一惊 想不到这家伙的战斗方式 如此灵力狠毒 如若没有灵气照护体 恐怕就得中招了 杀 而就在他正欲逼退荆轲之际 狼王和雷炎圣虎 又怎会给予他半点机会 黑炎刀芒 以及红色闪电 两道攻势 几乎同时暴冲过来 黑衣强者脸色大变 哪里还顾得着荆轲的刺习 急忙举剑横挡 雄魂的灵力 尽数灌注至剑身之中 砰砰 沉重的轰击声 响彻而起 黑衣强者顿时被震的气血 一阵翻涌 差点吐出一口鲜血 虽说并无受到伤害 但其体表的防护罩 却是受此影响 能量松动下 直接被荆轲的族人以此而入 黑衣强者 只觉后背心一阵刺痛 此等外伤 对于圣玉武者来说 并非致命 但要命的是 荆轲的攻击中 刺破血肉 一股黑色的致命毒素 瞬间暴冲而入 肆意破坏着经脉血管 有毒 察觉到这一点 黑衣强者心中大惊 完全没有想到 这只形似苍蝇的蜘蛛 竟然是一只剧毒之手 当即 他急忙调动体内灵力 阻隔毒素的侵蚀 身形也是急速暴退 避开三瘦的围剿 与此同时 他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枚阵法御剑 瞬间引动 嗡 煞时 一股强横的能量波动 迅速弥漫而开 陡然形成一个阵法 仿佛有一层迷雾 笼罩这片区域 困阵 灵浩眼神微沉 当下便是 察觉出此阵的功效 视线中 器物弥漫 根本无法 分辨出具体方位 对此 灵浩只能操控三瘦破阵 一道道攻势呼啸而出 阵法光目剧烈颤抖 短时间内 想要破阵而出 并非容易 黑衣强者借此机会 已然逃离山林 朝着远处飞掠而去 而此时 在混乱之城的区域 阵红义全然被 白灵他们死死咬住 无法脱身 嗖嗖嗖 小白手中的浩天玄棒 幻化出无数道棒影 凶悍呼啸而下 阵红义眼中同仁 狠狠一缩 当下急忙施展 吞噬星空的武学 黑洞弥漫开来 直接将那些棒影 尽数吞噬而入 轰轰 不过 这个时候 城墙上的羚羊炮 已然凝聚璀璨的 能量波动 爆轰而来 吞噬黑洞 虽说可以吸纳万物 但面对此等羚羊炮的攻势 哪里承受得下 如此庞大的能量 顿时间 黑洞崩溃 在能量的冲击下 严红一口吐鲜血地倒飞而出 羚羊炮 不要停 白灵眼神威灵 趁胜追击地下令道 城墙上的士兵们 立即动作迅速地搬运羚羊石 装在炮身之中 一时间 璀璨的符纹光芒 绚丽闪烁 哄哄哄 石树到硕大的泡芒 猛然暴势而出 见状 严红一脸色大变 以他如今的修为 想要全部抵御而下 也得遭受重创 嗖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黑影突然破空而来 雄魂的灵力呼啸开来 直接将那些泡芒尽数抵挡 此人 正是那位黑衣强者 然而 本就深重 剧毒的他 在此等攻势下 顿时伤上加伤 令得体内毒素 蔓延的速度陡然加快 噗哄 黑衣强者 顿时喷出一口黑血 饶是如此 他依然强忍伤势 带着严红一飞离此处 半空中 两道黑影 狼狈逃窜 他们 正是严红一师徒二人 待得远离混乱之城的时候 他们陡然飞掠而下 降落至一处山谷之中 与此同时 黑衣强者拿出一枚阵法御检 随着引动 一道隔绝阵法 瞬间笼罩这片区域 师父 怎么样 严红一看着脸色不对劲的黑衣强者 却无半点关心 反而兴奋问道 那小子 是不是已经被你杀死了 黑衣强者 一脸凝重地摇头道 没有 他身边的三只宠物 实在太强了 什么 还没死 一听此话 严红一神情一领 眼中的兴奋 瞬间荡然无存 原本以为 凭借师父的圣誉修为 杀死林浩那家伙 无疑是易如反掌 可是现在 听到的结果却完全超乎他的意料 这 怎么可能 师父 林浩的确有三只宠物 但都只有九级舞者相近的实力 严红一眉头紧皱 难以置信地道 以你的力量 怎么可能对付不了 黑衣强者苦笑一声 我也很奇怪 不过那三只宠物 却是堪比圣誉 圣誉 闻言 严红一神情大变 一脸惊骇之色 嗯 黑衣强者 眼神凝重地点了下头 那三只宠物 不仅凶悍 还能施展各种诡异的技能 听到师父这般描述 严红一忍不住问道 都是什么凶手 黑衣强者摇头道 全都长相怪异 我也不知是何种兽类 旋即他目光轻抬 望着眼前的严红一 语重心长地道 阿易 那小子绝对不是 你现在能惹得起的人物 奉劝你了断心结 免得日后自寻死路 严红一沉默不语 虽说并无出声 但眼中涌动的森然寒意 任谁都能看得出 他绝不会就此罢休 见到严红一执迷不悟 黑衣强者暗自叹息 对此道也并无过多斥责 所谓心魔 便是象征人的一种情绪 妒忌 怨恨 贪婪 无论哪一种 随着在心间扩散 直至影响理智 便会演变成心魔 这种心魔 能够使人变强 也能让人彻底堕落 解决办法有两种 那就是杀死灵浩 了断心魔 另外一种 而是靠自身领悟 克服心中杂念 为师能说的 也就这么多了 黑衣强者意味深长地 看了严红一眼 旋即似尸体内毒素加快 他突然喷出一口鲜血 师父 你怎么了 见状 严红一脸色微变 难道你中毒了 旋即他注意到 黑衣强者的浑身皮肤 浮现出丝丝黑纹 顿时惊异出声 是的 刚才被一只毒兽所伤 黑衣强者眉头微皱 神情稍显痛苦地点头道 此毒极端狠力 破坏了我身体 大部分经脉血管 由于他刚才为了救 严红一调动大量灵力 却导致毒素加速蔓延 几乎失去了控制 如今 这副躯体 已是没有什么占力 若非拥有圣玉灵音 恐怕早就命运了 对此 严红一也是深有体会 当初在皇宫政变时 败局已定的他 欲要逃跑 却反被零号的狼猪咬到手 为了阻止毒素蔓延 断食一臂 所以 他非常清楚那种毒素 究竟有多么可怕 为师现在体内经脉受毒 无法施展吞噬武学 将毒素吸出 你帮我一把 说着 他就地盘膝而坐 撤掉身上的灵气屏障 这般做法 俨然对于严红一的信任极大 好 徒儿即刻就为你吸掉毒素 严红一神情威领 急忙坐于黑衣强者身后 手掌按在背上 然后施展出吞噬星空的功法 吃 掌尖黑气弥漫 陡然掠入黑衣强者的体内 随着吞噬之力爆发开来 体内的毒素 开始被强行吸取而出 为确保灵鹰不受侵蚀 先从丹田开始 往外清除毒素 黑衣强者双眸威逼 吩咐道 闻言 严红一郑重点头 旋即将临时沉入黑衣强者的 丹田血海之中 当看到其内 那道黑色灵鹰时 他心头微微一震 这 就是圣玉境的灵鹰吗 严红一深吸了一口气 初次见识到圣玉灵鹰的他 内心盈盈有些激动 而在这种激动下 却开始衍生出 某种邪恶的念头 如果 灵鹰 那么 我与灵鹰之间的实力差距 将会缩短不少 这样想着 严红一心中的邪念 愈发扩大 直至占据整个意识 旋即 他凭借着黑衣强者并无设防 直接在其丹田血海之中 施展出一个黑洞 将那道灵鹰吞噬而入 切断了与黑衣强者的联系 红一 你要干嘛 察觉到这一幕 黑衣强者心中大惊 猛地睁开双眼 师父 反正你打不过灵鹰 唯有靠头儿了 望你能够成全 严红一眼睛通红 声音嘶哑地低沉道 对不起 严霸 他猛地举起手掌 狠狠拍在了黑衣强者的头颅之上 只听砰的一声沉响 黑衣强者整个头骨瞬间爆裂 红一 黑衣强者张了张嘴 话尚未说完 便是七孔流血地失去声息 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 望着黑衣强者倒地身亡 严红一脸上躺着两条热泪 嘴中不停地呢喃着 旋即他手掌轻翻 掌心之上 陡然悬浮起那团黑洞 却见黑洞之中 封印着那道圣玉灵鹰 感受着圣玉灵鹰弥漫出的强大能量 他脸上悲痛的神情 顿时荡然无存 林浩 终有一天 我严红一 定会将你打败 严红一抬起头 眺望混乱之城所在方向 双眸不满血丝 壮若癫狂的宁孝道 而后 他取下师父的储物件 然后把尸体就地埋葬 方才离开了这里 至此 严红一与林浩的宿敌命运 算是彻底展开 此时 混乱之城 刚破阵回来的林浩 从白陵那里了解到 有关严红一的战况 那家伙的命理不错 又被他逃了 林浩双眸微眯 凝望着严红一他们之前逃跑的方向 冷声自语道 殊不知 此刻在远处的山谷中 严红一同样目光阴冷地注视着他这边 领主大人 之前的事 属下办事不力 还请恕罪 这时 罗汉走至林浩身前 单膝跪地 一脸敬畏地道 无妨 你的表现很好 林浩淡然道 以后 即便再遇到诸如今天此事 也必须像先前那般态度 严防谨慎 遵命 一听此话 罗汉顿时大喜 连忙郑重点头 旋即 林浩望向一旁的白陵 问道 前几天你动用传音符 与我取得联系 是否已经发现 那是假领主 白陵点了下头 然后娓娓道来 上个月 那冒牌或一道城主府 便派那个黑衣强者 让我们把预检交出来 说要重新加强检测 我就已经心生怀疑 接下来的日子 我曾试过几次 用传音符 以探真虚 可是都没有音讯 只能半信半疑 直到领主大人 您今天赶回来 我才真正明白 原来这一切 都是被动了手脚 听完白陵所言 林浩暗自点头 算是清楚 整个过程的头绪 严弘一那家伙 定然是算准 自己身处远古战场 传音符 根本无法将声援传至那里边 故而开始设计 假装领主身份 一步步夺取权势 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智谋 确实极为让人难以设防 可惜 他最后还是算漏了一步 那便是林浩的系统能力 拥有治疗狂战士的后遗症 否则的话 此次真假领主一事 恐怕并非像现在这般 就能轻松解决 而后 林浩在白陵等人的簇拥中 回到了城主府 因为接下来要谈的事情 乃是领地的军队机密 自然不能在外过多言语 领主大人 由于先前那个冒牌货 激起了我们与大阎王朝的冲突 如今大战在即 您觉得该如何处理 白陵眉头微皱 一脸沉着地道 此次率军之人 乃是大阎王朝的正边军统帅 秦雄 文言 林浩心头微动 秦雄 不正是秦雄的老爹 与结义兄弟的父亲 在战场兵戎相见 林浩自然是不愿碰到 况且此次冲突 只是一场误会 如若双方开战 并无必要 最终结果 无疑是劳民伤财 徒增压力而已 而后 林浩从白陵那里得知 这次冲突 其因于颜红一派兵 抢夺了大阎王朝 在边境的一个小型羚羊石矿脉 并把所有俘虏全部杀死 吊尸示众 此等羞辱行为 彻底激起了大阎王朝的愤怒 这等局势 就算混乱之岭 归还林阳石矿脉 恐怕也难以平息 林主大人 请问您有何妙见 白陵脸色凝重地问道 林浩沉默不语 手指轻轻敲打着一旁的桌板 扣扣扣 清脆的敲击声 在大厅内 富有节奏地响起 看到林浩在思索 众人静若寒蝉 不敢出声打扰 某一煞 敲击声戛然而止 白陵和罗汉等人 神情威灵 静待林浩接下来的命令 除了白陵 其他人都退下吧 林浩抬眸 目光环扫众人 淡淡道 是 罗汉他们当即点头 全都退出前院大厅 唯独白陵留了下来 林主大人 请问有什么吩咐 白陵是个聪明人 自然明白 林浩绝对有什么私密之事 仅交代他一人 由此可见 也能够看得出来 林主大人对自身的信任 这样想着 白陵心中不禁有些暗息 林浩并无说话 玄机在白陵疑惑的目光下 从储物界取出一枚预检 符文涌动间 似是在其内 明刻什么资料信息 时数息之后 林浩停止明刻 然后在预检表面 设了一个简易的符文封锁 若非符文密码开启 而选择外力强行打开的话 预检便会瞬间报岁 无法看到其内的信息 你这把东西 亲自送往大盐王朝 交给秦氏的少爷 秦宇 说话间 林浩反手将预检 递给了白陵 秦宇 白陵脸色微正 差一道 难道是 那位秦雄将军的儿子 嗯 就是他 林浩淡然点头 嘱咐道 务必交到他本人之手 明白 白陵郑重点头 隐约意识到此事 极有可能关乎到这次战争 当即 白陵快步走出大厅 稍作乔装打扮了一下后 便是骑着一头飞擒 直奔大盐王朝而去 希望老二 能够解决这件事 林浩嘴角清鲜 泛起一丝笑意的南南道 他的身份 虽说尽量不要暴露 但给自己的兄弟知道 倒也无所谓 旋即 林浩起身 走进内院 他专门闭关修炼的密室 金属式门 锦壁上 小白守卫在外 林浩盘坐在石床上 一团吞噬黑雾 在其身前 陡然浮泣出 其内 正是他在远古遗迹所获的 阴煞之气 以及阳刚之力 两股能量 皆是属于极致 象征于圣域三重的阴阳之景 圣域以下的武者 若非其他辅助能源 想要凭借自身吸收 根本无法做到 稍有不慎的情况下 便会暴体而亡 林浩手掌轻翻 掌心的灵符印 闪烁着碧绿光芒 那位银发男子未评说过 此印蕴含的能量 可以调和阴阳二力的吸收 但没有亲身体验 林浩也不知是否靠谱 先试一下 林浩心神微动 手掌猛地探入黑洞之中 陡然抓住那团阴阳二力 掌心灵符印 光芒涌动 散发着一股灰色的能量波动 旋即 林浩尝试着吸取一缕阴阳之力 随着经过林浮印的过滤 原本暴躁的阴阳能量 顿时变得柔和起来 缓缓涌入体内 滋润似之百骸 果然可以 林浩心中一喜 立即动用灵石 开始贪婪地吸收起来 煞时 一股股阴阳能量 源源不断地涌进体内 在林浩的操控下 淬炼着全身筋骨、血脉 以及五脏六腑 最终 再将这股庞大的能量 汇聚于丹田血海之中 准备等会冲击第九条灵脉 然而这时 火焰灵鹰却是仿佛察觉到什么大捕之物 顿时亢奋地微微颤抖 自行吸收起来 密室中 林浩双眸微臂 正经微作 若是此刻 有人站在旁边 便能够明显看到 他的体表涌动着两股气流光悬 一黑 一白 在灵符印的调和下 阴煞之气和阳刚之力 皆是以一种极端平衡的状态 充斥于林浩体内 若非没有灵符印的辅助 在这股阴阳能量的冲涌中 恐怕他的身体早已爆成粉碎 时间 一分一秒流逝 林浩全身细胞 每一条经脉 血管 骨骼 犹如干涸许久的汗底 贪婪吸收着涌入体内的阴阳之力 其躯体的淬炼程度 达到了同境界难以企及的层次 此等吸收方式 可以说是最为纯粹 以及简易到毫无风险 不过 奈何这股阴阳能量实在太过庞大 林浩在疯狂吸收中 身体的容纳 已是开始有些招架不住 如若继续吸收下去 他的浑身细胞 恐怕会因为无法承受 历历爆破 那般情形 无非也是面临暴体伤亡的结局 能量虽补 但也得量力而行了 当即 林浩果断停止淬炼 直接调动流淌身体各个部位的阴阳能量 全部汇聚至丹田 准备冲击第九条灵脉 汹涌澎湃的黑白红流 在丹田雪海之中激荡 如同海啸一般 隐约间传出阵阵轰鸣之声 而在这股阴阳能量的沉静中 火焰灵鹰似是极为亢奋 源源不断地疯狂吸取 其吸收程度 相较于淬炼身体所需的能量 还要厉害得多 还没吸够 察觉到火焰灵鹰毫无停歇的趋势 林浩微微诧异 若是让其继续吸收下去 一旦能量耗尽 那么这一次 就真的白完了 心神一动陡然调取绝大多数阴阳之力 能量呼啸 在林浩的操控中 迅速形成一股尖形螺旋 狠狠冲向丹田雪周边的第九条灵脉 这股阴阳能量 本就源自圣域三重的五道强者 区区一条灵脉的桎骨 欲要将其冲破 无疑是轻而易举 碰 几乎毫无悬念 灵脉屏障犹如一张保纸 瞬间就被穿透而过 九道灵脉 彻底贯通 哼 顿时间 密室内的天地灵气开始躁动起来 源源不断地涌向灵浩身体 灵浩的气息 也是在这股天地灵气的洗刷下 陡然暴涨 晋升至九级舞者的层次 对此 灵浩却是并无停滞 借助阴阳能量巩固修为的同时 继续狂吸萃体 因为 修为提升到九级舞者 身体的强韧程度 比起先前 无疑是增强了数倍 能够容纳更多能量的淬炼 灵浩的野心 可不止于此 他要借此机会将自身修为再度拔高 九级初七 中间 后七 巅峰 就这样 灵浩的修为 势如破竹般的一路飙升 最后 这种势头终于停滞 稳定在九级巅峰的境界 灵浩睁开双眸 一丝锋锐的精芒 顿时在其眼中一闪即过 此次闭关 足足用了四天的时间 剩余能量 果然强大 灵浩握紧拳头 感受体内 也不知暴涨了多少倍的雄魂灵力 心中暗自惊喜 玄疾 灵浩略作 调整了下心绪之后 便是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块赤红色石头 这块红石 正是因原子赠予 他的那块火源石 一块源自远古时期 蕴含火系本源法则的玄石 价值连成 灵浩宁谋观摩 盯着石块上 那繁杂的一条条火焰横纹 刚开始 并无感到有何变化 但随着心神聚焦 以及思索其中的纹路走向 灵浩的整个意识 逐渐沉浸其中 无法自拔 玄妙地道道火纹 宛若图腾一般地 倒映在脑海之中 那种图纹的规则 仿佛在演变着 天地形成之初的火焰本源 不过 观摩的时间越长 灵浩愈发觉得头晕脑胀 那种感觉 仿佛前世读书时期 学习数学的奥数 晦涩难懂 灵浩摇头晃脑 急忙转移了目光 不再继续参悟 法则意境 确实没那么简单 灵浩暗自感慨 旋即深吸口气 让得杂乱的意识 逐渐恢复冷静 系统 这块火源时 可以开启扫描吗 似是觉得参悟法则有些枯燥 灵浩心神微动 尝试着问道 丁 检测宿主所获的火源时 蕴含有关武学的法则悬傲 可以开启系统扫描 很快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一听此话 灵浩顿绝心潮澎湃 请问宿主 是否开启系统扫描 是 灵浩直接毫不迟疑地默念道 煞时 灵浩眼中瞳孔微缩 他的视网膜宛若扫描仪一般 骤然射出一抹红色光线 在红色光线的覆盖下 灵浩手中的火源时 尽数扫描旗内 叮 扫描成功 约莫沉浸了树溪 系统之声再次响起 而在灵浩身前 已然浮现出一枚 通体赤红的晶体 其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细小纹路 与火源时的那些火焰横纹 近乎一模一样 这些纹路 看起来犹如天地杰作一般 神奇而自然 隐约间透着一股 大道本源的灼热能量 见状 灵浩目光闪动 眼中的火热 更是变得滚烫了几分 恭喜宿主 获得火焰法则结晶一枚 是否融合 是 灵浩直接默许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系统的声音 却是再度响起 此次系统扫描 所需费用10万灵羊石 检测宿主存款不够 很遗憾 无法进行扫描 10万 灵浩心头咯噔一跳 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此次消耗 竟要如此之多 这等数额 相当于能够提供狼王进化制 SSG的等级了 由此可见 越是价值大的东西 消耗的费用 也必定上升 灵浩立即清点了下 储物界中的灵羊石数量 约抹1万多枚 距离10万 相差甚远 可是 现在法则晶体 已然形成 不进不退 法则结晶 10分钟内 若是宿主不选择融合 便会自行消失 请尽快决定 开始倒计时 系统浑然不管 灵浩此时的窘迫 冷漠的电子合成因 直接进入了倒计时 10分钟 灵浩脸色微灵 当即一把抓住法则晶体 直接从密室破门而出 一直守在室外的小白 顿时下来的机灵 圆掌中闪现出浩天悬棒 狂暴的力气暴涌开来 老大 不过 当看到是灵浩 他眸中凶利之色 方才瞬间消散 老大 怎么了 小白一脸诧异 望着急匆匆奔出的灵浩 白灵 即刻带十万羚羊石 到府内 前厅见我 灵浩奔略间 燃起一张传音符 声音强硬地命令道 由于情况紧迫 此刻的他 浑然忘记了 白灵之前 被他派去大盐王朝的事情 所幸 这次闭关已是四天之后 白灵就在清晨时分 便已是回到混乱之城 得知灵主大人闭关修炼 他并无离开 一直都在府内静候传令 此刻 财务房 中案前 白灵正在清点他这几天 没在城内的账目 那一脸认真的神情 倒也是极为尽忠职守 So 这时 一道传音符 突然自储物界掠出 在白灵身前燃烧起来 十万 听到灵浩的命令 白灵脸色微凉 当即他毫不怠慢 直接拿出一块密钥 打开财务房的地底 藏金库 宽阔的地下室 并无那种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 而是摆放了一枚枚戒指 全都是具备空间面积的储物界 混乱之领的裁员收入 皆存放此处 领地的军队 仆人 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开销 耗费巨大 而每枚储物界的存额 都应对着不同的开销 白灵对于这里的储物界存额 显然极为熟悉 他伸手一抓 拿起最右侧的两枚储物界 便是直奔前院大厅 七分钟后 白灵终于及时赶到 刚踏进厅门的刹那 一道黑影突然暴力而来 出现在身前 领主大人 请问有什么急事 白灵微微诧异 询问道 先别废话 十万羚羊石在哪 灵浩神色颇为激昂地催促道 快拿出来 却见悬浮于他身旁的那枚火焰晶体 已然逐渐淡化 若是白灵再晚到一会 无疑是损失巨大 都在这里边 看到灵浩那迫不及待的样子 白灵哪敢再多问 急忙把两枚储物界 交到灵浩手中 融合 没有任何迟疑 灵浩心神微动 两枚储物界中的灵羊石 瞬间消失 煞时 那即将消散的火焰晶体 陡然化为一道光束 射入灵浩的脑海之中 一道道火焰法则纹路 顿时在其脑海中蔓延 一股极大浩瀚庞大的信息 也是汹涌如潮的灌注之意识 乃是灵魂之中 灵浩身形微颤 有种恍然明目的玄妙感觉 丁 恭喜宿主成功融合火焰法则晶体 获得火之意境 灼热 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灵浩心头微动 若是以前 他对于此等意境 无疑是一头雾水 不过现在 自然是融会贯通 所谓灼热 简单来讲 便是火焰的一种能量法则 其中本源 由天地混沌之气演变而成 其中蕴含的灵气运转速度越快 温度就越高 当灵气凝化的速度达到某种极致 便会在火焰的喷涌中 灼热到极致 焚烧万物 灵浩心神微宁 直接引动了灼热意境 煞时 这片区域的天地灵气 陡然变得暴动起来 白灵脸色微变 明显感应到周围的温度 急速上升 怎么回事 而就在他心中惊疑之际 却见灵浩的周身几乎毫无征兆地 闪现出一圈红色光团 光团之中 萦绕着一道道玄奥的火纹 其中蕴含的火焰本源之力 灼热无比 相较于普通的火焰 明显更为灼热 周围的桌椅 甚至燃起了火光 好浓郁的火焰之力 白灵目光闪动 盯着那萦绕于灵浩周身的 十数道火红光团 脸上涌起一抹震惊之色 虽说他如今的修为 已是达到八级巅峰的境界层次 但面对此等灼热火团 也无法抗衡得了 搜搜搜 玄疾 这些火红色光团 宛若白鸟嘲讽一般 全部涌入灵浩的体内 呼 玄疾他伸手一挥 风之一惊自掌间弥漫开来 席卷而起的风浪 瞬间吹灭厅内那些燃火的桌椅 灵主大人 您刚才施展的武学 是否火焰法则 白灵忍不住问道 嗯 近期闭关领悟的火之意境 灼热 灵浩但笑点头 毫不避讳地说道 果然如此 闻言 白灵目光闪动 脸上有着一抹崇敬之色涌动 他非常清楚 法则不同于寻常武学 乃是层次更高的一种武修 悬傲莫测 有些人 即便达到九级舞者的境界 但穷级一生 恐怕多无法参悟得出 而且 他明显发现 灵浩这次闭关出来 气息相较于以往 强大许多 之前交代你的事 办妥了没 灵浩眼眸青苔 望着面前的白灵 灵主大人请放心 已经交到情与手中 白灵郑重点头 玄机说道 而且 他也同样让我带给你一枚玉剑 言罢 白灵从自身储物界中 取了一枚青色玉剑 其上也是设有一层符纹封印 与灵浩之前的那块玉剑 一模一样 难道是殿宗那边 有什么通知了 灵浩心中暗存 只见灵力涌动 一个繁复的符纹勒出来 便是解锁了玉剑 随着灵石掠入玉剑 一行行字体信息 顿时在灵浩脑海中浮现出 老大 你这货藏得也太深了吧 我的天 你竟然就是前阵子 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神秘领主 你放心吧 混乱之领的真假领主 我们这边已有收到风声 父亲也是觉得是有蹊跷 目前处于按兵不动 只等你们传达的信息 对了 殿宗那边已经公布 百院大赛的榜单 你赶紧回来天眼学府 这几天会有殿宗的人前来接引 哈哈 我总算抓到你的把柄了 以后到混乱之领 必须给我安排好节目 那骚浪的字句 即便此刻秦宇不在身旁 也能想象出那家伙嘚瑟的样子 程主府 前院大厅 白灵眼巴巴地盯着林浩 期待着能否有什么好消息 如此一来 他这次大延王朝的任务 方才有些意义 白灵 现在你有两件事要做 林浩掌中灵气涌动 直接预检镇成粉碎 然后出声吩咐 林主大人 请说 白灵神情威灵 腰板也是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分 第一件事 把抢来的那个小型灵阳石矿脉 归还大延王朝 林浩淡然道 第二件事 准备一些安家费 赔偿杀死的那些矿工家属 并写一封书信给大延王朝 说明缘由 白灵忍不住问道 这就可以了 林浩点了下头 嗯 应该没问题 我与大延王朝那边 也算有些交情 文言 白灵心中大喜 他们混乱之领 虽然不惧打仗 但如今正处于前期发展阶段 各方面经济 已然开始步上正轨 如若在爆发战争的话 必然影响领地经济 并且错失许多商会的投资 故而 这场误会 只要能够避免双方开战 对于混乱之领而言 并非坏处 反正那个小型灵阳石矿脉 这阵子已经挖掘了不少灵阳石 赔偿那些安家费 依然有赚不赔 明天 我要再出门一次 领地事情 就交给你圈圈处理了 听到灵浩这么一说 白灵顿时瞪大了双眼 领主大人 你又要走 他一脸诧异地盯着灵浩 这才刚回来几天 又要出去 这 俨然就是一个甩手掌柜啊 嗯 有点事情要处理 短时间内 估计不会回来 灵浩淡然点头 他也无法保证 此次前去殿宗修行 具体需要多长时间 才会回到领地 领地事情 您大可放心 但那个冒牌货 要是又跑来惹事 您不在此处 难以辨别真假 白灵一脸郑重 道出了心中的顾虑 听得此话 灵浩脸色微微动容 以他对颜红义那家伙的理解 确实有这方面的可能 毕竟颜红义 除了想要报复自己之外 对于大炎王朝 也是一直虎视眈眈 虽说灵浩不在意 大炎王朝的生死 但利用他的领地势力 前去攻打对方 那就不得不理了 这个隐患 必须解决 心头转念间 灵浩目光看向白灵 意味深长地道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 白灵一脸疑惑 就在他正欲问话时 灵浩竟是毫无征兆 摘掉脸上的金属面具 突如其来的一幕 白灵末地深吸一口气 惊愣地盯着灵浩 那是一张年轻俊朗 棱角分明的脸庞 瞳孔如墨 年纪看似比自己小很多 但其眼底 却是深沉不见底 隐约间透着一种沧桑之感 现在 正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灵浩 天眼学府的灵浩 出于对白灵这个心腹的信任 灵浩首次在手下面前 展露自己的身份 灵 灵浩 听得此话 白灵浑身一僵 顿时愣住了 他目光直直地盯着灵浩 脸上充满震惊之色 白灵作为混乱之灵的总管 各地消息 无疑是极为灵通 而对于灵浩这个名字 他早就如雷贯耳 尤其是前阵子的百院大赛 更是令得此人的名声躁动 整个苍穹大陆的各方势力 几乎没有谁不知道他的传闻 然而此刻 站在眼前的灵主大人 竟然就是那个灵浩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死 想到这 白灵狠狠倒吸了一口凉气 莫名有种恍惚的感觉 因为 灵浩的身份 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灵主大人 请受属下一拜 旋即 缓过神来的白灵 由衷地单膝跪地 满脸敬畏之意 同时 一股骄傲的情绪 也是在他心中汹涌激荡 他非常清楚 以灵浩如今 在武道的成就 日后必将发光发热 而能够作为灵浩的属下心腹 相较于其他帝国势力的江城 绝对是有着难以想象的发展前程 对此 白灵感到十分幸运 可以跟随到这般强大的主人 此次前往殿宗修行 我无法确定什么时候回来 灵浩淡淡道 希望下次再归来时 混乱之领在你的治理中 能给我个惊喜 听到殿宗二字 白灵顿时一脸震撼 那等庞然大物 可是许多武修者 梦寐以求的武道圣地 如今 他们的王 即将以冠军的身份 踏上那武道圣地 这一刻 白灵内心的激动 达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 请灵主大人放心 属下必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玄机 白灵郑重点头 终成道 我相信你的能力 起来说话吧 灵浩一脸欣慰 手掌清灰之下 一股雄浑的灵力延伸而出 直接把跪地的白灵腾伏起身子 玄机 他拿出一枚金色储物件 里边锁装之物 皆是 他在远古战场 杀死那些参赛者掠夺的物品 其中包含了各个学府的高级传承武学 以及各种武修粹体所需的灵丹妙药 这些东西 虽说珍贵 但对于灵浩如今的境界而言 犹如鸡肋一般 就算用了 也没有多大增效 与其这样 倒不如全部分配给白灵他们 提升这群手下的实力 这些资源 你安排一下 灵浩手指轻弹 直接将储物件递给了白灵 望着手中的金色戒指 白灵一脸好奇 临时探入其内 当看到里边那琳琅满目的丹药 以及各种高层功法武学 他双手不禁颤抖了一下 领主大人 确定这是要给我们的 白灵按压不住心中的情绪 激动问道 嗯 好好利用 别浪费了 看到白灵那一惊一乍的表情 灵浩淡然一笑 嘱咐道 多谢灵主大人 请您务必放心 属下绝不会有私心 得到灵浩的确认 白灵情绪激昂的 差点又跪拜在地 他手掌紧握储物件 犹如怀揣一座金山 殊不知 灵浩此刻这般随意赠予 日后带着他归来时 混乱之岭的整体力量 发展到了一种 让得他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也奠定了多年后 爆发一族入侵时 混乱之岭成为苍穹大陆 一只战力超强的 抗敌强军 不过 按照目前状况 那些都是后话了 一日清晨 一只巨大的铁嘴鹰 从混乱之城的上空 急速飞掠而出 鹰背之上 灵浩脸带面具 傲然而立 一头黑色长发 迎风飘逸 配衬上他如今的气场 倒是有种出尘的韵味 小白则是幻化成小元兽 趴在灵浩脚边打瞌睡 周围涌动的风浪 让得他舒畅无比 当经过一处山谷的时候 铁嘴鹰身形 陡然俯冲而下 再出来时 灵浩的穿扮已然变幻 一身天眼学府的怨服 散发着朝气蓬勃的魅力 至于铁嘴鹰 却是掉头返回混乱之岭 半空中 灵浩一人一兽 朝着天眼学府所在的方向 直飞而去 以他如今的修为 日飞万里 根本不在话下 就这样 约莫两天后的黄昏 灵浩的身影 终于出现在天眼学府的大门前 此时 大门口处 占有两个轮值的二年级怨声 快看 有人来了 其中一个短发青年 抬眸一看 顿时发现 正降落而来的灵浩 当即出生 咦 那个人看着有点熟悉 旁边的搭档 眼神微凝 盯着灵浩的脸庞 微微诧异 难道是 灵浩学长 当看清灵浩的样子 二人忍不住深吸口气 玄机脸上露出狂喜的激动之色 灵浩学长回来了 快 赶紧通知辅主大人 他们二人心潮澎湃 竟是不约而同地取出传音符 引燃了起来 将消息传入府内之后 短发青年他们 立即快步 走到灵浩身前 灵浩学长 欢迎你回来 二人同时拱手抱拳 一脸崇拜地盯着灵浩 谢谢 灵浩微笑点头 态度不骄不傲 同样拱手回了一礼 这般行为 无疑是让得两位青年 对于灵浩心中的形象 再度拔高 他们虽说年轻 但见过的五道天才 并非少数 绝大部分都是自视天赋 形式作风骄傲自满 永远看不起那些 比他们弱小的群体 然而 眼前的灵浩 言行举止间 却是完全没有那种 让人有着丝毫反感的味道 况且这哪里 是寻常的五道天才 简直就是学府势力中的 超级天才 百院大赛的冠军 那可是象征着学府势力 年轻一代当中 最厉害的领头人物 动 动 动 就在二人正欲询问 林浩在远古战场的世纪时 天眼学府的山峰顶端 突然传出一阵钟鸣之声 钟声悠扬嘹亮 透着磅礴的气势 回荡于天际之中 十二道钟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以一种最高规格的仪式 欢迎林浩归来 而后 林浩明显感觉到 脚下地面 竟是开始微微震震起来 紧接着 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 犹如万马奔腾般 自天眼学府的里边传出 很快 一大批身影 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大门口处 为首之人 正是辅主姻缘子 整个天眼学府上下 在这一刻 几乎全都出来 迎接他们的冠军 那些女院生 更是双眸放光地盯着林浩 眼中充满迷恋之色 自从林浩明生大造 他们早就动用诸多人脉 探查了林浩的家境背景 虽说曾有过一段失败婚姻 但依然阻止不了 他们对林浩的爱恋 甚至庆幸后者 如今已是单身 然而 作为林浩前妻的赵林儿 却是因此遭了殃 成为众矢之地 林浩 你总算回来了 因缘子红光满面 走到林浩身前 一脸欣慰地笑道 下次 可不许再像之前那样一走了之 林浩淡笑不语 老大 这时 密集的人群中 挤出了三个青年 正是秦宇 雷蒙和古云乐他们 老大 现在除了老二 我和老三 也都知道了 古云乐一脸善笑 神情颇为暧昧地看了林浩一眼 双方 皆是心照不宣 林浩暗笑摇头 对此倒也没有什么反应 老大 下次有事 必须叫上我们 秦宇原本嬉皮笑脸的表情 忽然变得郑重起来 从父亲那里得知的情报 他非常清楚 前几天混乱之岭发生的事情 究竟有着多么凶险 毕竟那等状况 出现一个圣域强者的敌人 搞不好连命都没了 没错 否则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 把你给曝光 古云乐哼哼两声 以此作为威胁 一旁 雷蒙虽说沉默不语 但其内心深处 对于林浩的兄弟秦义 同样不弱于秦宇他们 看到林浩他们四兄弟的谈话 周围众人 无疑是有些一头雾水 旋即 林浩转移话题 问道 殿宗的接引人 来了没 秦宇摇了下头 道 按照日期 应该明天就到 索性老大你 来得及时 是非常及时 忍了这么久 今晚终于可以狂欢了 古云乐满脸亢奋 插嘴道 听到狂欢二字 众人神情微动 脸上皆是显露出欣喜之色 这次百院大赛 他们天眼学府大获全胜 原本打算当天参赛人员归来时 便举行一场盛大的狂欢会 不过 由于林浩突然有事独自离开 缺少他 这位冠军得主 大家只好暂且将狂欢会压后 直到今日 随着林浩的归来 终于能够正式实行了 狂欢会 狂欢会 一时间 天眼学府之中 爆发出阵阵 欢腾的响起 即便这场狂欢会 推迟了数天 但此时 那种压制的气氛 却反而在这一刻 飙升到了顶峰 当夜 狂欢晚会 在学府的山顶广场 盛大举行 夜兰星辰之下 各种欢声笑语 弥漫整个天眼学府 林浩无疑是成为了 这场宴会的主角 一年级的新生 乃至四年级的美女 全都簇拥在周边 试图能与林浩搭上几句话 然而 就在晚会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 一道红色倩影 忽然出现在了山顶广场 此女 正是当初离开时 曾给林浩写信告白的大言王朝公主 颜星月 山顶广场 热闹非凡 人群中 颜星月欲不款款 秀雅绝俗的容颜 自有一股清零之气 她的出现 很快引起了绝大多数男子的注意 因为 颜星月实在太重了 无论容貌 或是气质 周围的女子们与其相比 都要黯然失色 那般场景 犹如盛开在百花丛中 最惊艳的那一朵我们二年级 什么时候有这么漂亮的女子 太美了 我好像一见钟情了 怎么办 凝望着颜星月 那些男怨生们眼神一片火热 蠢蠢欲动 两年前 颜星月离开时 刚晋升为二年级怨生 此刻 她身穿的怨服 自然也是当初那套怨服 不过 如今的颜星月 明显发育得不错 略微紧致的衣衫 将她曼妙的身形曲线 完美勾勒而出 咦 她看起来怎么有点面熟 一至三年级的怨生 不认识颜星月 但那些与颜昊他们同年级的老生们 随着观摩 顿时愈发感到眼熟 密集的人潮中 颜星月所处的区域 仅是巨型广场的一角 颜昊此刻被众多学妹包围 加之夜晚 根本没有发现她的到来 颜星月仿佛有所感应一般 前行方向 正是朝着颜昊走去 颜昊 随着走到近前 她轻生一患 在灵气的包裹中 清零的嗓音 传入灵昊耳中 嗯 灵昊心中微正 转头望去 精神力也是延伸而出 循着声援 她的目光穿过人潮 直接落在其中一道 红色倩影的身上 借助篝火的光芒 隐约间 能够看到那名女子秀丽的轮廓 她是颜星月 灵昊眼中瞳孔 微微一缩 颜星月的突然出现 着实让灵昊平静的心境 有着些许动荡 脑海中 也是闪现出以前那段时光 与颜星月相处的一幕幕场景 对于颜星月 她心里的感觉 也不知如何严寒 只是觉得 以前相处时 双方的感情 单纯又舒适 也就是因为这种舒适 令得她现在回味起来 嘴角不绝间地泛起一丝笑意 这时 颜星月也是注意到灵昊看过来 顿时心房一阵悸动 人潮中 二人相互对视 颜星月同样浅浅一笑 嘴角的弧度 似月牙斑完美 如碧波半清澈的眼神 洋溢着淡淡的温馨 啊 我想起来了 她就是我们大颜王朝的公主 颜星月 嘖嘖 三年没见 她变得更漂亮了 一时间 在场人群目光闪动 一轮纷纷 星月姐 她怎么会在这里 古云乐又臂搂着刚勾搭上的小学妹 当看到颜星月时 不由得一脸诧异 嘿嘿 是不是很意外 秦宇善笑一声 道 而且 她此次回来 还有个特殊的身份 旁边的雷蒙好奇问道 什么身份 秦宇没稍轻调 道 借因我们前去的殿宗的人 就是颜星月 啥 听得此话 雷蒙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古云乐由于突然的情绪波动 她那放在学妹小蛮腰的手掌 稍显用力 似是因为臊痒的缘故 小学妹顿时忍不住地交迎一声 这声交迎 令得古云乐心潮澎湃 眼中涌起一抹火热之色 当即 她浑然不再理会 颜星月有啥特殊身份 拉着小学妹直奔寝室方向 看其雄性激素飙升的火热神情 不用想也知道 接下来的炮火究竟有多么猛烈 这个银虫 晴宇鄙夷夷地望了古云乐一眼 然而随后 她却也搂着一个清纯小学妹 迅速离开了人群 应该是两个银虫 见状 雷蒙一脸纳闷地站于原地 不由地暗笑摇头 旋即 她目光一转 却见此时的颜星月 已然穿过人群 走到零号境前 二人相互凝视 好久不见 颜星月红唇清纤 露出一抹迷人的笑容 确实挺久 算算日子 快三年了吧 零号微笑点头 态度如初 当初你出外历练 却毫无音讯 害我担心了好久 颜星月语气稍显称怪 玄机悠悠轻叹一声 不过后来 我也发生了点事 导致无法在天眼学府继续修行 零号嘴角微眠 你的事 我都听说了 现在过得怎么样 颜星月美眸流叛奸 看着零号轻笑道 师父对我很好 现在成为火云宗的清传弟子 火云宗 闻言 零号微微诧异 忍不住问道 九大殿宗 是的 颜星月讹首清点 由于我出自于大阎王朝 对这方区域比较熟悉 所以这次 由我负责前来介意你们前往殿宗 一听此话 零号震撼了 想他拼死拼活 参加百院大赛 才获得进入殿宗的资格 然而 颜星月却只是拜了个师父 就轻松成为殿宗的清传弟子 对此 零号倒也并非嫉妒 反而觉得 颜星月定然有什么逆天的午休天赋 方才有此特权 你在远古战场的事迹 我可听过不少 颜星月美眸轻眨 嘻嘻一笑 尤其是在浮潰巢穴的历险 差点做了坏事哦 坏事 闻言 零号脑海中 陡然浮现出 当时在远古遗迹 地底浮潰巢穴的一幕 而唯一让他有印象之人 仅有那位红衣美女 柳思宇 难道 那个凶巴巴的女人 也是九大殿中的弟子 这样想着 零号目光看向面前的颜星月 疑惑问道 你可认识一个叫柳思宇的女子 颜星月微笑点头 她是我的师姐 我们二人 皆是师父 在外私收的关门弟子 听得此话 零号眼中闪过一丝恍然 难怪自己在远古战场的事迹 她会知道 还好你当时没有冲动耍流氓 否则以我师姐的性格 绝对会与你同归于尽 颜星月嘴角弯起一个美丽的弧度 说这番话的时候 她内心深处 其实也是暗松一口气 毕竟早在三年前 她就已经暗恋零号 自然不愿 因为一场误会 从而失去机会 什么叫耍流氓 我也不差 好吧 零号不置可否 调去地笑道 是是是 你最棒 百怨大赛的冠军 颜星月听到这儿 扑斥一声笑了 她的笑声就像一串银铃般叮咚响 美如琴音 就这样 二人谈笑中 气氛逐渐恢复以往那种 轻松 自在的感觉 不过 自始至终 双方却仿佛极有默契 并无提及 关于当年表白一事 各自把这件事情 暗藏内心深处 这场狂欢晚会 随着逐渐进入尾声 广场高台上 辅主姻元子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由于这是年轻人们的时代 整个宴会前期 她这个老头 都未曾出来侥幸 让大家尽情享受 不过此刻 倒是已经差不多了 果不其然 英元子一现身 原本喧哗的广场 顿时变得安静下来 在辅主大人的眼皮底下 谁都不敢玩得太过放纵 这次百院大赛 我们天眼学府 有四名参赛者 在排行榜上 获得了前四名 英元子一脸欣慰地笑道 至于是谁 想必不用我说 大家都已经知道 他们四人 乃是天眼学府有史以来 最高的骄傲 而明日 便是他们前往殿宗之时 老夫在此 代表天眼学府上下为其践行 零号 秦宇 雷蒙 古云乐 上台 似是有意为之 最后一句话 英元子的声音 包裹了雄魂的灵力 如同雷鸣一般乍响 回荡于整个学府 啊 突如其来的点名 无疑是让的 正在寝室黑羞的古云乐 以及打野战的秦宇他们 下了个机灵 当下 二人急忙提起裤子 如同坐贼心虚一般 直接脱离了战场 所幸 以他们如今的修为 这种距离 完全不成问题 时数息之后 终于抵达山顶广场 零号看着匆匆赶来的 秦宇和古云乐 二人 那泛红的脸色 不用想也知道 这两货 刚才去做了什么 走吧 零号淡然一笑 然后身形一动 率先掠向广场高台 秦宇他们三人 也是立即紧随其后 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四兄弟 同台而战 凌驾于这个时代的 绝大多数年轻人 零号的冷静 秦宇的玩世不恭 雷蒙的沉稳 古云乐的散漫不羁 四人 四种风格 也将造就他们 日后踏上不同的 武道人声 各放异彩 老夫该送的奖励 都已经给了 姻缘子意味深长地说道 接下来 就在赠予 你们一句践行的话 无论今后 你们变得什么样 请记住 勿忘初心 文言 零号他们四兄弟 转头相互对视 揭示默契地咧嘴一笑 我们记住了 玄机 四人异口同声地点头道 福主大人你就放心吧 他们几兄弟 比起那些新婚夫妻的感情 还要好 就在这时 一道曼妙的红衣身影 出现在零号他们的旁边 正是颜星月 零号心头微正 对于颜星月 悄然无息地出现在高台 他似是有些诧异 毕竟以他现在的修为 周围任何风吹草动 都能了如指掌 然而 颜星月的动作 却是犹如鬼魅一般 无迹可循 此等缘故 绝非什么高层身法武学 唯一的可能性 那便是他的修为 俨然在自己之上 要知道 颜星月当初的武修境界 才只是五级法师的层次 不过 才跟随那位殿宗师傅的 短短两年多时间 便已是提升到了 比他还要厉害 对此 林浩心中不由的暗暗惊奇 对于殿宗的庞大资源 也是愈发的期待和向往 好了 临行之际 你们四人就给天眼学府的各位学弟学妹们 留点面相 姻缘笑容满面的道 无论什么 都可以 一听此话 晴雨眼前一亮 意识沉入储物界 光芒涌动间 一座巨大的实体雕像 陡然在高台闪现而出 见状 广场众人 顿时愣住了 旁边的林浩等人 嘴角肌肉 也是微微抽动 不知做何感想 因为 眼前这座实体雕像 其形状俨然就是以 晴雨样子雕塑而成 威气十足 老二 你这个念想 也太夸张了吧 古云乐张了张嘴 惊异地看着晴雨 哈哈 怎么样 还帅气吧 晴雨毫不害臊地吹嘘道 显然 早在之前 他已经从阴源子那里 听到一些消息 并在近几日 叫一些石匠赶攻而成 这般操作 实在是骚 早知道 我也弄一个 老二 你实在太不义气了 古云乐目光闪动 盯着那座晴雨的石像 语气颇为艳险 如若时间来得及 他必定也会搞一座 啥叫没一切 你要是不道歉 我现在就把你的那座雕像丢掉 晴雨顿时急眼了 笑骂道 嗯 我也有 一听此话 古云乐的双眼 顿时瞪大了几分 一脸兴奋地问道 那当然 除了我之外 你们三人都有 晴雨撇了撇嘴 正气凛然地说道 我对你们的情谊 日月可见 言罢 他伸手一挥 其他三座实体雕像 也是相继闪现而出 帅呆了 古云乐顿时惊喜出声 火热的目光 极为自恋地盯着他的石像 见此一幕 林浩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倒也并无多言 广场众人 这时也是从惊愣中 开始缓过神来 对于晴雨他们 这般装逼的行为 毫无半点嘲讽之意 反而欣然接受 因为 这个逼 他们皆是用强大的实力 换取而来 确实装得起 玄机 雷蒙当众展现自身的剑术 高超的射箭之法 令得场中的震撼声连连 至于古云乐 却是表演了一下 他们古氏家族的传承剑士 剑气激荡间 惊艳无比 林浩 接下来该你了 严新月美眸刘盼 明示着林浩 对于后者会展露出什么东西 他显然极为期待 林浩淡笑点头 正所谓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无论何种相聚 终会有离别的一天 林浩目光丰锐 环扫广场密集的人潮 微笑道 现在 我就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 取名为 《祝你一路顺风》 言罢 林浩盘膝坐地 古琴悬浮于身前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悠扬的琴声 犹如一条欢快的小溪 缓缓地流出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句话 也没有说 夜色下 林浩那附带雌性般的嗓音 也是随之响起 旋律韵味委婉 而又不失激昂 让人着迷 好好听 一时间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种曲音之中 满脸陶醉 言兴月心潮起伏 静静凝视着林浩认真演奏的身影 这一刻 他彻底被征服了 一日清晨 天眼学府 大门口 林浩 雷蒙 晴宇 古云乐 言兴月 五人并排而战 而在他们的对面 则是以英元子为首的一大群师生 全都站于此处送行 林浩 正如你 昨夜演唱的歌曲 老夫就借用一下 祝你们一路顺风 英元子一脸欣慰地微笑道 千言万语 尽在不言中 各位保重 林浩点头微笑 玄机拱手抱拳 旁边 言兴月和秦宇他们三人 也都拱手抱拳 对着众多师生行了一个临别之礼 保重 对面 所有导师 以及怨生们 也都齐刷刷抱拳 顿时间 嘹亮的声音 陡然乍响 直冲云霄 走 而后 林浩不再滞留 身形略出 带着小白月上 早已准备好的一只疾风鹰 秦宇他们 也都立即转身 略至各自的飞禽兽背上 呦 尖锐的音提声响起 五只疾风鹰 猛地暴冲而起 风浪涌动间 陡然化为五道青芒 飞往天际 他 终究是离开了 人群中 赵梨儿目光正正 望着那林浩 远去的背影 心中五味杂陈 此次一别 也意味着 二人之间的羁绊 将彻底斩断 对于林浩的无情 赵梨儿心中并无恨意 唯有祝福 妖怪 只能怪自己 当初因为利益心的蒙蔽 错过了一个 能够守护他一辈子的 强大男人 广阔无边的天际中 林浩他们五人 迎风飞行 颇险意气风发 或许是心理的影响 一路飞来 严新月都是有意驾驭着疾风鹰 挨着林浩最近的距离 一同飞行 秦与他们 自然是心有神会 三人相互使了个暧昧的眼色 便是腾出位置 给了颜新月 对此 林浩却是浑然不觉 他现在的心思 全都放在那传闻中 虚无缥缈的九大殿宗 这九股殿宗势力 皆是源自于远古时代的传承 凌驾所有王朝 学府势力 拥有的恐怖底蕴 足以在寝刻之间 便是摧毁苍穹大陆的 任何一个帝国势力 他们的存在 绝对是这片大地的真正主宰 新月 九大殿宗在哪个位置 心头转念间 林浩目光一转 终于看向旁边的颜新月 听到林浩的搭话 颜新月美眸中闪过一丝欣喜 立即微笑到北海区域 北边海域 这么远 文言 林浩微微诧异 他们大言王朝 位于苍穹大陆南境 距离北域 极其遥远 以现在疾风鹰的飞行速度 即便不停不息 恐怕也得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且 海域相较于大陆的面积 明显更为辽阔 想要真正抵达九大殿宗 过程中耗费的时间 根本难以估测 放心 殿宗在苍穹大陆各地 都设有隐秘的空间传送阵 很快就能抵达 看到林浩那诧异的表情 颜新月奄然一笑 这也是为何 我亲自过来 借应你们的缘由 而且 除了你们这些百院大赛的参与者之外 其他被殿宗选中的人员 也都会到空间传送点聚集 其他人 林浩神情微动 好奇到 也都是各地学府的吗 不是 颜新月摇了下头 一些类似于散修的武道天才 听到这 林浩算是明白 百院大赛的进行 只不过是殿宗挑选天才的方式之一 除此之外 还以另外一种形式 在各地寻觅合适的人员 由此可见 九大殿宗几乎笼络了苍穹大陆最顶尖层次的武修者 那般阵容 无怪能够长久不帅 而后 与颜新月的交谈中 林浩得知 距离最近的空间传送点 位于魔兽山脉南边的一处隐秘山谷 前两天 颜新月便是借此传送阵 方才那么快就抵达天眼学府 直到黄昏之时 林浩他们一行人 终于掠入魔兽山脉的区域 以他们如今的修为 山脉中的魔兽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什么威胁 随着强大的气息弥漫而开 周围潜伏的各种低级魔兽 皆是下的四散逃窜 就这样 在颜新月的引路下 林浩他们略进一处巨型山谷 其内 苍天大树环绕 荆棘遍野 各种兽族和人类的骸骨 随处可见 浩墙的气息 林浩眼神微沉 踏入山谷的刹那 便是明显感应到一种极端凶利的魔兽气息 毫无疑问 这处山谷 定然是某种强大魔兽的地盘 旁边 秦宇他们显然也是有所察觉 神色皆是稍显戒备 感受其气息 实力绝对属于九级魔兽的等级 此等级别的高级魔兽 对于他们而言 还是能够造成一定的杀伤力 好 果不其然 正当林浩他们暗自戒备的时候 凶利的兽吼声 在山谷中猛地乍响 而且 兽吼声并非纯粹单一 而是数量多只 全都是九级魔兽 紧接着 一道道庞大的兽影 自密林中猛然暴冲而出 直接将林浩等人围堵在了中间 而且 这些魔兽 并非同一品种 铁甲狂狮 悬兵灵虎 银环血灵雄 暗影魔暴 一眼望去 全都是气息强横的魔兽 各个面目猙獰 足有二十多头 当下 林浩他们四兄弟 全都在瞬间撑起了护体灵气罩 并极有默契 护于阎星月周边 不用紧张 他们都是殿宗圈养在此处的守护兽 阎星月盈盈一笑 这样能够避免一些冒险者进来 误会阵法 闻言 林浩他们顿时恍然 神色也是 稍显恢复了一丝冷静 旋即 却见阎星月与手中 闪现出一个近乎透明的多边灵体 这块灵体 约莫鸡蛋般大小 光芒流转间 散发着一股隐晦的能量波动 煞时 周围的二十头九级魔兽 皆是趴下身子 扶手低吼 那般神情 犹如驯服的猛兽 毫无野性 见此一幕 林浩和秦宇他们 不由得有些惊奇 如此多的九级魔兽 一下子便是被制服 完全超乎林浩等人的意料之外 这些 其实都是浮溃兽 阎星月微笑着解释道 这块灵体的能量波动 可让他们感应到 并非敌人 浮溃兽 文言 林浩目光闪动 眼中的惊奇 顿时浓郁了几分 因为 他能够 从这些浮溃兽的身上 明显感应到生命气息的波动 而在往常 他对浮溃的印象 一般都是类似于机器人那般 只按照设定的程序形式 毫无意识 不过眼下 这些浮溃兽 竟能练住得如此逼真 完全颠覆他以往对浮溃的认知 由此可见 殿宗那位练器大师的记忆 有多么厉害 刚开始 我也有些诧异 阎星月微笑道 后来听闻师父所讲 方才明白 浮溃原来分有两种类型 两种 林浩眼神微宁 目光疑惑地看着阎星月 阎星月点了下头 嘴角弯起一个月牙般的笑意 似是极为享受 林浩能够这般注视着自己 浮溃 严格来讲 分为死溃 以及火溃 阎星月略作整理了下心绪后 便识到 死溃 就是我们以前常见的那种机械浮溃 毫无意识 至于火溃 不仅拥有意识 还保留着大部分血肉之躯 而且受缘更长 不过 虽有意识 却也如同奴隶一般 受到操控 说到这 阎星月的目光 转向旁边那些浮溃兽 他眼中闪过一丝怜悯 悠悠道 此等情形 倒不如彻底死掉 至少无需再受到折磨 对于这一点 林浩却是没有女人那般心怀慈悲 反而是对浮溃的炼制手段 颇改震撼 这俨然 就像是半机器的形态 战力起码提升数倍 火溃吗 也不知道 肉质鲜不鲜嫩 一旁 秦宇舔了舔嘴唇 更是桑尽天良地开起了玩笑 闻言 阎星月翘脸微变 美眸瞪了秦宇一眼 传送阵在山谷深处的洞穴 说完 他便是带着林浩他们 穿过兽裙 前往山谷深处较隐秘的区域 随着抵达洞穴 却见外面占有数十道人影 其中三个穿着学府怨服的年轻人 林浩并不陌生 之前在百院大赛 皆是与他有过竞比的参赛者 秦陵学府的姬双 狂领学府 陈真 至于后面那个黑衣青年 林浩倒是印象极深 名叫莫丹 当时在站台 莫丹施展出魔玉执天的功法 以一种刺客的手段 刺洗林浩 那场战斗 林浩打得非常有感觉 若非同样懂得魔玉遮天的功法原理 恐怕还真难以招架得住 看到林浩出现 三人目光威震 旋即对着前者点了下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输在冠军之手 对于名次的靠后 他们倒也是毫无遗憾了 而且 能够被殿宗选中 已然达到三人的目标 林浩同样点了下头 以此回应 随着走进人群 他的目光 也是扫向周围其他人 却见他们 有一部分的穿着 并非学府服饰 应该就是严新月之前 所言的那些散修天才 各个气息强横 确实都是武力不弱之辈 而在其中 有着三个年纪稍大的男子 他们穿扮相同 皆为白袍 胸前袖有一个直的黑色字体 难道是直视堂的人 略作打量了一下 林浩便是收回目光 心中暗自猜想 之前的沿途中 他曾听严新月 讲过九大殿宗的势力格局 在远古时代 九大殿宗 其实是一个整体 原名叫做武宗 后来 因为当年的种族大战 随着武宗的宗主一死 各派势力的强者 都不服哪一方 坐上宗主之位 故而导致分裂 形成了现在的九大殿宗 虽说解体 但各方底蕴 都依旧处于原来区域 倒也没有迁移 也正因为相互之间的势力 挨得太近 实有摩擦 便决定成立一个联盟组织 赋予掌管秩序的权利 这个组织 便是直视堂 无论哪一方殿宗的弟子 犯下纪律 直视堂的成员 就会出动抓捕 处以成见 公正公义 由于这种特殊的职责 直视堂的成员 绝大多数都是顶尖高手 方才有能力施以制裁 而在直视堂之中 直视园同样有着高低之分 这种区别 以衣衫颜色 作为辨别 白袍最低级 在网上是青袍 紫袍 黑袍 金袍 表面看似五个等级 传闻却还存在血袍的直视者 不过那些家伙 形式作风非常神秘 极少有人能够看到 或许只有出现什么 惊天大事 那群神秘的血袍直视 才会出动 那个四人 好像是天眼学府的怨声 我记得前阵子的百院大赛 前四名借由天眼学府包揽 难道就是他们四个 嗯 也不知谁才是那个冠军林浩 看到林浩一行人走来 洞穴外的年轻俊杰们 顿时目光好奇地打量起来 议论纷纷 冠军明显 也只是徒有虚表罢了 如若我们参加 恐怕他还没有那个机会 正所谓年少轻狂 没有较量过 一部分性情高傲的青年午休 自然是对于林浩这个冠军 嗤之以鼻 以林浩如今的修为 各方面的感官都极为灵敏 人群中那细微的议论声 他无疑是尽手耳中 对此 林浩倒也没有在意 默然以对 不过 听到老大被别人质疑能力 他的三个兄弟 顿时情绪波动了起来 那个谁 刚才你说 如果参加赛比 我们老大就没有机会赢得冠军 秦宇桀骜不公 直指人群中一个紫衣青年 冷笑道 有本事的话就出来 跟我这个第四名过两招 还有我 你随意挑选 古云乐也都站了出来 清秀的脸庞 泛着一丝不羁的笑意 至于雷蒙 由于性情缘故 却是站在林浩的身边 并不像秦宇他们那般萧狂 当然 若是真有事情 他的爆发力 恐怕比谁都要疯狂 被秦宇和古云乐他们这样叫嚣 那名紫衣青年顿时脸色微沉 盯着二人 他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就凭你们 两个一起来 也都不够我玩 紫衣青年的表现 无疑是更加狂傲 伸起一根手指 摇了摇 目中无人地吃笑道 洞穴外 看到紫衣青年 与天眼学府的林浩等人起冲突 周边那些年轻散修 顿时来了兴致 两个都不够打 这挑衅的火力 挺足啊 如果这都忍得住 就太窝囊了 他们围站在附近 目光闪动地盯着 甚至火上浇油般地开始起哄 显然 对于百院大赛的前四名 这群年轻散修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认可 唯有真材实料的较量 才算得上是心服口服 而且 他们对于这个紫衣青年 在散修界当中 也算是有些了解 其名为蒋云 出身于新宇帝国的王后之家 自小天赋一禀 傲骨争争 或是因为家族自缘雄厚 她并无进入任何学府休息 凭借各个的本事四处历 如今已然达到了九级巅峰的层次 既然你想二打一 那就如你所愿 秦宇嘴角轻挑 以她的性情 自然不会讲究什么狗屁武德 只要能欺负 就算四打一 秦宇也非常乐意 有何不可 蒋云嘴角擒着一丝冷笑 狂傲之意并未有丝毫削减 秦宇 算了 严新月走了过来 提醒道 执事堂的人已经过来了 却见不远处的三名白袍执事 发现此处的动静 脸色严正地行走而来 白袍执事 虽说是执事堂最低级的职位 但这几个人的实力 不容小觑 皆是修为达到胜欲一重 灵鹰尽强者 好美的女子 当正眼注意到严新月的绝美容颜 蒋云顿时呆住了 她目光直直盯着严新月 眼中的嘲讽消散 涌起一抹浓浓的火热之色 这位姑娘 我的眼睛可能出现了问题 蒋云目光闪动 语气颇为温和地搭话道 怎么 严新月脸上略过一丝疑惑 因为你 我的视线 已经无法从你身上离开 蒋云洒然一笑 道 你的出现 就是证明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个人 犹如星辰般干净 美丽 说着 她竟是直接对严新月走进了树部 这番话一出口 围观的青年俊杰们 表情瞬间亮了 此等搭讪手段 简直是高 严新月微微一震 旋即反应过来 红唇掀起一丝浅笑 谢谢你的赞美 微笑间 既不显得过于清净 也不显得太过失礼 她的尺度把握 相当之好 眼睛不好使 就去洗洗 少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 然而 看到蒋云走进严新月 秦宇直接是几步一个侧疑 挡在了对方的身前 痴笑道 眼见秦宇出来碍事 将云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正欲发作 眼角余光却是撇到 已然来此的三名白袍直士 只好隐忍下来 小子 看在美女为你们求情的份上 此事就算了 蒋云故作大度地笑了笑 旋即退回原来的位置 但其目光 却始终盯着严新月 那般神情 倒是丝毫不掩饰眼中的 爱慕之意 癞蛤蟆 也想吃天鹅肉 秦宇双眼微眯 在情场纵横多年的她 又怎会看不出 那家伙的心思 似是故意刺激对方 秦宇咧嘴一笑 新月已经对我老大零号心有所属 我劝你舍这条心吧 然而 她这话尚未刺激到蒋云 却已是提前吓了严新月一跳 她的脸蛋 瞬间红了起来 娇羞的神色 犹如雪地中的一朵红花 更显迷人 后方 林浩嘴角肌肉 微微抽动了两下 这个小子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时间 她与严新月之间的关系 又再次变得微妙起来 林浩 就是百院大赛的那个冠军得主 蒋云眼神微沉 视线扫向不远处的林浩和雷蒙 旋即她的目光 便是直接落在前者的身上 双方并无见过面 不过对于林浩事迹 蒋云还是有些耳闻 因为 雷蒙身背玄弓 一看造型 便可大致猜测得出 林浩眼眸青台 目光平静地望着对方 不躲不闪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个所谓的冠军 有什么本事 蒋云心中冷笑 一股阴冷的精神力波动 无形地延伸而开 犹如毒蛇一般 对着林浩暴冲而去 这般试探 林浩又怎会没有察觉 她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直接引动了轮回武艺 哄 顿时间 一股浩瀚无比的轮回之力 陡然在林浩脑海中爆发 蒋云的精神力 瞬间被反弹了回去 并借着这股精神力的轨迹 轮回之力 直接掠入对方的精神尸海之中 引动轮回幻想 在同境界当中 对她施展精神力攻击 俨然是自寻死路 啊 顿时间 凄厉的惨叫声 在山谷中炸响 怎么回事 突如其来的一幕 众人一片惊异 急忙看向那发出惨叫的蒋云 却见这家伙 此刻双眼瞳孔涣散 如同定格一般 站于原地 但脸上表情极为痛苦 这等神清 显然是中了灵魂攻击的迹象 适可而止吧 就在这时 陈后的声音传来 一名中年白袍执士 略至近前 手掌按在蒋云的头上 帮其驱除了轮回幻想 蒋云顿时满脸苍白的贪坐在地 回想起刚才轮回幻想的一幕 依然心有余悸 他抬头看向林皓 眼中充满了惊恐之意 刚才若非林皓并无杀念 以他如今在轮回武艺的运用 即便那白袍执士出手相助 也无力回天 这 见状 周围人群 不由得暗暗则舌 仅仅一次精神交锋 蒋云便是被瞬间打败 此等情形 算是令得他们彻底明白 百院大赛的冠军 可并非什么图有虚表 不远处 观望的姬霜 陈真 莫丹 三人皆是暗笑一声 活该 他们非常清楚 远古战场的凶险和残酷竞争 常人难以想象 最终能够登顶站台 夺得首冠 完完全全就是用实力 一路碾压上 最好安分点 否则踢除你们前往殿宗的名额 中年白袍只是一脸冷漠 看向林浩和蒋云 直接下达了处罚力度 闻言 蒋云脸色微变 急忙点了下头 林浩一脸淡漠 不卑不亢 如若真的有人想继续找茬 他自然不会受其凌辱 什么所谓的殿宗名额 对于他而言 自身尊严才是重要 严公主 南区的人员 都已到齐 是否开启传送阵 旋即 中年白袍只是目光一转 看向严新月询问道 看其态度 似乎颇为客气 公主 听到这个称呼 在场的年轻俊杰们 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原本以为 严新月这等年纪 应该也是与他们一样 被殿宗选中的优秀者 然而 听起公主的称呼 好像是殿宗有点地位的大人物 蒋云直接呆住了 想起刚才的寂宇之星 顿时惊的脸色微微变换 林浩和秦宇他们 此刻的脸上 也都涌动着一抹诧异之色 目光奇异地盯着严新月 对于她的公主身份 显然颇为震撼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师父看我喜欢花草树木 便把殿宗的林职公 交给我管理 所以 我也算是一名公主 但并无实权 严新月转过头 对着林浩等人 眨了下眉眸 嘴角笑意奄然 听得此话 众人方才恍然 也都微微一笑 既然都已到齐 那我们就出发吧 说完 严新月便是静止 走进洞穴之中 虽然她只是一个 小小的林职公公主 并没有什么实权 但在级别上 却要高于白袍直视 故而这番带队 她无疑是成了领导一方 走 为首的白袍直视 挥了下手 便是领着大家进入洞穴 洞内 穿过一条狭长的通道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个辽阔的空间 其内装潢简陋 在中央区域 设有一个巨大石台 而在石台之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玄奥符文 犹如阵法一般 隐约间散发着一股 晦涩的能量波动 这个 应该就是空间传送阵了吧 灵浩目光闪动 心中暗闯道 正如她猜想的那般 却见严新月仙仙玉手 变换着一道道灵力硬绝 飞快掠入那阵法之中 嗡 下一霞 石台上的符文 陡然光芒闪烁 周围的天地灵气 末地剧烈暴动 旋即宛若一股灵力洪流 汹涌如潮地朝着石台阵法 疯狂汇聚而来 灵力旋转间 石台上的空间 开始逐渐扭曲 而后形成了一个空间能量漩涡 可以了 严新月看向灵浩他们 轻微点头 然后与三名白袍直视 率先掠入其内 见状 灵浩和秦宇他们 以及其他人 当下身形移动 纷纷对着空间能量漩涡投射而进 北海 辽阔无边的海域之上 平静的空间 突然剧烈扭曲 紧接着 一道道身影 皆是从裂开的空间漩涡之中 暴虑而出 这些人 正是从魔兽山脉传送点 通往此处的林浩等人 此时的他们 身处高空 全都各自施展武学 约历的光芒闪烁 各个凌空而立 旋即 众人目光好奇地俯视而下 顿时被眼前的场景 深深震撼了一下 却见下方海域 有着九座巨大岛屿 水气阴晕 成九个方位之状 而在附近海域 密布着一座座小岛 围绕着九大主岛 从高空俯看下 这些零散小岛 表面看似 散落于辽阔的海面之上 但若是仔细端向 隐约间 就像一个悬崖大阵 如此规模恐怖的巨阵 动用羚羊石之类的能源 绝对恐怖无比 因为 大阵笼罩的范围极广 足有数万里的面积 那等消耗 难以估测 对此 林浩布林暗自惊叹 九大殿宗的强大抵运 这些导阵 能源消耗 其实并非羚羊石 则是以水灵气 作为能量提供 严信月四世 一直在暗中按住林浩 察觉到他的神情变化 微笑着讲解道 此处位于海域 水系灵气极为丰富 导阵在海水之中汲取灵气 自成一个完美的能量供给 阵法体系 文言 林浩目光闪动 眼中闪过一丝恍然 想不到阵法的能源提供 还有如此手段 对于这一点 他倒是不难理解 好比如前世的电力资源 其能源转换 便是靠风力发电 以及水力发电 只要有风和水 便能取之不尽 旋即 林浩目光扫动 发现在九座主岛之中 山脉连绵 耸立着一座座惊天山峰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原生 太自然风景 而在山峰环绕的平原内 建筑成群 那般景象 俨然就像一个小型的国度 不过 这里却并非世俗界的王朝帝国 建筑群的周边山脉 能够见到一艘搜灵舟 或是各种气息强大的魔兽座棋 在空中穿梭 这般巨大规模 天眼学府与之相比 完全就是一个山野村庄 差距极大 而且 现在所看的一幕 仅是九座主岛外围的冰山一角 其核心区域的大部分面积 全都覆盖一层朦胧的光照 无法看到里边景物 守护大阵 具备检测外来者的功能 严新月侧头 看了一眼灵浩 微笑道 你们刚到此处 没有殿宗专属的身份预检 还无法进入棋内 一旁的晴宇 忍不住插嘴道 那怎么办 在这里等待分派预检 倒也没有那么麻烦 严新月摇了下头 明嘴道 等一下会有灵舟过来 再我们进入 然后再由九大殿宗的 接引长老们 挑选你们入殿 这一般等待 并没有多久 约某时数息之后 灵浩等人的视野中 便是看到一艘灵舟 速度不及不许地飞升而来 灵舟通体壁律 似是由某种珍稀玉石铸成 在阳光下 散发着一种柔和的光泽 而在灵舟前端的绳索 绑有一头飞禽牵引 那头飞禽 浑身布满红色灵甲 形似龙兽 浑身散发着一股 极端凶利的气息 龙 见状 灵浩眼中瞳孔 微微一缩 不过很快 他便是否决了这个想法 因为 灵浩发现到了一个细节 这头飞禽的头顶五角 显然只是传承了 龙族部分血脉的一种蛟龙 九级魔兽 赤岩灵胶 泽泽 竟然用一头赤岩灵胶当苦力 见状 古云乐舔了舔嘴唇 真是好大的手扁 秦宇也是不由地发出一声感慨 这种九级魔兽 加之拥有龙族血脉传承的珍稀兽种 若是放在帝国之中 必然会被供养在玉兽园 享受极高待遇 不过此刻 在殿宗这等势力领域之中 却如同寻常牲畜一般 其价值仅仅是用来拉灵舟 就在众人惊叹之际 灵舟在赤岩灵胶的拉伸中 已是飞掠到近前 呼 随着身形挺稳半空 他那硕大鼻孔之中 陡然喷出两道灼热的白气 灵皓目光扫动 却见灵舟上 设有一栋类似于楼阁的露天建筑 表面符纹闪烁 应该是预防守护大阵排斥的某种符纹法阵 旋即 众人掠上灵舟 其内的空间极为宽敞 数十人站在上面 毫无半点拥挤之感 嗡 那名白袍中年 只是打出一道符纹印诀 灵舟之上 顿时闪现出一个巨大的光幕 赤岩灵胶低吼一声 陡然掉头 拉着灵舟飞掠而下 而后 穿过一层无形的阵法光幕 便是降落至其中一座小岛屿 岛内的建筑并不多 在中央有着一个巨型广场 倒到巨珠耸立 大气磅礴 此时 广场周边 停放着不少闲置的灵舟 以及各种飞行 而在广场之中 占有一大批身影 一眼望去 足有数百人 全都是气宇轩昂的年轻俊杰 其穿半个翼 有学府院服 或是散修便衣 俨然分为了两个派系 这些人 显然皆是九大殿宗 在苍穹大陆各地 挑选而来的五道天才 林浩 你们先在这里等候各大殿宗的接影长老 我近几天没在林志宫 需要前去看一下情况 一下灵舟 严新月便是对着林浩他们说道 好的 倒是有空再聚 林浩淡笑点头 然后望着严新月那曼妙的身影 飞离此地 老大 小月是个好姑娘 你现在进水楼台 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去 秦宇伸过手 搭着林浩的肩膀 眉梢轻挑地暗示道 林浩淡笑不语 并未多说什么 他非常清楚 五休意图 充满各种难以想象的凶险 即便有系统宠物半身 但如今的他也无法保证 能否应付得了未来的险难 所以 在没有真正达到五道巅峰之前 所谓的儿女情长 林浩并不敢妄想 朽木不可凋眼 看到林浩对感情观这般淡漠 秦宇心中暗叹一声 看来我们小月 是有得等了 而后 林浩他们一行人 都于广场之中等候 由于百院大赛的禁笔 几乎加乎愈小 四人身上的天眼学府院服 无疑也是成为了这个群体的亮点 随着林浩等人的到来 在场绝大多数天才 皆是目光 好奇地投射过来 略作打量了一番 对于此等情形 林浩已经习以为常 然而下一霎 他心头末地一沉 感觉在杂乱的人群中 其中一道目光注视在自己身上 似乎蕴含了杀意 作为刺客的他 对于杀气这种感知 异常敏锐 那道目光 犹如潜伏于黑暗中的毒蛇一般 阴冷无比 当即 林浩装作不经意地转头 循着心中感知 凝视过去 直接落在一个黑衣青年的身上 那人 看到林浩望来 目光立即躲闪而开 不与其对视 却见这个黑衣青年 脸庞清秀 眼眸锐利有神 看其容貌 林浩颇感陌生 显然以前并未有过什么交集 可是 刚才那个阴毒的眼神 又是怎么回事 那种感觉 仿佛自己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难道是他 心头转念间 林浩眼神微沉 盈盈已经猜到了什么 旋即 他脚步迈出 竟是直接朝着那个黑衣青年走去 老大 怎么了 见状 秦宇和雷蒙他们眼中 闪过一丝疑惑 急忙也是跟了过去 察觉到林浩主动走来 黑衣青年的神色 明显有一丝不自然 不过 当林浩走至身前时 他清秀的脸庞 已然恢复平静 人群中 二人相互对视 各自心照不宣 挺不简单 你竟然也能够来此 林浩嘴角泛起一丝冷意 没有任何的试探 彼此彼此 黑衣青年冷然一笑 道 你的观察挺强 这都能被你发现 林浩一脸淡漠 同样冷笑道 交手了数回的手下败将 若是连这点都看不出 那就枉费之前的战绩了 闻言 黑衣青年眼中森然涌动 先前藏密的杀意 陡然再度暴露 我承认 以前的我 确实屡次败于你手中 黑衣青年声音冰冷地道 不过很遗憾 现在的我 却是非彼以往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脸上 透着一股 无庸置疑的自信 电宗的修行 以后再慢慢找你算救账 言霸 黑衣青年目光冷立地 看了林浩一眼 旋即转身 静止走向人群的外围 不愿再与其搭话 刚走到旁边的 秦宇他们三人 正好感受到 林浩与黑衣青年之间的 浓郁火药味 老大 那家伙是谁 秦宇好奇问道 听你们的对话 好像有什么仇恨 古云乐也是一脸疑惑 雷蒙皱了皱眉 盯着黑衣青年离开的背影 沉着道 虽然不认识他 但感觉他的眼神 有点熟悉 很像一个人 林浩目光看向雷蒙 故意问道 老三 你觉得像谁 雷蒙略作沉吟了一会 便是道 三皇子 颜红义 林浩冷笑一声 没错 就是他 啥 听得此话 秦宇他们三人 皆是满脸惊讶 怎么可能 颜红义那家伙 虽说讨厌 但化成灰 我也认得他的样子 又怎会变得这么英俊年轻 秦宇摇了摇头 当即否决道 老大 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古云乐善善一笑 显然也是 觉得此事 实在不可思议 林浩压低声音 简单述说了一下 有关颜红义的事迹 听完林浩所言 三人脸上的震惊之色 无疑是愈发浓郁 原来上次的假领主 就是他 秦宇目光威领 在看向颜红义的背影时 眼中寒芒涌动 无论是上次的皇宫政变 亦是后面的冒牌货 以及现在的进入殿宗 此番行为 对于林浩 皆是具备着极大的潜在威胁 他无法容忍 自己的兄弟 整天被一条毒蛇般的家伙 紧盯不放 勿要冲动 我与他的事 迟早会做个了断 林浩一脸淡然 冷声道 记住 他的命 是我的 文言 秦宇他们沉默不语 与林浩相识多年 又怎会不知他的用意 无非是担心 他们找颜红一算账 反倒被咬一口 呵呵 今年的苗子 倒是不错 就在这时 一道清朗的笑声 自广场的上空 徐徐传来 突如其来的声响 顿时令的广场中的众人 纷纷抬起目光 却见在广场的虚空中 九道身影 凌空而立 气势倒是相当不凡 林浩的视线 在他们身上略做扫视了一番 明显感受到一种 极端强横的气息波动 看其穿着各异 应该便是九大殿中的九位 接影长老了 听闻百院大赛的前四名 都出自同一个学府 而且最后的竞笔方式 也是极为有趣 赶紧出来让我们瞧瞧 其中一个中年男子 笑声如雷 震得这片区域的空气 都是因此嗡嗡作响 只见他身上穿着一身 赤红如血的长袍 胸前的一火图腾 显示着火云宗的身份 没错 好像来自大阎王朝的天眼学府 另外一个风刚宗的灰发老者 也是笑眯眯的道 他俯视下方人群 目光不断在众人的身上扫视 眼神稍显热浅 闻言 林浩他们四兄弟对视一眼 方才走出人群 玄机他们拱手抱拳 对着眼前九人行了一礼 晚辈林浩 晚辈秦宇 晚辈雷蒙 晚辈谷云乐 见过九位长老 四人几乎一口同声地说道 听到林浩的名字 九位接引长老的目光 也是立即汇聚到了他的身上 显然都对于林浩 这个百院大赛的冠军 极感兴趣 终极天赋修炼 轮回眼天赋者 到了如今才只是九级舞者的修为 真是抱天天物了 那位黑暗殿宗的长发男子 盯着林浩摇了摇头 竟是一眼看出后者的实力修为 听起语气 四世觉得此等能耐 并非多么满意 维元 你这话就严重了 丰刚宗的灰发老者 却是出声反驳 林浩出声背景 只是大延王朝的一个小家族 资源匮乏 他的起步极低 可不比我们九大殿宗的弟子 自小就有取之不尽的修炼资源 能够达到如今的成就 已是相当不错了 另外那个火云宗的中年男子 也是点头赋一道 秦长老说的没错 而且 这一届的百院大赛竞比 地点定在远古战场 那等凶险的恶劣环境 极端考验个人的综合战力 不过 那个叫维元的黑暗殿宗长老 这时却是嘶哑一笑 我看 你们是会错意了 维森摇了摇头 然后身形徐徐降落 站在了林浩的身前 看向林浩说道 你很不错 就到我们黑暗殿宗了 说着 他目光转向旁边的古云乐 道 古氏家族的子弟 向来专注于黑暗系武学的修炼 你也一同来吧 文言 古云乐目光闪动 他一直以来的五道梦想 便是能够进入黑暗殿宗修行 此番邀请 无疑是正中下怀 好 当即 古云乐拱手抱拳 想都没想 便是欣然接受 反观林浩这边 他却是沉默不语 似乎还没有决定 林浩 若是不喜黑暗殿宗 可到我们火云宗 还有我们风刚宗 我玄雷宗 随时欢迎你们四兄弟 其他八大殿宗 又怎会舍得林浩这根好苗子 被黑暗殿宗挖了去 纷纷抛出了橄榄枝 见此一幕 在场的其他人 顿时一脸愕然 他们本来已经满心欢喜 准备被九大殿宗挑选而去 没成想 开局却是这般情形 九大殿宗的接引长老 竟然都在争夺他们四兄弟 这简直是 让人嫉妒 林浩文言 看了看旁边的秦宇他们三人 但笑道 无需考虑我的意见 你们想去哪方 自个挑选 老大 那你呢 秦宇微微诧异 忍不住问道 我有自己的选择 林浩一脸淡然 心有主见 听得此话 秦宇 雷蒙 古云乐 皆是会议点头 玄机 三人便是按照各自想法 选择了黑暗殿宗 火云宗 以及风刚宗 至于林浩 依然是毫无动静 林浩 以你终极修炼天赋的资质 其实若想修炼 每样皆可 维员诚然一笑 道 如果实在拿不定主意 九大殿宗都可为你挂名 文言 其他八位殿宗的接引长老 无疑是非常同意这种安排 至少 林浩这个天才 并非一宗独有 大家都有名分 如此一来 便可提防 日若林浩发展起来 即便各大殿宗产生纠纷 也不会因为林浩的特殊存在 而产生威胁 而看到林浩这么受欢迎 不远处的颜红意 脸色阴沉 心中颇为不差 承蒙各位接引长老的厚爱 不过 林浩稍显歉意的声音 在广场中平静响起 我想加入执事堂 此话一出 顿时让得所有人都是愣了下来 旋即全场哗然 加入执事堂 广场中 众人皆是因为林浩这番话 感到惊讶 一道道目光 甚为错愕地将他给盯着 唯有林浩的脸色 依然平静 老大 你怎么 就连秦宇等人 也是因为林浩的选择感到诧异 似是不明白 林浩为何放弃底蕴强大的九大殿宗 反而要加入那职责繁杂的执事堂 谁都知道 执事堂可不是什么修行的场所 一旦进入棋内 想要获得修炼资源 可并非多么简单的事情 九大殿宗不要 却选择加入执事堂 他是脑子抽了吗 依我看 绝对是在竞比时被打傻了 这一下子 九大殿宗他铁定全部得罪 当听到林浩的选择 在场人群顿时议论纷纷 绝大多数不由得出言嘲讽 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感觉这个百院大赛的冠军 战力虽行 但智商反而不咋地 因为在他们看来 执事堂就像是帝都中的巡逻治安军 一种维护秩序的群体罢了 零号 你拥有终极修炼天赋 以现在的年纪 五道前程无可限量 莫要自毁前程 黑暗殿宗的维员 目光盯着零号 眉头缓缓皱起 沉声道 没错 你的天赋不弱 执事堂的发展并非适合于你 唯有选择殿宗 才能获得更大的提升 其他八大殿宗的接引长老 同样老气横丘地劝诫道 周围的青年俊杰们 皆是认可了这番话 可惜 他们并无那个资格 任气挑选 否则的话 必然揽收九大殿宗的弟子名额 如此一来 获得的修炼资源 相较于别人 无疑是多了九倍 那等待遇 恐怕无人能及 这样想着 这些年轻人们 对于零号此刻的处境 既羡慕又嫉妒 心胸狭隘之人 甚至巴不得零号一错再错 就此沦陷成陆入无为的人 听各位的意思 似是瞧不起 我们执事堂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突然在广场之中响起 紧接着 一名银发的紫袍执事 莫得出现在众人眼前 零号眼神威宁 这个银发男子 正是当时负责百院大赛竞笔的强者 魏平 谁对执事堂有何偏见 皆可提出 魏平双眸四婴 目光锐利 扫向九大殿宗的接引长老 冷声道 听得此话 九位接引长老神情威灵 目光躲闪间 不敢与其对视 在执事堂之中 除了传说中的神秘血袍之外 共有五代执事 紫袍 便是第三代的高级执事 实力强横 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接引的长老 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称呼罢了 修为并非多么高强 与之相比 九人即便联手 恐怕也打不过一个紫袍执事 魏执事 你误会了 我们并没有看不起执事堂的意思 封刚宗的挥发老者 急忙陪笑道 我只是想让林浩有一个更开放的舞蹈平台能够选择 对对 其他庶民接引长老 也是连忙点头 态度客气 魏平淡默地看了他们一眼 并无理会 旋即他的目光转向林浩的身上 林浩 你若有意加入执事堂 便跟我走一趟 言罢 魏平身形略起 直接朝着小岛之外的区域 腾空飞去 老二 老三 老四 有空我们再聚 林浩对着秦宇 他们三人打了声招呼 然后施展风之意景 身形猛地暴力而起 就这样 在众多错愕的目光下 林浩紧随那名紫袍直视的身影 飞离了这座小岛 池氏堂那些家伙 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没错 竟然破坏规矩 与我们殿宗抢人 简直目无法计 回去后必要禀报宗主大人 带得魏平地离开 九大殿宗的接引长老们 方才义愤填膺地怒斥起来 闻言 周围的青年俊杰们 皆是面面相去 无人敢上前插嘴 老大的行事作风 果然是非比寻常啊 嗯 这才像他的风格 秦宇 古云乐和雷蒙 三人对视一眼 不由地暗笑一声 直视唐骂 人群中 颜红一双眼微眯 盯着林浩在天际中远去的背影 喃喃自语 那般阴冷的神情 谁也不知他的心里 究竟在想些什么 而后 九位接引长老秀袍一挥 光芒略动间 各自将场中的天才们 尽数瓜分 挑选完毕之后 接引长老便是领着他们相继离开 飞往各大殿宗 直视唐 位于九大主岛中央的区域 在那里 有着一座小岛 整座岛屿的行程 似是由人为而建 竟是悬浮于海面之上 倒是有种玄幻的味道 而在岛内 矗立着一座座巨大古塔 呈环形之状 围绕在一起 从远处看 那片塔裙建筑分为五种色泽 这般格局 显然对应着白袍 青袍 紫袍 黑袍 金袍 五大直视领域 而在塔裙的外围区域 能够看到一大片的电与楼阁 密密麻麻的人影 如同蚂蚁般 在其中穿梭 散发着鼎沸的人气 这么多人 半空中 林浩望着眼前一幕 不由地微微诧异 按照他之前的猜想 直视堂的区域 聚集的成员 应该都是一群专职人员 不过眼下情形 岛屿外围的建筑区域 居住人员 似乎有点类似于平民百姓 因为 那些人的穿着打扮 并非直视衣袍 我们直视堂的成员 也有家庭 自建立以来 已有数千年历史 未平淡淡到 繁衍至今 其中人口 自然也是 以一种极大的基数扩张 文言 林浩恍然点头 如此看来 另外的九大殿宗 同样如此 而除了本土的舞者之外 为了吸收更多的新鲜血液 每隔十年 殿宗都会向外 收拢一些天赋优秀者 直视堂相较于九大殿宗 门槛更高 即便最底层的白袍直视 也必须实力达到 圣域一重的林英镜 未平凌空而立 并不急着带林浩进入岛中 讲道 不过 实力仅是其一 还需通过直视堂的考核 才算合格 听得此话 林浩神情威灵 圣域级别 还要考核 单凭这两个条件 就足以看得出 门槛确实很高 毕竟之前的九大殿宗 只要他点头 随随便便就能成为 其中的一名弟子 而且待遇丰富 对此 林浩其实倒也能够理解 直视堂作为九大殿宗的 秩序管理者 全力的赋予 自然也要有 拿得出手的强硬实力 否则的话 又如何制约得了 那些犯下纪律的 殿宗成员 现在的你 只能当一名见习直视 先随我入岛吧 魏平淡然一笑 旋即手指轻弹 一缕轻纹 自其指尖掠出 射在岛屿之上的光幕之中 嗡 随着光纹没入 若隐若现的光照上 瞬间泛起一层层涟漪 那散发而出的能量波动 令得林浩心头一正 从这光照中荡漾而出的能量气息 感觉到了极度的危险 如此强横的波动 不难猜出 这个守护大阵的威力 绝对恐怖异常 即便是圣玉镜的强者 一旦遭遇阵法能量反时 恐怕寝客间都会被毁得 连渣都不省 而后 林浩明显注意到 一个门行通道 自光幕之上 徐徐撕裂开来 走 魏平身形一动 带着林浩 直接踏入直视堂的 视力区域之内 哄 掠入其内的刹那 林浩顿绝一股 极端浓郁的天地灵气 扑面而来 当即 他的身体 被震得轻微晃动了一下 好浓的灵气 林浩身处其内 感受这片岛屿中 所弥漫的天地灵气 心中颇为震撼 相比外界的苍穹大陆 这里蕴含的天地灵气 强了何止数倍 即便数十倍 也不为过 若能再次修炼 必然与日俱增 无怪殿宗的强者无数 随便一个普通人丢在这里 就算不修炼 在灵气的滋养下 也能长命百岁 嗖嗖 就在这时 石树道白色身影 突然暴略而至 出现在林浩和魏平的身前 这些人 全都是白袍直士 当见到前方的魏平时 他们立即抱拳 恭敬道 参见魏子袍 玄疾十数名白袍直士 灵力的目光 扫向林浩这个外来者 他就是此届百院大赛的冠军林浩 以后就是各位的同僚了 魏平淡然一笑 随意地解释了一句 文言 这些白袍直士脸色微动 不由地看着林浩打量起来 林浩的目光 也是毫不避讳地扫视着他们 不愧是直视堂 随便出来的十几个 巡逻白袍直士 就全都是圣域 林浩心头威灵 他能够感应到 这些家伙的实力 几乎各个都是 圣域级别的强者 气势伶俐 看到林浩那从容不迫的样子 十数名白袍直士 皆是暗自点头 看来这一届的 百院大赛冠军 倒是有点能耐 否则的话 以魏平向来严苛的态度 又怎会随意挑选 一个连圣域 都达不上的舞者 让其加入直视堂 陶灵是否在岛内 魏平看向为首的白袍直视队长 淡然问道 目前负责哪个职责 那名队长立即功声道 他在火云中 目前负责幻沙阵修炼场的秩序管理 魏平略坐沉吟了一会后 便识道 嗯 你即刻叫他回来 说完 他并无理会那名队长诧异的神情 直接领着林浩飞向白色区域的塔裙之中 最外围的一座古塔前方 二人的身形降落至地面 这里边显然是接收新直视的场所 此时塔门之外 排了不少穿着便衣服式的年轻男女 林浩目光扫了过去 却见各个气宇轩昂 气息不弱 显然 这些人正是岛内的本地居民 在殿宗这等得天独厚的大环境中 他们的修炼速度 比起外界的学府院生 明显迅速地多 一眼望去 绝大多数都是突破之圣域 一重的强者 而随着林浩他们的到来 排队的众人 立即目光好奇地投射过来 外界招收的学府院生 眼看林浩身上的院服穿半 那些年轻男女们 皆是恍然 不由地多看了几眼 或是本土居民 他们对于这些外界招收的天才 神色间隐隐有着一丝排斥 尤其是在未凭这个紫袍 直视的特权下 林浩竟是无需排队 直接被领进了塔内 更是引起了这些年轻人的不爽 林浩出来乍到 整个过程皆是沉默寡言 并无理会周围那些异样的目光 而后 简单办理了一些入堂手续之后 林浩便是领取了相应的身份令牌 并换上了一身白袍直视的衣衫 不过 其胸前的徽章 却并非白袍直视的权章 而是一个标注见习二字的图腾 原来只是个见习直视 见到林浩走出来 那些还在排队等候的年轻舞者们 不由地吃笑一声 眼中满是轻蔑之意 对此 林浩脸色平静 周围的嘲讽之声 近乎冲耳不闻 他承认 自己如今的修为 在这些人眼中 确实并无多大的优势 但其因素 却并非他的天赋不如人 而是前期阶段 双方所处环境的巨大差距 不过现在 以及未来 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林浩这般表现 未凭心中暗自点头 算是明白 直视长大人 为何会看中这个小子 并特意让自己多加关注于他 林浩 以你的资质 相信再过不久 便能有资格成为直视堂真正的一员 但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听到魏平突然这么一说 林浩脸色微微动容 直视堂之中 虽与九大殿宗 有着很大区别 但其中的竞争 同样不小 魏平双手父辈 边走边说 若想获得更好的修炼资源 就必须展现出 让别人臣服的实力 不然 本应属于你的资源 也会被其他人取代 说到这 魏平的脸色 稍显严肃 作为过来人的他 深知其中的复杂程度 此等竞争 也算是 对于年轻舞者的一种磨炼 所以一般情况下 只要不是犯下过大纪律 即便直视堂 也不会轻易插手 年轻人之间的争斗和切磋 从而让得他们在纷争中 不断风锐爪牙 我明白 林浩淡然点头 两世为人的他 经历的事情不少 自然深谙其中道理 秀 这时 一道破风声 自上空传来 刚听起动静 还没等林浩抬头望去 一个身着白袍的女执事 便是出现在他们二人的身前 这名女执事身材高挑 娇美的容颜上 透着一种清零 活泼的气质 魏大说 您突然找我回来 是不是带了什么好玩意给我 女执事落至地面 便是笑嘻嘻地询问道 显然 此女正是之前 魏平传达的那位女执事 陶灵 古塔前的广场中 陶灵询问魏平的时候 他那双透着灵气的大眼睛 也是转移向旁边林浩 注意到林浩的见习直视徽章 他眸中闪过一丝好奇 并无多说什么 陶灵 此次找你来 没有东西可送 但有一个人 却是要交给你戴下 魏平淡然一笑 然后看了一眼林浩 人 闻言 陶灵微微诧异 扑闪的目光 这才多打量了林浩几眼 难道是他 魏平点了下头 介绍道 他叫林浩 这一届百院大赛的冠军 现在已是我们直视堂的见习直视 原来这家伙 就是百院大赛的冠军 长得挺好看的吗 陶灵眼神威宁 盯着面前的林浩 心中愈好兴起起来 你的任务 就是带他熟悉九大殿宗的格局 以及成为一名直视该有的职责 魏平以一种上级的口吻 吩咐道 我明白了 陶灵嘻嘻一笑 并无像其他本土年轻人那般 对于林浩 有着丝毫的排斥 那般神情 似是对于林浩选择加入直视堂 非常认可 你好 我叫陶灵 陶灵俏丽的脸上 冲着林浩露出一抹甜美的笑意 以后 请多指教 林浩点头微笑 介于前世的社交礼仪 他习惯性地伸出手掌 见状 陶灵仿佛下意识一般 同样伸出玉手 二人 手掌交握 算是相互认识 然而 这种默契般的礼仪方式 却是令得双方 皆是心头一正 他怎么也会 他怎么也会 林浩和陶灵微微诧异 心中几乎同时 冒出这么一个疑问 应该 只是巧合吧 旋即 二人暗自摇头 各自否定了那种猜想 并立即收回了手掌 那么 以后你们就是搭档了 希望你们能够友好相处 卫平淡笑一声 看着面前的年轻男女 语气颇显意味深长 对于陶灵 他非常了解 自小就展现出 与同龄人 有着极大区别的古灵精怪 做出不少超乎寻常的事情 而自从林浩在天眼学府 暴露出终极修炼天赋之后 便是一直受到 殿宗这方的暗中关注 其形式作风 也与寻常人 有着很大不同 如今这二人身处直视堂 卫平觉得 把他们弄成搭档 倒是极为适合 林浩 直视堂的成员 除了执行职务之外 平常时候 也有修炼的机会 卫平目光转向林浩 讲到 相比于殿宗弟子所获的资源 虽说不多 但有一点好处 却是其他殿宗弟子无法比拟 那便是 直视堂的特权 能够随意到任何一个 殿宗的修炼场之中修炼 以此达到各方面的 综合能力提升 文言 林浩眼前一亮 看来这一次 倒是选对了 不过 作为直视 却也并非无偿修炼 除了每个月获得的俸禄之外 还需凭借完成各种直视任务 获得奉献点 有了这些奉献点 各大殿宗的修炼场地 或是单场 临职 任由兑换 听完卫平的讲解 林浩算是明白了其中规则 多劳多得 这种方式 无论在哪个地方 都是秉持不变的原理 这是你此次百院大赛冠军的奖励 全都在里面 说话间 卫平手掌轻翻 取出一枚储物件 直接递给林浩 多谢 林浩道谢的同时 调动一缕精神力 飞快探测其内 里边的东西不多 虽然仅有三样 但也足以 令得他平静的心境 瞬间掀起一阵波浪 第一种 圣灵丹 当初因为大言王朝的政变仪式 瞎子见圣 出手毁了林浩四句九级浮潰 为了表歉意 赠予了他一枚圣灵丹 也凭借圣灵丹的精纯灵力 直接晋升至七级舞者的修为 此等丹丸 并非天才地宝炼制而成 则是圣玉静强者 凝聚天地灵气 再配合自身强大灵力 日复一日的凝炼 方才能够形成的极品灵丹 对于圣玉静以下舞修者来说 无疑是一种加速修炼的至宝 如今他的修为 已是达到九级巅峰的层次 若是有此丹的能量相助 定然能够加快 他冲击圣玉的境界 而且 这次获得的圣灵丹 可并非一枚 足有十枚之多 第二种 一张象征着 直视特权的金卡 其上符文闪烁 显示出一万点的奉献值 也就是说 现在还只是间隙直视的他 即便目前还没有执行任务 也能到各大殿宗的修炼场所 随意使用 想到这 零号顿绝新潮起伏 此等奖励 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非常受用 最后一样 倒是比较实在了 乃是一部武学 剑扫八荒 其功法等级 颇为令人震撼 竟是超脱天阶的圣化武学 众所周知 武技对于武者来说极端重要 直接与自身的战力挂钩 按照零号以前接触到的武学知识 他知道 功法分为低中高 地阶 天阶 共分五个平阶 即便是天眼学府 拥有的天阶功法 也是屈指可数 更别说是更厉害的圣化武学 没成想 他才刚来直视堂第一天 就直接轻松获得了 此等顶尖层次的功法 这手笔 简直让人惊叹 当然 圣化武学的修炼条件 也是极为苛刻 首要其冲 便是修为至少达到 圣域一重的灵因境界 一旦修炼得成 利用武学心法 夺取天地之造化 发挥出体内灵因 更加强大的力量 也正因为这个缘由 外界的学府势力 即便侥幸获得圣化武学 没有那个修为 也只能干瞪眼 好了 该讲的我已经都讲 接下来的直视工作 就交由陶灵带你入门 言罢 魏平身形一晃 便是消失在了原地 空间武学 感受着魏平刚才所占之地 残留的能量波动 灵号微微诧异 走 我带你去参观下住所 陶灵御守一摆 便是带着灵号 走往白色塔群深处区域 沿途中 陶灵倒也是毫无藏桌 说了一大堆 有关白袍直视的工作领域 以及注意事务 总归一点 那就是上级的命令 必须无条件执行 发现犯了纪律的电宗成员 无论地位高低 皆可抓捕 秉持直视堂公正公益的铁腕权利 随着这番交谈下来 灵号对于陶灵的性格 也是有了大致了解 清纯 活泼 乐观善言 这几点 算得上是灵号对他的第一印象 而且还是一个容颜俏丽的美女 由此搭档共事 倒也是极为赏心悦目 这是我们白袍直视的宿舍 别看外形是一座塔 里边可是那有乾坤哦 走至一座塔前 陶灵忽然停下脚步 对着灵号美眸轻眨 笑嘻嘻地说道 那有乾坤 闻言 灵号目光闪动 无疑是被吊起了好奇心 当下 他紧随陶灵的步伐 一前一后 走进了塔门 嗖 当踏入塔门之内的刹那 灵号顿觉 身体如同 穿过一层粘稠液体 脚步略显沉重 旋即 他身子一清 眼前的视线 也是陡然变得清晰起来 不过 当看到映入眼帘的一幕 灵号顿时大为震撼 却见这里的空间 极端辽阔 视线所及之处 青山绿水 平原之上 更是有着一片建筑 皆以四合院的传统建筑格局为主 见状 灵号眼中瞳孔 微微一缩 显然也是没想到 这塔中的空间 竟然如此神奇 这般情形 完全就像是另外一个小世界了 由于直视堂的地域面积有限 为了容纳更多成员的活动空间 便在塔内开批出 类似于二次元的阵法空间 陶灵脚步轻盈 边走边说道 此处空间 能够与外界相通 传音符的声援 也能传至这里 听得此话 灵号心中的震撼 愈发浓郁 也不知这等二次元空间 出自殿宗 哪位大能之首 竟然如此厉害 既然我们现在是搭档 你就跟我一起同住吧 反正我的住所很大 一个人住着怪冷清 陶灵转头看了一眼灵号 嘴角倾着一抹月牙弯的笑意 毫不在意 什么所谓的男女授受不清 好 那就叨扰了 灵号并无作作 欣然同意 他出来乍道 许多事情都需要陶灵的指引 大家住在一起 请教方面倒是能够省事不少 而后 灵号跟着陶灵来到了一座四合院 其内的装潢 极为别致优雅 院落中种植了许多花草 空气中透着淡淡的清香味 深吸口气 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环境不错 灵号由衷地赞叹一声 很不错吧 这些花 都是新月给我移植过来的 陶灵笑眉眼开 对于灵号这声赞美 很是开心 你认识严心月 闻言 灵号没捎清调 忍不住问道 你也认识他 陶灵一双灵闪的大眼睛 眨动地盯着灵号 同样有些诧异 玄机 他不由地笑了起来 我差点忘了 你们都是来自同个地方的天眼学府 不认识才怪呢 这般巧合 灵号也是嘴角泛起一抹微笑 吃吃 就在这时 灵号背后的包裹 突然一阵骚动 紧接着 包口裂开 探出了一个毛茸茸的白色小脑袋 小白睡眼朦胧 好奇打亮着四周 小白 你总算睡醒了 灵号微笑着将小白抱在了怀中 伸手抚摸了两下 这阵子 似是因为成长期的缘故 小白的睡眠时间相较于以往 明显更长 对此 灵号只能随身准备个睡袋 让其何时何地 都可以舒适睡上一觉 好可爱的小白猿 当看到小白那蓝散的萌样 桃灵眼睛一亮 欣喜地伸出双手 欲要抱抱 是 小白咧了咧嘴 露出一排尖锐的兽牙 以此作为抗拒 哼 不可爱 桃灵信性地收回手 杨怒地轻哼一声 小白学着灵号平时的样子 嘴角轻挑 毫无理会 她虽是雄性 但对于人类女子 可不感兴趣 如果此刻有一只母猿 那就另当别论了 你自己挑个房间 明天我再带你去九大殿宗逛一圈 桃灵交代一声 然后便是在院子中 摘起了一片片花瓣 准备泡个花玉藻 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曲 听其曲调 林浩前行的脚步 墨地停顿 前世的她 音乐听过不少 虽说已是忘了歌名 但其轻快的旋律 听起来极为熟悉 联想起先前与桃灵握手的一幕 林浩心中的猜疑 顿时再次燃起 你哼的这个小曲 是什么曲名 林浩试探性地问道 桃灵不以为意地回道 说了你也不懂 歌名叫做 青春修炼手册 对了 青春修炼手册 跟着我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林浩的脑海中 陡然回忆起 曲音旋律中的歌词 这一瞬间 林浩心神俱正 她 难道也是穿越者 又或者是从其他的 某位穿越者 学来的歌曲 她目光正正 望着那正在采摘花朵的桃灵 内心充满了惊疑 想不到这个世上 竟然还存在着与自己一样 皆为穿越者 并且来自同一个世界 你 林浩欲言又止 怎么了 察觉到林浩的异样 陶灵摘下一朵天洋花 转头看向林浩 没事 感觉你哼的曲调挺好听 林浩淡然一笑 并无名讲 陶灵疑惑地看了林浩一眼 倒也没有再过多询问 心里若有所思地继续采摘花朵 然后嘴里依然哼着那首曲音 听着那熟悉的旋律 林浩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平复心中的情绪 略作犹豫了一下后 林浩沉默转身 随意选了一个房间 静止走去 在他看来 即便陶灵真的是一名穿越者 说出来也毫无意义 况且 他刚到这个陌生的大环境 各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 林浩无法保证 一旦自己前世的身份暴露 会引起多大的风波 这样想着 林浩 只能暂且守口如初 带得合适的时机 在与对方摊牌 嘎吱 四合院的左侧大房 林浩推门而入 屋内的摆设 非常简洁 床单和家具 皆以素色为主 除了日常用品之外 并无任何多余的事物 角落处 设有一个隔间 应该是卫生间之类的 床榻上 林浩双膝盘坐 取出卫瓶给他的那枚储物件 打算趁此空闲时间 再次提升下实力 他目前的修为 以及地位 在执事堂之中 皆是属于垫底般的存在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资源 必须尽快突破圣域 成为一名真正的白袍执事 宽敞的屋内 林浩盘膝坐于床上 身前摆放着一小堆圣灵丹 光芒闪烁 隐约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灵香味 这种价值珍惜的极品灵丹 随便拿出一枚 都能引起外界学府势力的哄强 在这里 却是犹如分配糖果一般 林浩一下子 便是获得了十枚圣灵丹作为奖励 对此 林浩倒也并无感到多大诧异 毕竟殿宗的圣域强者 多如牛毛 在数千年的陈殿下 凝炼出来的圣灵丹 不计其数 嗡 旋即 林浩取出一块阵法预检 符文如洞间 直接引动隔绝阵 笼罩屋内的空间 金科 出来 一声低换 在他心中响起 金科自系统空间略出 然后隐身在一处阴暗角落 暗中守护 做完这些 林浩方才探出手掌 吞噬星空的武学施展开来 一团黑色漩涡 顿时自掌心凝现出来 有过上次吸收圣灵丹的经验 这一次他显然并无选择入嘴吞噬 搜 旋即 强大的吞噬之力 自黑色漩涡中爆发开来 那十枚圣灵丹 直接被吸纳而尽 哄 一股极端庞大的圣域灵力 陡然在吞噬黑洞中 疯狂暴涌 若非系统融合功法结晶的缘故 令得林浩的吞噬武学 已然达到高层境界 恐怕这十枚圣灵丹的恐怖能量 当场就得撑爆黑洞 而后 林浩按照上次的方式 自吞噬黑洞中调动一股股能源 节奏均匀地涌入体内 此等办法 倒是解决了身体无法承受的风险 就这样 林浩闭眸静坐 有惊无险地吸收起来 在这种淬炼下 他全身每一个细胞 此时此刻 仿佛都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此同时 林浩丹田雪海周边的九条灵脉 平口大开 引动着天地灵气 源源不断地灌注至雪海之中 有着圣灵丹的能量辅助 无疑是加快了丹田雪海的填充速度 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丹田中的灵力 很快便是达到了充盈的状态 澎湃激荡 或许是林浩动用吞噬武学的缘故 灵气的能量属性 竟是演变成一种黑色形态 黑暗细灵力 对此 林浩却是毫不在意 不过 就在他正欲准备凝炼圣玉灵音时 却陡然积极切断了念头 因为 他在这个时候 末地回想起 以前在远古一纪时 柳思宇曾给他讲过的圣玉镜武道知识 在这个领域之中 饶势境界相同 但也有强弱之分 其主要缘由 在于凝炼灵音的方法 如若纯粹地以灵力为主 那么凝炼出来的灵音 仅仅算得上是普通层次而已 舞者的躯体 犹如一个天地 灵力为阳 精神力为阴 唯有阴阳结合 凝炼而成的灵音 方才愈发高级 武道之徒也能更加广阔 许多圣玉镜武者 之所以会卡在圣玉二重的星辰镜 无法突破圣玉三重的阴阳镜 绝大多数原因 仅有一个 那便是当初凝炼灵音时 它们并无结合精神力的融合 导致灵音蕴含的阴阳能量 缺失一力 最终结果 无疑是导致冲击阴阳镜的关卡 屡试屡败 即便侥幸成功突破 但一生中的五道成就 也就仅限于此罢了 而灵浩如今的精神力修为 已经达到八级法师的层次 距离圆满 尚有一个大境界 虽说此次凝炼灵音 如此程度的精神力 也可足够 不过 既然要做 就必须力求完美 保证毫无瑕疵 这样想着 灵浩心头威灵 陡然调动吞噬黑洞 将丹田雪海之中的所有能量 全部吞噬而入 暂且封存起来 等到精神力修为 提升至九级法师的大圆满境界 再一举冲击 还好之前有那位柳姑娘的指点 否则这次冲击圣玉灵境 必会走了不少弯路 灵浩压下心中 蠢蠢欲动的念头 暗自庆幸 无论午休 或是炼丹 筑气 各种千奇百怪的行业 皆可 若有名师指点 定然能够少走许多弯道 毕竟这种捷径 可是前辈们经历过 无数次的锤炼 方才总结而出的经验 受用极大 不过 原理虽说大家都懂 但也要看弃天赋才行 一些在法术上 毫无作为的舞者 即便想要修炼精神力 却难以提升上来 只能选择凭借纯粹的灵力 凝炼圣玉灵鹰了 这张特权卡的 一万点奉献值 应该足够我挥霍了 灵浩拿起奖励的那张 直视金卡 难难自语 打算明日再找陶灵询问一下 殿宗哪里能够提升 精神力的修炼场所 尽情消费一次 玄机 灵浩手掌轻翻 一块功法御剑 自手中闪现而出 圣化武学 剑扫八荒 此等功法 首要条件是自身修为 需要达到圣玉镜的实力 方可修炼 我的修为 虽然仅有九级武者 但体内拥有火焰灵鹰 应该能够动用吧 灵浩难难自语间 伸手拿起了功法御剑 下一霎 熟悉的系统提示声 陡然响起 丁 检测宿主 获得一部圣化武学 剑扫八荒 是否开启系统扫描 这一次 灵浩并无冲动 提前问到 消耗费需要多少 两万羚羊石 当即 系统的提示声 再度在脑海中响起 文言 灵浩暗自掂量了下 如今储物界中的存款 好在之前 离开混乱之岭的时候 从白灵那里拿了一些 拥有三万多枚羚羊石 算是绰绰有余了 反正这点存额 根本不够进化宠物 用来提升自身实力 倒也不错 系统 开启扫描 医生指令传出 灵浩手中的武学预检 顿时变化成一枚 剑形的功法晶体 丁 已完成扫描 请问宿主 是否融合功法结晶 是 灵浩一年微动 武学结晶瞬间化为一道剑芒 射入灵浩额头眉心血 煞时 那玄奥多变的浩瀚剑势 在灵浩的脑海之中 浮光掠影般地闪烁 所有剑招 尽数吸收融合 其中主要技能 共有五剑 一剑更比一剑强 不过 以灵浩现在能够引动的 火焰灵鹰能量 仅能施展前两招的剑势 即便如此 也比起他以前所学的天阶功法 九福剑绝 不知强悍多少倍 忙完活之后 灵浩的心思 开始沉浸下来 思索着他目前处境的潜在威胁 严弘意 这家伙虽说屡战屡败 却无比顽强 并且智谋阴狠 如若稍有不慎 终有一天栽在他的手中 想要翻身 恐怕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 必须尽快把它除掉 永绝后患 灵浩睁开眼 眸中森然涌动 声音之中 透着冰冷的凛冽杀意 不过 却并非现在派出宠物杀手们 执行刺杀任务 毕竟严弘意被挑选到哪个殿宗 目前尚未得知 毫无头绪地寻找猎物 只会浪费精力 加之九大殿宗的防卫森严 各种圣域强者无数 贸然行动的话 必然凶险万分 这一点 灵浩倒是并无感到多大的棘手 因为 他如今的执事身份 给予了极大的契机 能够借助职权的便利 自由进入各个殿宗的势力区域 到那时 便可趁机派出荆轲他们 进行刺杀行动 对此 林浩的心中 无疑是已然有了策略 旋即 他手掌一挥 灵力涌动间 屋内的隔绝阵法 瞬间消散 一直在角落处暗中守护的荆轲 也是被其召回了系统宠物空间 嗯 随着隔绝阵法撤除 林浩鼻翼微动 明显嗅到一股极为熟悉 并且久违的气味 泡面 林浩心头一正 目光转向窗户的缝隙 泡面的气味 仿佛无孔不入一般 从那缝隙处钻入 想起陶灵那极有可能是穿越者的身份 林浩念头微动 对于前者能够制作出泡面这种玩意 并不感到多么出奇 毕竟在混乱之灵 香烟那种东西 他也是照样倒过了出来 老大 好香的气味 床榻上 小白原本睡意见浓 顿时被泡面的香味 刺激的精神位之一阵 他一个翻身 月落至地面 鼻子在周围空气一顿狂吸 好奇之际 林浩直接推开了窗户 抬眸望去 视线中 却见陶灵坐在院子内的石桌旁 正给加完热水的泡面 和上盖子 林浩眼神微宁 发现那杯桶装泡面的包装 竟然与前世小商铺卖的那些 近乎一模一样 红烧牛肉面 那新红色的塑料包装 图画设计 以及中文字体 完全与这个世界的产物 格格不入 这 怎么可能 见此一幕 林浩顿时彻底呆了 虽然泡面的食材 制作手法并不困难 但这种包装设计 若是没有电脑机械 能够做到此等仿真的程度 几乎不可能做到 况且 即使真的有办法做到 但是泡面本身就是用来吃的 又何必多此一举 搞这些广告作用的包装玩意 对于这一点 林浩颇感惊疑 看到香味的来源 小白哪里安耐得住 当下直接从窗口掠出 直接出现在石桌旁 盯着那香气扑鼻的一桶泡面 小白狂咽口水 眼睛光芒闪动 小家伙 想吃吗 桃林嘴角掀起一抹美丽的笑意 并无在意 之前小白对她的无理态度 小白舔了舔嘴唇 脑袋狂点 小可爱 灵性不错吗 见到小白那灵气十足的样子 桃林笑了起来 稍等片刻 说着 她玉手摸向储物界 取出了一桶包装相同的 红烧牛肉面 玄机动作娴熟 为其添加调料包 加好热水后 便是和上盖贴 能否也给我一个试试 这时 灵浩也是厚着脸皮 走到了镜前 她目光闪动 盯着石桌上的两桶泡面 似是有些饥渴难耐 没问题 但要千枚羚羊石 桃林美眸轻眨 一本正经地说道 文言 灵浩微微诧异 这玩意 在前世也就几块钱的 即食品 一枚羚羊石的价值 估计都能买个一大卡车了 然而这个桃林 一张嘴 就要千枚羚羊石 这简直是大黑商 这可是九大殿宗 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 平常时候 我都能卖到两千枚羚羊石 眼看灵浩那精益的神情 桃林嘴角一弯 笑道 千枚羚羊石 已经给你打了五折优惠了呢 一听此话 灵浩嘴角肌肉 微微抽动了两下 这般要价 令得他差点忍不住 想要揭穿对方 有兴趣的话 就来一个试试 桃林开始推销起来 笑竹言开得道 这种面不仅美味爽口 还具备修炼的作用 堪比灵丹妙药 听到这 灵浩脸色微微动容 堪比灵丹 区区一桶及时泡面 有这么神奇 若是真没效果 你大可退钱 桃林信心十足 继续加大推销的力度和保障 好 那就来一个试试 灵浩倒也爽快 直接取出千枚羚羊羊石 换取了一桶泡面 随着拆开包装 里边除了调料包之外 竟然还有一只塑料叉子 对此 灵浩已经开始怀疑 这并非人为制作而成 经过一番操作之后 盖贴一阶 热腾腾的浓郁香味 喷涌而出 你以前吃过 桃林美眸威宁 看着灵浩那熟练的操作 不由感到兴起 现学现卖 刚才看你动作学的 灵浩淡然一笑 旋即早已迫不及待 拿起叉子 直接开吃 嗖 灵浩深吸了一口面条 那种爽滑的快感 直接涌上心头 没错 就是这个味 感受着这股久违的味道 灵浩脸上满是感慨之意 前世的他 由于家境并不富裕 日子过得比较拮据 在读书时期 经常以泡面为生 虽说后来吃到厌腻 但如今穿越到这个世界 再接触到这个东西 内心情绪瞬间百感交集 泡面的分量不多 灵浩很快便是将其吃完 并把汤汁也都一饮而尽 美味 灵浩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 然而接下来 灵浩顿绝体内的气血之力 一阵躁动 仿佛有一股暖流 涌向四肢百骸 身体的气血 竟是有着增长的迹象 气血意味着生命力 但凡气血旺盛之人 不仅身体强健 寿命也会更长 灵浩惊奇发出 他此次增长的气血之力 至少增多了数天寿源 这桶泡面 竟然能让我的气血之力增长 灵浩目光闪动 望着已然被他吃得 连渣都不剩的筒杯 一脸惊异 想起刚才桃林所说的话 这简直堪比丹药了 不仅美味 还有气血增负功效 我没骗你吧 桃林嘴角掀起月牙弯的笑容 洋洋得意 这个 是你做的 灵浩抬眸 看着面前的桃林 忍不住问道 当然是自己做的 说完 桃林插起树根面条 呲溜一声 全部吸进了嘴中 那开朗活泼的神情 完全没有女子的矜持和内敛 我说的是这种包装 林浩指着桃杯表面的包装图纸 眼中充满好奇 他非常清楚 这个世界 即便午修和法术有多么高强 也难以模仿出前世那种 电脑机械制造出来的产物 秘密 桃林嘻嘻一笑 并无名说 看到对方玩神秘 林浩不禁哑然一笑 倒也没有过多在意 毕竟他本身 不也是如此 心头转念间 林浩对于隐藏自己身份的想法 不禁有些松动 如果桃林 真的也是一名穿越者 那么 他穿越之前 会是哪个年代的人 而且这些泡面 桃林又是如何获得的 是否有什么时空穿梭门 亦或像他一样 拥有某种神奇的系统能力 顿时间 一连串的疑问 犹如翻滚的水泡 在林浩心间不断冒起 此等疑惑 瞬间形成一股波涛汹涌的海啸般 令得林浩原本欲要隐藏身份的念头 直接被冲得崩散 你的红烧牛肉面 还有没有 再给我一份吧 林浩淡然一笑 故作试探性地询问道 当然有 除了这种之外 我还有一种 喝了能够增强体质的饮料 桃林嘴角微巧 然而话还没说完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美眸眨动了两下 诧异地盯着林浩 你怎么知道 这个叫做红烧牛肉面 桃林一脸疑惑地盯着林浩 他记得 从刚才到现在 都未曾给林浩介绍过泡面的名称 那么 他又是如何知道的 这样想着 桃林心中愈发感到不可思议 这里 不是有标注吗 林浩脸色平静 指着泡面筒的包装字体 微笑道 闻言 桃林的目光 顺着林浩所指的位置看去 却见包装纸上的中文字体 确实标注着红烧牛肉面的名称 可是 这种字体 并非这个世界的文字 他 他是怎么看得懂的 桃林末地瞪大一双美眸 眼神极为惊奇地看向林浩 见到桃林那难以置信的神色 林浩并未过多解释 心神微动 一把铁剑自手中闪现而出 旋即 他手指长剑 灵气涌动间 往地面石砖一阵刻画 洋洋洒洒地刻出几个中文简体 我是中国人 见状 桃林双手 捂着英红小嘴 瞬间惊呆了 你 你怎么会 他踏着小碎步 连连后退 目瞪口呆地盯着林浩 情绪紧张的口语不清 看到桃林的表情变化 林浩心中已然能够笃定 对方绝对也是 与他一样 皆是来自于同个世界的穿越者 你我 属于同类人 林浩但笑点头 为避免有外人监听 并无名讲 我们是 同类人 听得此话 桃林俏脸上的难以置信之色 浓郁到了极点 嗯 刚开始我也很惊议 不过看到你拿出泡面 便已是确定了猜想 林浩说话的同时 伸出手掌 微笑道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京都的城中村 圣林庄 听到这个地名 桃林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顿时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他手掌按在身后的翘臀 使劲按掐了一下 哎呦 那种真实的痛感 让得桃林心里明白 这可不是在做梦 玄机 终于缓过神来的他 目光正正地看着林浩 显然也是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与他同样遭遇 神奇般地穿越到这里 在百感交集的情绪影响下 桃林御手伸出 与林浩卧在一起 算是默认了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玄机 他松开手 竟是直接扑到林浩怀里 紧紧拥抱 那孤寂的内心 仿佛在茫茫大海中 找到同舟共计的伙伴 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桃林向来乐观活泼的形象 在此刻荡然无存 美眸中逐渐被泪水充斥 声音哽咽道 这一报 林浩直接愣住了 对于桃林的心情波动 他深有体会 然而 相比桃林 他穿越的处境 无疑是更加凄凉 自小就双眸失明 受尽欺辱 甚至如同廉价的货物一般 被家族强行入坠照付 索性获得宠物净化系统 他坎坷的命运 方才走向正轨 此后 随着进入天眼学府 结识了三位结拜兄弟 那种孤独的心境 终于有所缓解 不过 由于穿越者的身份 林浩的内心深处 对于这个世界 一直以来皆是没有丝毫归属感 唯有不断变强 攀登舞到巅峰 才能令得他的生活 有了一些目标 而此刻 二人的相遇 虽说认识的时间短暂 但在这种拥抱中 林浩孤冷的心情 莫名地涌起一丝温暖 或许 这就是所谓的同病相怜吧 既来之 则安之 他缓缓展开双臂 轻搂怀中女子的相间 听到林浩的安慰 桃林激动的心情 这才恢复了一丝冷静 嗯 然而下一霞 他似是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稍显羞涩 立即从林浩的怀中正脱而开 连退束步 抱歉 刚才有些太激动了 桃林伸手抹掉眼角的泪花 一脸歉意 无妨 你想抱的话 随时都渴 但下次就得收费了 林浩淡笑着打趣道 试图化解双方尴尬的气氛 这番话 顿时让得桃林扑斥一声 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张娇美的脸蛋 也是重新洋溢出开朗的笑容 你是哪个年代穿越过来的 笑声过后 桃林美眸轻眨 好奇问道 林浩略作沉映了一会后 便是到 2021年 文言 桃林嘴角上扬 弯起一个美丽的弧度 那我比你早 我是2020年 玄机他脸色微灵 得意道 先来为大 以后你就叫我林姐 意思下就行 对于桃林的活泼开朗 林浩也是禁不住笑了起来 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 此刻算得上 是他最为一次轻松的聊天 至少 二人的秘密 皆是能够毫无顾忌地说出口 对了 刚才你说 有种可以增强体质的饮料 是什么 林浩嘴唇微敏 似是有些期待 桃林再次拿出前世的东西 可口可乐 桃林嘻嘻一笑 玉手轻翻 一瓶红色的依拉罐 直接闪现而出 见到这个熟悉的可乐罐 林浩眼睛都看直了 念在老乡的份上 这瓶可乐 就当做请你喝 桃林极为豪爽 直接将手中的饮料 递给了林浩 一把接过 林浩并未迫不及待地打开 掌中灵气涌动 顿时弥漫出一股寒气 包裹整瓶可乐 挺有门道的吗 看到林浩将其弄成一瓶冰冻可乐 桃林暗笑一声 可乐瓶在手 触体冰凉 林浩二话不说 直接打开一拉罐 仰头狂饮 杀 一股冰冷的气泡液体 顿时灌入喉中 刺激着整个口腔 暴耍 林浩只觉心神一阵畅快 想不到是隔多年 他还能再次体验这种滋味 简直快灾 旋即 林浩明显发现身体的机能 隐隐有着增强的迹象 精力充沛 果然 正如桃林所言的那般 这瓶可爱 拥有增强体质的功效 此等效用 神奇无比 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心中疑惑之际 林浩看向着桃林 不禁询问道 你的这些泡面 还有可乐 是从哪里获得的 文言 桃林略作犹豫了一下 便是凑近林浩 在其耳边低语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穿越重生之后 突然有一天 有个叫做神级抽奖系统的声音 在脑海中响起 抽奖系统的类目有许多 兵器 食物 药材 每次抽奖 便能获得不同的东西 不过 抽奖并非无常 一次抽奖的费用 至少需要摆霉羚羊时 档次越高级 所需费用越多 听完桃林所讲 林浩目光闪动 感觉桃林所获的这个系统 极端有趣 难怪他能够有着 如此多的现代物品 原来都是出自 那个神级抽奖系统 你呢 有没有什么系统能练 桃林一脸新奇地看着林浩 有 动物进化系统 林浩淡然一笑 直言不讳地说道 无论何种动物 只要一经进化 战力便可提升 既然对方坦诚相待 他也没有理由自私不言 不过 林浩却是并无透露 宠物杀手一事 毕竟此等事情 较为敏感 能不多言 就尽量不外传 什么动物都可言 听到林浩的系统能力 桃林的一双大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嗯 林浩刚点了下头 却见桃林曼妙的身形 突然掠出 院落的花丛中 一只倒霉的小蜜蜂 直接被他抓入手中 来 现场秀一下 桃林轻捏蜜蜂的双翅 似是有些迫不及待 我没钱 林浩贪了贪手 那般神情 倒是有种两袖清风的韵味 如果你能赞助一点 我就给你展示下 至少十万枚羚羊石 林浩眉梢轻挑 嘴角擒着一丝笑意 普通的进化 林浩已然看不上眼 唯有十万的数额 一件进化至S阶 那等级别的宠物 方才有点价值 那还是算了吧 听到药前 桃林的脸色瞬间出现了变化 犹如守财奴一般 连忙摇头 无所谓 林浩淡淡一笑 倒也不想在此太过招人耳目 咕噜 玄机他一仰头 将手中的半瓶可乐 一饮而尽 以前 林浩想都不敢 还能在这个世界 享受一次吃泡面 喝可乐的那种滋味 对了 你的抽奖系统兵器 都有些什么 玄机 林浩心头微动 隐隐已是猜到了些许 抽奖的类目 绝大多数都是前世的现代东西 兵器当然是枪械 桃林撇了撇嘴 不过那种玩意 太粗暴了 而且笨重 我不喜欢 说着 他取出一柄紫银色的细剑 爱不舍手地挥舞了两下 渐渐地 桃林手中常见越舞越快 剑气激荡间 仿佛掀起一股风浪 把周围地面的花瓣也卷了起来 漫天花瓣 与那抹白色倩影相融合 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如梦如幻 约莫片刻后 桃林手中常见一收 风浪消散的瞬间 那虚空中飞舞的片片花瓣 如同花雨中缓缓坠落 美不胜收 林浩处在原地 一时间看呆了 沉寂多年的心房 仿佛在这一刻被唤醒 怦然心动 这种兵器 才更有感觉 他回眸一笑 看着林浩 脸上涌现一抹得意之色 确实挺有感觉 林浩鼓起掌 由衷地赞叹道 你们男生 自小都喜欢玩枪械的玩具 我这里正好有一把 就便宜卖给 你得了 桃林对于金钱 显然极为迷恋 再次做起了生意 严霸 他先先御手 取出了一把银黑色手枪 沙漠之鹰 林浩眼神威宁 前世经常玩绝地求生游戏的他 一眼便是认出了此枪 对此 他不由地暗暗则舌 桃林这个抽奖系统的强大 那等功能 几乎是百宝箱的存在 只要有钱 便能从中抽奖 获得大致想要的物品 这一点 林浩倒也并无嫌弃自身系统 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的话 神级动物进化系统 相当于主攻类型 而桃林的抽奖系统 更类似于辅助型的一种 如今 他们二人作为搭档 双方系统 相辅相成 无疑是极为完美的配合 这把手枪 可并非寻常枪支 它能够根据使用者贯注的灵力程度 从而调整威力 简单来讲 灵力越强 杀伤力越大 不过子弹仅有七发 用完便无 桃林察觉到林浩那兴致勃勃的神情 顿绝这门生意游戏 当即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 贯注的灵力越多 威力便是越强吗 听着桃林的讲述 林浩一脸新奇 不停把玩着手中的沙漠之音 那般神情 犹如获得新玩具的大男孩 爱不舍手 此等枪线 足以堪比灵气了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 那便是手枪的射击 极端方便快捷 无需任何花俏的武学招式 简单扣动一下扳机 就能崩射出 令人难以想象的攻击力 可惜 子弹仅有七发 有些美中不足 什么价位 林浩一本正经地道 先说好 太贵的话 我可买不起 听到林浩欲要砍价的架势 桃林的秀眉微皱 不过 回想刚才林浩因为银两不够 无法进化宠物的一幕 心中倒也释然 好吧 给你个人情价 一万枚羚羊石 桃林嘴角一弯 伸出一根手指 轻笑道 文言 林浩暗笑摇头 对于桃林这般贪钱的举动 他倒也能够理解 抽奖系统 每次使用都要消耗费用 如果没钱了 什么都玩不起 久而久之 这也导致桃林的性格 逐渐养成了 找机会赚钱的习惯 正如林浩本身 亦是如此 为了赚钱进化动物 直接做起了刺客 这种赚快钱的行业 心中的好感 无疑是并非刚才那般强烈了 玄机 他掂量了下现在的存款 仅剩一万三千枚羚羊石 刚好足够支付这笔费用 成交 当下 林浩欣然同意 便是与桃林完成了交易 望着手中的沙漠之鹰 他调动一股精神力 覆盖而上 顿时间 旗内的结构细节 犹如3D设计图纸一般 陡然呈现在脑海之中 每一个零件的构造和尺寸 都一丝不苟地展现而出 如果能攻克子弹的制造 以后应该可以量产 改天再寄回去给白灵 让炼器师们研究下 林浩心中喃喃自语 不禁有个大胆的想法 如若混乱之领的军队 配备此类军火武器 在战力上 绝对横扫整个苍穹大陆的 所有帝国军团 想到这 林浩顿绝一阵新潮澎湃 你有没有想过回去 冷不叮 陶灵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林浩心头危症 一时陷入了沉默 回到原来的世界 以前他何曾不想 不过现在 却是浑然没有那个想法 如果回到地球 能力消失 那么也意味着 恢复以往那穷屌丝的身份 彻底打回原形 而如今 他所拥有的一切 比起前世的处境 无疑是有着天翻地覆的差距 武道天才 一领之主 直视唐成员 无论哪一项 都是前途发展无量 就算再傻的人 也不可能放弃眼前这些东西 暂时没有这个念头 沉默片刻 林浩嘴角牵起一丝笑意 摇了摇头 听得此话 陶灵也仿佛有些共鸣一般 轻笑点头 我也一样 不过 等这个世界完腻了 我就打算回去 陶灵美眸轻眨 与其略显调皮的道 但前提必须是 现在拥有的能力 不会丧失 变成一个普通人 文言 林浩但笑道 如果可以 我也就无所谓了 夜 深沉 二人谈聊了一会后 便是各自带着心事 回到寝室 直到第二天清晨 林浩的屋门被敲响 敲门之人 正是陶灵 我今天的工作 分配到火云中的 幻名塔维护秩序 陶灵重新穿上一套 整洁的白袍直视服 看着开门的林浩 道 你现在是间隙直视 跟我去熟悉下环境 记住 少说话 多做事 还有 我们昨晚摊开的秘密 不许在外人提起半点 说完 陶灵便是转身而走 对于后面那句话 即便不用陶灵提醒 他也自然清楚 当即 林浩带着小白 紧随陶灵的步伐 离开了这座塔内空间 由于双方秘密相告的缘故 二人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昨日刚见面时 明显亲切许多 直视堂的岛屿 有一个专门用于传送的站点 其内 设立了不少空间传送阵 每个传送点 都对应着九大殿宗的不同区域 一旦有事情发生 行动起来 也是快速方便 而后 在陶灵的带领下 林浩掠入其中一个传送阵 空间能量震荡间 带着林浩反应过来时 已然传送至火云宗的主岛之内 岛屿内区的面积 极端辽阔 在中央区域 八座赤红色飓风 直插云霄 火云缭绕 远远望去 犹如晴天之柱 呈八个方位之状 而在那八座飓风之中 隐约能够见到 一座座辉红的电塔楼阁耸立 透着一股古老磅礴的气息 这八座飓风的建筑 正是火云宗的核心区域 好浓的灵气 林浩走出传送阵 顿觉这里的天地灵气 浓郁无比 不过 却是隐隐有着一丝燥热 其内蕴含的火系灵气 相较于其他属性能量 明显更多 火系舞者 在此处岛屿修炼 无疑是事半功倍 林浩深吸一口气 一股火系灵气 顿时如同暖流涌入体内 植入丹田 或许是相同属性能量的缘故 林浩发现 丹田雪海中的火焰灵鹰 有着些许亢奋 贪婪地吸收起来 幻名塔 在左侧第二座飓风的半山腰 桃林御守一身 直向远处山峰的 一座灰色古塔 道 今天有一批新收的火云宗弟子 要去那里试炼 为避免那些自认自立身的 电宗弟子寻衅滋事 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维护现场秩序 文言 林浩心头微动 新收的火云宗弟子 那不就是昨日他们那批人员 他记得雷蒙的五道梦想 是进入火云宗 昨日的挑选电宗环节 估计并无措施 旋即 二人乘坐一只灵舟 在赤岩灵胶的牵引下 朝着幻名塔所在的飓风 急飞而去 由于山峰之中 隐含诸多禁地 但凡来此之人 都不可直接飞入其内 即便是直视 也必须遵守这条规定 故而 随着抵达境前 赤岩灵胶拉着灵舟 缓缓降落至山脚之下 近距离观望 却见山峰巨大无比 林浩站在山脚之下 犹如蝼蚁一般渺小 山脚下 二人所落之地 红石遍布 乃是一个由碎石砌成的广场 在广场深处 设有一个巨大的石门 其上浮温萦绕 散发出一股极端灼热的火源之力 火源石 林浩目光微宁 眼中顿时涌起一抹震撼之色 他之前所获的那块火源石 虽说仅有巴掌那么大 但其价值无法估量 然而此刻 火云宗却是用了如此之大的火源石 用于铸造入口门 这等手臂 简直恐怖 而且 那句门上的符文 弥漫出来的能量波动强悍 似是隐藏着一个阵法 一旦触发 恐怕圣玉境的强者 也难以全身而退 仅凭这个阵法 就算有人不遵守规定 估计也得乖乖顺从 林浩心中感叹之余 视线中也是注意到 在那石门处 道道身影 从其中掠出 或是进入 那些人的穿扮 似乎全都是火云宗的弟子 不过 他们服饰皆有不同 一眼望去 分为四种类型 殿宗弟子 也有等级区分 旁边 陶灵讲道 其中依次分为外殿弟子 内殿弟子 核心弟子 以及清传弟子 外殿弟子 一般都是刚入殿的新成员 唯有实力达到圣玉境 便可晋升内殿弟子 再往后 而是凭借个人的综合天赋 逐步上升 文言 林浩恍然点头 无论在哪个势力层次 皆有等级上下之分 如此一来 便可更为直面地下达指令 分配任务 今天的换名塔试炼 便是为他们日后冲击圣玉 打好基础 陶灵一边说着 一边走向山脚的石门入口 里边的试炼 有什么好处吗 林浩不由得有些好奇 当然有好处 最主要的一点 便是提升精神力 或是灵力的修为 每上升一个塔层 便可晋升一级 陶灵不以为意的道 圣玉第一重的灵音镜 虽说凭借单一的灵力 以及精神力 也能够凝练出灵音 但这种纯粹的单属性能量 并非完整 到了后面的第三重阴阳镜 便会遇到阻力 后面这番武道之事的讲解 林浩之前 已经从柳思宇那里有所了解 真正令得他引起兴趣的是 陶灵所言的前面那句话 想不到那幻名塔如此神奇 只要上升一个塔层 就能提升一级 那等修炼速度 岂不是就像直升飞机那般 不停上窜 无怪殿宗的成员 各个都是实力强悍 拥有如此修炼场地 分分钟就能培养出一个九级强者出来 当下 林浩脚步加快 迫不及待地 欲要见识一下幻名塔 咦 见状 陶灵微微诧异 自然也是不甘落后 前行的速度陡然加快 他的步伐 轻盈灵动 每踏出一步 身形仿佛一股风浪席卷而过一般 已然超过林浩约莫十数丈的距离 沿途中 残留下道道曼妙的白色身影 跟我比速度 你还嫩点 陶灵回眸看了林浩眼 得意一笑 风之异境 林浩眼神威名 明显感应到陶灵身上涌动的灵力波动 蕴含了一种风之异境的法则气息 要不要比比 陶灵似世又找到赚钱的路子 美眸眨洞间 调戏道 输了 两万枚羚羊石 敢不敢 文言 林浩嘴角轻挑 有何不敢 话音落下的刹那 他身上灵力涌动间 犹龙布的身法 以及风之异境 骤然施展开来 呼 青红色的光芒闪烁 林浩一脚迈出 身子顿时如同风浪中游走的火龙 顺着山峰石梯 迅速暴略而上 沿途 陶灵所残留的道道 身法虚影 皆被尽数冲散 短短数息 二人之间的距离 缩短大半 想不到你还懂得风系法则 看来是低估你的能力了 陶灵俏脸威正 虽无回头 但在凌厉气场的感应下 他能够明显察觉到 林浩的身法速度 丝毫不弱于自己 并且在这番追赶之下 双方的距离 已然所剩无几 为了两万灵羊石 我不能说 陶灵红唇轻咬 在金钱的欲望下 似是激起了他的真盛之心 呼 顿时间 他周身弥漫的风系灵气 骤然剧烈涌动 速度也是猛地增长 再次与林浩之间 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看到陶灵的速度 又是暴增 林浩略感压抑 在修为上 陶灵已是达到 圣域一重的灵鹰境 这方面 他并不占上风 不过 比拼速度 可不意味着修为越高 速度越快 寿源变 林浩临时微尘 心中低鹤声响起的同时 他身上的气息 猛然暴涨 哄 煞时 林浩脚步立静 沉稳迅猛 速度也是陡然飙升 在风之意境的催动下 其身形仿佛踏着风浪一般 剑步如飞 好快的速度 陶灵听到后方的破风声 顿时暗暗吃惊 他终于忍不住回头 看了一眼 只见林浩的身体 竟然强壮不少 前冲的速度 也是快的惊人 如果刚才知道 林浩也懂得风之意境 仅仅是诧异 那么 现在的他 完全震惊了 要知道 他的修为 可是实打实的胜域舞者 然而 林浩仅有九级五修的层次 双方相差一个大境界 这等差距 无论力量 速度 武学等哪个方面的战力 犹如鸿沟 没成想 在此番速度的比拼下 这家伙 竟然毫不逊色 甚至 隐隐有超过自己的迹象 这怎么可能 就在他愣神之际 林浩趁此机会 右脚很踏实阶 身形顿势如同炮弹一般 爆轰而上 直接超越而过 而此时 正好已是半山腰 抵达幻名塔的所在区域 至此 双方的比拼算是结束 承让了 林浩淡然一笑 望着跑到境前的陶灵 他毫不客气地伸出手掌 直言道 愿赌服输 两万枚羚羊石 我 想到自己一下子就输掉了两万羚羊石 陶灵白皙的脸蛋 顿时心疼得战红无比 看到陶灵有点不舍两万羚羊石的表情 林浩淡然一笑 倒也并不在意 这样吧 你等会安排个名额 让我进入幻名塔试炼 我们这笔赌债 便当作抵消 如何 林浩显然早已想好了说辞 提议道 虽说他拥有一张直视特权卡 但对于其中使用的规则并不懂 加之间隙直视的身份 也不知幻名塔是否有什么限制 正好借此机会 让陶灵全程安排 能够省事不少 就这 一听此话 陶灵的一双大眼睛 顿时扑散着光芒 小事一桩 交给我就行 他伸手 拍着自己那奥挺的胸脯 一脸保证 旋即 二人走向半山腰的南侧 设有一个珊瑚 一座宏伟的古塔 矗立湖中 通体如通流离一般 晶莹剔透 古塔四面环水 仅有一条石桥 连通而入 灵浩目光清台 却见在塔门的牌匾上 写着三个大字 幻名塔 此塔共有九层 每一层都刻着精密的符文阵法 隐约间散发着晦涩的能量波动 显然 试炼者每上升一层 便能够吸收其内蕴含的庞大能量 从而提高修为 直至九层登顶 也就意味着九级圆满 加上之前原有的九级战士 或是九级法师的修为 两种能量结合 便可冲击圣域之境 此等试炼 看似寻常 却也象征个人武道天赋的一场试炼 好比如 试炼者无论如何努力 都只能在塔中闯到第六层 那么他在圣域五修的成就 若是没有什么大机缘 最终也就止步于圣域六重的层次 简单而言 塔层越高 武道前途便会愈发宽广 此时 湖边的空地聚集了不少年轻男女 几乎全都是火云宗的外殿弟子 约莫数百人 这些人 在火云宗之中 可以说是地位最底层的那一类 不过若是随便出去一个 在个大帝国或是王朝势力那里 绝对是属于顶尖层次的存在 除此之外 在周围四处 还占有数名白袍直视 现场维持秩序 零号目光环扫 人群中一道魁梧的身影 顿时映入眼帘 那人 背负玄宫 正是雷蒙 今天的他 穿扮已换 一身赤红色的火云宗外殿弟子服饰 配衬他那刚烈的面容 倒是气场十足 此刻站于众多外殿弟子之中 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雷蒙目光一转 这时也是注意到不远处的零号 老大 当下 雷蒙一喜 郑玉走上前打招呼时 忽然有两个外殿弟子围了过来 他们并非昨日新收的学府怨声 或是散修舞者 那仿佛高人一等的神情 更像是岛屿本土的原住民 我说 你不是有储物界吗 怎么还一整天背着长弓 为首的长发青年 吃笑道 不觉得累吗 另外一人 也是冷言嘲讽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些外来者 却又喜欢装样的家伙 雷蒙一脸沉默 目光如炬地盯着面前二人 他之所以一直背着玄弓 并非装逼 或是引人注意 此弓 乃是他们雷家的祖传之宝 川云弓 其历代祖先 但凡拥有者 皆是功不离身 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强度 还能培养二者的亲和度 达到人工合一的境界 设计时精准度更强 多年来的背弓 就如同吃饭穿衣那般 早已让得雷蒙养成了一种习惯 来 借我完两把 眼看雷蒙沉默寡言 长发青年出于好奇 不借自取的伸手抓向玄弓 雷蒙一个侧身 轻易闪避而开 所谓不错嘛 长发青年一把抓空 不怒返笑 再次伸手抓去 然而这一次 雷蒙并无躲避 猛地举手 抓住对方手腕 沉声道 不要碰我的东西 外来者 如果我偏要碰 你又能耐我何 长发青年双眼微眯 冷声低语 我的哥哥在执事堂认识 若敢动我一下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听到对方的威胁 雷蒙眼神微沉 他出来乍道 在火云中无权无视 只能从一个最底层的外殿弟子 开始攀爬 并不愿惹是生非 想不到才刚开始 便是遇到这么一个找茬的家伙 我最近对弓箭颇有研究 至少也得让我瞧瞧 你这把弓合不合眼 长发青年似笑非笑 悬疾灵力激荡间 直接震开雷蒙的手掌 然后他又一次伸手 抓向雷蒙背后 那包裹布条的玄弓 其任意妄为的举动 让人极度反感 不过雷蒙表面看似憨厚 却是杀过人 挨过刀 在大皇子与三皇子的阴谋诡计中 摸爬滚打了数年 完全就是一个不惧生死的狠人 故而此刻 又怎会单凭长发青年的一句威胁 便是隐忍服软 只见他魁梧的身子 陡然散发出一股 极端雄浑的能量波动 哄 红芒闪烁间 直接将长发青年 震得连退束步 嗯 长发青年大吃一惊 显然也是没想到 雷蒙仅凭九级的修为 灵力竟是如此凝实 强大 怎么回事 如此动静 顿时引得周围人群一阵骚动 就连那些白袍执事 也都注意到了这里 他抢我东西 还要动粗 可还没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名长发青年 竟然惊声道 你们快来评评咧 没错 我可以作证 旁边那个外殿弟子 也是跟着起哄 很快 数名白袍执事 快步走到了境前 听闻长发青年二人的话语 他们凌厉的目光 陡然投射向雷蒙的身上 为首那名白袍执事 脸庞五官 与长发青年颇为神似 此人 显然正是后者 刚才所说的兄长 名为弘扬 俩兄弟交换了下眼神 无疑是心领神会 殊不知 这一切 全都被不远处的林浩 看在了眼里 他原本平静的目光 逐渐变得森冷 真是麻烦 才刚到 就要处理事务 桃林摇头晃脑 懒散地打了个哈欠 走吧 待你熟悉下 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 桃林一仰手 然而话尚未说完 林浩的身子 已经裂了出去 在出现时 已然站在了雷蒙旁边 看到突如其来的林浩 弘扬等数名白袍执事 目光皆是投向他的身上 原来是个间隙直视 弘扬打量了林浩几眼 看到后者胸前的间隙徽章 脸色明显有着一丝轻面 你来得正好 此人公然抢抢同门弟子的物品 把他背上的长弓卸下 并处以杖刑 弘扬以一种命令的口吻 吩咐林浩 浑然不知 他与雷蒙之间的特殊关系 你这种不分青红皂白 便是将其定罪 是否草率了点 林浩无动于衷 冷漠质问道 文言 弘扬微微诧异 显然也是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间隙直视 竟敢用这种口气与他说话 你 在质疑我的执事能力 弘扬脸色微沉 目光凌厉地盯着林浩 没错 林浩直言不讳 目光与弘扬对视 没有丝毫拒异 这般公然顶撞 顿时令的周围的众多外殿弟子 暗暗咫舌 这个间隙只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顶撞弘执事 他有什么来头 他们目光惊奇地盯着林浩 议论纷纷 林浩 不可无礼 洪师兄是我们的队长 刚抵达此处的陶灵 也是一脸诧异 急忙表明了对方的身份 林浩 听到林浩的名字 众人的脑袋 急忙转动起来 搜索着电宗内有关林氏的某些大人物 不过最终 却是始终没有发现 任何一个姓林的电宗高层 他是百院大赛的冠军 来自大阎王朝的天眼学府 这时 有个外界散修舞者 似是为了打入这群 本地外殿弟子的群体之中 直接暴露了林浩的身份 啥 那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比赛游戏 冠军就是他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所谓的冠军 在我们这里 也就配当一个间隙执事而已 一时间 绝大多数本地外殿弟子 皆是忍不住吃笑起来 当然 其中也有一些心静平静之人 全都沉默观望 并无发表任何言语 原来 你就是林浩 红阳眼神微宁 皮笑若不笑地盯着林浩 声音陡然变得凛冽了几分 我现在以上级的身份 命令你即刻执行任务 否则 隔出你在执事堂的一切职务 听到红阳后面这般强硬的威胁 雷蒙浓眉微皱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林浩 低沉道 老大 不用管我 这件事 我自己解决便可 虽说兄弟有难同当 但雷蒙并不想因为此事 让得老大受到牵连 况且这件事 本身并非他犯了纪律 真要闹大的话 自然有更大的人物出面处理 看得出来 雷蒙已是铁了心欲要反抗 川云公 乃是他们雷家的祖传兵器 向来功不离身 除非死 对于这一点 林浩又怎会看不出雷蒙的心思 此时兄弟在眼前受人欺辱 他作为老大 哪里会坐视不理 他目光直视对面的白袍 直视队长弘扬 冷声道 你说这把弓 是他强强的物品 那你又有何证据 下次判断 若是无凭无据 以私抱怨 我可到直视堂投赤于你 林浩这番话一出 在场人群 顿时一片哗然 尤其是那些本地的外殿弟子 何曾见过一个小小的见习直视 敢这般三番两次的顶撞上级 甚至扬言要投诉对方 这个胆识 简直绝了 我就是正绝 那名长发青年 直接站了出来 仗着哥哥是直视队长的身份 一脸得意忘形 弘扬虽说一直惯着自己这个亲弟弟 本想简单处理下 稀是宁人 没成想 林浩这般无理的行为 彻底令得他感到颜面无存 眼中闪烁着无法遏制的怒火 放肆 他末地冷喝一声 目光阴沉地盯着林浩 冷声道 人正物正皆在 你竟然还敢庇护对方 并且以下犯上 绝不能饶恕 这一句话 弘扬显然动用了灵气 每个字铿锵有力 如同审判一般 气势十足 谁躺护谁 相信你比我还清楚 林浩冷然一笑 浑然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 好啊 你 竟然还敢顶嘴 弘扬脸色力 猛然踏前一步 哄 顿时间 他身上爆发出一股极端雄厚的强大气息 这股气息 蕴含着圣域竞强者的怒意 让人感觉 弘扬就像一头则人 而是的猛兽 随时都会爆扑过来 然而 面对一个圣域高手的压迫 林浩依旧面无表情 没有流露出半分畏惧之色 虽说弘扬的修为实力 远超他数倍 但比起魏平一类的那些紫袍直视 眼前这家伙 只不过是一介蝼蚁罢了 况且 在网上 还有更为厉害的顶尖强者 若是连一只蝼蚁都要畏惧 又有什么资格 去追求那所谓的五道巅峰 发现自身的气势 竟然一点都没能压得住林浩 弘扬眼中的怒意 愈发浓郁 So 他目光阴力地盯着林浩 正欲出手 然而这时 一道歉影一晃 鬼魅般地出现在身前 洪师兄 林浩是魏大叔特别交代我照顾的 你们动动嘴就行 可别动手哈 陶灵美眸轻眨 急忙出声制止 魏大叔 难道是魏平前辈 一听此话 弘扬脸色微变 气势骤然减弱了不少 不难看出 他对于魏平 似是颇为忌惮 是的 陶灵点点头 显然深知弘扬惧怕魏平 直接将其给搬了出来 并以此让其误解 以为后者就是林浩的靠山 而正如陶灵猜想的那般 洪阳原本欲要动手的架势 立即收敛了下来 见状 林浩无疑是看出了其中的蹊跷 前阵子的百院大赛 由魏前辈亲自主持 他定然看过雷蒙使用的武器 林浩冷笑一声 既然有个后台可靠 自然要好好利用 文言 洪阳眼神微沉 方才想起 魏平前段时间 确实执行过百院大赛的任务 而眼下 这个叫林浩和雷蒙的新人 都是参赛者 能够被挑选来殿宗 显然在魏平的心中印象较深 如此想来 其本人使用的兵器 也是见识过 竟然被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翻摆了一刀 心头转念间 洪阳眉头一皱 怒瞪着林浩 面对桃林无中生有般的魏平后台 洪阳刚才凭借以上压下的特权 顿时荡然无存 他非常清楚魏平的本事 虽说目前级别仅是执事堂的紫袍 但其能力 足以晋升为黑袍执事 只要魏平愿意 即便成为王者级的金袍执事 也绰绰有余 如果真的请他前来鉴定雷蒙的玄公 恐怕必将免不了一番训斥 对此 洪阳自觉理亏 哪里敢与魏平当面对峙 这个混账小子 总是给我找麻烦 这样想着 洪阳脸色一粒 狠狠瞪了一眼那个长发青年 面对兄长的眼神 长发青年颇为心虚地低下头 看在魏平前辈的面上 你若在此当众道歉赔礼 今日这事 既往不救 旋即 洪阳目光一转 盯着林浩 冷冷地说道 你是在做梦吗 林浩眼中泛起一丝冷意 做梦 闻言 洪阳眉头一皱 给了几分颜料 当真就可以开染房了 一般的间隙执事 面对上级白袍执事 哪一个不是唯唯诺诺 这个林浩 却是给了台阶 竟然还不识趣地 就此作罢 洪阳眼中森然涌动 冷声道 小子 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林浩不为所动 淡淡道 此事结论尚未知晓 我又有何错之有 而且 我们作为执事成员 定然要秉公处理 洪阳脸色微沉 冷冷地说道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 很简单 林浩一脸平静 目光凌厉地 看向那名长发青年 质问道 你说自己的兵器被抢 那你可否知道 这把宫的尺寸 以及颜色 还有形状 一听此话 长发青年愣住了 顿时哑口无言 他眼神微宁 死死盯着雷蒙背后的长宫 试图从中看出些许苗头 然而 长宫通体包裹布条 并无显露出丝毫 别说是形态 就连兵器色泽 或是什么材质铸造 也都看不出半分 心头转念间 长发青年调动 仅有三级修为的精神力 快速延伸而出 略向长宫 精神力无形无质 几乎任何物体 都能穿透探测 只要长宫在精神力的探扫下 各种精密的细节 都能呈现在脑海中 不过 雷蒙又启示那般木纳之人 察觉到一股精神力波动 飞快蔓延而来 他身子一震 嗡 顿时间 一股更为雄浑的精神力波动 陡然呼啸而出 如同重锤一般 直接是将长发青年的那股精神力 蛮横震爆 精神力与心神相通 受到如此重击 长发青年顿时闷哼一声 脸色苍白地倒退束步 红鱼 看到弟弟遭受袭击 红扬眼中怒意闪动 身形猛地裂出 如同扑石的鹰鹫 当头对着雷蒙爆扑而出 与此同时 圣玉林英静那强横的能量波动 在其掌尖爆发开来 狠狠抓向雷蒙的喉咙 这一招 若是被抓时 喉咙当场就得犹如鸡蛋一般爆碎 见状 零号目光一冷 手中闪现出沙漠之鹰 直接瞄准目标 扣动扳机 碰 吓一撒 惊人的枪击声 瞬间响彻而起 咻 在灵力的灌注下 子弹带着一股极端恐怖的气境 仿佛撕裂空间一般 狠狠射向红阳 暗气 突如其来的袭击 饶视红阳这等圣誉级别的高手 也是感到一种危险的气息 当下 他急忙收掌 双脚抓地 体表凝现出一层厚实的护体灵气罩 但忙得速度极快 还没等他寄出常见抵挡 便已是射在防护罩之上 只听砰的一声沉响 灵气罩顿时剧烈震战 如同丢下一颗石头的水面 泛起一圈圈涟漪 近距离观望下 却见那煤弹头 已然刺透了将近一半的灵气罩厚度 若是威力再强一点 防护罩必然崩溃 好强的暗气 见状 弘扬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碰 然而就在这时 又一声嘹亮的枪声响起 但忙呼啸而过 精准无误地射在此刻 这煤弹头的同一个位置之上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在这股强悍的冲击下 弘扬身上的护体灵气罩 终于承受不住地崩溃开来 扑斥 两枚弹头 陡然穿透而过 连成一线地 笔直射入弘扬手臂 瞬间血花剑射 受此枪伤 弘扬倒也极为硬气 身形连退束不间 并无发出一声痛哼 混账 他低头望着左臂 那已被鲜血染红的袖袍 暴怒的脸色 阴沉到了极点 自从成为白袍直射 以及晋升为圣玉镜 弘扬已经记不得 上次受伤出血是什么时候 不过今日 面对一个仅有九级修为的见习直射 结局却是出乎意料之外 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奇耻大辱 这 怎么可能 弘师兄竟然受伤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全场震撼 那些外殿弟子 以及庶民白袍直射 皆是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 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林浩竟会出手袭击弘扬 仅凭一把短小的金属暗器 便是将其射伤 九级武者 打伤圣玉强者 两者之间 原本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 却完全打破常力 真真实实地呈现在眼前 此等情形 简直不可思议 这下 事情大条了 陶灵俏脸微变 美眸中涌起一抹凝重之意 对此 他也是不禁有些诧异 想不到林浩使用枪支的本身那么好 仅仅两下 就把一个圣域高手给打伤 虽是如此 但眼下状况 似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 事态的发展 已经从殿宗弟子之间的纷争 直接升级到了执事的内斗 而且还是以下犯上 处于较为严重的局面 杂碎 你真以为有魏平前辈这个靠山 就觉得有资格在我面前 销狂了不成 红阳目光乖利地盯着林浩 眼中寒冷更甚 声音之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浓浓沙意 今日 我便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不知死活 声音落下的刹那 一股比起刚才还可强大的灵力波动 自红阳身上暴涌而出 在其周身 浓郁的赤红色灵气疯狂旋转 形成一种实质性的熊熊烈焰营绕体表 声势骇人 哄 红阳拳头一握 身上灵力激荡间 那射入手臂中的两枚弹头 陡然自伤口震慑而出 狠狠掠向林浩 在精神力的全方位覆盖之下 林浩瞬间锁定了弹头的攻击轨迹 然而 还没等他出手 突然两道燃火的箭矢 自他身侧擦肩而过 砰砰 只听两声枪响 火光剑射中 那两枚弹头的攻势 直接被轻易抵挡下 雷蒙手握长弓 步伐沉稳地走至林浩身旁 此事与我老大无关 有什么事 冲我来 他眼神毫无巨异地盯着红阳 沉喝道 红阳眼角青筋暴突 似是被两个修为低级的小子 如此挑衅 他的尊严 难以容忍 既然如此 那就如你所愿 研罢 他身形猛地暴力而出 并无施展任何武学的迹象 一拳轰向雷猛 碰 周围空气 在其拳下爆炸 隐约能够看到 那拳头前方的虚空 气浪涌动间 赫然呈现出一种凹形气旋 这家伙的攻势 明显毫无留情 速度更是快得惊人 却见其身形一晃之下 便是已经冲到近前 完全没有给予雷猛 搭弓射箭的反应时间 拳锋凌厉狠毒 直接轰向雷猛的胸口 心脏致命部位 雷猛目光威领 当即身形急忙暴退 不过 红阳的速度明显更快 眨眼间 那萦绕火焰的拳头 已然逼近雷猛的身体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强而有力的猙獰猿猿长 猛地抓住红阳的手臂 这只猿掌并非魔兽 而是施展袁兽变的零号 其体内融合了远古龙猿的精血 此刻变身袁兽形态 他浑身散发着狂暴 凶力的可怕气息 区区练踢舞靴 还拦不住我 红阳不屑地冷哼一声 话音落下的刹那 一股极端强悍的火系灵力 自他身上爆发开来 旋即左手握拳 狠狠轰向零号 饶势此刻 零号的体质增强不少 但面对圣域高手的一击 也不敢用身体硬抗而下 当即 他急忙松手 同样握拳 直接与红阳的拳头 硬汗在一起 动 低沉的撞击声 顿时在湖边的空地中 响彻而起 一股狂猛的力量波纹 随之席卷而出 周围平静的湖面 荡漾起一层层连衣 蹬蹬 而在这股强劲的力量冲击下 零号身形不稳 脚步连连暴退 倒退的同时 他身上的护体灵气罩 不断传出诡异的爆炸声 却见其上有着一层肉眼可见的一火 疯狂轻蚀 那种细微的暴响声 正是由此而来 然而 虽说零号表面看似身形不断暴退 但其身体 却并无出现任何重伤的痕迹 若是仔细一看 便能发现 他身上黑芒迅速如洞间 反而轻蚀着那股庞大的力量 吞噬心容 毫无疑问 在吞噬武学的作用下 侵蚀而入的外力 完全被禁术吸纳 直接将杀伤力减少到了最低 碰 最终 零号倒退的身体 狠狠撞在湖边 一根巨大石柱 方才挺稳下来 不过 这一撞之下 那根粗大的石柱 却是瞬间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差点爆碎而开 死 见此一幕 在场众人一脸震惊 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虽说这番交锋中 零号并不占据任何上风 但能够以九级修为的实力 应接圣域灵鹰镜强者的一拳 竟然没有受什么伤势 着实让人意想不到 要知道 那等可怕的力量冲击 即便半步圣域的舞者 也难以抵御而下 对此 火云中的那些外殿弟子 此刻脑子都是 感到有些浆糊 零号站稳身形 望着身上破裂的衣衫 虽说状态并非多好 但他的眼神 反倒是格外炽热 没有宠物系统的协助 这算得上是以他自个的力量 第一次与圣域镜强者对战 饶使有些棘手 心中却无比畅快 至少 他明白了自身实力 与圣域灵鹰镜的差距 究竟有多大 显然 唯有变身龙人形态 以及引动体内的火焰灵鹰 才有一战的把握 而且胜算并不大 约莫两成的机会 对于这种估策 零号心头微沉 如今面对的 仅是圣域一重的灵鹰镜 在网上还有二重 三重 四重 在九大殿宗之中 实力弱小的话 无疑是如履薄冰 想要受人敬畏 只能不断地变强 这一刻 零号心中 欲要变强的武道信念 愈发强烈 这一届百院大赛的冠军 果然是有点本事 难怪会如此张狂 看到零号毫发无伤 红扬的脸色 隐隐有着一丝铁青之意 他目光森然 望着不远处的零号 对于后者的实力 愈发感到惊奇 想不到这个小小的间隙直视 竟然如此难以收拾 甚至应接他的一拳攻势 依然能够顽抗到这种地步 他为人高傲 绝不允许自己 在一个仅有九级修为的小子手中 取得这般结果 所以 今日无论怎样 他都必须击败零号 以利威慑 否则的话 这件事 定将令的他 今后在九大殿宗 以及直视堂的群体之中 颜面扫地 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能挡得了 我几招 红扬冷然一笑 雄魂的火系灵力 在双掌弥漫开来 似是并无打算 动用武器的迹象 从刚才的交手中 他看得出来 零号的根基凝食 甚至相较于 他以前处于九级修为时 还要强 但那种炼体所获的力量增幅 并无法维持长久 若是动用绝对压倒性的攻击 所谓的兽化炼体 瞬间便能瓦解 哄 这样想着 红扬的身形火光弥漫 如同一道炮弹 再度爆裂而出 鸿芒过处 沿途地面 直接是被生生刮起一条 深深沟壑 那般情形 宛若一条猙獰火蟒 在地底之中翻涌而前 凶狠地扑向零号 圣化武学 火蟒暴炎 见状 周围的火云宗外殿弟子 顿时目光闪烁 忍不住激动出声 此等武学 乃是源自火云宗的圣化武学 招式威力强悍 即便不用武器 也能产生极端可怕的杀伤力 一旦接触到圣化而出的火蟒 瞬间便会爆成灼灼烈焰 将敌人吞噬于火海之中 随着圣化武学施展 弘扬周身涌动的火系灵力 与它融合一体 凝成一条猙獰的巨型火蟒 火蟒通体着眼萦绕 令得周围的温度都是急速上升 疯狂爆扑向零号 面对此等强悍的圣化武学 寻常攻法 与其对抗 无疑是以卵击石 唯有同样施展圣化级的武学 方才有一拼的把握 零号深知这一点 当即手中 闪现出是龙剑 森冷的浓郁黑气 猛的散发而开 是龙剑在零号手中挥动起来 刷刷刷 顿时间 灵力的剑气 肆意激荡 惊艳无匹的剑芒之中 带着致命的杀鸡 隐隐中 伴随宛若龙银一般的风啸声 好强的剑业 剑撞 周围的外殿弟子们 眼中瞳孔 猛然紧缩 在此等强横的剑气席卷之下 全都不由自主地后退而开 这件事 难道是圣化武学 剑扫八荒 那些白袍直视 脸色微变 他们的眼力明显较广强 当下便是看出了 灵号动用的武学招式 而确实如他们所猜测的那般 灵号此刻施展而出的功法 正是剑扫八荒的第一式 龙啸裂空斩 以灵号如今 能够催动火焰灵鹰的能量 仅能施展前两世的剑技 饶是如此 那等威力 也不容小趣 斩 灵号剑绝变换间 陡然一声冷喝 他手中是绒剑树批直下 携带宛弱风雷之势 破开虚空 照着那暴扑过来 活忙斩去 却见灵号劈出的刹那 巨大的黑色剑影之上 一条火焰龙蚊萦绕 震耳欲龙的龙啸声 咆哮连连 那等骇人的气势 丝毫不弱于弘扬的武学攻势 是 剑影龙蚊劈裂虚空 所过之处 空气如同石质一般 向两侧裂开 爆发出一阵灼热气浪 旋即 两道圣化武学的攻势 在众多目光中 狠狠轰撞在一起 砰 惊人的撞击声 顿时当场炸响 恐怖的灵力风暴 在此刻如同海啸一般 疯狂席卷开来 能量进风过处 周遭的树木山石 皆是爆成漫天粉末 靠得近的外殿弟子 脸色巨变之下 急忙在体表凝现出 护体灵气照抵抗 其中一些倒霉的外殿弟子 来不及撑起防护罩 直接被震得倒飞而出 掉入到湖水之中 轰轰 可怕的能量风暴呼啸 两道攻势 几乎势均力敌地双双爆开 源头中心 灵浩以及那个红阳 也是被震得倒退出十数障 而在二人身形倒退的同时 地面上 赫然划出两道 触目惊心的身痕 灵浩手中黑剑插地 强行稳住身子 然而他此刻的脸色 极为苍白 扑吃 体内气血剧烈翻腾 灵浩并无强忍 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顿觉顺畅不少 还好凭借系统 学了圣化武学 否则刚才那一招 还真抵挡不了 灵浩目光轻抬 望向远处那状况 同样不是很好的红阳 心中不禁暗自庆幸 区区一个九级舞者 怎么可能修炼得了圣化武学 此刻 红阳脸色铁青 心中一片惊疑 而为了不当重出球 他强行忍住体内翻腾的气血之力 表面看似无事 但其体内伤势 相较于灵浩 恐怕还要重一些 这不是作秀吧 风平浪静之后 那些外殿弟子们 各个满脸震惊 望着各自倒退的两道身影 皆是感到匪夷所思 他们这种惊讶的情绪 显然都源自灵浩的种种表现 使用诡异暗器袭伤弘扬 乃是借助外力的一种攻击手段 勉强算是能够理解 不过 此刻的灵浩 完完全全就是凭借自身实力 抵挡下弘扬的圣化武学攻势 这等情形 已然极大颠覆 他们以往对境界之间的观点 喷喷 旋即 二人身形猛然掠出 再度激战在一起 凭借火焰灵鹰的圣域能量 短时间内 灵浩尚且能够与弘扬抗衡 想不到老大这么厉害 旁边 雷蒙目光闪动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看来 我也不能再藏桌了 他心头微灵 眼神逐渐变得冷立起来 若是仔细一看 能够看到他眼中瞳孔之中 红芒引现 似是凝现出一只火缝虚影 与此同时 雷蒙丹田雪海中的火系灵力 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疯狂暴涨 啊 然而 就在雷蒙正欲发飙时 一道惊骇的惨叫 突兀响起 众人定睛一看 却见鸡豆中的红羊 忽然身形暴退 又长得五根手指 竟是失去了一根 鲜血直流 而且 那断指的伤口处 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呈现出诡异的黑色血纹 开始往上蔓延 此等迹象 无疑是中毒的症状 看其伤痕 似乎是由某种力气所伤 这样想着 众人一脸惊奇 目光转向雷蒙手中的是龙剑 难道 那把黑剑有毒 但转念一想 却又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因为 自始至终 他们都未曾看到 雷蒙用剑割伤红羊的场景 况且整个搏斗过程 由于修为差距的缘故 红羊一直占据上风 根本没有可能再被雷蒙伤到 听着周围诧异的议论声 雷蒙嘴角轻挑 泛起一丝冰冷笑意 他承认 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即便变身龙人形态 胜算也不高 可是 这并非意味着他 真的会循规蹈矩 刚才与红羊的缠斗中 他悄然召唤出隐身状态的金科 直接给对方使了一个阴招 割断手指的同时 一股致命毒素 也随之侵蚀入体 当初 颜红羊的那位圣誉师傅 遭受金科的致命毒素 都是束手无策 何况此刻 仅有同境界的红羊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根本招架不住 毒素很快便是蔓延了整条胳膊 其内的经脉血管 在毒素的侵蚀下 瞬间摧毁的一片狼藉 察觉到体内的变化 红羊的脸庞 终于涌上一抹浓浓的惊恐之色 他急忙调动雄魂的灵力 形成一层层能量屏障 封死住又尖出的血脉 试图阻拦毒素继续蔓延 紧接着 红羊伸手摸向储物界 取出树莓碧绿色的丹丸 全部塞进嘴中 一口吞浮入肚 这些丹丸 显然具备疗毒之小 随着丹丸的能量在体内化开 只见他手臂上的皮肤 黑色毒素 有着逐渐淡化的趋势 望着这一幕 雷蒙心中颇感惊异 显然也是没想到 老大刚才究竟是如何弄伤那家伙 这 怎么可能 那名长发青年 看到向来一丈的哥哥 竟然被一个见习之士 打得如此狼狈 骤然间愣住了 旋即 他察觉到身旁闪现出一道身影 转头一看 顿时吓得一哆嗦 因为此人 正是林浩 你最好诚实一点 林浩眼中寒忙涌动 冷然道 否则的话 下场不用我说 你应该能够想象得出 文言 长发青年脸色苍白 急忙颤巍巍地道 我刚才说的一切 都是谎话 是我利用哥哥的执事特权 栽赃陷害 那把长弓 并非他强抢 而是他本人的兵器 此话一出 在场的绝大多数外殿弟子 却是没有多大反应 似乎早已清楚 这个家伙的为人 原来如此 陶灵美眸轻眨 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 看其单纯的神情 显然之前并未搞清事情的真相 他原本以为 林浩有意袒护雷蒙 故而这才出言顶撞红阳 甚至大打出手 没想到这一切 只是自个的脑子不够灵光 误解了林浩 栽赃陷害 滥用职权 林浩看向不远处的那些白袍执士 淡淡道 各位执士师兄 现在不用我讲 你们也知道如何处理吧 亲眼目睹这般结果 旁边的庶民白袍执士 不由地皱了皱眉 虽说弘扬在此次职务上 乃是他们的队长 但作为执士的他们 本就是抱着秉公作则的心态 无论是谁 只要违犯纪律 必受执士堂处以惩戒 抓走 等候处置 其中一名资历较身的白袍执士 当即一声冷喝 在场的庶民白袍执士 皆是行动起来 直接把弘扬他们两兄弟压走 至此 这场闹剧 方才告一段落 然而经此一战 林浩的强悍战力 急于火云中的 这群外殿弟子 无疑是落下极大的震慑效果 对于外界百院大赛的冠军 无人再敢有丝毫质疑 甚至轻蔑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谁若再犯纪律 严惩不但 随着弘扬被抓走 那名资历较身的白袍执士 俨然成为这次幻名塔试炼的负责人 林浩眼神威宁 却见 这名白袍执士 年纪约莫三十多岁 方脸刚毅 浑身正气 由他负责试炼的职务 后面的日子 应该不会再发生类似刚才的事情 试炼开始 一声冷喝响起 火云中的外殿弟子们 立即自觉地开始排起队伍 准备进入幻名塔试炼 或是介于林浩的威慑 那些外殿弟子 竟是全都排在了雷蒙后方 让其成为进入塔内试炼的头号名额 对此 林浩并无在意 依然遵循见习执士的身份 跟在陶灵身旁 协助此次职务 工作并不繁琐 犹如保安一般 在场中四处巡逻 维护一下秩序啥的 极为悠哉清闲 一时间 林浩顿感有些无趣 执士的工作 平时就是这样 林浩看了一眼旁边的陶灵 忍不住问道 嗯 陶灵点了下头 笑嘻嘻道 我就是看中这一点 才选择进入执士堂 林浩淡然道 那岂不是很无趣 怎么可能 陶灵立即反驳 对着林浩调侃道 刚才的事不就是挺刺激的 林浩摇头一笑 那只是意外 不一样 陶灵伸起一根白嫩手指 同样摇了摇 你说错了 类似这种意外 平常可不少见 文言 林浩微微诧异 此话怎讲 陶灵红唇微敏 略作沉吟了一会后 便识到 执士的工作 平常看似简单枯燥 却也是有着潜在危险 好比如前阵子 在黑暗殿宗那边 追查到有个内殿弟子修炼邪功 经常在平民区中挟持女子 强行双修 吸取她们的精血 从而凝练阴煞之气 由于那家伙的实力强横 有好几名白袍执士 在抓捕过程中 直接被当场杀死 甚至有个女执士被直接剖走 等找到的时候 已经惨遭毒害 说到这 陶灵俏脸上 隐隐有着些许怒意 粉泉握紧 那个可恶的家伙 最好不要让我找到 否则定要把他那里阉割了 听完陶灵所讲 灵浩差一道 那人还没捉到 陶灵柳眉微醋 摇头道 还没 闻言 灵浩同样眉头微微一皱 在他看来 以执士堂的力量 各个午休强大 随便派出几名强大的青袍执士 或是紫袍执士 想要将其抓住 感觉应该并不困难才是 那家伙的师父 乃是黑暗殿宗的护殿长老 权势极大 陶灵显然看出灵浩心中的疑惑 直言道 在其庇护下 我们执士堂的成员 别说是抓捕 就连他的行踪也很难掌握 灵浩暗自点头 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 虽说执士堂的特权 充伴着九大殿宗的秩序管理者 但权力再大 有时候也难以斗得过地头蛇 由于此事影响很大 执士堂内部 已经下达了红色通缉令 谁若能把那人抓住 或者直接处以死刑 便能获得丰厚奖赏 陶灵愤愤不平地道 可惜我 实力不允许 无法潜入黑暗殿宗的岛屿之内 要不这个奖赏 铁定拿下 听到奖赏二字 灵浩目光威名 显然心动了 那家伙叫什么名 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信息 当即 灵浩询问了起来 敌摇 陶灵下意识地回答 玄机似是反应过来 诧异地看着灵浩 你突然问这个干嘛 灵浩嘴唇微动 却是无声地说出四个字 除以死刑 什么 看到灵浩的唇语 陶灵一双美眸 顿时瞪大了几分 情绪的波动 顿时有些激昂 敌摇 灵浩暗自点头 莫记了猎物的名字 你要去抓他 眼看灵浩那认真的神情 陶灵的郊躯凑凑至近前 小声问道 由于二人挨得较劲 身体难免有着些许磨蹭 作为前世现代人的灵浩和陶灵 对此倒是没有多大在意 这般情形 在火云中的那些外殿弟子眼中 却感觉无比亲密 也正因如此缘故 日后二人之间的绯闻 源头便是由这里开始传出 有奖赏可拿 当然要抓 灵浩嘴角轻挑 显然心意已绝 由于双方皆是穿越者的缘故 未保密 他这番语言 赫然用了前世的普通话 似是太久 没有听到有人用普通话交流 陶灵翘脸威震 脑子顿时有些转不过弯来 以后 这就是我们的私下语言 灵浩冲着陶灵眨了下眼睛 脸上罕见地露出一抹邪魅笑意 不错 挺聪明的吗 陶灵美眸一亮 忍不住伸出玉手 拍了下灵浩的肩膀 倍感亲切 被对方这般开游 灵浩自然也是毫不客气 同样伸手 搭在陶灵的相间之上 这 这一幕 看在外人眼里 却是有如打情骂钞的小情侣一般 异常暧昧 顿时间 绝大多数外殿弟子 皆是一脸诧异 显然也是没想到 这个间隙执事 才刚到这里没多久 便是勾搭上了一个美女执事 这也太牛逼了吧 尤其是那些偷偷暗恋陶灵的男弟子 双眼冒火 甚为嫉妒 你可否知道 迪瑶的资料信息 以及人物头像 心头转念间 灵浩打算搜集更多的相关线索 陶灵红唇微敏 说来话长 你若是真有兴趣 可到我们执事堂的执法店接领任务 任务中的信息非常全面 包括迪瑶的人像 文言 林浩目光闪动 想不到执事堂还设立了如此奇特的部门 接领任务 只要完成 便能获得报酬 那种模式 倒是令得林浩找到以前当刺客时 接领暗杀任务的感觉 我明白了 多谢 林浩微笑点头 不停转动的心思 已是开始策划着 接下来的刺杀任务 林浩 你真的不是开玩笑 陶灵目光疑惑 盯着林浩提醒道 虽然你战力不弱 但黑暗殿中的底蕴 可并非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尤其是那个迪瑶 拥有圣域二重心沉静的修为 即便你能够找到他 想将其执法 又如何办得到 说到最后 陶灵的语气 明显有着一丝担忧 同为穿越者 他可不愿看到 林浩因为一时急功近利 搞得丢了小命 到那时 孤零零的他 无疑是缺少了一个 能够毫无顾忌 诉说心里话的老乡 圣域二重 心沉静 听到这 林浩眼神微微一沉 此等强悍的实力 以宠物杀手们如今的战力 想将其刺杀 确实有些棘手 战力弱于猎物 意味着成功率低 不行 必须想办法搞点钱 尽快提升战力 这样想着 林浩原本策划暗杀任务的心思 顿时转变了方向 可是 他现在的身家 仅有数千枚羚羊羊石 动用系统净化宠物的资金 远远不够 陶灵 在殿宗这边 有没有什么赚钱的门路 听到林浩忽然转移了话题 陶灵俏脸微正 不由地问道 你很缺钱吗 穷的叮当响 林浩瘫了瘫手 然后故作掏了下空荡荡的口袋 眼见林浩这般幽默的举动 陶灵顿时扑斥一声 红唇咧开间 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鬼话连篇 旋即 陶灵嘴角笑意收敛 瞪了林浩一眼 昨天为大叔给你的冠军奖励 单凭那张一万点奉献值的指示卡 就价值百万了 还说穷的叮当响 信你才怪 说完 他那精致的小粉笔 冲着林浩皱了皱 价值 百万 然而 听到这个数额 林浩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心中颇为震撼 显然也是没想到 那张指示卡的万点奉献值 其蕴含的价值 竟会如此之大 百万领阳时 那可是相当于一个帝国 数年的各种经费开销了 此等庞大的财富 在九大殿宗的指示堂这里 却是微不足道 指示卡的奉献点 哪里可以兑换现金 当即 林浩迫不及待地询问道 嗯 文言 陶灵以为自己听错了 差一道 你要把奉献点兑现 是的 林浩并无丝毫犹豫 你知道有什么门路吗 虽说指示卡的奉献值 能够让得 他在九大殿宗的各个修炼场所 任意试炼修行 受用极大 但眼下 在林浩看来 换钱净化宠物 反而具备更大的价值潜力 只要完成任务 到时所获报酬 相当于一箭双雕 只赚不亏 不用什么门路 直接去执法店 便可等价兑换 陶灵讲道 一点奉献值 兑换价是百枚灵羊石 林浩暗自点头 一万点奉献值 正好百万灵羊石 足够他挥霍了 玄机 他看向幻名塔所在方向 却见塔门前 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 此等情形 也不知要等多久 才能轮到他进入试炼 算了 先把任务给接了 心头转面间 林浩已然改变主意 与其这样浪费时间 倒不如提前行动 这里的工作 就麻烦交给你处理 我先回下指示堂 言罢 林浩没等陶灵回应 便是身形略出 朝着山脚 迅速奔略而去 第一天上班 不仅以下范上 现在又善离职守 真是个麻烦的人 陶灵正了正 玄机暗自摇头 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瓶优酸乳 惬意地吞吸起来 不过 也挺有趣的 至少与这个世界的男人 有很大不同 他轻咬吸管 凝视着林浩远去的背影 嘴角掀起一抹月牙弯的笑意 执法殿 坐落于直视堂 所在岛屿的西侧 电阁通体漆黑 泛着坚硬的光泽 材质并非石土 显然由某种金属铸造而成 而在殿阁顶端 矗立着一把新红色的巨型长剑 象征着执法殿的铁血纪律 但凡犯罪者 皆无法逃得过制裁 此时 执法殿的大门口处 一个年轻的白袍直视 出现在这里 这人 正是林浩 望着眼前森严的殿门 林浩没有半点实质 直接脉搏而入 殿内的环境 并无什么华丽的装修 大厅两侧 设有两到十墙 一白一红 石墙上皆是闪烁着形形光纹字体 左侧白墙 浮现着各种繁杂的直视任务 右侧的红墙 则是较为危险的悬赏任务 一行行任务悬赏令 几乎覆盖了整面石墙 林浩脚步一动 走至右侧的红色任务墙前 他目光扫逝 很快便是落在其中一行任务栏 其上标注着惩治色魔敌摇 由于任务的难度较大 加之黑暗殿宗的长老阻扰 此条通缉令 挂在任务墙上已有十数天之久 至今都无人接领 林浩心神微动 一丝精神力顿时延伸而出 略向任务墙 当触碰到那条悬赏令的刹那 林浩的脑海中 陡然闪现出全面的任务信息 人物 敌摇实力 圣玉二重 新陈境后期罪行 兼淫殿宗平民女子 屡次拒捕 并残杀五名白袍直视 罪恶滔天 地点 黑暗殿宗任务 只以死刑任务悬赏 两万点执事奉献值 在后面 还附诸了迪摇的个人画像 其身材偏矮 头发稀缺 或许是修炼邪功的缘故 脸庞特征 给人一种非常猥琐的感觉 两万奉献点 当看到那任务悬赏的报酬 林浩顿时目光闪烁 此等丰厚的赏金 值了 接领任务很简单 不用登记什么手续 只要用自己的身份 执事卡 贴在任务墙 然后再用精神力 选取所想任务即可 此等方式 倒是具备着极好的隐秘性 而后 随着林浩 完成整个流程的步骤 却见任务墙上 那形橙质色魔敌摇的字体 陡然消失 直接刻录到 林浩的执事卡之中 由于周围接领任务的 执事成员 并不在少数 那些家伙 都只关注于 自身适合的任务 故而这番操作下来 倒是无人注意到 林浩接领的任务 究竟是哪一条 接下来 就是兑换奉献值了 林浩目光环扫 大厅中深处 仅有一间时事 那里 应该就是执法店的办公区了 其内职务 包含了领取赏金 以及兑换奉献值的相关事物 林浩步伐不疾不徐 走进了时事 然而 想象中的多元化办公区 并没有出现 古朴的时事内 同样设有两道任务墙 一红一白 其上 挂满了密密麻麻的符纹预检 与外面大厅的任务墙 似是有着某种牵连 而在两道任务墙的前面 端坐着一个灰发老者 他的身上 穿着一件紫色衣袍 气息强横 其身份 竟然是一名紫袍执事 十四天了 总算有人接领 黑暗电宗那个色魔的任务 灰发老者声音嘶哑 他望着红色任务墙上 其中一块亮起的符纹预检 喃喃自语 有点好奇 会是哪个强大的执事 对的林浩刚好听到灰发老者这般言语 心中不由地暗笑一声 看来这个老头 应该就是执法店的负责人 前辈您好 请问如何兑换奉献值 林浩态度客气 出声询问 兑换多少 灰发老者显然早已察觉林浩 头也不回地淡淡倒 一万点 全部兑换成羚羊石 听到林浩所讲数额 灰发老者终于有了反应 他略显勾楼的身子 缓缓转了过来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林浩 一个剑袭执事 竟有一万点奉献值 灰发老者看到林浩胸前的剑袭徽章 顿感奇怪 前辈 我叫林浩 来自大阎王朝的天眼学府 林浩微笑点头 前阵子的百院大赛 晚辈侥幸获得冠军 昨日加入执事堂时 为凭前辈特意赠予我的奖励 闻言 灰发老者似是想到了什么 沧桑的脸庞涌起一抹恍然之色 原来如此 想不到你放着九大殿宗布学 竟是加入了执事堂 灰发老者嘶哑一笑 不由得多打量了林浩几眼 玄机赞赏道 你的选择 很明智 多谢前辈夸奖 林浩拱手抱拳 行了一个晚辈之礼 出门在外 该有的礼貌 还是要有的 何况还是一个岁数如此之大的老头 而看到林浩这般谦逊和规矩的态度 灰发老者欣慰点头 无疑是非常满意 兑换林阳时 按照以往条例 需要扣除十分之一的手续费 灰发老者说话间 望着脸色突然变得诧异的林浩 陈笑道 不过 念在你的态度 还算对我这个老头子尊敬的份上 首次兑换的手续费 就给你免除吧 文言 林浩心中一喜 百万林阳时的十分之一 相当于十万 这笔巨款 能省下来 自然是极好的事情 当即 林浩再度拱手抱拳 多谢前辈 把你的指示卡拿出来 老夫将其中的奉献值清零便可 灰发老者说着 手中已然勾勒出一个玄妙的符文 林浩点头 直接取出他的指示卡 放在老头的掌中 是 符文光芒如洞间 指示卡内的奉献点数额 尽数清空 嗯 然而在清除的过程中 灰发老者仿佛从指示卡之中 发现了什么端倪 脸色微微一正 刚才诚挚色魔敌摇的任务 原来就是你接的 他目光诧异地盯着林浩 对于后者接领这项任务 颇为意想不到 此项任务 虽说只是处形一个 胜于二重的那门弟子 但有着护店长老的阻碍 难度系数极大 若非紫袍 直视级别的强者出面 根本无法行得通 更何况是一个 小小的间隙直视 接这个任务 简直和找死没什么区别 嗯 就是我 林浩一脸淡定 坦言道 小伙子 听老夫一句劝 灰发老者摇了摇头 意味深长地劝戒道 年轻气盛是好 但莫要逞能 林浩面带微笑 并无多余 他出道以来 就是以刺客谋生 从而获得更大的资源 此项猎杀任务 也必不会退缩 执法店门口 林浩神清气爽地踏步而出 右手食指 多了一枚白色储物件 其内装满了大量的羚羊石 不多不少 正好百万 此等巨额 算得上是他第一次所获 玄机 林浩目光环扫 走至不远处的树荫下 就地盘歇而坐 系统 打开所有宠物进化信息 林浩心神微动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 所有宠物的列表 数量 共有四只 金科 狼王 蚁皇 雷炎圣虎 除了蚁皇之外 其他三只 皆为合成宠物 由于蚁皇并无合成过宠物 虽说进化等级处于S阶 但其战力却是最弱的一只 仅有相当于九级舞者的实力 而S阶在网上 便是SS阶 SSS阶 这是目前系统展现的等级划分 好比如 金科现在已经达到SS阶 至于SSS阶之后 究竟要如何进化 林浩也毫无头绪 对此 他并没有管那么多 如今任务已经接领 首要工作就是将金科 提升至SSS阶 上次 金科从S阶晋升SS阶 耗费了十万灵阳石 若是再想进化到SSS阶 以系统设定的十倍费用递增 正好百万枚灵阳石 至于其他宠物 林浩只能暂且放置一边 因为 金科拥有瞬间移动和隐身技能 作为杀手 此等技能极为受用 无论潜入黑暗电宗的势力区域 或是刺杀失败逃脱 皆能游刃有余 系统 净化宠物 想到这 林浩心中默念一声 丁 请宿主选择需要进化的宠物 系统的提示声 陡然响起 进化 SSS阶 当即 林浩勾选金科的图腾 直接下达了一道系统指令 顿时间 图腾光芒闪烁 开始进行升级 丁 您的宠物金科进化完毕 获得机械改造 战力得到全面提升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 宠物图腾闪动的光芒 顿时更为璀璨 机械改造 一听此话 林浩心中颇为惊奇 立即集中精神 盯着那逐渐变得清晰的宠物图腾 却见金科的形体 发生了极大变化 不再是之前那种 形似蜘蛛和苍蝇的样子 反而更像 某种诡异的人形机械兽 其通体漆黑 铠甲披身 知足不满密密麻麻的金属道刺 泛着令人心悸的尖力寒芒 帅 当看到金科此刻进化的全新形态 林浩对他的第一印象 便是冷酷 强悍 那般形体 俨然就像是一只缩小版的 变形金刚兽 新潮澎湃间 林浩点了下宠物图腾 一个数据面板 骤然显现 金科 代号 001主人 林浩战斗力 八万合成技能 激光复眼 致命毒素 千重死网 天赋技能 隐秘行踪 瞬间移动进化等级 SSS接讯号 暗影杀手数据面板中 并无增加什么技能 不过 光凭那八万点战力 即便胜于二重的星辰进强者 与其对战 恐怕都难以招架得住 因为 金科如今的形体 并非血肉之躯 俨然就是一头机器战兽 一种比富贵 还要更加高级的机械生命体 那等进化形态 无论防御力 意识攻击力 都获得绝对提升 然而 战力虽强 却是有些伤前 一眨眼的功夫 百万枚羚羊石 又挥霍一空 望着空荡荡的储物界 林浩不禁有种凉嗖嗖的感觉 稍作感慨 林浩陡然起身 按照之前路线 重新返回火云中的幻名塔 金科这只王牌宠物杀手 战力已然提升 接下来的工作 无疑是等待时机 潜入那黑暗电宗 这般一去一回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时分 不过 幻名塔前方的队伍 依然没有缩短多少 那长长的队伍 想要全部试炼完毕 估计得熬到天黑 才能结束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看到林浩出现 陶灵立即凑了过来 好奇问道 是不是去执法殿了 嗯 林浩点了下头 并无多讲 陶灵神情稍显古怪地 看了林浩一眼 即便后者没有明说 他也猜到了些许 烈日当头 林浩舔了下 有些干燥的嘴唇 尝试着问道 你有没有啤酒 给我来一箱 陶灵嘴角一弯 当然有 以前抽奖的时候 总是弄到这些 我不爱喝的玩意 别说一箱 你想要十箱 都没问题 听到这 林浩目光闪动 原本只是随便问一下 实在没有的话 就在弄瓶可乐 没成想 这丫头的存货 竟然这么多 你有多少 全都给我吧 当即 林浩迫不及待地兴奋道 可乐是他学生时期的 专属饮品 那么啤酒 无疑是他成年之后的 一种精神寄托 虽说喝酒 不利于身体健康 但以林浩现在的 强壮体质 那点酒精 完全不会 对他造成丝毫影响 你全要 陶灵一双美眸 顿时亮了起来 目光闪闪地盯着 林浩这个大客户 不过很快 他的眼神 却是有些狐疑起来 林浩点头淡笑 怎么 不相信我的酒量 陶灵英红小嘴微翘 我是怕你拿不出那么多钱 文言 林浩脸色微微一正 这才想起 之前那瓶可乐 就要了他一千枚羚羊羊食 以啤酒的价格 恐怕也并非便宜 什么价外 当下 林浩只好硬着头皮 询问一声 我这里共有十三箱 给你个批发价 一箱一万枚羚羊食 陶灵一脸笑嘻嘻 掰着纤细手指 算起了数 十三箱 就是十三万 一听此话 林浩忍不住深吸了口气 你不觉得太贵了 林浩眉头微皱 问道 在我们以前的世界 一箱价格 最多也就几十块钱 如果要用十几万羚羊食 买啤酒 他就只能忍着了 几十块 然而 陶灵却是笑得更欢了 你也知道是前世 在这里 你若能找出原资原味的啤酒 算我输 陶灵的俏脸上 一满笑意 正所谓物以细为贵 何况我卖的啤酒 可不是普通货色 闻言 林浩心头微动 顿时想起昨晚那瓶可乐 具备滋补汽血之力的功效 若是换成啤酒 又有什么妙用 想到这 林浩无疑是颇为好奇 先给我一瓶过过瓶 玄机 林浩用了千枚羚羊食 从陶灵那里换了一瓶啤酒 正如昨晚那般 林浩掌中灵气涌动 直接将瓶洞成了一瓶冰冻啤酒 然后开盖 仰头灌饮 刷 冰凉的液体 顺着喉咙 直冲胃部 一股极端舒爽的感觉 顿时在全身蔓延而开 怎么样 还行吧 陶灵腮帮上 露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 笑着问道 不错 酒味纯正 林浩满意点头 赞叹道 话音刚落 林浩顿绝体内的液体 突然爆发出一股 极为精纯的能量波动 涌向头顶的天灵血海之中 这股能量波动 它并不陌生 正是精神力 这 林浩眼中瞳孔 猛然一缩 他刚才的猜测有许多 却是没想到 啤酒的功效 竟然具备增长精神力的作用 一边喝酒 一边提升精神力 比起那种枯燥的冥想修炼方式 简直爽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进入幻名塔 是练个毛线 把奉献点用来买酒 不是更好 算了 看在老乡的份上 再给你打个折 十万羚羊石 陶灵四是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销货 又抛出一个优惠价 行 林浩欣然同意 旋即画风一转 咧嘴道 不过 我想赦账 啥 赦账 文言 陶灵顿时愣住了 你刚才不是去执法店对线了吗 怎么还需要赦账 他美眸留判奸 好半赏才缓过神来 一脸诧异地盯着林浩 放心 过阵子就还你 林浩不想过多解释 荆轲作为他的王牌杀手宠物 能不暴露 就尽量少曝光 行 我相信你 陶灵道也并非小气之人 爽快答应 双方达成协议之后 林浩以赦账的方式 收购了十三箱啤酒 就这样 在现场维护秩序的过程中 林浩一边工作 一边引起了啤酒 惬意十足 而在酒精的刺激下 他体内的精神力 正以一种可观的速度 不断增长 直到夜晚时分 幻名塔的试炼结束 林浩已然狂饮了三箱啤酒 旁边的陶灵 能够明显感应到 一股股强横的精神力 从林浩的身体渗透而出 啪 就在这时 一声诡异的轻响 犹如爆竹一般 忽然从林浩体内传出 紧接着 林浩周身 产生一股无形的气体爆炸 那一刻 他体内精神力汹涌如潮 品质纯度凝视到了极点 直接突破至酒精法式的修为 林浩脸色泛红似有一抹精芒 自他某种闪过 整个人的气场 陡然提升了不少 对此 林浩不由地暗暗惊喜 想不到仅用三箱啤酒的量 便是突破修为 此等速度 完全超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大 就在这时 刚从幻名塔出来的雷蒙 立即脸带笑意地 走至林浩进前 林浩询问道 这次试炼 成绩如何 还行 达到了第七层塔楼 雷蒙点了下头 刚毅的脸庞 明显有着一丝兴奋 毕竟在此之前 他一直主修灵力 在精神力的修为 最多仅有二级法师的程度 不过 此次幻名塔试炼 一下子便是 连跳五个境界 达到七级法师的精神力层次 那等升级速度 不禁令得他颇感惊喜 若是再来几次试炼 以雷蒙的武道天赋 突破九级修为 完全没有问题 这几箱啤酒 给你拿去喝 林昊伸手摸向储物界 从中取出了六箱啤酒 自个留下四箱咸饮 啤酒 雷蒙威正 望着那一箱箱包装怪异的啤酒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不过 一听酒字 他倒是来劲 直接取出一瓶啤酒 由于不懂开盖 雷蒙竟是用手掌把酒瓶劈开 动作豪迈地狂饮起来 嗯 好怪异的酒 一品尝 雷蒙顿绝啤酒的口感 甚为奇特 相较于平常喝的米酒 这种酒液 对于蛇蕾的刺激 更为强烈 但酒精含量 却无那种浓烈的感觉 如何 林昊旦笑着问道 一般 虽说口感独特 但喝起来 没有感觉 兄弟之间 雷蒙并无客套 实话实说 然而 他这话刚说完 原本平静的脸色 顿时涌起一抹惊奇之意 毫无疑问 啤酒增长精神力的功效 已然在他体内产生效果 这酒 雷蒙末地瞪大双眸 惊讶地盯着手中啤酒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现在感觉不一般了吧 林昊挑眉一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六香啤酒 应该足以让你的精神力 突破酒疾修为 这么神奇 闻言 雷蒙脸色微变 激动道 老大 这酒 你是从哪里弄到的 有的喝就行 其他的不要过问 林昊摇头淡笑 没有经过桃林的允许 他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 有关后者的任何秘密 不远处 桃林红唇威敏 对于林昊这般表态 似是非常满意 虽说 他拥有神级抽奖系统 但为了不招惹麻烦 向来都是自取自用 除了关系比较好的 严新月和柳思雨之外 从未与别人分享 不过 看在林昊和雷蒙的关系不一般 他算是 默许了林昊的行为 并无半点责怪 冰冻一下 更好喝 林昊随手取起一瓶 动用灵力将其制成冷冻啤酒 然后开盖示范一番 原来是这样开的 见状 雷蒙恍然明雾 憨厚一笑 旋即他接过林昊 递来的冰冻啤酒 仰头一饮 凉爽的液体 直冲喉咙 顿时令得雷蒙眼前一亮 冰冻后的啤酒 口感果然变化许多 爽 如果要用什么形容 这个字 无疑是雷蒙最先想到的字眼 看到雷蒙的表情 林昊淡笑不语 他看得出来 这几箱啤酒下去 对于雷蒙而言 增长得不仅是精神力 他这个酒鬼 也将会被其独特的口感 彻底俘虏 老大 这个啤酒 冰冻后的口感 确实很好喝 雷蒙目光闪动 将手中的啤酒喝光后 由衷赞叹道 而且还能增长精神力 简直堪比丹药 价值应该不便宜吧 林昊淡然一笑 那当然 送给你的这六箱啤酒 就用了我六万羚羊食 嗯 六万 然而 一听此话 雷蒙却是突然脸色微正 这么便宜 他一脸惊奇地盯着林昊 似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仅仅六万羚羊食 便是有着极大可能 助自己突破至九级法师的修为 这等价格 简直便宜到爆炸 老大 那边货源还有没有 我们再收购一些 雷蒙仿佛嗅到了巨大商机 当即兴奋道 没了 就算有 老大现在也没钱 林昊贪了贪手 但笑道 我还签那商家十万羚羊食 文言 雷蒙微微一愣 旋即他二话不说 拿出一枚储物件 递给了林昊 见状 林昊精神力飞快探测其内 赫然是一大堆羚羊食 那等数量 足有二十万左右 老大 你先拿去用 雷蒙咧嘴一笑 并无丝毫不舍 前几年 他游走于大皇子和三皇子身边 充当间谍 收入不菲 这点家底 还是有的 好 林昊倒也没有客套 点头接受 兄弟之间的情谊中 钱财方面 完全不存在 借与被借的概念 对了 老大你什么时候 有去黑暗电宗 雷蒙把六香啤酒收入储物借后 便是问道 他知道 以林昊如今的执事身份 拥有能够前往各大电宗的特权 一听黑暗电宗 林昊四世有些敏感 当即反问道 有什么事 我的妹妹叫雷盈盈 现在是黑暗电宗的圣女 老大如果有去到那里 麻烦帮我带个口信 雷蒙提起妹妹 嘴角不自觉地涌起一抹笑意 道 跟他说 我也已经在这边了 让他无需牵挂 听得此话 林昊眼神微动 方才想起 雷蒙以前确实提过 他有个妹妹 因为天生阴煞之体的缘故 成为了黑暗电宗的圣女 对了 还有这个传音符印记 见到盈盈后 再交给他 雷蒙取出一块符文玉剪 其内刻录了他个人专属的传音符 没问题 林昊点了下头 接过符文玉剪 望着眼前绑大腰圆的雷蒙 他心中不禁有些好奇 那个妹妹雷盈盈 是否也会像雷蒙一样 长得如此生猛 心中思索间 林昊暗自摇头 甩掉那种没有礼貌的猜想 毕竟再怎么说 雷盈盈也算是自个的妹妹了 无论长相如何 也要像个哥哥那般宠溺对方 什么 黑暗电宗的圣女 就是你的妹妹 就在这时 走至近前的陶灵 刚好听到雷蒙所言 不由地惊呼起来 她叫陶灵 是我的搭档 林昊淡然一笑 为其介绍 雷蒙冲着陶灵微笑点头 看来 你的身份也不简单 竟然有个这要牛逼的妹妹 陶灵摇头晃脑 嘖嘖地说道 牛逼 雷蒙一脸猛逼 对于这个用词 有些摸不着头脑 就是厉害 就是厉害 旁边 林昊和陶灵 几乎一口同声地解释道 文言 二人对视一眼 皆是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见状 雷蒙眼神顿时怪异了起来 盯着面前极有默契的一男一女 一直以来 他知道林昊的身边 出现过不少女子 但却从未看过 有谁能与老大这般默契 并且令得老大这般 发自内心地开怀一笑 然而此刻 这个叫陶灵的白袍女执事 完全打破了常规 望着眼前满脸笑意的二人 那种感觉 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 老大 我打算去武学殿一趟 没什么事 我就离开了 雷蒙似是不想做电灯炮 说完便是直接转身离去 而这时 周围完成试炼的火云宗外殿弟子 也都陆续离场 好了 今天的试炼已经结束 我们下班吧 旋即 陶灵笑容收敛 在林浩面前毫无顾忌形象地伸了个懒腰 随着一袍拉伸 显露出他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地照 林浩紧紧瞄了一眼 便是给出一个数字 当然 这话他只在心中姑测 并无名讲 这里有十万羚羊石 还你 玄机 林浩把雷蒙给他的储物件 收走一半羚羊石 剩余地全给了陶灵 挺有门道的吗 陶灵美眸轻眨 赞赏道 刚才林浩与雷蒙的互赠 他显然都看在眼里 而随着账目收回 陶灵此刻的脸蛋 洋溢着欣喜的笑意 这样一来 他无疑是又有资金 进行抽奖 至于能够抽到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直视唐岛屿 空间传送战畜 林浩与陶灵 皆是从火云宗 传送而回 工作了一天 加之赚了十万羚羊石 陶灵兴致盎然 打算去外围平民区的饭店 消费一把 林浩并无兴趣 直接回到塔内 空间的四合院住所 他现在的精神力修为 已然成功晋升至九级 满足了凝炼圣域灵鹰的条件 为避免夜长梦多 必须尽快突破至圣域级别 唯有成为一名真正的白袍执士 前往黑暗电宗执行任务 方才更有底气 嗡 随着进入寝室 屋内顿时截起一层隔绝阵法 林浩并无急着修炼 则是迫不及待地照出荆轲 白天时 由于户外环境的缘故 不适合照出来打量一番 现在身处自个的住所 加之隔绝阵法的隐秘性 可以尽情看个够 So 下一霎 荆轲顿时凭空闪现 林浩眼神微宁 却见实物上的荆轲 机械形态更加酷帅 其脸部更像苍蝇脸 硕大的眼眸 仿佛覆盖着一层新红色光网 通体机械金属 看起来有种科幻的感觉 当 林浩取出一把铁剑 直接劈在荆轲身上 坚硬的金属声响 陡然传出 铁剑 音声锻炼 经过验刃 确实并非血肉之躯 也不知力量如何 林浩喃喃自语间 引动龙铃 直接变身成龙人战斗形态 煞时 狂猛的气息 自林浩身上爆发开来 旋即 他末地握拳 朝着荆轲轰去 周围空气 顿时在其拳风之下 传出气暴之声 收到指令的荆轲 没有丝毫持滞 当下举起足支 迎击向林浩的拳头 碰 沉重的撞击声响起 林浩顿绝一股极端恐怖的力量 如同海啸一般 自拳头涌来 直接被震得连连后退 反观对面的荆轲 那细小的机械形态 纹丝未动 浩墙的力量 亲自体验之后 林浩不禁暗暗吃惊 此等程度 还是他下令 让荆轲并未使出权力 如若权力击出 饶使他变身龙人战斗形态 恐怕也得遭受重创 以荆轲的战力 估计远超胜域二重 林浩觉得 之前的姑测 并非准确 系统 八万战力 对比武修者的境界 具体在哪个层次 林浩心中询问道 约莫沉寂数息 系统冰冷的电子声 骤然响起 胜域三重 阴阳静后期 文言 林浩神色微动 果然 这个实力境界 远超他之前的姑测 拥有此等强悍的力量 刺杀那个敌摇 成功率无疑是更大 不过 荆轲现在的净化等级 已经达到封顶的SSS阶 至于后面 若要净化荆轲 又该如何升级 心中疑惑间 林浩再次问道 系统 宠物达到SSS阶之后 怎么继续升级 丁 需要宿主拥有的宠物 全部升级到SSS阶 才可解锁新的净化模式 很快 系统的提示声 在林浩脑海中响起 所有宠物 一听此话 林浩脸色微正 是的 检测宿主拥有四只宠物 目前达到SSS阶等级的宠物 仅有一只 系统之声 再次响起 对此 林浩不由的暗自庆幸 所幸他一直以来 都未曾滥收宠物 否则的话 全部升级到SSS阶 那等消耗数额 必然极端恐怖 不过眼下 剩余的三只宠物 欲要升级SSS阶 所需费用 也是一笔极大的费用 林浩心中估算了一下 大概三百多万 认到众远啊 林浩暗自摇头 在这一刻 愈发觉得 钱非万能 但没有钱 却是万万不能 系统 我要进化宠物 旋即 林浩想到自己现在手头 还有十万羚羊时 直接调出了宠物列表 丁 请宿主选择需要进化的宠物 林浩目光略做扫尸 便是选择了S阶的狼王 S阶 升级到SS阶 仅需十万羚羊时 费用刚好足够 一直习惯没有存款的林浩 倒也毫不在意 再次把钱花光 丁 恭喜代号004宠物狼王 升级至SS阶形态 双爪获得超强进化 系统声音响起的刹那 狼王的宠物图腾 顿时亮起一阵光芒 图腾下方的等级 也是从S阶变成了SS阶 随着光芒消散 林浩立即定睛一看 他发现狼王的形体 虽然并无出现多大变化 但其宛若长刀的两只前只 竟是分裂成了两对 其刀之表面 覆盖一层黑色火焰 泛着阴冷的锋利光泽 以前 狼王的两只前只 便已是具备极强的杀伤力 此刻进化后 又增加两只 其战力 无疑变得更强 当下 林浩点开狼王的数据面板 狼王 代号 004主人 林浩战斗力 七万技能 幻影镰刀 烈焰斩 形体缩放 致命吐息宠物天赋 黑炎魔体等级 SS接望着数据面板的战力一栏 林浩暗自点头 七万战力 相较于荆轲 还要少一万 若是以武者修为换算的话 差不多是剩育二重的实力 狼王 出来 旋即 林浩一声低鹤 狼王顿时闪现而出 拍着翅膀悬浮在屋内 林浩取出一把品质高级的长刀 直接抛了出去 杀 几乎刹那间 狼王化为一道黑芒 一闪即过 当长刀掉落至地 已然变成四分五裂 切断之处光滑平整 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此等灵力的攻击手段 林浩颇为满意 这次刺杀任务 有着狼王和荆轲作为搭配 只要猎物敢打冒头 必然难以脱逃 如今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略作调整了下心态之后 林浩盘膝坐于床榻之上 他心神微动 体内雄魂的灵力 以及精神力 皆是汹涌如潮地 汇聚于丹田雪海 旋即 在其操控下 两股能量相互融合 如同漩涡之状的疯狂旋转起来 吃吃 在此等高速的旋转 能量中的杂质 被不断挥发而出 约莫两个时辰后 两股能量 没有任何排斥的完美融合 其内的杂质 也是禁熟并除 能量品质的纯度 达到了极致 压缩 一声冷喝 在灵浩心间响起 旋转中的能量团 顿时迅速压缩变小 逐渐形成一团凝实 而又圆滑的单体形态 压缩灵丹 这是凝炼灵鹰镜的第一步骤 接下来 便是动用天地灵气 将其凝炼成灵鹰之状 丹田雪海的九条灵脉 全部一开 轰轰轰 顿时间 周围的天地灵气 开始疯狂涌向他的身体 顺着九条灵脉 冲入丹田雪海之中 这一次 那道火焰灵鹰 倒是出奇的 没有抢夺吸收 他仿佛有意识一般 释放出一缕缕灼热的火焰之力 牵引着灌注而入的天地灵气 竟是在灵丹周遭 形成一股能量漩涡 这股灵力漩涡 犹如鬼斧神功 灵丹在其内不断挤压变形 渐渐地 一个灵鹰虚影出现 如鲸鱼吸水一般 疯狂吸收着灵力漩涡中的能量 在这种吸收中 虚影变得愈发凝实 随着灵鹰彻底成形 灵号身体一阵 顿时爆发出一股奇异的能量 随着九条灵脉 涌向全身各处 一时间 它体内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正在诡异变化 原本星红的血液 竟是衍生出一丝金色液体 浑身骨骼和血肉之中 也是开始出现 某种极为悬疑繁复的纹路 与此同时 盘坐于床榻上的灵号 弥漫出来的气息 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疯狂暴涨 此时此刻 它身上所散发出的境界气息 俨然达到了圣域灵鹰的层次 哄 随着境界突破 灵号丹田血海中 开始膨胀 一股股奇异的能量 瞬间涌变全身 每一条经脉 每一条骨骼 每一个细胞 仿佛都在此刻进行一场质变 心生 这般强化 约莫持续了半个时辰 方才停止 灵号睁开双眸 一抹玄傲的光纹 自眼中闪过 此时的它 相较于之前 强悍了不知多少倍 圣域静 我总算达到了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灵号心中欣喜之余 也有些莫名的感慨 数年前 它是青阳镇 一个小小的家族子弟 一个入坠照辅 地位低微如仆的瞎子 当时的日子 可以说是暗无天日 那种绝望 犹如地狱深渊 然而如今 它却是达到了 绝大多数年轻人 望尘莫及的武道境界 此等转变 灵号自始至终 都未曾有过半点的 骄傲自满 它非常清楚自身的定位 即便有系统辅助 但其背景依然无权无视 前方道徒 有着数不尽的强大势力 以及强敌 眼下的这点成就 只不过是攀登武道巅峰的起步而已 旋即 灵号心神威宁 沉入丹田 在其血海之中 两个灵鹰 悬空静坐 一红 一黑 黑色灵鹰 便是刚刚凝裂而成的 圣域灵鹰 具备黑暗能量属性 其形体 犹如缩小版的灵号 通体黑气弥漫 气质冷酷 虽说只是刚突破 但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比起旁边的火焰灵鹰 却要更加凝实 雄厚 显然 火焰灵鹰的原主 当初冲击圣域灵鹰时 精神力的修为并无多强 两者经过对比 灵号算是真正明白 精神力与灵力强强融合的显著效果 在此之前 火焰灵鹰对于灵号而言 作用极大 不过现在 随着灵号真正突破圣域灵鹰 它的存在 只能算是瑕疵品了 既然是瑕疵 也无需再浪费精力修炼 略作沉吟了一会后 灵号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引动黑暗灵鹰 嗡 煞时 黑暗灵鹰双眸陡然睁开 浑身散发出一股极端浓郁的黑气 瞬间形成吞噬黑洞 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开来 火焰灵鹰顿时被吸纳而入 就这样 经过半个多时辰的吞噬吸收 火焰灵鹰彻底消失 黑暗灵鹰的形体 在此番滋捕中 变得愈发凝实 强壮 那散发出来的强大能量波动 俨然达到了 圣御灵鹰境的巅峰层次 对此 灵号满意点头 感受着体内强横的力量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若是再遇到那个白袍直视红娘 即便不动用宠物 凭借自身力量 也能将其打败 接下来 就是通过考核 晋升为真正的白袍直视了 灵号目光微领 眼底深处 犯着一种势在必得的信心 一旦成为白袍直视 便可获得通往各大殿宗的直视特权 无需再像一个小跟班 只能跟随在陶灵身边做事 暗自决定之后 灵号手掌一挥 灵力涌动间 屋内的隔绝阵法 顿时消散而去 灵号望了下窗口的缝隙 光芒引现 此次冲击圣域 不知不觉 已是一夜过去 小白 旋即 灵号望了一眼 睡在旁边的小白 郑狱叫其起身 却陡然闭上了嘴 因为 他惊奇地发现 正在沉睡中的小白 身上白毛 竟是生长出一丝丝金色的瘦毛 这些金毛并无蔓延全身的迹象 反而是形成悬翼的纹路 缓缓延伸各处 灵号能够明显感应到 小白的气息 随着金纹蔓延 迅速增长 与此同时 小白的瘦区 也是恢复正常形态大小 瘦爪不断变长 嘴角的獠牙 缓缓显露 见到此等诡异的变化 灵号顿时心头一跳 难道 小白要突破成长期了 他目光闪动 脸上涌起一抹惊喜之色 这样想着 阿夏又要出外 接受直视考核的念头 他重新取出阵法预检 在屋内施展一层隔绝阵法 不过 一想到小白作为远古龙园 并非寻常凶兽 突破成长期的动静 必然极大 仅凭一层隔绝阵法 恐怕还无法屏蔽得了 所幸 灵号之前在远古战场搜刮的战利品 这种用于闭关修炼的阵法预检 不计其数 当下 灵号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大把阵法预检 掌中灵力弥漫 尽数引动 咚咚咚 顿时间 一层层隔绝阵法 在屋内不断叠加 那等数量 足有百层之多 做完这些 灵号立即退至角落 然后望着正在蜕变中的小白 静待其变 为以防万一 他身上灵力涌动 凝现出护体灵气罩 殊不知 此时的屋外 陶灵已是站在屋门前 灵号 起床上班了 陶灵轻敲门板 清零的嗓音 如同春日微风 清澈动听 嗯 等了树西 里边却没有丝毫动静 他不由得微微诧异 又在修炼 陶灵心中疑惑 调动一股灵石 蔓延而入 但在隔绝阵法的阻挡下 若非强行硬闯 根本无法穿透而进 算了 今天的事 就我自个处理吧 反正也习惯了 对此 陶灵鸣嘴一笑 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后 他在门前地面放了一块玉剪 便是转身离开 今天的执事任务 算得上较为凶险 陶灵知道 表面虽去黑暗电宗 维护电比竞赛秩序 实则却是暗中调查 红榜通缉令的敌摇 由于有着电宗长老的暗中庇护 加之黑暗电宗的高手无数 调查过程稍有不慎的话 欲要全身而退 恐怕并非那么简单 当然 若是掌握十足的证据 找出敌摇的藏身之地 执事堂的强者们便可出动 到那时 即便黑暗电宗的长老有意阻拦 也无法护住敌摇 定要把那个可恶的家伙 绳之以法 走出塔外大门 陶灵望着黑暗电宗 所在方向的岛屿 美眸中透着一丝坚定 寝室内 百余层隔绝阵法 层层叠叠 无形地笼罩着这片空间 此处的任何动静 外界都无法察觉得到 蜕变 应该要差不多了 林浩眼神微宁 目光落在沉睡中的小白 却见小白的兽屈上 金色毛纹已然勾勒完成 表面看似一个悬翼的符纹 连接至头顶那根犄角 自然而神奇 一股股晦色的能量波动 自犄角不断散发出来 周围的天地灵气 仿佛受到牵引 缓缓如洞间 竟是形成实质性的光线 朝着小白的身体汇聚而来 某一煞 小白兽屈微颤 赤红如血的双眸 墨地睁开 完全苏醒过来 碰 旋即小白猛然站立而起 浑身筋骨 肌肉疯狂膨胀而起 狂暴的气息弥漫开来 脚下的床榻瞬间爆成粉碎 吼 蜕变中的小白 仿佛压抑不住体内狂暴的能量 争鸣聚嘴张开 传出惊天授吼之声 吼声中 透着无尽的胸力 一股强大的音波 比起当初击霜的琴声音波 还要恐怖得多 陡然席卷开 充斥着暴力的咆哮声 将整个屋子 都是震得抖动起来 砰砰砰 顿时间 屋内的隔绝阵法 在这股音波的冲击下 层层爆破 林浩身上的护体灵气罩 剧烈颤抖中 开始浮现出丝丝裂纹 好强的吼声 见此一幕 林浩微微诧异 急忙调动体内灵力 封闭双耳 并不断修复防护罩的裂痕 所幸 小白这种发泄式的咆哮 并无持续多久 很快便是停息下来 而这个时候 屋内的隔绝阵法 已然被破坏得仅剩两层 对此 林浩不得暗松一口气 否则的话 以刚才小白那等动静 绝对会引来不少直视 到那时 远古龙猿的身份一旦曝光 后果难以想象 旋即 林浩眼神微宁 盯着如今蜕变后的小白 那一身坚硬如铁的肌肉 相较于以往 明显壮士许多 浑身透着爆炸性的力量质感 一张瘦脸 争鸣很利 血眸中泛着可怕的凶威 而就在林浩好奇打量的同时 小白墨地转头 目光死死盯着林浩 眼中充斥着嗜血的味道 哄 当下 他浑身弥漫的狂暴气息 陡然生疼 嗯 林浩心头微领 察觉到了一种不安的波动 主人 请务必小心 是龙剑内的魔龙铃 低沉的声音 忽在林浩脑海中响起 远古龙猿进入成年期之后 在血脉的影响下 性情会变得嗜血凶残 但凡接近的生物都会被杀死 听到龙铃的提醒 林浩眉头微皱 他与小白相处这么多年 应该不会吧 哄 就在林浩心中惊疑之际 小白强壮的兽区突然猛地冲出 竟是速度迅猛地朝着他掠来 见状 林浩脸色微变 刚欲后退 却发现身处之地已是背靠乌墙 无处可退 而这时 面目凶宁的小白已然出现在面前 呼 进风掠过 那硕大的园掌 快若闪电般地对着林浩的喉咙抓去 在其指尖之上 受找透着锋利的寒光 如若喉咙被抓时 恐怕瞬间就得被割破 不过 就在园掌即将触碰到林浩的时候 一条黑色蚌尾 陡然从后方射来 死死缠绕住小白的腰部 令得他无法再前进嘶吼 这条蚌尾 正是当初在远古战场 狼王与青蚌合成之后 进化而出的衍生部位 后方 狼王此时的形态 在形体缩放的技能施展下 已然变大了十数倍 他的一条蚌尾 仅仅束缚在小白的身上 四只黑岩刀织 寒芒闪动 只要林浩一声令下 便会直接劈向小白 吼 察觉到腰间的蚌尾 小白暴目地咆哮一声 浑身上下 爆发而出可怕的凶煞之气 原本攻向林浩的园长收回 猛地抓住了芒尾 用力狠狠一扯 嗖 然而下一刹 芒尾却是瞬间缩小 完全脱离了园长的伤害 吼吼吼 攻击落空 无疑是更加刺激到小白 他顿时受性大发 咆哮连连 双掌握拳 疯狂击打着强壮的胸膛 望着小白 突然变得如此 凶力暴躁 林浩眉头皱得更紧 他的心里 甚至已经冒出 将其收为系统宠物的念头 不过很快 这个念头 便是被林浩墙压下 一直以来 他与小白之间 并非主人与宠物的关系 经过数年的相处 林浩早已将其视为 出生入死般的伙伴 不过 若是实在无法让那小白恢复意识 最终选择 也只能把他收为系统宠物了 杀 嗜血的低沉吼声 自小白喉咙中传出 他胸利的目光 重新盯向目标体 最大的林浩 碰 旋即 小白身形再度掠出 攻势迅猛地暴冲向林浩 这一次 林浩没有丝毫闪避的迹象 也无再让狼王出手 小白 停下 他站于原地 猛地一声力喝 那般行为 似是打算再给小白一次机会 然而 这般呼喊 却是完全没有效果 只听砰的一声众响 园长带起恐怖的进风 狠狠砸在林浩的护体灵气罩之上 林浩顿时被震得连连后退 体内气血 一阵剧烈翻腾 紧随其后 他身上的护体灵气罩 裂纹密布 直接当场爆碎开来 不难想象 刚才小白那一掌之力 究竟有多么狂猛 如若没有灵气罩的保护 单凭血肉之躯硬汗 恐怕直接被轰出一个血洞 没救了 亲身体验 小白出手攻击自己 林浩心中一凉 原本抱有的希望 彻底荡然无存 寿原变 龙化 当下 林浩直接引动体内龙猿精血 以及龙灵 瞬间变成龙人战士 与此同时 荆轲也被召唤而出 联合狼王 打算亲手制服小白 似是感受到 林浩身上龙猿的血脉气息 小白心红 瞳孔微震 刚欲举起的猿掌 陡然停止不动 老 大 他目光盯着林浩 眼中的凶利之异 相比之前 明显减弱了不少 嗯 听到这个叫声 林浩心头微正 顿时喝止 即将发起攻势的 荆轲和狼王 老大 我的头好痛 小白双手抱头 猙獰的瘦脸 难受异常 仿佛在极力压制心中 嗜血的暴躁情绪 宽阔的室内 小白双掌拍打头部 眼中神情极为复杂 嗜血暴力中 却又夹杂着一丝冷静 看得出来 小白正用仅存的意识 极力压制着血脉之力 解封的兽性 如若在魔兽山脉中 他完全无需压制 甚至借助这种凶兽之性 肆意杀戮 吞噬更多魔兽 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可惜 小白现在所处环境 属于人类武修者的地盘 眼下之人 更是他是如亲人的老大 一旦压制不住 小白难以想象 自己会对老大 做出何等凶残的事情 小白 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看到小白难受的神情 林浩眉头微皱 一脸关切 老大 如果我等会控制不住 别手下留情 小白嘶吼一声 双眸赤红如血地盯着林浩 一定要 杀了我 他咧着满嘴聊牙 口吐人言 那决然的坚定语气 蕴含着他对林浩的浓烈情谊 听得此话 林浩的心顿时抽搐了一下 龙灵 有什么办法 当即 林浩心中问道 远古龙园 成长蜕变时期 之所以会暴躁嗜血 在于体内血脉之力解封的缘故 很快 魔龙恭敬的声音 在林浩脑海中响起 给他放点血就行 放血 闻言 林浩脸色微正 旋即便是反应过来 他目光一灵 黑气弥漫的士龙剑 直接在手中闪现而出 看到士龙剑 小白目光一立 感受到危险 本能地后退两步 为避免小白再次失控 林浩陡然开启轮回眼 随着双眸变成黑白漩涡之状 轮回武艺也是随着引动 哄 一瞬间 小白愣住了 他的灵魂 完全陷入了轮回幻想之中 狼王的芒尾猛地变长 快速一甩 死死缠绕住小白的兽区 与此同时 雷炎圣虎也是被召出 联合金科 拖起一条长长的铁链 将其小白的四肢 尽数捆绑 杀 没有任何迟滞 林浩直剑刺出 直接在小白的手腕处 割出一条血痕 杀时 金红色的血液 自伤口处 不停渗透而出 突如其来的伤痛 小白心神一震 顿时从轮回幻想中 摆脱而出 好 他暴怒力后 眼中仅存的一丝理智 陡然消失 目光死死盯着林浩 凶残无比 然而 小白的身体此刻 被狼王的芒尾缠绕 四肢更是被铁链束缚 饶视他如何疯狂挣扎 短时间内 根本难以挣脱 不能浪费了 望着那肾流 而出的金红色瘦血 林浩舔了舔嘴唇 立即拿出一个浴碗 开始盛装起来 吃吃 血液犹如沸腾的岩浆 落入浴碗之中 顿时发出奇异的声响 白气生疼 林浩能够明显感应到 这些血液中充斥的暴力能量 比起他以前吸收小白的精血 更加狂暴 对此 林浩算是明白 在这种凶糟的血脉之力的影响下 难怪小白会变得如此异常 由于远古龙猿的体质强悍 手腕处的伤口 血肉如洞间 很快又愈合完好 林浩只能再次握件割了一下 滴答 滴答 就这样 金红色瘦血 沿着圆掌 一滴滴滑落在碗中 约莫片刻后 玉碗积满的同时 小白眼中的胸利明显有了好转 逐渐恢复理智的小白 第一眼 便是看到林浩此刻 换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玉碗 乐此不疲地 又要拿剑割来 老大 别割了 见状 他眼中瞳孔 猛然一缩 急忙喊道 听到小白的叫声 林浩手中黑剑 顿时停顿 小白 你没事了 林浩目光惊喜地盯着小白 想不到此招放血 效果确实不错 小白咧了咧嘴 眼角于光瞄 像那盛满受血的玉碗 表情略显古怪 不用看了 这些险 就当作给老大的辛苦费 林浩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打算将其用于炼体 玄机 确定小白并无什么异常之后 便是命令金科他们放开了小白 他目光打量着小白 发现后者经过这次蜕变成长 身上的气息波动 强横许多 想起刚才就连狼王的力量 都险些招架不住小白 林浩心中颇感惊奇 毕竟 狼王进化SS接之后 七万战力 已是堪比人类午休的 胜于二重 而此刻 小白的力量明显强于狼王 那么他真正实力 相当于能够与八万战力的金科媲美了 这等升级速度 丝毫不逊色于宠物进化 远古龙元的天赋 果然强悍 林浩由衷按赞一声 对于当初 并无把小白收为系统宠物 颇感明智 老大 我肚子饿了 小白摸了摸强壮的腹肌 咧嘴道 经过刚才的放血 以及蜕变成长后 没有捕猎进食 此刻的他 无疑是鸡肠碌碌 小白心红双眸 墨地看向旁边的雷炎圣虎他们 光芒闪动 见状 林浩嘴角微微抽动了下 急忙一挥手 将所有宠物 收入系统空间之中 旋即他伸手摸向储物界 仅剩的数千枚羚羊石 全部取了出来 让其先凑合着用 谢谢老大 小白顿时欢呼一声 抓起一大把羚羊石往嘴里塞 獠牙咬合间 卡崩碎的响声 不断传出 眼看小白确实没事之后 林浩的注意力 转向了那浴碗中的金红色兽血 一丝丝的筋芒 自那血团中弥漫出 蕴含着一股源自远古的强大血脉之力 数年前 他在天眼学府时 因原子赠予他的炼体武学 元兽变 仅仅吞食了小白几滴精血 便可模拟出龙原的兽化形态 如今若是在将这碗兽血炼化吸收 力量应该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这样想着 林浩手掌一挥 黑色灵力涌动间 陡然形成一个吞噬黑洞 直接把那碗兽血吞噬而入 吃吃 煞时 一股极端凶利的血脉之力 在林浩体内爆发 他的双眼 也是在瞬息间 变得一片心红 紧随其后 林浩原本平静的心境 开始波涛汹涌 情绪异常狂躁 那种感觉 犹如陷入癫狂的狂战士 眼前看到的任何生物 都欲要将其杀死吞噬 好凶残的血脉之力 感受到自身的情绪变化 林浩暗暗吃惊 当下 他心神一动 急忙调动黑暗灵鹰的能量释放而出 压制住体内暴躁的龙原血脉 吃吃 在其操控下 这股血脉之力 迅速分裂成一丝丝血色能量 融入浑身血管 骨骼 当全部融合的时候 林浩立即按照元寿变的功法心诀 陡然运转开来 下一刹 林浩身体矩震 全身肌肉膨胀而起 引动原化形态 却见他皮肤之下的经脉 诡异如洞间 如同一条条猙獰的囚龙 疯狂窜涌 充斥着一股极端狂暴的力量之感 噼里啪啦 林浩全身骨骼不断延伸 传出阵阵诡异的声响 本就健壮的身材 变得愈发高大 直逼小白 这种变化 若是之前 便已是结束 不过现在 却并无停滞的迹象 如果近距离观看 能够发现林浩浑身毛孔 迅速生长出一根根白色绒毛 其中 还夹杂着金色毛丝 类似于小白刚才蜕变那般 在他身上 形成了一个悬翼的金色纹路 而在这种变化中 林浩的气息 也是疯狂暴涨 吼 体内疯狂激荡的能量气息 令得林浩忍不住嘶吼一声 嘴中獠牙净险 吼声中 充斥着一种极端凶力的味道 声势骇人 嗯 突如其来的动静 小白愣了一下 目光惊异地 转头看向林浩 当看到林浩那般猿人的兽化形态 他不由得眼前一亮 老大 还是觉得你这个样子 更有亲切感 小白咧嘴一笑 夸赞道 要是你能一直保持着该多好 咱俩以后联手 定能称霸受戒 闻言 林浩摇头笑道 以我现在的血脉之力 仅能维持两个时辰 所以称霸受戒的事 就交给你完成吧 听到林浩并无兴致 小白撇了撇嘴 然后继续闷头啃起羚羊石 望着小白有些失望的样子 林浩淡笑不语 他相信 以小白远古荣原的凶兽潜力 日后真正成长到巅峰期 惩霸受戒 倒也并非不可能 旋即 林浩施展出树道魔影分身 收拾起一片狼藉的屋内 他本尊 则是走进室内的卫生间 简单梳洗了一番 当全部搞定就妥的时候 窗外烈日当头的天色 已然到了中午时分 也不知道 陶灵还在不在 林浩低声自语 算算时间 今天若是有直视任务 俨然迟到了整整半天 嘎吱 雾门推开 林浩正于脉步走出 眼角于光 却是撇到门前放有一块欲剪 难道是陶灵放的 见状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随手捡起 他精神力探入其内 脑海中 顿时闪现出一行行秀气的字体 林浩 今日黑暗电宗的内门弟子会有一场电笔竞赛 我们的工作 虽是维护电笔秩序 但有一个潜在任务 暗中调查迪瑶的踪迹 这块预检 能够让你通往黑暗电宗的资格 交给负责传送站点的直视即可 落款名 正是陶灵 字里行间的意思 一目了然 林浩脸色微微动容 此等工作 显然正合他意 因为 迪瑶这人 已是他锁定的猎物 当即 林浩迅速行动了起来 小白也是被一同带上 以小白如今蜕变后的力量 已然能够派上用场 不过 公众形象 依然是重新变换成那种普通小白猿的形态 片刻后 林浩轻车熟路 很快抵达岛屿的传送阵站点 位置 设于一座巨型山谷之中 山谷内的传送阵 分为九大区域 每个区域 皆是代表各自电宗的势力地点 林浩目光环扫 静止走向黑色传送阵的区域 站住 负责站点的白袍直视 看到林浩身上的剑西徽章 立即上前阻拦 剑西直视 没有直视领队的引路 不可随意传送至各大殿宗的区域 那名白袍直视声音冷漠 喝止道 林浩并无废话 直接取出陶灵给他留下的那块预检 预检之上 符文闪动 看似平平无奇 其内却是蕴含各个直视的身份信息 原来 你是陶灵的跟班 他之前已有交代过我 左侧第三个传送阵 白袍直视台谋 打亮了林浩几眼 便是直接放行 第三个空间传送阵 坐标地位是在黑暗殿宗的内殿区域 嗡 当林浩走进的刹那 阵法陡然开启 空间能量剧烈涌动下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 黑暗殿宗 内殿 一座古老的石殿宗 林浩的身影 自殿门处掠了出来 望着周遭殿宇成群的庞大环境 林浩心中 着实被震撼了一下 四处走动的黑暗殿宗弟子 也是各个气息强横 几乎全都是达到圣域的武者 此等底蕴 相较于昨日前去的火云宗 明显还要更加强盛 无怪直视堂的人 又要在这里缉拿敌摇 一直以来都是受阻连连 如若双方势力彻底闹翻 谁胜谁败 完全难以预料 电笔的地点 难道在那边 望着众多殿宗弟子 皆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涌去 林浩暗自猜测 算了 先联系下陶灵 陌生的环境下 林浩并不想胡乱瞎跑 取出一张传音符 直接引燃起来 然而 传音符刚引燃到一半 却是瞬间熄灭 嗯 见状 林浩微微诧异 此种异常 他以前从未遇过 唯一的可能性 便是陶灵那边 已然封闭了传音符的声援传颂 难道已经行动了 林浩眉头微皱 失去与上级的联系 他此刻顿时有种无头苍蝇的感觉 荆轲 出来 心头转念间 林浩照出了荆轲 顺势开启了隐身形态 寻找陶灵 林浩拿出陶灵给他的那块预检 直接下达了指令 这块预检上 残留陶灵的气息 荆轲凑至近前秀了两下 锁定了陶灵的气味 嗡 旋即他翅膀一震 在虚空中迅速环飞一圈 似是发现了什么 当即朝着某个方向 悄然飞去 内殿区域的中心广场 一座座站台屹立 数万人齐聚于此 喧嚣的声响 犹如山红海啸一般 震撼人心 广场的上空 悬浮着一道巨大的光幕 光幕之中 显现出一个个名字 其排列顺序 似是内殿弟子们 这次电笔的排名榜 不过此时 光幕上的名字 随着电笔的激烈进展 正在不停跳动 这般热闹的场景 所需执事成员 数量也是极端不少 其中一部分执事 却是趁着此等杂乱的人群 悄然散开 他们身上的穿扮 也是变换成 黑暗电宗的弟子服饰 动作迅速地穿梭于 各个店与楼阁之中 这些人 主要任务显然并非维护秩序 而是借此时机 暗中调查敌摇的踪迹 陶灵 便是其中一个 此时的他 一身内殿弟子黑色净装 将那曼妙的身材 完全勾勒而出 与平时的执事白袍相比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与陶灵组队的男子 也是一名白袍执事 他以前曾是黑暗电宗的弟子 后来通过执事堂考核 成为真正的一员执事 有着往常身份 对于黑暗电宗的地域极端熟悉 让他引路 非常适合 周靖师兄 你真的确定岛屿北边的山脉 就是敌摇的藏身之所 沿途中 陶灵一脸好奇 望着旁边那个 脸色稍显苍白的男子 嗯 根据我以前在黑暗电宗的眼线 这个消息应该不假 周靖点了下头 语气低沉道 不过 没有确定属实之前 暂且别打草惊蛇 所以 我们这一次 先去探下虚实 然后再禀报上集 必定能让那家伙插翅难飞 闻言 陶灵目光闪动 心中激荡着手 韧色膜的快感 对了 为避免被别人察觉到异常 你的传音符都封闭了没 周靖突然脚步一停 提醒道 放心 这些基础常识 我还是懂的 陶灵美眸轻眨 一脸笑嘻嘻 说完 他郊躯一掠 朝着北边方向 继续前行 果真是一个游物 望着前面那道曼妙的背影 周靖双眼微眯 心中暗赞一声 难怪狄师兄会看上他 旋即 他嘴角缓缓泛起一抹 阴冷笑意 先前那种正气凛然的神情 在此刻荡然无存 So 而就在二人离开不久 一道细小的黑影 陡然出现在这片区域 这道黑影 正是荆轲 他冰冷的目光 环扫四周 很快便是锁定了北侧方位 迅速暴虑而去 随着一路往北 密集的电雨 逐渐变得稀少 前方视野中 到处都是崇山峻岭 绿树成印 这片山脉 显然就是迪摇的藏身之地 其中虽说人烟罕至 却是生存着不少强大的魔兽 山脉深处 不时传出凶利的售吼声 充斥着危险的味道 这么偏偏 借助荆轲的共享视觉 周围场景 全都传输至林浩的脑海之中 望着那人烟罕至的山林 他不由得微微诧异 林浩不敢保证 荆轲凭嗅觉气息 便能寻找出陶灵 为确保万无一失 他随着人潮走向 来到了中兴广场的垫比场地 然而此处 视线所及之处 皆是人山人海 各种嘈杂声 充斥整个广场 即便有传音符 想要从中寻出逃灵 也如同大浪逃杀 并非简单 老大 我们来这里干嘛 看到这般热闹的场面 小白一脸兴起 旋即他跳到林浩的肩膀 眺望向广场中央的一座座擂台 找人 林浩淡淡道 目光同样看向中央区域 却见擂台上的那些内殿弟子 各个气息强横 各种武学招式 肆意激荡 砰砰砰 席卷开来的能量波动 震得周围的阵法防护罩 剧烈颤抖 相较于百院大赛的竞比 这里的战斗 明显更加精彩绝伦 对此 林浩心中不禁感慨 难怪这些殿宗弟子 对于外界的百院大赛 绝大多数都是嗤之以鼻的态度 望着那激烈的战斗情景 林浩握了握拳头 目光扫向上空的排名占光幕 如果是自己上台 与黑暗殿宗的这群内殿弟子竞比 也不知能获取到哪个层次的排名 主人 找到了 内心遐想间 林浩的脑海中传来荆轲的声音 当下 他心神微动 再次开启与荆轲的共享视觉 事业中 却见茂密的山林小道中 出现了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皆是穿着殿宗弟子的服饰 那个女子 显然就是陶灵 猎物难道就藏在山林 望着悄然前行的陶灵二人 林浩思索间 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以陶灵和那个男执事的举动 他猜测 这二人定然只是前去探下虚实 如若发现敌瑶的存在 才会通告其他执事高手 进行围捕 必须抢在围捕之前 把那家伙杀死 心头转念间 林浩转身 走向广场外围的角落 悄然召出狼王 让其立即前去协助荆轲 因为 一旦被执事堂的人抓捕 那么他接领的悬赏任务 必然会自行作废 两万点奉献值的悬赏 相当于两百万灵阳石 这笔巨款 林浩自然不愿放弃 就这样 在这般密切窥视下 却见前方两道身影 略至山脉深处 直到在一个山洞的不远处 方才停止前行 然后屏蔽气息 潜引于一棵巨树之上 根据我掌握的情报 迪瑶极有可能藏在那个山洞中 周静声音低沉得道 消息绝对可靠 文言 陶灵沉默地点了点头 不过转念一想 他却是觉得 有着一丝不对劲 周师兄 既然你的消息可靠 此次怎么不多叫点人过来 反而只带我一个 陶灵转头 看向站在旁边树叉的周静 忍不住询问道 因为 迪瑶师兄点名 只要你一个 察觉到陶灵的怀疑 周静倒也不再伪装 脸上露出一抹阴冷笑意 迪瑶师兄 听得此话 陶灵脸色大变 终于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圈套 当下 他想都没想 身形急忙暴退而出 嗡 然而就在这时 周围符文光芒闪烁 陡然凝现出一个阵法光幕 瞬间将方圆数十丈的区域 尽数笼罩 在阵法光幕的覆盖下 陶灵顿觉身体一沉 急速降至地面 如同身陷泥潭一般 寸步难行 吐戏符文 重力困阵 当即 陶灵便是察觉到阵法的作用 心中顿时凉了半截 周静 你为何要害我 陶灵抬眸 一脸娇怒地瞪着周静 质问道 泽泽 陶师妹 你这话就严重了 周静尚未说之 一道冷笑声 却是突然响起 周静的做法 应该叫做成人之美 声音落下的刹那 一个长相猥琐的秃顶男子 自阵法的上空 闪现而出 此人 正是直视 唐红色通缉榜的罪犯 迪瑶 陶灵师妹 我可是对你的美貌 垂涎已久了 迪瑶伸出尖长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目光引尾地盯着陶灵 眼中浴火难耐 见到迪瑶 陶灵俏脸微变 急忙取出传音符 找开封闭 直接引燃了起来 然而 传音符引燃到一半 却是陡然熄灭 在困阵的能量阻隔下 竟是无法传送而出 这一下 彻底断送了 陶灵俑要寻求支援的念头 旋即他手中 闪现出一把长剑 灵力剑气激荡间 劈砍在阵法光幕之上 砰砰砰 一时间 阵法光幕剧烈阵战 那凝实的符纹光芒 却是没有丝毫暗淡的迹象 不用白费功夫了 在我的困阵中 即便圣玉三重的阴阳镜强者 也难以破阵 迪瑶英冷一笑 何况是仅有圣玉灵英镜的你 不想多吃苦头 就乖乖与我双修 若是把我服侍得好 兴许还能饶你一命 如何 说完 迪瑶似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脸上净显玩味之色 对于这个地方的隐秘性 他极有自信 加之困阵 就算动静再大 也不会被外人察觉 一听此话 陶灵脸色顿时战红起来 声音冰冷地怒斥道 就算死 也不会让你得逞 对于这种决然的语气 迪瑶似是已经见惯 他嘴角轻挑 英伟笑道 我记得上次的那个女执事 也是像你这般偏见 不过 后来依然是被我搞得欲罢不能 现在想想 真是回味无穷啊 说话间 迪瑶目光上下打量着陶灵的身材 眼中浴火 更加旺盛 迪瑶师兄 你慢慢享受 下次再给你带个好货色 周静阴沉一笑 说完却是毫无离开的打算 似是在等待什么 你这次做得不错 这套功法 就给你了 迪瑶瞥了对方一眼 甩手扔出一块功法欲剪 见状 周静心中大喜 急忙伸手接住 临时探入其内 正是他一直贪念许久的圣化武学 何欢阴阳修 此等武学 讲究的便是阴阳之修 能够让得前期一些先天不足的灵阴进武者 重新拔高助长 周静数年前突破圣域 但由于精神力的武修毫无天赋 束缚了他日后的武道发展 最多 只能止步于圣域三重 不过 何欢阴阳修 这门武学 却是可以打破这种限制 而且修炼方式并不困难 主要是与女子双修 强行汲取他们体内天生的阴煞之气 如此一来 就能弥补以往凝练灵阴静的缺陷 多谢迪瑶师兄 以后 我们就是同道中人了 周静拱手抱拳 脸上满是亢奋之色 迪瑶点了下头 玄机阴沉道 据说火云中的灵直弓 有个叫做颜心月的女子 长得非常极品 有机会的话 把她也搞来 文言 周静眼前一亮 显然曾在火云中 见过颜心月的绝美容颜 迪师兄果然是烈焰高手 他嘴角泛起一抹阴伪笑意 你放心 只要有机会 定把她搞到手 无耻之徒 听到二人 把颜心月锁定为下一个受害目标 桃灵营牙紧咬 顿时颇为愤怒 当即 他手中常见 末地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形成无数道剑影叠加在一起 直接轰向阵法光幕的某一处 那里 无巧不巧 正好是阵眼的所在之处 碰 清脆的轰击声 响彻而起 阵法光幕剧烈阵战 竟是开始浮现出丝丝裂痕 真是不简单 居然能不找到阵眼的位置 见状 敌咬冷然一笑 身上顿时散发出一股 极端浓郁的血色气物 何欢血骷髅 他双臂撑开 一只红色骷髅 陡然自血雾中爆冲而出 一时间 阵法之内的区域 阴风阵阵 那红色骷髅面目猙獰 悬浮于虚空 对着陶灵咆哮连连 陶灵眼神威宁 面对着骷髅头 他明显感到了一种危险的味道 一箭残阳 当下 陶灵体内灵力运转到了极致 手中长剑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犹如一团夕阳 暴刺而出 是 剑剑点在了那血色骷髅之上 顿时暴射出灵力的剑气 直接将其轻易地刺开 然而就在这时 一抹肉眼难以察觉的妖艺红光 毫无征兆地射出 钻入陶灵身体 这丝红芒 虽无什么杀伤力 却有一点极为反常 只见陶灵眼神逐渐迷离 全身雪白肌肤 也是开始泛红 那般神情 有如喝醉酒一样 你中计了 这才是和欢雪骷髅的精髓 节节节 看到红芒射中陶灵的身体 低摇嘴角的吟尾笑意 愈发灿烂 陶灵脸色胀红 自然是非常清楚体内的状况 他急忙调动圣域灵鹰的能量 呼啸着涌向身体各处 试图抵御而下 不过 那丝红芒掠入体内的刹那 顿时直冲脑海中的灵魂实体 如同符文烙印一般 瞬间融入灵魂之中 根本无法驱除 而且 一股股诡异的阴冷之气 自灵魂荡漾开来 在其影响下 不仅意识变得模糊 身体也是因为寒冷 忍不住颤抖起来 迫不及待地 想要寻找阳气强烈的男子交欢 望着不远处的狄摇和周静两个男子 桃灵美眸中的神色 渐渐地 竟是变得痴迷起来 看得出来 在那魔鬼一鸿芒的影响下 他的意识 也是逐渐丧失 吃食堂 竟然存在内剑 借助荆轲窥视的一幕 林浩眼神一寒 当即没有任何犹豫 迅速离开了广场 和欢阴阳修的功法 果然厉害 就连意识也能影响 见状 周静顿时暗赞一声 盯着那逐渐变得痴迷的美人 心中浴火 顿时疯狂窜涌 若非桃灵已是迪摇的猎物 他早就按耐不住地扑上去谢雨 等你学会功法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都没问题 迪摇又怎会看不出对方的心思 淡淡道 没什么事 你可以先回去了 周静当即点头 好 那我就不打扰迪师兄了 言罢 他身形一略 便是离开了此处 过来给我宽衣解带 眼看无人打扰 迪摇目光谐隐地盯着陶灵 勾了勾手指 陶灵娇躯微颤 欲要脉步而出 迷离的眼神 顿时挣扎出一丝理智 休想 他紧咬阴牙 眸中怒意涌动 仅存的一丝理智 极力压制身体与意识的那种渴望 男女之事 本就符合天地阴阳 若是一直强忍 只会导致念头不通达 影响了午休 迪摇脚步迈出 不疾不虚地一步步逼近陶灵 鸣笑道 现在你我双休 阴阳结合 无疑是顺应天道 听到这话 陶灵的肺都快气炸了 满嘴胡言 你若敢碰我一根寒毛 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他神色痛苦地连连后退 可是如今身处困阵 无论怎么退 都无法逃出对方的魔掌 眼看陶灵到了这种地步 意识还如此顽强 敌摇心中颇感诧异 为避免等会和欢之事顺利进行 他再次射出一丝鸿芒 掠入陶灵的身体 随着火力加大 顿时间 陶灵的身心彻底沦陷了 他的郊躯微微颤抖 仿佛水漫金山一般 内心的欲念 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女人 就是我胯下的玩物罢了 敌摇伸出邪恶的舌头 望着那娇艳欲低的陶灵 眼底深处 隐隐有着一丝恨意 当然 这并非他与陶灵之间 有过什么仇怨 而是在以往的经历中 对于心仪对象付出的诸多感情 却是受到完全不成正比的伤害 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的变态心理 旋即 他身子微震 灵力涌动间 身上的衣衫陡然爆成了粉末 然后如同一头饥渴的野兽 朝着陶灵爆扑过去 望着近在咫尺的美人 敌摇眼中闪动着疯狂的欲念 脑海中仿佛已经浮现出那种 将其揉捏致死的快感 此时的他 所有注意力 全部聚焦于眼前猎物的身上 浑然不觉 隐身状态的金科 已然悬浮于陶灵的头顶上空 是 就在手掌即将触碰陶灵的胸前时 一抹黑芒掠过 煞时 血花见射 一只断掌 陡然掉落在地 啊 紧接着 凄厉的惨叫声 当场响起 断掌之痛 令得敌摇瞬间浴火全无 当下 他脸色苍白的急忙暴退 目光惊恐地盯着陶灵 却见后者 依然是一脸痴迷之状 并无半点恢复意识的症状 不过 刚才的袭击 又是谁所为 是谁 滚出来 敌摇一脸惊怒地利吼道 四下张望 却没有任何人际的踪影 心中骇然之际 他强大的灵石 迅速辐射开来 很快 便是从陶灵的身旁 感应到一丝异常的气息波动 那里 仿佛隐藏某个神秘存在 隐身 敌摇顿时惊恐万分 目光死死盯着虚无的空气 显然 刚才的偷袭 就是这个神秘家伙搞的鬼 难道是直视堂的强者 想到这 敌摇脸色大变 哪里还顾得着什么阴阳双修 捂着血淋淋的断臂 往反方向逃遍去 然而 还没跑出多远 其脚下步伐 仿佛僵硬了起来 旋即一个亮呛 直接摔倒在地 若仔细一看 便能发现他的断臂伤口处 浮现出一条条黑色血纹 并且迅速蔓延至全身 如今进化至SSSG的金科 实力堪比圣域三重的人类强者 它的技能致命毒素 同样强化到一种极端恐怕的地步 修为仅有圣域二重的迪摇 遭受此毒侵蚀 几乎无法抵抗 有毒 迪摇这个时候 也终于意识到身体的状况 我 感受着体内毒素可怕的侵蚀速度 它面如死灰 张了张嘴 却惊骇发现 就连舌头也都开始发麻 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杀 这时黑影掠过 四道刀芒狠批而下 直接将其分尸 那道黑影 正是赶到此处的狼王 狼王舔了舔刀之上的鲜血 同样属于毒素的他 浑然不惧血液中残留的毒素 好热 我好热 迪摇虽死 桃琳这边的麻烦 却是依然尚未解决 他面色潮红 嘴中泥喃间 竟是开始扯掉身上的衣衫 完美绝伦的身子 净险无疑 所幸 桃琳此刻身处困阵之中 而且周围并无外人 不然的话 光着身体四处寻找男人 那等场面一旦曝光 恐怕到时候 即便恢复理智 也得羞死 然而眼下这一幕 却是被开启宠物共享视觉的林浩 看得一清二楚 为了尽快抵达现场 他并无追击那个直视堂内间 反正猎物已经击毙 其他人对于林浩而言 没有任何价值 片刻后 林浩终于赶到此处 近距离望着那香艳的一幕 他内心并无半点波澜 直接走至陶灵旁边 伸手按在他的身上 完全没有趁机占有的念头 嗯 陶灵顿时忍不住轻盈一声 当发现有男人 他完全控制不住地 对着林浩上下其手 对此 林浩心静如水 一股吞噬之力 在掌尖爆发开来 疯狂涌入陶灵体内 迅速寻找着那股 影响陶灵心智的邪欲能量 竟然在灵魂里边 随着探寻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无怪陶灵的意识 会变得这般不受控制 原来是中了灵魂攻击 对此 他不禁暗自惊讶 那种和欢武学的厉害之处 如若中到此处的侵袭 无论哪个女子 恐怕都难以抵抗 直接挖掘出人类内心深处 最原始的求偶欲望 并且无限放大 当即 林浩操控吞噬之力 形成一层黑幕 笼罩陶灵的灵魂体 开始吸收那股红色的邪欲能量 灵魂乃是人体 最为关键的意识体 稍有不慎的话 整个意识崩溃 轻准失惨 重者命运 故而此番吞噬 林浩并无丝毫急躁 谨慎缓慢 整个过程中 陶灵的动作 也是没有半点停止 他就像一条美女蛇 紧紧缠附在林浩身上 渴望索取一些阳刚之气 丁 检测到艺术系统 趁对方宿主失去意识 强行转接中 10% 30% 50% 100% 转接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新的系统模块 神级抽奖系统 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声 顿失令的林浩大吃一惊 神级抽奖系统转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林浩心中一片惊疑 难不成 刚才我的进化系统 夺射了陶灵的抽奖系统 恰好这个时候 陶灵的意识 已然逐渐恢复过来 啊 当发现自己全身裸露 并且搂在林浩身上 他顿失脸色战红的惊声尖叫起来 那高分贝的音浪 震得林浩耳膜嗡鸣作响 旋即陶灵郊区一扭 陡然掠至附近一棵茂密的大树上 嘻嘻嘻嘻的声响传出 很快便是衣衫穿戴整齐地掠了出来 你 究竟有没有 对我做过什么 陶灵脸红耳赤地盯着林浩 极端修造地质问道 然而此刻 林浩已是被强行吸收过来的 神级抽奖系统 震撼地愣住 你 你是不是做了 或者是 我已经被那个敌妖玷污了 眼见林浩一脸惊愣 陶灵一双大眼睛顿时水汪汪 急得都快哭了 听到陶灵哽咽的哭腔 林浩终于缓过神来 放心 你刚才的样子 除了我之外 无人见到你光着身子 林浩淡然道 而且 那个敌妖 已经被我杀死 闻言 陶灵目光瞥向不远处的尸体 这才暗松了口气 那 你有没有对我 陶灵柳眉微醋 羞怒道 虽然对你还没感觉 但我可是黄花大闺女 如果做了 必须给我负责 绝对没有 林浩贪了贪手 调侃道 反倒是你 对我很不规矩 闻言 陶灵一愣 回想起刚才双手 捏着林浩那里的情景 她的脸颊 默得红了起来 低下头 不敢再看林浩一眼 顿时间 双方气氛 一下子变得暧昧起来 不过 来自于前世现代社会的她 对于这种事情 倒也看得极为开放 很快 陶灵便是恢复了冷静 并无继续在意此事 对了 周静那个可恶的家伙呢 有没有把她处理掉 旋即 陶灵目光还扫 并未发现周静的尸体 气鼓鼓地问道 跑了 林浩摇了下头 明知故问 她怎么了 就是她 把我骗到这里来的 并与敌摇暗中设下困阵 让我无法脱逃 陶灵迎牙紧咬 焦怒道 想不到她竟然是内奸 难怪我们直视堂 每次出动搜捕 都被那个色魔跑了 回去后 我定要禀报卫大叔 找他算账 林浩眼神稍显古怪地 看了陶灵一眼 由于后者并无召唤系统 显然尚未发觉 她的抽奖系统 其实已经被自己的系统 强行转接融合了 算了 她现在情绪不稳 还是先别说比较好 林浩心中稍作犹豫一下 便是打消了 将其告知的念头 初次获得这种抽奖系统 此时的她 如同得到新玩具的孩童 颇感兴起 打算倒过一阵子 再和陶灵摊牌 我们赶紧撤离 要是被敌摇的师父发现 想逃都逃不了 旋即 陶灵四世想到了什么 急忙提醒道 她的师父 很厉害吗 林浩对于这个潜在敌人 不由地好奇询问道 非常厉害 陶灵重重点头 道 那家伙是黑暗殿宗的护殿级长老 修为已经达到剩余六重 剩余六重 听得此话 林浩眼中瞳孔微缩 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此等级别的武道强者 如若遭遇 恐怕他的所有底牌加在一起 都会被对方打得灰飞烟灭 而且 我还听过一个小道消息 护殿长老有个私生子 就是迪摇 陶灵红唇掀起一丝笑意 开始八卦起来 不过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恍然 如此想来 便是说得通了 毕竟一个护殿长老 绝不可能为了徒弟 在背地里搞小动作 违抗直视堂的抓捕行动 唯有私生子这层关系 才能让得他一直处处维护 甚至对于迪摇强行 掳掠女子双修的行为 视而不见 既然如此 我们先回去直视堂 林浩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 当即不再有任何迟滞 说完 他手掌一挥 灵力延伸而出 直接将迪摇的尸体 收入储物界 两万点奉献值的悬赏任务 可不能被直视堂 此次出任务的成员 把功劳抢了去 旋即 二人结伴同行 朝着山林外围快速掠去 嗖嗖嗖 而当抵达山林外围的时候 石树道黑影 突然暴力而至 挡住了去路 这群黑衣男子 皆是身穿黑暗殿宗的服饰 各个气息强横 目光不善地盯着林浩和陶灵 为首那个中年男子 身材偏矮 强大的气息波动 有种让人感到窒息的感觉 看其身上的穿扮 显然是黑暗殿宗的长老级人物 见到黑暗殿宗的人 突然赶到此处 陶灵翘脸微变 尤其是看到那个殿宗长老 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他就是迪摇的师父 吴峰 陶灵轻声提醒道 闻言 林浩眼神微沉 目光打亮着那个护殿长老 吴峰 看其身材 以及脸庞五官特点 确实与迪摇有着些许神似 而吴峰此次带来的殿宗弟子 实力也是极强 几乎全都是圣域三重的强者 再加上他本身那强横的实力 这等阵容 可是相当恐怖了 你们直视堂的人 今天任务是维护殿笔秩序 怎会无端跑到此处 吴峰目光如炬 盯着林浩二人 语气颇为威严的质问道 若是没有交代清楚 谁也休想离开 山林外围 空地处 林浩和陶灵 二人并肩而战 眼神稍显凝重 面对一名护殿长老 以及十数名圣域三重的强者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如若硬闯 恐怕当场就得被击杀至此 唯一方法 只能智取了 林浩目光闪烁 疯狂转动着脱身之法 我再问一次 你们来此 究竟有何企图 眼看林浩二人沉默 无风面色阴沉了几分 他目光乖利 气势强横地励斥道 如若不实话时说 我以护殿长老的身份 有权将你们就地处以言行 文言 陶灵俏脸微变 犹豫着是否实话交代 可是 如若说出 敌尧已被杀死一事 那么今日 他和林浩绝对跑不出黑暗电宗的岛屿 怎么办 陶灵心中开始有些焦急 一下子也是 想不出更好的说辞 毕竟像无风这种老油条 可并非那么简单 就能够糊弄过去 我们来此 当然是履行职责 然而这时 林浩却是突然上前一步 面对黑暗电宗的无风等人 他从容不迫地淡然道 直视堂本由九大电宗联合创立 拥有绝对特权 前往任何地方执行公务 所以 我们再此干嘛 或许还无需向你们交代 听得此话 无风眼神一沉 脸色愈发阴逸 就在他正愈发作时 林浩忽然画风一转 不过 念在你是黑暗电宗的护电长老 辈分德高望重 此次直视 晚辈倒是可以相告 这番话一出口 无风的心态 无疑是好受了许多 他目光深沉 不由地多打量了林浩几眼 对于后者 在自己的气场震慑之下 还能够如此从容自若 颇为欣赏 我们此次收到内幕消息 据说红色通缉榜的迪瑶 就藏身于此 故而专门前来探下虚实 可惜 说到这 林浩却是语气一致 没再多言 可惜什么 听到迪瑶的事情 无风顿时脸色一沉 当即问道 林浩摇了下头 感慨道 可惜我们机不如人 又被那家伙给跑了 文言 无风的嘴角 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刚才出现 他就已经看出 林浩和陶灵的气息波动 仅是刚突破 圣玉灵音镜的舞者 然而迪瑶的实力修为 却是圣玉二重的星辰镜 欲要将其抓捕 又岂是那么容易 看来瑶这次 算是懂得隐忍 没有再像之前那样乱来 无风目光阴冷 扫了一眼那颇有姿色的陶灵 不禁暗自欣慰 显然 对于迪瑶的实力 他极有自信 区区两个圣玉灵音镜的 低级直视 在其看来 还无法奈何得了 他众多私生子当中 最引以为傲的迪瑶 这次的内幕消息 好不容易才获取 却因为我们二人的疏忽 白白浪费了 林浩轻叹一声 脸上拿捏出一丝遗憾的表情 正如他预料的那般 无风听到此话之后 开始上钩 只见后者脸色沉着 忍不住问道 你们的内幕消息 是谁告知的 林浩一脸淡然 摇头道 很抱歉 此乃直视堂的机密 我不能告诉你 被一个小直视这般拒绝 无风的脸面 显然有些挂不住 如果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觉得机密重要 还是平安无事离开重要 他面色冰冷 声音之中 透着无庸置疑的威胁 哄 旋即 却见无风猛地踏前一步 剩余六重那种恐怖的气息 陡然爆发开来 宛若山红海啸一般 当头对着林浩狠狠压迫而去 林浩顿觉身上仿佛泰山压顶一般 双膝都是陡然一弯 险些跪在地面 当下 林浩疯狂运转体内灵力 硬生生抵抗着这种气场压迫 在此等重压之下 隐隐间 能够听到他浑身骨骼 不断发出诡异的嘎吱声 一个小小的间隙直视 能有如此胆识 倒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见到林浩依然顽强 无风眼中 含义更甚 不过 却站错了对 说话间 无风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压迫 也是越来越强烈 煞时 林浩周身气流涌动 身上衣袍被狂猛的气浪 压迫得烈烈作响 差不多了 眼看戏马坐足 林浩心中冷笑一声 然后他故作语气急促地道 周静 就是他告知敌摇藏身之处的消息 周静 听得此话 陶灵原本还有些担忧的脸色 顿时涌起一丝恍然 他终于明白 林浩这是打算借刀杀人 高招啊 陶灵目光闪烁 对于林浩此等做法 颇感佩服 不仅能够全身而退 还能利用无风的力量 除掉周静那个内奸 简直绝了 果不其然 却见无风听到周静的名字时 他的脸色陡然阴沉到了极点 这个吃里爬外的狗东西 无风眼角的皱纹 争鸣扭曲 颇为恼怒暗骂一声 之所以相信林浩所言 倒也并非他智商不高 而是周静此人 一直以来就是无风安插在直视堂的奸细 倘若直视堂有任何风吹草动 便会第一时间通知敌摇 也正因为双方的关系 唯有周静 才知道敌摇的具体藏身地点 吴长老 该说的 我都已经如实告知 林浩不卑不亢地说道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了吧 无风目光阴沉 死死盯着林浩和陶灵 思前想后 感觉并无什么异常 便是冷声道 敌摇是我们黑暗殿中的弟子 他有何过错 本殿宗自会清理门户 回去禀报你们上节 以后若再私自擅闯搜查 休怪我们不客气 林浩和陶灵沉默点头 玄机二人对视一眼 皆是极有默契的身形移动 绕过无风等人 迅速朝着内殿方向掠去 在那里 人多眼杂 并且有着不少直视助手 就算等会无风真的发现什么 想要再动手 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so 然而 就在林浩二人跑出一段距离时 半空中突然飞来一名黑暗殿宗弟子 他身形急促地降至无风面前 颤巍巍道 吴长老 大事不好了 敌摇师兄的本命预检 就在刚刚不久前突然破碎 什么 听得此话 无风脸色大变 立声质问道 你有没有看清楚 弟子不敢妄言 千真万确 说着 那名殿宗弟子 取出一块新红预检 无风眼神微宁 却见预检上面 刻有敌摇的姓名 裂痕显现 没有半点能量波动 预检之中 蕴含了敌摇的一滴本命精血 与其生命迹象紧紧相连 如若敌摇命运 那么这块预检 也会随之破裂 而现在 预检破裂的迹象 无疑是意味着敌摇 已经死掉 见此一幕 无风眼中瞳孔 猛然紧缩 怎么可能 姚儿的本命预检 怎会破裂了 他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 当回想起刚才与林浩的对话 其身上涌动的气息 瞬间变成了滔天杀气 这个小杂碎 竟敢骗我 察觉到自己被戏弄 无风脸上抱起了一道道青筋 无比铁青 追 别让他们逃了 必须活捉 我要亲自慢慢折磨死他们 无风紧握双拳 眼中闪烁着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 声音落下的刹那 只听砰的一声气爆之声 无风的身形 已然如同炮弹一般 爆射向远处虚空 骚骚骚 当即 十数名殿宗弟子 也是纷纷暴冲而起 朝着林浩二人离开的方向 速度惊人地飞掠而去 而此时 林浩和陶灵 深知此地不宜久留 沿途中没有半点实质 魏大叔 我们正在前往黑暗殿宗的内殿方向 迪瑶已经执疑死刑 赶紧过来接应我们 陶灵未求稳妥 甚至拿出传音符给魏平传去了消息 然而 就在传音符刚刚燃尽的下一煞 后方突然响起阵阵尖锐的破风声 那些人 正是以无风为首的黑暗殿宗成员 听到动静 二人脸色微变 这么快就发现了 林浩微微诧异 殿宗的内门弟子 一般情况下 都设有本命御检 一旦死掉 御检便会破裂 陶灵面色稍显凝重地道 无风长老那边 应该有人跟他禀报 抵摇本命御检破裂的事情 文言 林浩眼神微沉 想不到殿宗之中 还有此等玩意 看来以后想杀个人 都无法做到毫无动静了 眼看后方追杀过来的一群黑影 越来越近 二人飞行的速度 陡然暴涨 如若被追上 此次局面 绝对凶多吉少 不过 他们二人的修为 相比后方的无风等人 相差一大截 短短数息间 双方的距离 又是缩短大半 哄 这时 一道强劲的风浪涌过 无风的身形 一闪之下 赫然出现在林浩他们前方的虚空 好快的速度 见状 林浩心头一沉 与陶灵的前冲的身形 急忙停顿 随着这番阻拦 后方十数名黑暗电宗强者 全都暴虑而至 他们在半空中 形成一个包围圈 直接切断了林浩二人所有退路 小杂碎 我倒是要看看 在我们黑暗电宗的地盘内 你们能逃到哪里去 无风怒目远征 英立地盯着林浩和陶灵 冷然道 今日栽在我手上 必将你们抽筋包皮 生不如死 声音落下的同时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极端恐怖的气息波动 瞬间锁定了林浩他们 林浩沉默不语 目光却是在疯狂闪烁 他在丈量自身实力 以及所有的底牌 然而 当计算得出的结果 反而是令得他的心 有些下沉 因为 眼下的敌人阵容 实在太强了 你们两个 究竟是谁杀了迪奥 无风脸色阴沉 冷声问道 是我 林浩正欲出声 没成想 旁边的陶灵 却是抢先一步 挺着胸脯娇声道 对于陶灵这般美女就男的举动 他不由得微微诧异 你别出声 我陶灵一人做事 一人单 陶灵回头瞪了林浩一眼 赫指道 在他看来 林浩在九大殿宗毫无背景 此等小人物 就算被杀了 也无关紧要 不过 他们陶家却是不同 家世背景在九大殿宗的领域之中 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古武家族 无风如若想对自身不利 恐怕也得掂量掂量 姓陶 果不其然 当听到陶灵的姓氏 无风眼神微微一沉 他们无家 虽说也是九大殿宗本土血脉的传承 但家族势力与陶家相比 却是相差甚远 那等级别 如同吴品县令 与朝中宰相的悬殊之别 实力差距庞大 故而此刻 得知陶灵的身份 无风原本身上弥漫的浓烈杀气 陡然削减了些许 眉宇之间 隐隐有着一丝忌惮 旋即 他眼神隐晦地扫向四周 这里人言罕至 加之此次带来的殿宗弟子 皆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亲信 所以 现在就算把陶灵杀了 也不会走漏风声 小丫头骗子 看你长得挺挺玉立 没想到竟是如此恶毒 无风目光乖利地盯着陶灵 明笑道 不过 你当真以为自己姓陶 就有资格在我面前消狂了不成 别忘记了 这里可是黑暗殿宗的地盘 言罢 无风不屑地冷哼一声 哄 顿时间 剩余六重的雄魂灵力 自他身上爆发开来 一股股令人心悸的黑暗之力 在其掌中急速汇聚 周遭的天地灵气 都是因此剧烈震荡起来 眨眼间 便是化为一个石树杖庞大的黑色风暴 当头对着灵浩和陶灵 狠狠席卷去 显然 即便陶灵挺身包揽了杀死敌摇一事 无风也是 依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二人 面对着此等攻势 灵浩的心头 瞬间被危险所弥漫 他身形与陶灵一同急速暴退的同时 一层层灵力能量防护 也是在前方不断凝现 不过 黑色风暴所过之处 那一层层灵力防御 却并未取得丝毫成效 几乎短短瞬息间 便是被尽数摧毁 砰砰砰 一时间 沉重的暴响声 在半空中不断炸响 拼了 灵浩眼中闪动着疯狂之色 面对此等强大的敌人 他不敢再有丝毫的隐藏 当即心神一沉 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紫芒划破虚空 直接射入了那股黑色风暴 紫芒看似细微 却在相撞的刹那 陡然爆发出一股极端强横的能量波动 瞬间震散了 就连灵浩和陶灵 都束手无策的黑色风暴 突如其来的原著 令得灵浩二人皆是脸色一正 他们的目光 急忙望向后方的上空 却见一道修长的紫袍身影 凌空而立 其头发银白 气质如雅 正是直视堂的紫袍直视 魏平 半空中 魏平覆手而立 一头银白色长发 随风飘动 配上那儒雅平和的气质 整个人看起来 倒是有种出尘脱俗的味道 竟然是他 看到出现之人乃是魏平 那吴峰顿时心头一沉 即便实力达到剩余六重的他 此刻面对魏平 眼中却也是隐隐有着一丝畏惧之意 年轻一代的殿宗弟子 或许不知道 但在他那个时代的老一辈五修 几乎全都是听闻魏平的各种传说长大的 若是以古灵计算 眼前看似三十岁左右的魏平 真实年龄 比起吴峰这个殿宗长老 恐怕还要大几轮 走 魏平目光淡漠 扫向不远处的林浩 以及陶灵 严霸 便是转身飞离 浑然无视黑暗殿宗的吴峰等人 见状 林浩二人急忙紧随其后 成功脱离了黑暗殿宗众多强者的围剿 可恶 吴峰脸色无比铁青 咬牙切齿地愤声道 师父 那个紫袍直视 究竟是谁 好大的架子 一个年轻的殿宗弟子 满脸疑惑地皱眉道 难不成就这样放他们离开 吴峰面色殷勤不定 低沉道 他若是要带人离开 谁都拦不住他 说完 吴峰愤然转身拂袖而去 听得此话 在场的十数名殿宗弟子 一脸惊愣 完全想不通 以师父作为护殿长老的高级身份 怎会如此惧怕一个紫袍直视 此时 林浩的心中 同样抱着这么一个疑问 他眼神微宁 望着前面的白发身影 对于魏平的实力 颇感好奇 毕竟能够单枪匹马 就把他和陶灵 从那么多圣域高手的眼皮底下带走 这等气魄 绝非是人品爆棚 就能做得了的事情 唯一原因 那便是魏平的实力 强大到就连吴峰也不敢动手阻拦的恐怖层次 魏前辈是不是很厉害 心头转念间 林浩转头看了陶灵一眼 忍不住问道 嗯 很强 陶灵点了下头 我曾听陶氏家族的组长说过 魏大叔如今的实力深不可测 旋即 他略做陈灵一会后 便是道 若是他愿意 成为金袍执事都没有问题 听到这 林浩不由得更加困惑 既然为前辈那么强 怎会还是一名紫袍执事 对于林浩的询问 陶灵笑了笑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 说话间 他同样转头 目光与林浩对视 隐晦道 好比如 你和我之间发生的同类事情 文言 林浩心头一正 却是并无出声打断 只听陶灵继续道 年轻时期 魏大叔曾与一个女子相爱 那名女子 很喜欢当时穿着一身紫袍的他 故而从那以后 魏大叔就一直保持着紫袍执事的身份 即便他的实力 已经远超这个级别 也依然没有晋升黑袍执事 或是更高的金袍执事 只因 他为了能够继续穿着这一身紫袍衣衫 听完陶灵讲述的故事 林浩心中不禁感慨 看来魏前辈倒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为爱情 任何名利权势 皆是不为所动 那位前辈心爱的女子是谁 在陶灵的熏陶下 林浩显然也有些八卦起来 死了 陶灵贪了贪手 注意到林浩诧异的表情 他吟吟一笑 放心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受缘耗尽的自然死亡 文言 林浩恍然点头 五修一图 本就是与天争命 随着实力修为不断突破 原本禁锢身体寿命的枷锁 便也会层层解开 获得更长的寿源 至于普通人 没有灵气的滋养淬炼 身体无疑是脆弱许多 难以摆脱生老病死的天地法则 前方 魏平一脸淡漠的迎风飞行 听到后方二人的谈论声 他笑了 笑得云淡风轻 旋即 他身形陡然一停 半空中 林浩和陶灵 也是立即停了下来 魏平看向陶灵 淡然问道 敌妖真的被你杀了 陶灵笑嘻嘻地道 说着 他话音陡然一转 我旁边这个 魏平淡淡一笑 目光移至林浩身上 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脸上并无多大反应 无疯的作风 向来牙子必报 你们这次杀了他的私生子 定然不会轻易就此罢休 魏平意味深长地叮嘱道 我能保你们一时 但无法保你们一辈子 若不想一直被人追杀 就尽快把实力提升上去 林浩沉默点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敌妖的尸体 应该被你收入了储物件 魏平似是什么都知道一样 但笑道 两万点奉献值 此次的任务悬赏可不低 闻言 林浩心头威正 他神情古怪地 看了魏平一眼 莫名感觉 这家伙是不是在我身上 安装了什么监控器 竟然连执法店接领任务的事情 也都知道 对此 林浩倒也没有多想 笑着点了下头 算是默认了 而后 魏平带着林浩二人前往内店区域之后 便是直接消失离开 店底的竞赛 依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嘈杂的声音 充斥着整个广场 这里虽是黑暗电宗的地盘 但相较于之前的山林 却是明显安全许多 密集的人潮中 各个角落区域 都有执事堂的成员助手 维护着此地秩序 在公众场地之中 即便此刻魏平不在 那吴峰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前来寻仇 否则的话 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众多执事高手 还会因此扣上扰乱电笔的罪行 老大 一直在此等候的小白 闻着气味 很快便是发现回来的林浩 立即窜至脚边 随着闲置下来 林浩的心思也是开始活跃 当即 他心神微动 在脑海中掉出了系统面板 却见系统面板之中 除了宠物进化的模块之外 多了另外一个抽奖系统的模块 不过 其上却是标注着 复制版的小字体 复制版 难道并非夺赦 对此 林浩不由得有些疑惑 陶灵 你的抽奖系统还在不在 心中猜想之际 林浩忍不住问道 被林浩突然这么一问 陶灵危愣 下意识地检查起来 约莫沉寂了树西 还在啊 怎么了 陶灵终于开口 目光奇怪地盯着林浩 得到陶灵的确认 林浩心中暗松了口气 看来这次强行转接 并非真正意义的夺赦 则是类似于电脑拷贝数据那般 只是将对方的系统模块 复制了过来 这一点 倒是让林浩 再无半点愧疚感 毕竟 双方都是有着相同经历的穿越者 若是平白无故地夺舍了陶灵的系统 无论什么理由 也都说不过去 反倒是现在 自己不仅多了个系统功能 陶灵的抽奖系统也是依然存在 结果极好 林浩 这里的工作交给我就行 你还是先回去吧 看到林浩心不在焉的样子 陶灵误以为是刚才的追杀 让其心态有些紧绷 与其多了一丝关心 好的 林浩点了下头 并无客气 此时的他 任务已经完成 也不知是否有时间限制 正打算前去执法店 尽快把酬劳费给领了 而且 最主要的是 系统增加的抽奖模块 这种新奇玩意 令得他迫不及待地 欲要回去操作一番 当即 林浩直接走至不远处的传送点 浑然没有兴致 再次看什么电比竞赛 片刻后 执事堂所在区域的岛屿 林浩从山谷中的传送站飞掠而出 带着小白 静止飞往执法店 店内 入眼之处 依然是红白两道任务墙 最为显著 时事内 灰发老者正在忙活着 把心上的任务 刻录在相应的任务墙之上 前辈您好 我已完成任务 请问如何交接手续 林浩走至灰发老者的身后 态度客气地询问道 哦 文言 灰发老者转头看了林浩一眼 很快便是认出这个年轻人 正是昨日过来兑换奉献点的见习直视 我记得他昨天 还接领了红色通缉榜的一个任务 好像是黑暗电宗的那个色魔 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 灰发老者心中思索间 目光诧异地盯着林浩颇感不可思议 你真的完成了 有何证据 他的语气明显有些怀疑 毕竟谎报完成任务 借而领取酬劳的事情 以前倒也是并非没有过例子 尤其是像林浩这种初来乍到的新手直视 最不守规矩 而且 迪瑶拥有剩余二重的实力修为 加之有黑暗电宗的长老无风庇护 仅凭一个间隙直视 欲要将其杀死 完全就是天方夜谭 是 对于老头的质疑 林浩并无废话 手掌一挥 直接把储物界的尸体取了出来 因为之前狼王的下手较重 迪瑶的身体被斩成四块 故而此刻 当看到分尸成数块的尸体 灰发老者饶是阅历不浅 眼中瞳孔 也是经不住紧缩了一下 这人 就是迪瑶 林浩一脸淡然地道 若是你不相信 魏平前辈可为我作证 半个时辰前 我被黑暗殿宗的无风长老追杀 就是魏平前辈出手相救 听到魏平这个证人 灰发老者质疑的眼神 方才逐渐消散 不过 为确保任务是否属实 他燃起了一张传音符 魏平大人 您今日是否在黑暗殿宗 救过一个叫做林浩的间隙直视 灰发老者的语气 甚为敬畏 十数息之后 一张传音符 从他的储物界中飞出 听到其内淡淡的声音 灰发老者 神情微微动容 玄机他拿出一张悬赏卡 看着林浩微笑道 恭喜你 任务完成 请把你的执事卡拿出来 就这样 经过一番简单操作 林浩原本清零的执事卡 奉献值瞬间飙升到了两万点 兑换羚羊时 相当于两百万巨款 第一次怀揣如此巨资 林浩顿绝一阵新潮澎湃 相较于外界的刺客组织 执事堂的悬赏任务 所获资源 无疑是更为庞大 当然 从中经历的风险 自然也是极为恐怖 之前若非未凭及时出现 林浩不难想象 他和陶灵现在的处境 定然非死极惨 而后 林浩仅留一半的奉献值 兑现了百万枚羚羊时 以作备用 小伙子 在此处物质数十年 你的办事效率 可以说是老夫见过最快的一个 挥发老者此时对于林浩 已是有着极大的刮目相看 他一脸笑呵呵地看着林浩 赞赏道 老夫手中还有不少棘手的任务 你若是有兴趣 随时可以接领 文言 林浩直言问道 悬赏高吗 听到林浩一出口 便是询问赏金 而并非任务难度 挥发老者 脸色微微愕然 旋即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点头道 当然高 绝对不少于你今天的酬劳 林浩顿时目光闪动 好 有空我会再来 言罢 林浩直接转身 离开了执法殿 回到住所之后 林浩关好窗门 然后盘坐在床榻上 打开抽奖系统模式 林浩深吸了口气 终于开始尝试起来 兵 以为宿主开启抽奖模块 可随时运用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的同时 一股无形的信量 如同凭空而现斑 陡然涌入林浩脑海之中 那股信息 正是抽奖系统的操作说明 紧接着 林浩脑海中 出现一个圆形转盘 色泽绚丽 共分十数个区域 兵器 食物 药材 武器 零售 在圆盘中心 有着一根红色指针 显然是抽奖启动之后 所指的区域 归根结底 这根指针 林浩无法控制 抽中什么奖品 全由系统操控 犹如抽盲盒一般 而其内的东西 并无限制 只要林浩所认知的世界 包含前世现代 小说未免 科幻漫威 只要有钱 圆盘一转动 什么物品都能抽中 不过 抽奖也分等级 不同的等级 所需费用 也是截然不同 以林阳石 作为价值单位 初级一千 中级一万 高级十万 神级百万 随着操作信息 阅览完毕 林浩脸上的表情 顿时精彩了起来 这个神级抽奖系统 俨然就像是 万界货物箱一般 包罗万象 系统 我要抽奖 当即 林浩压下心中激动 传出一道指令 丁 抽奖模式正在准备中 请宿主选择等级类型 林浩掂量了下 储物界的存货 百万枚羚羊石 正好足够神级抽奖 小打小闹的东西 林浩看不上眼 既然资产足够 自然要挑大块的抽 故而当下 林浩毫不犹豫地默念道 神级 丁 开始抽奖 温馨提示 其中有一定几率没有抽到 请宿主做好心理准备 随着林浩下达指令 系统的声音 也是跟着响起 煞时 林浩储物界中 刚从执法殿兑线的 百万枚羚羊石 瞬间消失 当听到有一定几率 无法抽中奖品 他原本平静的心态 顿时紧绷起来 旋即 却见圆形轮盘的红色指针 陡然转动 速度从快到慢 最后锁止区域 定格在了武装的类目上 叮 恭喜宿主抽中一个 神级武装的黄金宝箱 是否打开 系统提示声响起 一个金光闪闪的宝箱 便是在林浩的眼前 浮现而出 开 林浩暗松了口气 当即默念一声 哗啦 宝箱开启 展现出一套造型独特 红黑相间的战衣 这时 林浩眼中瞳孔 猛然一缩 顿觉这件战衣 极为眼熟 恭喜宿主 获得一件神级装备 以人战衣 穿上后 可自由缩放身体大小 下一刹 林浩的脑海中 如同醍醐灌顶般 涌入了一股信息 帮助他更好的使用装备 果然没错 林浩目光闪动 确定这件装备 赫然就是前世漫威电影中的 以人战俘 对此 林浩心中颇感震撼 想不到桃灵的抽奖系统 竟然如此神奇 就连前世科幻电影世界的东西 也能抽中 这种万界抽奖功能 简直绝了 先试试效果如何 林浩深吸口气 强压激动 So 林浩一年微动 以人战衣 瞬间穿在了身上 尺寸不宽不紧 仿佛为他量身打造一般 非常合体 旋即 林浩的拇指按了下红键 顿觉眼前场景 正以一种奇异的视觉效果 不断放大 几乎眨眼间的功夫 林浩便是惊奇发现 他的身体 已然缩小到细如蚂蚁的形体 一眼望去 屋内的椅子 桌柜 等等任何东西 全都变成了庞然大物 初次感受到 这种玄妙的视觉冲击 林浩心中颇为震撼 老大呢 床榻上 小白末地抬头 目光差一环扫四周 却浑然不见林浩的踪影 对于林浩的突然消失 小白显然有些担忧 不过很快 凭借那灵敏的嗅觉 他察觉屋内依然存在老大的气息 小白的鼻子在空气嗅了几下 当即目光一转 便是定格在旁边的地面 随着定睛一看 那里竟然占有一个细小如蚁的人类 这身穿伴 不就是老大刚刚穿的那件奇怪的衣服 老大 是你吗 小白一脸惊奇地凑到镜前 询问道 嗯 林浩咧嘴一笑 望着眼前庞大的小白 此等视觉冲击 一时半会 还真无法适应 老大 你怎么变成小不点了 得到林浩的确认 小白诧异无比 甚至伸出爪子 好奇朝着林浩轻轻戳去 然而 即便形体变小 林浩的实力 却是毫无半点减弱 他手掌一抬 细细的手臂 犹如躺臂挡车一般 赫然抵住了小白的爪子 老大 你这个样子 以后出外 骑着荆轻和狼王他们 就可以不用自己飞行了 小白收回远找 表情很是新奇地提议道 文言 林浩眼前一亮 荆轻 出来 旋即 他心神微动 照出了宠物荆轻 直接跃至兽背上 飞起而起 一人一兽 形体对比 完全恰到好处 对此 林浩不禁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以前 由于自身避免暴露 绝大多数情况下 皆是一种远程操控的形式 从未参与到 荆轻他们的现场刺杀任务当中 难以做到随机应变 不过如今 借助蚁人战衣的功能 无疑是可以骑着荆轻亲自上场 提高刺杀的成功率 心头转念间 林浩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愈发觉得蚁人战衣的绝妙之处 可惜 就是太烧钱了 此次抽奖 足足消耗了百万枚羚羊石 林浩算是明白 难怪桃林整天满脑子的心思 都在想着如何赚钱 也不知他是否尝试过 神级抽奖的类型 如果有 获得的东西 又会是什么玩意 心中好奇之际 林浩撤出了蚁人战衣 身体陡然恢复正常大小 储物界中 已是没有多余的羚羊石 林浩也没有继续玩弄抽奖系统的念头 小白 你在屋内等我回来 林浩交代了一声 便是直接走出屋子 对于老大的行事风格 小白早已习惯 点了下头 便是趴在床榻上睡觉 离开住所 林浩直奔白色塔群的核心区域 那里 有一座古塔 专门用于招揽新执事 所有间隙执事 在那里经过考核之后 便能成为正式的白袍执事 之前 魏平带他来执事堂的时候 便是去过那座古塔 故而此刻 林浩对于路线倒也不陌生 很快便是抵达此处 塔门外 排着长长的队伍 一眼望去 约莫数十人 有男有女 全都是间隙执事 显然 这群间隙执事 已经突破圣域一重的林英镜 准备来此考核 毕竟级别越高 每个月领取的酬劳 无疑是越多 不过 其中有不少人 已经考核过数次 并非顺利 林浩走至队伍后面站定 这次没有魏平的特殊关照 只能慢慢等了 等待中 林浩从旁边人群的讨论声 大概了解到 白袍执事的考核关卡 共有七关 成为执事 最讲究的就是个人战力 故而每一关的考核 皆以战斗为主 若能全部通关 也就意味着成功晋级 而且 考核并非无常开放 每个间隙执事 都需要缴纳一千点奉献值 以此作为约束 否则的话 那些考核不通过的家伙 每天乐此不疲地前来考核 无疑是白白浪费资源和精力 这时 上一个进去考核的间隙执事已经出来 看其沮丧的表情显然并不成功 负责引领考核的白袍执事 目光扫向门前的队伍 排在最前面的那个强壮男子 摩拳擦掌 已然做好了准备 然而 白袍执事却是并无叫他 淡淡道 谁是林浩 文言 众人微愣 当即目光四下扫视起来 对于白袍执事的点名叫人 林浩也是 有些诧异 旋即他出声道 我 白袍执事目光打亮了林浩一眼 招手道 随我进来 准备考核 嗯 看到自己的名额 竟被插了队 强壮男子明显有些不爽 质问道 不是先来后到吗 是啊 排在最后一个 却比我们大家都先考核 真是好大的架子 他什么来头 其他那些见习执事 也都纷纷表示不满 白袍执事 看向强壮男子 但莫道 卫平大人点名林浩率先考核 你们可有意见 卫平大人 一听此话 众人愣住了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对于这个神奇般的紫袍执事 他们在执事堂任职的这些日子 或多或少 也都有过听闻 莫说实力修为 单凭紫袍执事的地位身份 就足以压倒他们 这群小小的见习执事了 卫平前辈知道 我要来考核 林浩脸色微正 心中也是感到有些奇怪 想不到他才刚抵达这里 便已是被卫平知晓 对此 林浩更加怀疑 自己的行踪 似乎一直都被暗中关注 看来以后形势作风 必须再谨慎一些了 林浩心头思索间 倒也毫无客气 在众多异样的目光注视下 直接尾随 那名白袍执事 走进塔内 悠长的通道中 二人的脚步声 清脆入耳 当走到通道尽头 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巨型祭坛 隐约间 透着一股古老的 晦涩气息 此乃关卡的进入点 其内有时间限制 如若通关失败 便会被传送出来 白袍执事 话语简单的道 进去吧 林浩点头 脚尖一塌地面 身形猛然跃起 旋即吻身 站在祭坛之上 白袍执事 没有再废话 拿出一块符纹预检 直接引动 嗡 煞时 祭坛上亮起一阵符纹光芒 瞬间笼罩林浩的身体 那时候光芒散去 林浩也是消失不见 为凭前辈这么看好这个小鬼 我倒是要看看 他有什么本事 白袍执事难难自语 然后走至后方的一间石室 室内 有七个白袍执事 每个人对应着一座石台 其颜色各异 明显出一个光木投影 其内环境 似是各个考核关卡的场地 但凡考核者在里边的战斗过程 都会由此呈现而出 而此时 却见第一个金色石台上的光木 里边出现了一道深影 那人 无疑正是林浩 都是黄金的 林浩目光环扫 视线所及之处 一片金灿灿 他现在所处环境 乃是一个极为宽敞的大厅 墙壁 地板 柱子 所有东西 几乎全都是金属材料 出此来此 林浩也不知会遇到什么关卡敌人 只能站于原地 警惕静待 约莫沉寂了树西 周围空间 突然荡漾出一股股晦涩的灵力波动 紧接着 一具具人形浮溃仿佛仿佛平而空陷一般 自地面突兀地冒了出来 这些浮溃 身披符纹金甲 造型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 每具金甲浮溃的手中 皆是握着一把金色长刀 透着锋利的金属光泽 在其中 存在着一具高大的金甲浮溃 体型异常魁梧 最为与众不同的是 那金甲上的符纹 腥红如血 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显然 这正是金甲浮溃阵容之中 最厉害的王者 林浩眼神威宁 身上灵力涌动间 陡然凝现出一层防护罩 覆盖体表 杀 金甲浮溃王冰冷的目光 锁定了林浩手中长刀一举 传出低沉的吼声 煞时 众多金甲浮溃倾巢而出 踏着沉重的脚步声 轰隆隆地爆冲向林浩 他们奔略间 金甲表面的符纹光芒闪烁 随着光芒汇聚 竟是在虚空中 形成一个诡异的符纹图腾 顿时间 一股股灰色的能量波动 自符纹图腾荡漾开来 瞬间笼罩林浩的身体 嗯 林浩心头威领 顿觉身子机能受阻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能量领域 将其禁锢 那种感觉 如同身陷泥潭 动作速度减慢了数倍 轰 轰 轰 林浩惊奇之际 那群金甲浮溃 已是猛然暴掠而起 气势凶悍地对着林浩当头劈去 吞噬星空 林浩心神一沉 体内灵鹰顿时爆发出雄魂的黑暗之力 瞬间形成吞噬黑洞 化解掉周身的能量领域 随着身体机能恢复 林浩手中闪现出紫电竹枪 狂暴的雷霆形成叨叨电弧 肆意呼啸而开 碰 长枪横扫 但凡近身冲来的金甲浮溃 皆是被恐怖的雷霆冲击地倒飞而出 挡下第一波的攻势之后 林浩根本没有做无用的闪避 身形猛然掠出 如同虎入羊群 悍然激战起来 群战之中 长枪无疑是最好的兵器 紫电竹枪在他手中大开大合 电芒暴闪间 便是有数据金甲浮溃被轰得爆碎 不过诡异的是 这些金甲浮溃散乱的肢体 竟是以一种缓慢的速度蠕动 开始愈合 可以再生 见此一幕 林浩眼中瞳孔 猛然紧缩 若是这样下去 岂不是没忘没了 不过很快 林浩心头急转间 便是发现了其中蹊跷 在灵石的覆盖下 他能够明显感应到 这些金甲浮溃兵 似乎与那具最强的金甲浮溃王 有着能量之间的牵引 尤其是当他们被打得躯体残破时 那股牵引的能量 愈发浓郁 毫无疑问 金甲浮溃王 乃是能源的核心 提供着所有浮溃兵的活动能量 以及愈合的再生能力 是 思索间 林浩顿绝身后一寒 一股阴冷的杀气 犹如毒蛇一般袭来 当下 林浩看也不看 立即施展游龙步伐 身形向前挪移 哄 当他身体移动得下一煞 一道凌厉的金色刀芒 贴着他的背部 狠狠劈下 那强悍的刀势 劈空落地 响起令人心机的爆破之声 而那激荡而起的能量余波 直接震得林浩身形一阵亮呛 险些摔倒在地 趁着空隙 林浩回头看去 却见出手袭击者 正是那句金甲浮贵王 一刀击空 金甲浮贵王的动作 没有丝毫停止 却见他猛地抡起长刀 冲着林浩的腰部 横砍而去 林浩眼神一沉 当即单手握长枪狠甩 近风呼啸 当 两气相撞的刹那间 火光剑射 传出刺耳的金铁交割之声 紫电竹枪在刀刃劈砍中 那等狂暴的力量冲击 令得整杆枪身 瞬间弯到了极致 所幸紫电竹枪的材质极端坚韧 并无因此锻炼 嗡 旋即 林浩体内 灵力灌入其中 强烈抖动间 骤然重新挺直 借着这股反弹的力道 林浩身形急速暴退 然而这时 周遭的金甲浮贵兵 看准实际的汹涌扑来 仿佛要将林浩淹没于群弓之中 魔影裂变 见状 林浩陡然施展 魔影直天的功法 骚骚骚 顿时间一道道分身 自林浩身体暴冲而出 迎战向周围的金甲浮贵兵 没有喽啰的阻扰 林浩冷峻的目光 直接锁定了那句金甲浮贵王 碰 他双手握枪 如同箭矢一般 笔直地暴射而出 其速度之快 宛若闪电一般 瞬间出现在金甲浮贵王的面前 枪尖直接刺在后者的胸膛之上 只听丁的一声轻响 坚硬的金属铠甲 并无因此破防 林浩冷哼一声 身子悬空旋转起来 吃吃吃 煞时 林浩手中的长枪 也是同步高速旋转 锋利枪间如同螺旋转机 疯狂扫搁着金属铠甲 进风激荡间 响起阵阵尖锐的刺耳之声 碰 而后 伴随一声沉重的爆响 金甲浮贵兵庞大的躯体 直接被破开一个大洞 贯穿而过 受到如此重创 金甲浮贵王终于轰然扬倒在地 然而 他身体剧烈颤抖了下 金属如洞间 那破开的大洞 竟是在缓缓愈合 难道必须把他打得灰飞烟面 望着重新修复完好的金甲浮贵王 林浩皱了皱眉 眼中涌起一抹凝重之意 通关 正当林浩准备全力出击时 金甲浮贵王的喉咙中 却是突然传出一道低沉之声 紧接着 与魔影分身激战中的 那群金甲浮贵兵 也是一下子安静下来 全都停止了攻击 只要打倒金甲浮贵王 就能通关 见此一幕 林浩目光闪动 心中暗自猜想 旋即 他便是诧异发现 在大厅深处的金属墙壁 出现一扇门行 其内昏暗的通道 似是通往第二关的入口 林浩身形一动 当即收起所有魔影分身 速度凌厉地朝着门行通道掠取 此时 外面的石室呢 这么快就通关了 先前负责引领林浩前来考核的白袍直视 愣住了 望着第一关金色石台上的光木投影 其余七名白袍直视 也都是满脸诧异 按照以往的考核过程 绝大多数间隙直视 都要耗用将近半个时辰 方才能够通关 可是现在 林浩才进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便是顺利通关 此等惊人的速度 完全打破了常力 旋即 他们的目光 转向了第二关的光木投影 却见林浩的身影 已经抵达旗内的空间 比起第一关的金碧辉煌 第二关的考核区 环境更像一片荒芜的沙漠区 一眼望去 地面铺着厚厚的沙尘 沉寂无声 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燥热之感 看起来 俨然就像是一个沙漠小事件 林浩心神微尘 强大的灵石浮射而开 随着一番探测 他惊奇发现 这里并非幻想 完全就是真实存在的场景 对此 林浩倒也没有过多诧异 正如他与陶灵的住所 便是处于塔内空间 眼下这片类似于沙漠的考核区 应该也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小空间 So 就在这时 周围的细小沙尘 竟是无风自动 短短数息间 竟是在中央区域 陡然刮起了一股沙尘龙卷风暴 林浩目光微领 手握紫电竹枪 神情多了几分戒备 这般凝视下 却见沙尘龙卷风暴之中 突然窜出一个个道道人形巨影 那些家伙 并非人类 全都是由沙尘凝聚而成的沙漠巨人 他们身上沙力流动 透着一股奇特的强大气息 沃 沙漠巨人一出现 便是有其中一个 举着巨长朝林浩的脑袋怒拍而来 林浩眼神一寒 手中长枪斜扫 直接削掉了对方那只沙掌 沙掌落地 瞬间化为了一滩死沙 然而很快 沙漠巨人的断壁处 沙尘迅速蠕动 竟是重新生长出一只沙掌 毫无疑问 这些沙漠巨人 同样具备修复愈合能力 而且 比起第一关的金甲浮潜 修复速度更快 不具任何物理攻势 因为 林浩经意发现 刺出的一枪 枪头竟是直接被凝固在沙漠巨人的身体之中 难以拔出 碰 当即 林浩手中长枪猛的一抖 狂暴的雷霆之力爆发开来 将其炸成了一片沙尘 眼看附近的数十个沙漠巨人围剿过来 林浩立即身形暴退 手中武器 赫然换成了一把古琴 旋即林浩悬空盘坐 双手按在琴弦 陡然弹奏起来 顿时间 悠扬的琴声 如同流水一般 自琴弦上流泻而出 一道道无形的音波 也是在虚空中爆射开来 扑扑扑 音波之中 蕴含着极强的震荡之力 但凡被击中的沙漠巨人瞬间纷纷爆破 然而 那股沙尘龙卷风暴旋转间 散乱落地沙尘 迅速如洞间 又开始凝现出沙漠巨人 林浩目光冷峻 锁定了不远处的沙尘龙卷风暴 经过之前第一关的战斗 他知道 唯有把核心能源击败 方才能够通关 眼下场景 这股沙尘风暴 无疑正是召唤沙漠巨人的能源之处 真 心念至此 林浩双手横抓九道琴弦 雄魂的灵力 猛然灌注其内 直接施展出九玄琴谱的最强一招 九玄凤飞翼 一声冷喝 林浩手指下的九道琴弦 顿时疯狂震战 琴声肃穆 宛若翻滚的海啸 气势磅礴 随着灵力弥漫开来 瞬间明显出一道实质化的凤凰虚翼 林浩的头顶上空 凤凤虚翼双翼拍动间 浑身营绕着密密麻麻的音符 传出一阵玄妙曲音 旋即 他按在琴弦上的双手 猛地一放 哟 尖力的凤鸣声响起 凤凰虚影 陡然化为一股极端强悍的巨型音波 直接暴冲向那股沙尘龙卷风暴 碰 轰然相撞的瞬间 沙尘龙卷风暴彻底崩溃 化为了漫天沙尘 紧随其后 沙尘流动间 赫然在林浩前方 凝现出一个沙门 见状 林浩没有任何迟滞 一脸淡然地踏步而入 外面的石室内 看到林浩又是轻松通关 八名白袍直士 皆是一脸惊叹 这小子的琴术 竟然如此高超 难道他以前的学府 乃是秦陵学府 他们目光正正 颇感惊疑 显然也是没想到 一个战斗型的男人 在琴术的造诣上 竟是这么厉害 接下来的第三关 就是水关了 我倒是要看看 他要如何破解 白袍只是心中诧异之余 目光也是一向了 第三个符文石台的光幕 却见那里边的场景 一片汪洋 清澈的水夜 闪烁着淡蓝色的光泽 走入沙门通道 视觉经过短暂的黑暗 重新明亮起来 然而 林浩尚未适应周围光线 顿觉脚下踏空 整个人直接坠落而下 当即 林浩身上灵力涌动 在风之意境的法则立场中 骤然悬浮而起 他目光俯视 望着那蔓延到尽头的汪洋 不由得微微诧异 好浓的水系灵气 林浩习惯性地释放出灵石 能够明显感应到 这片空间充斥着一股 极端精纯的水灵气 林浩眼神微宁 望着平静的水面 敏锐地感知察觉到 这些水并不寻常 而正如他预料那般 原本静止的水面 开始荡漾起一层层涟漪 诡异的一幕 令得林浩一下子打起了精神 也不知接下来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敌人 哄 然而下一霎 几乎没有任何征兆 一条巨大的水胶 突然自水中猛地窜出 直冲上方的林浩 见状 林浩眼中瞳孔 微微一缩 突如其来的袭击 林浩根本无法做出 何种攻势迎击 只能调动浑身灵力 支撑护体灵气罩 碰 沉重的撞击声乍响 水花剑射间 林浩直接被强劲的力量 冲撞地倒飞而出 旋即 他的身体 仿佛撞在一层 无形的能量屏障之上 再遭重击 林浩顿绝体内气血剧烈翻涌 险些吐出一口鲜血 所幸 他刚才把全部灵力 聚集于护体灵气罩 防御凝食兼后 故而此次冲击 并未让得他受到什么伤势 趁着喘息的空隙 林浩定睛一看 终于看清那条水胶的形态 其形体并非血肉之躯 赫然由大量的水液凝聚而成 浑身散发着浓郁的水系灵气波动 好 水胶兄弟的目光陡然锁定林浩 伴随一声嘶吼 张着争鸣巨嘴 再次暴冲而来 找死 林浩眼中森然涌动 直接引动丹田雪海中的灵鹰 雄魂的黑暗之力 源源不断暴涌而出 顿时间 林浩周身黑气弥漫 在其身前迅速凝现出一个巨大的吞噬黑洞 水胶仿佛具备灵性一般 察觉到吞噬黑洞的危险 当即前冲的兽区急忙停顿 旋即在虚空中调转方向 欲要逃顿 然而 林浩又怎会轻易让其逃跑 操控着吞噬黑洞呼啸而下 是 整条水胶直接被黑洞吞噬而入 黑洞之内 强大的吞噬之力爆发开来 水胶瞬间化解 变成了一股浓郁的灵气 转而被林浩吸收 短短数息的功夫 他之前消耗的能量全部恢复 身体机能再次达到最佳状态 还没通关 眼看水胶消灭 并无什么通关入口浮现 林浩眼神微沉 哄 沉寂了石树溪之后 下方水面剧烈朝涌间 再次窜出一条水胶 林浩如法炮制 操控吞噬黑洞 将其一口吸入 既然打不停 把水都吸干净 看你还如何凝聚水瘦 心头转念间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狠意 当即 吞噬黑洞猛然扩大 强悍的吞噬之力呼啸而出 下方水域 顿时如同龙溪水一般 被吞噬黑洞 源源不断地吞吸而入 糟糕 监控石材光幕的 庶民白袍直视 见此一幕 不经脸色大变 他们监考这么多年的 间隙直视 何曾见过 像林浩这般疯狂的举动 冲关的手段 俨然犀利到 想把整个空间的水域 都给吸光 按照往常设定的 考核难度 此次水域 需要击败五条水胶 才能通关 可是现在 完全超乎 他们的预料之内 赶紧让它通关 眼看水域越来越浅 为首的 那名中年白袍直视 脸色铁青的 急忙大声催促 是 负责第三关水域的 年轻直视 缓过神来 立即引动了符文预检 很快 便是看到 光幕中的水域之上 迅速凝现出一个 朦胧的水门 毫无疑问 那正是通往 第四关的入口 原来如此 望着下方 被吞掉大半的水域 林浩暗自点头 浑然不觉 他刚才的行为 已然达破常规 逼得监管的白袍直视 让其通关 旋即 林浩没再多想 身形一动 直接掠进了水门入口 第四层关卡 林浩抵达此处时 视野中一片赤红 空气温度 也是极端燥热 如同置身火炉里边 翻涌的热气 扑面而来 最令得林浩诧异的是 此处区域的深处 竟然存在一座火山 温度极高的赤红色岩浆 粘稠地喷涌着 流淌各处 然而 眼前这座火山并不大 约莫十数丈高 似是由人造而成的小火山 直视堂的考核区 还真是千奇百怪 林浩暗自惊叹一声 也不知是哪位高手 创造此等考核场景 脑洞竟然如此兴起 哄 林浩正想着 这片区域的空间 突然剧烈震动 火山上的岩石 在震动中 也是纷纷滚落而下 见此一幕 林浩脸上神情 顿时肃穆起来 他知道 第四层关卡的考核 即将开始 哄哄哄 火山震动间 流淌而出的红色岩浆 越来越多 周遭急速飙升的空气温度 即便此刻林浩的身上 有护体灵气罩 也颇感燥热 望着下方的岩浆之地 林浩催动灵力 悬浮虚空 他无法保障 如若落至岩浆当中 护体灵气罩 是否撑得住那种强烈的灼烧 因为 一旦防护罩崩溃 仅凭血肉之躯 根本难以抵御得了 岩浆的极高温度 恐怕一瞬间 就得被烧成焦尸 砰砰砰 就在这时 火山突然剧烈收缩 旋即如同火炮一般 喷射出道道硕大的火芒 随着落地 却见那些火芒 竟然全都是一个个 浑身流淌岩浆的人形火怪 一眼望去 数量极多 足有百余个 看到这般密集的火江怪物 林浩心头微尘 如此严苛的考核 也难怪有绝大多数间隙之事 考核多少都未曾通过 若是没有过硬的实力 或者拿得出手的底牌 面对这种阵容 普通的圣域灵鹰禁武者 哪里招架得住 由此可见 执事堂对于成员的筛选 对于战力极为讲究 但凡能够成为执事的人 在同境界的情况下 皆是战力远超九大殿宗弟子 好 思索间 密密麻麻的火江怪物 已然锁定了林浩 嘶吼着暴冲过来 林浩凌空而立 望着那扑杀而来的众多火江怪物 并无丝毫退避的迹象 却见他手掌一台 吞噬黑洞陡然凝现 水火相克 刚才吸收的水 正好派上用场 林浩嘴角掀起一抹弧度 旋即 他手掌五指一握 吞噬黑洞之中的水液 顿时如同开闸的洪水 汹涌冲出 哗啦啦 奔腾的水流 轰然倾泻 几乎转眼间的功夫 便是将那群火江怪物 彻底淹没 而这时 林浩已然携带着吞噬黑洞 飞掠至火山顶端 在其操控下 剩余的大量水液 全部奔涌喷出 倒入下方的火山口之中 擦 下一霎 火山底部 传出让人舒爽的熄灭响声 滚滚白气生腾而起 这 望着这一幕 石室内的那些白袍直视 全都惊呆了 好半场之后 他们震撼的表情 方才逐渐恢复过来 这小子 哪里是来考核 分明就是来此搞破坏的 为首的中年白袍直视 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望着光木投影中 那一片狼藉的火山区域 他脸上的铁青之意 愈发浓郁 把他传送出来 似是有了决定 中年白袍直视 陈鹤一声 闻言 旁边的年轻直视愣了一下 玄机疑惑道 那接下来的考核怎么办 其余数名白袍直视 也是一脸诧异 他们都知道 这个叫做林浩的间隙直视 身份似乎并不简单 此次前来考核 乃是魏平亲自点名 让其优先入场 如若给对方穿小鞋 强行阻扰后面的考核关卡 那岂不是间接得罪了魏平 你们在乱想什么 中年白袍直视神情微变 显然对于魏平 也是颇为忌惮 他怒瞪着众人 呵斥道 让他出来 并非取消他的考核资格 而是直接通过 还有 赶紧叫陈大师 过来修缮第四层考核区的火山 至于今天的考核 终止 下达了几条命令之后 中年白袍直视 转身走出时事 听得此话 在场的庶民白袍直视 这才暗松一口气 脸上露出一副 原来如此的表情 而此刻 正走进通往第五关考核区的林浩 眼前视线尚未适应 便是突然身形一青 当视线恢复清晰时 他惊奇发现 自己竟然站在了最初的那座传颂祭坛之上 嗯 林浩眼神微领 目光戒备地望着四周 以为这是第五关的考核区 下来吧 不用考核了 中年白袍直视 从时事走出 望着林浩 沉然道 你已经通过 文言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之前在外面排队时 听说考核共有七关 怎么到了他这里 却仅有四关 对此 林浩倒也没有多问 只要能通过 就是好事 殊不知 因为他的闯关行为 导致今日的考核卡练 其他见习直视 无法再进行考核 中年白袍直视 目光深沉 打亮了林浩几眼 欲言又止 旋即他手掌轻翻 取出一块符文预检 但摸道 但凡成为直视 都需要记录一块本命预检 把你的本命精血 滴上去即可 林浩点了下头 指甲在食指处轻轻一滑 一滴精纯的血液 顿时渗透而出 然后滴落在预检之上 而后 只听吃的一声清响 林浩的本命精血 直接被预检吸收 其上的符文 也是瞬间闪烁出 一种新红色的光芒 隐约间散发着 淡淡的血腥之气 林浩能够明显感应到 自己的生命体征 与预检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此时 预检光纹凝实 象征他体内气血旺盛 生命力强壮 不过日后 若是生命垂危或是命运 这块代表他本人生命的预检 无疑是会直接破裂 毕竟执事堂的成员 出外执行任务时 难免会发生什么不测 为随时掌握执事成员的安危 这块本命预检 便是最好的信息 而后 林浩办理了一些 简单的入堂手续之后 正式成为了一名白袍执事 与此同时 他胸前的间隙徽章 也是换成了初级图腾 鉴于你考核通过 此次需要缴纳的 一千点奉献值可以无需搅用 中年白袍执事看了林浩一眼 似是以此作为人情 欲要交好后者 在他看来 林浩天赋优秀 加之有未凭这个后台 日后前程必然要远高于自己 趁此机会与其交好 有利无害 多谢前辈 林浩拱手抱拳 自然没有拒绝 一千点奉献值 相当于十万枚羚羊石 如今他手头正紧 能省即省 玄机 林浩紧随中年白袍执事的步伐 走至外面 在外排队等候的众多见习直视 道道目光 立即朝着他投射过来 快看 刚才那个插队的家伙出来了 泽泽 这么快就结束考核 他这次闯关 铁定失败 能够被未凭前辈点名优先 我还以为有什么能耐 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塔门外 排队等候的众多见习直视 看到林浩出来 一时间议论纷纷 绝大多数人 皆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 毕竟对于林浩后来先到的插队 他们感到极为不爽 还只能忍气吞声 故而此刻 见到林浩考核失败 无疑是颇感舒爽 咦 他的见习徽章 怎么换成白袍直视的初级徽章了 不过很快 一些眼尖的见习直视 发现到了林浩身上的不同之处 闻言 在场众人的目光 当即齐刷刷地投射向林浩胸前的徽章 果然如此 见状 众多见习直视 一脸惊疑 尤其是那些考核过数次的见习直视 感到难以置信 他们非常清楚 考核关卡的难度 即便站立再强 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 又怎会像林浩这般 才进去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 就已然全部通关 这 怎么可能 众人面面相去 先前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 在此刻 一个个目瞪口呆 然而接下来 中年白袍直视的话 更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却见他神情淡漠的道 由于特殊原因 今天的考核取消 大家过几天再来吧 言罢 中年白袍直视 并无理会当场恶然的众人 直接转身走进塔内 怎么突然取消考核 太离谱了吧 没错 我今天可是请放着全情不要 专门过来考核 顿时间 塔门外的人群 爆发出一阵抱怨之声 旋即他们目光一转 神情颇为古怪的 看向林浩 那个特殊原因 该不会就是这家伙搞出来的吧 对于周围那众多异样的目光 林浩毫无搭理 风之意境施展开来 他的身子借着一股锋利 陡然急飞而上 直接离开此地 如今 他已是一名真正的白袍直视 拥有前往九大殿宗的特权 此时 接近傍晚 林浩却并未回去住所 而是静止朝着岛屿的山谷传送站 迅速飞去 黑暗殿宗的内殿竞笔 参赛弟子数以万计 规模庞大 仅凭一天 根本无法结束 借着这种热闹的氛围 林浩打算再次前往黑暗殿宗 暗中搜寻三皇子颜红一的下落 若是时机可以 顺势将其刺杀 便能永绝后患 山谷中 林浩的身形降落至黑暗殿宗的传送区域 负责传送的那名白袍直视 一眼便是认出了林浩 他记得后者不久前 林浩才从黑暗殿宗那边传送回来 此刻过来 显然现在要出去 你这个见习直视 还真是忙碌 白袍直视淡笑一声 道 这次 我并无收到陶林的交代 作为见习直视 不可擅自 然而 他这话还没说完 目光便是注意到 林浩胸前的见习徽章 已然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竟是与他相同的初级直视徽章 你晋级了 白袍直视微微诧异 盯着林浩 忍不住询问道 嗯 刚刚晋升 林浩不卑不亢 态度淡然地点了下头 随着晋级白袍直视 双方在直视堂的等级地位 已是平起平坐 无论年龄辈分 大家都拥有同样直视特权 得到林浩的确认 白袍直视眼中的诧异 不禁浓郁了几分 显然也是没想到 林浩之前从黑暗电宗那边回来 竟是跑去考核 而且一去一回 整个过程 快速到让人吃惊 现在 我是否有权利 前往想去的区域 林浩态度客气地微笑道 可 可以 白袍直视缓过神来 当即点头 问道 你想去哪 黑暗电宗 外电弟子的所在区域 林浩显然早已想好目的地 毫不犹豫地直言道 好 左侧第五个传送阵 白袍直视倒也并无多想 只向左侧的那排传送阵 旋即 一番操作之后 林浩所站之地 已然在黑暗电宗的岛屿中 其位置 属于电宗外围的建筑区域 十殿内 祭坛上的传送阵 林浩目光环扫 却见这里铸守着一名白袍直视 此处 就是外电区域吧 为确保万无一失 林浩看向那名白袍直视 谨慎地问了一句 嗯 对方淡默点头 并无过多言语 当即 林浩身行月下祭坛的同时 直接朝着通道 出口掠去 以人战衣 昏暗的通道中 林浩心神微动 以人战衣 瞬间穿在了身上 So 随着暗下开关 他的身体 迅速缩小 在即将坠落地面的刹那 一道黑芒掠过 恰好将其接种 这只细如苍蝇的小黑影 正是金科 出发 林浩骑在寿背 盯着那视觉上 放大了数十倍的电门 目光闪动的低鹤道 嗡 刹时 金科的机械双翅振动间 陡然化为一道黑影 速度惊人地猛地暴力而出 这里 虽然只是黑暗电中的外电区域 那等面积 却也极端辽阔 在此等陌生的环境中 林浩的搜寻 几乎漫无目的 所幸 现在临近夜晚 昏暗的光线下 倒是给予了一人一兽 极好的掩蔽效果 四处徘徊中 林浩并无什么收获 但也算是见识到了 黑暗电宗的强大抵御 那一座座磅礴雄伟的电雨 密集耸立 飞在其中 犹如身处高楼大厦的电林之内 周围四处 经常能够感受到 强大的气息波动 这荆轲整个过程小心翼翼 对了 老四现在 就是黑暗电宗的外电弟子 跟他取得联系 应该就能知道准确位置 林浩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想起了古云乐 隐蔽 收到指令的荆轲 当即在虚空一个飘移 直接掠进了附近一棵大树 藏身于茂密的树叶之中 老四 你们外电弟子的住居 在哪个方位 林浩拿出传音符 引燃了起来 约莫沉寂了石树锡 林浩的储物界 终于收到了回信 随着传音符燃起 脑海中也是骤然 响起古云乐惊喜的声音 老大 你过来黑暗电宗了吗 我们外电弟子的住居 就在南边 哈哈 你赶紧过来 我正跟几个师姐一起 脑海中回荡着古云乐 那兴奋的声音 林浩摇头暗笑 这小子 才刚到电宗 就已经勾搭上了师姐 而且 听其数量 似乎并不少 对于语之臭味 相同的情语 此时恐怕也是同样的情形 以二人那有嘴滑舌的功力 再加上颜值 魅力绝对属于高等水平 获得准备方位之后 林浩冷峻的目光 透过树叶间的缝隙 望向南侧区域 在他看来 颜红义乃是散修的身份 加入电宗 地位与古云乐应该相同 故而居住环境 应当也是一样 心头转念间 林浩骑着荆轲 陡然飞向夜空之中 荆轲 开启隐身 虽有夜色遮掩 但林浩的行踪 依然不敢有丝毫松懈 随着指令传达 荆轲的身体 顿时淡化透明 林浩也是屏蔽掉身上的气息 静坐于兽背之上 悄然前行 这般隐秘的潜伏 若非顶尖级别的圣域高手 几乎难以察觉得到 一人一兽的动静 外电南区 林浩终于抵达此处 目光俯视下方的电群 在夜幕中灯火通明 各个走廊过道 能够看到不少身影 依然在四处活动 对于午休者而言 白天黑夜完全没有差别 以外电弟子的实力修为 即便十天半个月 不眠不休 也毫无影响 这里 就是外电弟子的住居区了 林浩眼神威宁 灵力的目光 扫向下方道道身影 试图从中寻出颜红义的踪迹 他极有耐心 此番定点找人 足足耗费了将近半个时辰 然而最终结果 却是没有半点收获 这等情形 唯有两种可能 颜红义身处殿内 并没有外出活动 又或者 这家伙根本不在外电区域 So 就在这时 储物界中突然掠出一张传音符 老大 你怎么还没到 在哪里 正是古云月的声音 传音符在夜空中 直接燃烧了起来 此等动静 无疑是令得下方的外电弟子 引起了注意 糟糕 林浩心头急转间 立即撤出身上的蚁人战衣 当那群外电弟子抬头望来时 却见一名白袍直视 凌空而立 旁边正是刚刚燃尽的传音符 显然 刚才的动静 便是由此可来 原来是直视堂的人 我还以为是谁呢 这些家伙 总是神出鬼没 不用搭理 没错 只要没有违反纪律 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们 望着上空突然出现的白袍直视 黑暗电宗的外电弟子们 似是早已见怪不怪 各自嘀咕了两声 便是没在关注 见状 林浩顿时暗松一口气 刚才引起的动静 与其逃离隐藏 倒不如直接暴露出来 否则的话 一旦受人怀疑 定然会引来电宗高手的追查 到那时 再展现出白袍直视的身份 已经没有必要了 我正在执行公务 并不方便见面 你可知道 严弘毅如今在哪 是否也在外电区域 林浩身形降落至一处湖泊旁 给谷云乐传了一道传音符 他现在的身份敏感 得罪了黑暗殿宗的护殿长老 吴峰 若是被别人发现 自己与谷云乐的关系并不简单 那个姓吴的家伙 恐怕会把怒火 转而发泄至老四的身上 为避免此种事情发生 二人只能暂且先别见面比较好 很快 林浩的储物界 再次掠出一张传音符 脑海中 也是响起谷云乐隐晦的声音 严弘毅现在的名字 叫做吴弘 其夺舍的身体 据说是护殿长老吴峰 在外的一个私生子 前两天刚招入黑暗殿宗 便是被吴长老说为清传弟子 引进内殿 听到这个消息 林浩顿时心头威震 显然也是没想到 严弘毅还真会挑选 夺舍之人 竟是吴峰那个老家伙的私生子 有这层保护伞 只要不是得罪背景极强的势力 在黑暗殿宗 简直是如鱼得水 这下 看来是有些麻烦了 林浩眼中森然涌动 经历无数次的刺杀任务 第一次感到了棘手 若是以前 他或许还会头脑发热 潜入内殿尝试一番 然而 经过之前与吴峰的交手 算是明白 后者的能耐 可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 剩余六重的恐怖实力 即便林浩和所有宠物联手 也都无法抵抗得了 对方的一招杀手锏 况且 严弘毅的心机和智谋 那个敌咬与之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想要将其成功刺杀 必然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以后 再找机会吧 林浩目光倾台 眺望向内殿区域的方向 打消了心中的念头 旋即 他也不在此地继续滞留 身形暴力而起 朝着传送点的石殿飞去 至于雷蒙之前 曾拜托过的事情 林浩并无忘记 但目前实力不允许 加之得罪了护殿长老吴峰 无法做到明目张胆的 前去寻找雷影影 一切 只能暂且搁置 如今 对于林浩而言 除了黑暗殿宗之外 其余八大殿宗 显然是他目前能够活动的安全区域 回到执事堂之后 林浩将自己关在了屋内 床榻上 他盘膝静坐 缓缓吸收周遭天地灵气 入体淬炼 对自身灵鹰进行强化 修炼过程 虽说枯燥无味 但是自从踏入五道这些年来 除了系统辅助之外 他完全凭借自身坚毅和努力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林浩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 欲要在五道意图中走得更远 根本没有捷径可走 唯有踏踏实实的修炼 方才能够实现 故而 在接下来的日子 林浩的生活 几乎可以用两点一线来形容 白天 他与陶灵结伴 一起前往各大殿宗的修炼场所 负责维持秩序 除了赚取奉献点之外 对于各个修炼场所的环境 算是逐渐了解 夜晚归来 他便在自己的寝室内进修 不断强化 突破灵鹰后的力量 如此约莫两个月后 林浩获取的奉献点 已然积累到了一种可观的数额 一万五千点奉献值 兑换羚羊 相当于一百五十万 至此 林浩前去执法殿 兑现了一百二十万羚羊石 剩余的三千奉献点 却是留着到时 前去殿宗换取资源之用 因为 随着这阵子和陶灵四处溜达 他对火云宗炼气房的锻造之术 开始产生了性质 这种性质 并非痴迷 而是抱有目的性的心态 打算研究 如何锻造出枪械沙漠之音 到时候便可实施到 他的领地军队当中 不过目前 还是先把几只宠物进化一下 打开系统 林浩默念一声 系统模块顿时浮现 寝室内 一层无形的隔绝阵法光幕 笼罩其内 林浩望着眼前浮现的系统面板 目光闪动间 最终选择了宠物进化模块 抽奖系统虽好 但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一切都是未知性 为了解锁新的进化模式 必须把所有宠物 晋升至SSSJ的等级形态 林浩目光略做扫尸 确定了现在四只宠物的 等级进展信息 荆轲SSSJ 进化等级已经完成 狼王SSSJ 仅差一次 所需费用 100万羚羊石 雷炎圣虎 以及蚁皇 皆是处于SJ的等级 如若进化为SSJ 两者消耗费 总共20万羚羊石 此次兑现的羚羊石数量 刚好够用 系统 进化宠物 林浩心神微动 默念道 丁 以为宿主开启进化模式 请选择需要进化的宠物 煞时 系统的提示声 冷漠响起 林浩没有丝毫犹豫 勾选了蚁皇和雷炎圣虎 直接将它们列入一件进化表格 然后设定好进化等级 下一煞 两个宠物图腾 光芒闪烁 丁 恭喜代号004宠物 蚁皇 进化至SSJ 战力获得全面提升 天赋技能 卓岩之铠得到强化 晋级为火灵爆甲 丁 恭喜代号003宠物 雷炎圣虎 升级至SSJ 进化为双手魔虎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声 不断响起 两只宠物的数据面板 也是闪现而出 蚁皇 代号 004主人 零号战斗力 7万技能 火影分身 以兽召唤天赋 火灵爆甲 具备60%的反甲伤害 等级 SSJ 雷炎圣虎 主人 零号战斗力 8万技能 金雷吼 雷霆天袭 炎电风暴天赋 远古凶兽血脉等级 SSJ 双手魔虎 听到这个名称 零号颇感兴奇 直接将其召唤了出来 哄 刹那间 一股极端暴力的凶兽气息 弥漫整个屋内 零号眼神威宁 却见此时的雷炎圣虎 已然变成了另外一种威猛形态 竟是顶着两个硕大的虎兽 面目猙獰 满嘴獠牙 其通体黑纹 原来身上萦绕的红色闪电 也是演变成黑色电弧 吃吃 黑色电芒闪烁间 充斥着令人心计的雷霆能量波动 通过宠物数据 面板上的资料信息 零号得知 雷炎圣虎进化后的战力 赫然飙升到了8万 堪比SSJ的金科 也就是说 如若进化至SSJ 战力数值 必然压过同等级的金科 不错 零号满意点头 旋即 他觉得 以如今雷炎圣虎的暗黑形态 再用这个名字 倒是显得有些不贴切 心头转念间 零号很快便是更改了系统宠物的命名 虎吧 简单 豪借 接下来 零号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乙皇的宠物面板 战力7万 马马虎虎 不过 乙皇屈翘那蜕变后的火灵报价 倒是极有亮点 竟然附带了60%的反甲伤害 此等功效 相当于遭受敌人攻势的时候 便有六成几率 反噬到对方 还行 零号嘴角轻挑 心想 若是能够达到100%的反甲伤害 那就更完美了 毕竟日后遇到敌人的强悍攻势 便可让乙皇出面抵挡 那等情形 俨然就像是带刺的盾牌 对方打得越狠 受到的反噬 也必定越大 乙皇 出来 零号念头微动 一只浑身火焰的乙兽 顿时闪现而出 乙皇的形体 蜕变并不大 唯一区别的部位 便是他的躯桥 坚硬如同铠甲 表面布满繁复的玄奇火纹 隐隐间 散发着一股极端晦涩的能量波动 小白 给他一棒试试 零号对着趴在床榻上的小白 招呼一声 老大 你认真的 小白眼睛眨动 一脸诧异地询问道 嗯 别打死就行 你也自个小心点 零号淡然点头 嘱咐道 只有真正誓言一番 以后对敌时 才能做到底气十足 得到零号的确认 小白倒也并无多言 直接变成了远古荣原的凶利形态 他粗壮的园长 对着虚空一抓 一根通体赤金的铁棒 顿时出现在起掌中 这根铁棒 正是浩天悬棒 呼 小白霜掌握棒挥起 一股狂猛的力量进风 呼啸开来 旋即 棒身一落 直接砸在了以皇的身上 只听砰的一声沉响 以皇肩后的躯壳上 火纹迅速如洞间 赫然卸掉了大部分力量 而后 以皇浑身一颤 似乎激活了反甲伤害的技能 一股恐怖的震荡之力 顺着浩天悬棒 直接反弹而回 小白脸色大变 顿绝一股极强的震动力量 冲入体内 身形被震得倒退术部 所幸 远古龙猿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强壮体质 否则刚才这一击反震 换作是人类舞者的血肉之躯 恐怕伤筋断骨都是轻的 见状 林浩目光闪动 眼中有着一抹惊艳之色涌动 他看得出来 刚才小白的攻势 正好引动了以皇的反甲伤害 那等反噬效果 还附带增强了防御力 小白 继续 林浩再次下达指令 文言 小白星红的双眸 闪过一丝胸利 明显认真起来 他手中的浩天玄棒 陡然爆发出璀璨光芒 整感棒身 甚至膨胀了一圈 哄 棒落 音棒 浩天玄棒 狠狠砸向以皇的身体 面对此等狂猛的攻势 以皇眼中瞳孔 猛然一缩 由于并无接收到原地被打的命令 在意识到危险的情况下 他身形一闪 立即本能地避了开来 碰 一棒落空 地面砖板顿时爆成了烟面 直接砸出了一个坑洞 碰 浩天玄棒重重落地 顿时巨声乍响 周遭砖板 寸寸爆裂 碎石纷飞 隔绝阵法内的屋子 也是犹如地震一般 轻微晃动了几下 望着地面砸出的坑洞 以及一片狼藉的屋子 林浩摇头苦笑 他这件寝室 算是彻底废了 以皇站在角落处 眼神阴冷地盯着小白 只等主人一声指令 面对小白 他绝不会半点心慈手软 老大 还要不要再试 小白握着悬棒 被以皇这么给盯着 仿佛激发出他体内凶利的血性 眸中战印弥漫 不用了 林浩挥了下手 连忙制止 没劲 小白撇了撇嘴 把浩天悬棒扛在肩上 原本激昂的神情 瞬间削减大半 小子 还不乐意了 见状 林浩不由地笑骂道 要是你把我的宠物打残了 你可有钱赔 小白似是战意难耐 目光闪动地盯着林浩 提议道 老大 要不我们打一场 文言 林浩微微一正 有机会的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林浩淡然笑道 好 小白咧嘴一笑 倒也没有和林浩较真 看得出来 进入成年期之后 他的性情已是逐渐出现一些变化 最显著的一点 便是试战 而后 林浩没再理会小白 他心神微动 把以黄河虎坝收入系统空间 然后照出了狼王 接下来 就是将狼王进化至SSS街的等级 系统 进化狼王 林浩直接下达了指令 煞石 储物界中的百万羚羊石 凭空消失 丁 恭喜代号002宠物狼王 成功进化为SSS街 黑眼魔体全面覆盖 恭喜狼王 获得一项神级技能 音速风暴 系统提示声随之响起 眼前的狼王 顿时闪烁起熊熊黑色火焰 萦绕周身 这种黑眼并不灼热 反而散着一种阴冷的能量波动 直透灵魂海 阴影间 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味道 显然 此等黑色火焰 似是具备灵魂攻击之效 见状 林浩心头威灵 想不到黑眼魔体完整版的狼王 竟然拥有了灵魂攻击 这种招式 无形无掷 一旦施展攻势 让人防不胜防 俨然大大提升了刺杀的成功率 旋即 林浩掉出了狼王的数据面板 却见战力一栏的数值 已然飙升到了九万战力 比起荆轲 还要高出一万 其实力 直接上升到所有宠物之中 最强的那只 林浩压住心中的惊喜 目光转向数据面板上 那标注的神级技能 音速风暴 此等功绩 快如音速 至于会引起怎样的风暴场面 林浩并未亲眼见识 也难以想象得出 不过 能被系统判定为神级的技能 威力绝不会小到哪里去 林浩侧过头 目光看向小白 老大 这次你要试 自己试 没等林浩出生 小白 却是突然摇了摇头 他眼神躲闪间 对于狼王 似是有着 一丝畏惧之意 显然 从狼王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即便不用打 也已经闻出他的强悍 看到小白略显忌惮的表情 林浩没烧轻调 倒也没有强迫 毕竟双方站立摆在那里 尝试的话 只不过是虐打的情景 旋即 林浩心神微动 把狼王收入了系统空间 屋内的隔绝阵法 也是随之撤除 扣扣扣 郑玉走出屋外时 屋门忽然敲响 林浩 快出来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清灵的嗓音 也在屋外传来 林浩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美女 正是陶灵 你们俩个 难道在屋内打架 陶灵立即踏门而入 不过当看到一片狼藉的屋内 却又退了出去 目光诧异地看着林浩和小白 差不多 林浩笑了笑 并无名讲 陶灵神情古怪地 看了林浩一眼 以后 就换内奸吧 旋即 他红唇微先 指着自个寝室的隔壁房间 好 林浩倒也毫不客气 欣然接受 对了 你刚才说的好消息 是什么 听到林浩的询问 陶灵美眸轻眨 笑音音的道 你上次不是说 想要找个厉害点的练器大师吗 我给你搞定了 文言 林浩目光闪动 嘴角笑意 顿时浓郁了几分 哪位练器大师 林浩忍不住问道 也是火云宗的吗 嗯啊 陶灵点了下头 他叫孔武 原本是火云宗的护店长老 但后来对筑器产生痴迷 就辞去植物 加入了练器方 他的练器技术 绝对是我见过最超前的大师了 听得陶灵这般评价和赞赏 林浩对于那位练器大师 心中无疑是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火云宗的护店长老 其地位等级 完全就是高大上的层次 各种资源更是享之不尽 然而 那家伙却情愿放弃职务 投身于练器之中 由此可见 那位孔武大师 在练器锻造上 确实有着很强的兴趣 他说过 你若是有兴趣 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陶灵提醒道 但是 见之前 必须提几罐酒 他是个嗜酒之人 林浩点头道 好的 多谢 忙 我可是给你帮了 陶灵嘴角轻裂 似是早有预谋一般 笑嘻嘻地道 接下来 就是轮到你帮我忙了 帮你什么忙 林浩微正 目光疑惑地盯着陶灵 陪我回家族一趟 位置在风林中的岛屿 陶灵相间轻松 不以为意地道 我那个便宜老爹 今晚打算举办一场家宴 家宴 林浩更加困惑了 你们陶家举办宴会 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你想让我帮啥 您说吧 林浩摊了摊手 爽快道 放心 我们关系匪浅 你的忙 我一定帮 听得此话 陶灵顿时眼睛一亮 林浩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没逼你 哈哈 他禁不住笑了起来 嘴角上扬的弧度 也是那么完美到位 其实吧 老爹这次举办宴会 与各个家族高层 叙旧是其次 陶灵胸脯起伏 轻叹了口气 但主要目的 却是想给我安排一场 大型相亲 相亲 一个前世的现代女子 在一节被强行安排相亲 听到这 林浩顿时忍俊不惊 不过很快 他心中的笑意 反而荡然无存 数年前 他不也是如此 而且 经历相较于陶灵 无疑是凄惨得多 直接被入坠至赵府 完全就是一个毫无地位的上门女婿 所幸 系统拯救了他 并且在武道中攀登到如今的成就 往事一幕幕浮光略影 终至一声叹息 略作调整了下心态 林浩已是隐隐猜测到 陶灵此次找自己帮忙 究竟是想干嘛 你 该不是那么老套 想让我假冒男朋友 当你的挡箭牌吧 对 不出所料 却见陶灵打了个响指 奄然一笑 果然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老乡 一点疾通 不用过多解释 陶灵伸出玉手 拍了拍林浩的肩膀 一脸欣慰地赞赏道 林浩嘴角肌肉 微微抽动了两下 早知道是这个事情 他根本没有兴趣帮忙 不过现在话已出口 只能硬着头皮 今晚陪同陶灵 前往陶家参加宴会了 跟你说 我老爹挑女婿很严苛的 你必须表现得优秀点 达成协议之后 陶灵也是语重心长地嘱咐起来 今晚宴会 其他殿宗的家族高层 定然会带上他们家族的子弟前来 欲要与我们陶家联姻 所以 若是有举办什么切磋环节 你一定要死磕到底 以绝对的优势压倒群鹰 否则 说到这 陶灵一拍额头 无奈道 我这个大灵圣女 估计就得被抬上昏教 林浩好奇问道 说实话 你现在究竟多少岁 他知道 这个世界由于午休的缘故 常年累月的吸收灵气 新陈代谢较快 不容易老 尤其是实力越强的舞者 更能维持容颜不老 好比如直视堂的魏平 表面上看似30岁左右的男子 其实已是有不小的年纪 即便天眼学府的辅主姻缘子 年轻时候参加百院大赛 就已经是魏平负责竞比的规则 而眼下 陶灵别看仅有17-18岁的林家小女孩模样 但其圣玉镜的实力 真实年龄 恐怕让人难以想象 少说话 多做事 陶灵对于这个话题 显然极为敏感 眼神躲闪地骄横道 林浩淡然一笑 倒也没再过问 这衣服给你 穿上去看看 今晚宴会用 陶灵御手轻翻 从储物界中取出一套衣服 林浩点了下头 直接脱掉身上的外衣 露出一身古铜色的矫健肌肉 每一道肌肉线条 皆是极为匀称 那高耸的胸肌块 透着一股浓烈的阳刚之气 身材不错嘛 若是在前世 都可以当健美教练了 眼羞涩目光毫不避讳地 在林浩身上游走一圈 笑着赞道 你的身材也挺性感 林浩的目光 也是故意描向陶灵那曼妙的身体 但笑一声的同时 她的体表之外 骤然浮现出一层黑色雾气 将其整个人笼罩其内 十数息之后 黑雾散去 林浩已经穿戴整齐 黑色镶金边的衣服 尺寸恰到好处 完全衬出她挺拔的身形 气质上 也是显得高贵优雅了几分 果然是人靠衣装 不错 陶灵略作打量了一番 便是满意点头 今晚就穿这身衣服 参加宴会 晚上虚时 我们在传送镇见面 言罢 陶灵郊区一扭 走回了自己的寝室 这几天亲自缝纫衣衫 熬了几宿 准备回去补个教 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望着陶灵曼妙的背影 不知不觉间 林浩嘴角缓缓掀起一丝笑意 旋即 她重新换上白袍直式的服饰 离开了住所 闲着没事先去执法店看看 有没有什么高额悬赏的任务 片刻后 林浩抵达执法店 走入旗内 虽有不少执事成员 但各自之间皆是神情冷漠 并无交流 也正因如此 看似热闹的执法店 氛围却是无比安静 林浩抬眸望向 殿堂中央的两道任务墙 白色任务墙 都是一些鸡皮算毛的任务 比如协助抓捕魔兽 或是种植灵财 协助闭关修炼 指手藏金阁 这种报酬较低的任务 林浩皆是全部过滤 目光直接扫向红色任务墙 其上的任务类型 虽说酬劳丰富 但难度细数 相对而言 也是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林浩目不斜视 一行行任务标注看下来 很快便是定格在其中一条 搜集单格张玉龙贪污证据 地点封林宗张氏府邸 林浩心头微动 显然是看上了这个任务 他今晚参加宴会的地方 便是封林宗的岛屿 接领此次任务 正好一举两得 这样想着 林浩调动林石 延伸至任务栏 煞时 一股详细的资料信息 在其脑海中浮现出 任务 潜入张家 搜集贪污丹格的证据人物 张玉龙 张氏家族天才 任职封林宗丹格实力 圣玉三重 阴阳净初期罪行 丹格灵要多次遭窃 此人有重大嫌疑 但无证据 怀疑赃物藏于张氏府邸 任务悬赏 缴获赃物 可获得其中五成 在后面 还附助了张玉龙的个人画像 虽说并非刺杀任务 但看到悬赏的数额 林浩顿时来了兴趣 五成回扣 若是全部兑现 估计也能值不少钱 而且 其任务地点 并非封林殿宗 则是岛屿外围的平民区域 派遣荆格他们潜入其内 风险系数 应该不是很大 接了 当下 林浩取出自身指示卡 在任务墙一刷 直接把这条任务接领 然而这时 负责设定任务的那个灰发老者 正好从密室走出 注意到了林浩 小伙子 你又来了 经过上次黑暗殿中的敌摇仪式 他对于林浩 显然印象极深 这次的任务 酬劳不小啊 灰发老者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张家在风陵中的底蕴极强 你可得小心了 他扫向任务墙 似是已经知道 林浩接领的任务是哪个 意味深长地提醒道 文言 林浩眼神微沉 本以为接领的任务较为简单 没成想 还有些棘手 执法店 大厅内 看你挺有演员 此地不宜多谈 跟我进去聊聊吧 灰发老者沉笑一声 说完便是直接转身 徐徐走向时势 文言 林浩倒也没有多想 立即跟着对方 走进室内 毕竟他不清楚张家的势力背景 若是能够从灰发老者那里获得一些情报信息 再好不过 前辈 请问如何称呼 走至室内 林浩微微一笑 并不急躁询问想要的信息 眼看林浩这般平稳的心态 灰发老者 某中闪过一丝欣赏 玄机他意味深长地淡淡道 跟其他人一样 叫我莫老便可 莫老 一听此话 林浩心头微正 这个称呼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对了 瞎子见射 心头转念间 林浩的目光 终于仔细打亮起眼前的灰发老者 越看 越觉得脸庞轮廓 极为相似 林浩心存疑惑 忍不住道 我在天眼学府 认识一个瞎眼老者 大家平常时候 也称之为莫老 灰发老者笑了笑 他是否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叫做瞎子见射 林浩点了下头 没错 请问你们有什么关系 灰发老者转过身 双手腹背的低沉道 他是我的兄长 算算日子 我们也将近五十年 没有见过面了 听得此话 林浩顿时深吸了口气 原来是兄弟关系 难怪二人长得那么相似 哥哥在见到的造诣 自小天赋异禀 但因双眼残缺 无缘殿宗 灰发老者臣笑着摇了摇头 凭借对建议的领悟 硬生生突破圣域 直到如今 即便许多殿宗强者 都望尘莫及的地步 不过 他对各种功名利路并不留恋 一生都隐居于大阎王朝 那座小小的学府之中 文言 林浩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听其话中的意思 那瞎子见圣的武道境界 似乎并非 他以前所猜想的圣域灵音镜 反而是更高领域的强者 对此 林浩不由地暗笑一声 看来 还是小乔那个老头了 林浩 其实我对你的来历 也是有所了解 莫老转身 深邃的目光盯着林浩 沉然道 念在你也是天眼学府门生的份上 老夫奉劝你 放弃此次任务 听得此话 林浩眼神微宁 问道 为何 或许你不知道 调查张玉荣切勿的这个任务 在此之前 已有五位执事接领 莫老脸色颇显凝重 低沉道 而且职位上 都比你高级 全都是青袍执事 但 无意生还 听到这 林浩心头咯噔一跳 他知道 执事堂的成员等级 分为白袍 青袍 紫袍 黑袍 金袍 白袍执事的实力 绝大多数都在圣域 一重的林英镜 唯有达到圣域二重的星辰镜 便可接受考核 往上晋升 所以 青袍执事的修为 一般情况下 皆是达到圣域三重阴阳镜的强大舞修 然而此刻 听其话中的意思 即便青袍执事那等强者 潜入张家搜集证据 也是有去无回 并且数量不少 前后已有五名青袍执事迅难 比起上次黑暗殿宗的敌摇仪式 明显更为困难 既然有执事丧命 执事堂怎么不直接出动 把张玉龙给抓了 林浩眉宇微皱 疑惑到 反而搜集什么证据 莫老摇了摇头 沉然道 别看张玉龙只是一个张家小辈 但其切勿的行为 却是关乎到整个张氏家族的声誉 为了家族名声 即便得知张玉龙的污点 张家那群家伙 也必然会动用各种手段掩盖下去 林浩恍然点头 算是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既然张家有意庇护家族子弟 完全可以定义为 同流合污 旋即 林浩转念一想 不解道 直视堂怎么不直接把这个家族 给一锅端了 莫老臣笑一声 你出来乍道 并不知殿宗的谁有多深 相较于外界的帝国王朝 九大殿宗的家族势力 早已渗透各个领域 根深蒂固 欲要将其连根拔起 若是没有证据确凿 又谈何容易 文言 林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 此等情形 就像是前世的法律 承接一个大财团黑恶势力 如若没有充足的证据 根本难以将其定罪 你说的 我已经明白 林浩略作沉吟了一会后 便是道 但我的任务 仅是搜集有关证据 至于其他太过复杂的事情 我也无需参与进去吧 面对张家那等庞然大物 他可没有那么强大的野心 仅凭一人就能撼动 只要完成自个接领的任务指标 即可获得酬劳 他的目标 无疑也是奔着悬赏的五成回扣 你的想法并无错误 莫老淡淡道 但潜入张家 已经意味着绞进这趟浑水的炮灰 你可有把握全身而退 林浩沉默不语 他现在 关心的事情 并非能不能全身而退 反倒是证据如何搜集 其中又有什么线索 可以更为快捷一些 由于任务特殊 详细的资料信息 其实并未在任务强显露 莫老淡叹一声 道 既然你执意如此 老夫便把资料 全部提供给你 如果这次接领任务的成员 乃是一名紫袍执士 他才不会多费口舌 但以林浩白袍执士的实力 接了这个任务 在他看来 简直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原来还有资料 林浩顿时脸色微微动容 显然也是没想到 这个老头 竟然还留着一手蜜料 对于此刻毫无头绪的他来说 俨然就是火中送炭 此乃近几年来 封林宗失窃的所有天才地宝 说话间 莫老手中闪现出一块玉剑 其中有两样无法保存于储物界 张家定然藏于密室之中 若能将其寻出 便可当作证据 林浩接过预检 临时探扫而入 问 顿时间 密密麻麻的资料信息 一股脑地涌入脑海之中 除了文字记载之外 还显示出每种天才地宝的图像 而在最后 有两道图腾 引起了林浩的注意 资料中显示的两种图样 显然并非繁品 第一种 万血灵芝 此等灵芝 并非自然生长 乃是人为培育而万 由一万以上的不同生灵精血 在与灵泉之水 融合浇灌 其要入体 残之断壁之人若是浮食 便可迅速重新生长出血肉 恢复如初 而且 万血灵芝即便采摘之后 也蕴含着极端强大的生命之力 储物界只能存放死物 万血灵芝这种奇物 无法纳入其内 第二种 悬海冰破 衍生于海域深处的珍稀灵宝 炼丹石 用来提炼丹药的精纯 能够取到极佳的效果 但因悬海冰破 属于灵宝级的天才地宝 已然具备灵石 储物界同样 无法将其收进空间 有这两种东西作为线索 搜集证据的任务 无疑是简单了一些 当即 灵昊心神微动 将万血灵芝和悬海冰破的形态 暗自磨记起来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 莫老语重新长地再次询问道 以前的他也是出自天眼学府的门生 对于灵昊这个后辈 似是带着一种亲切的关照心态 莫老前辈 多谢了 灵昊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拱手抱拳 便是转身离开时事 如今任务已接 以灵昊的性格 自然不会退缩 当然 他也有自身依仗的能力 那便是系统宠物 有他们出动 即便发生什么不测 对于他本人 根本不会造成多大的危机 走出执法殿的时候 外面天色 已然临近傍晚 灵昊并无回去 住所的念头 打算直接前往传送镇 等候逃灵会面 由于时间充裕 灵昊没有飞行 选择了徒步行走 沿途中 他趁着这段时间 消化着预检中的资料信息 随着盘算下来 失窃的天才地宝数量 竟然庞大到让人咋舌的地步 如果真的能够分到五成回扣 简直爽爆了 灵昊目光闪动 对于心中的念想 无疑是更加坚定 这个任务 必须完成 夜 虚实 山谷传送镇中 灵昊已然换上了陶灵 送给他的那套衣衫 黑色袍子的金柄上 绣着淡金色的流动花纹 巧夺天宫 精美绝伦 他腰杆笔直 犹如一颗挺拔的轻松 近战于此 不一会 一道身形 曼妙的倩影 出现在视野之中 今晚的陶灵 也略失粉带 不再穿着往常的白袍直视服饰 身穿淡红色长裙 腰肌淡紫色金边腰带 一根翡翠赞子盘起 那头乌黑的长发 留下两缕长发 飘扬在胸前 眼眉之间 点上了一抹精掉点 樱桃小嘴稍稍向上翘 撩人心弦 远看近看 都是一位绝色佳人 初次看到陶灵这般打扮 灵昊眼中瞳孔微微一缩 着实被惊艳到了 淡白的月光下 陶灵踏着小碎步 走到灵昊的身前 他白皙的脸蛋上 总是洋溢着 一抹浅浅的笑容 我是不是看错了 那个女子是陶师妹 这也太美了吧 怎么觉得像是变了一个人 山谷中 那些负责传送阵的白袍执事们 一时间看呆了 与陶灵认识那么久 他们何曾见过 前者打扮起来 竟会如此之美 那种感觉 简直美得让人窒息 怎么样 我化妆后的样子 还行吧 陶灵站在灵昊身前 旋转了一圈 轻盈的裙边随风飘舞 透着一种迷人的韵味 相较于严新月和柳思雨 那种古典柔情 陶灵的美 多了几分自然 嗯 挺有感觉 灵昊点了下头 直言道 既然有感觉 那我们俩 是否有没有那个 可能擦出火花 陶灵美眸流盼间 嘴角掀起一抹俏皮的笑意 灵昊一脸淡然 没再多语 真是个直男 看到灵昊并未表态 陶灵红唇轻掘 颇为无趣地哼了一声 旋即他郊躯一转 朝着通往风铃宗的传送阵区域走去 陶师妹 今晚打扮得这么漂亮 是不是打算赴约 负责该片传送区域的白袍直视 微笑着调侃道 那当然 带我男朋友 参加我们陶家的家宴 陶灵显得非常大方 先先御手伸出 直接勾住了灵昊的胳膊 见状 周围的白袍直视们 顿时恍然大悟 然而 看向灵昊的眼神 却是有着一丝古怪 经过这阵子 陶灵与灵昊的 共同出入直视 他们对于后者 倒也不陌生 知道灵昊的身份 乃是来自外界的学府院生 地位卑微 相比陶家 在殿宗区域的家族势力之中 完全就是属于一流级别的大家族 双方背景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故而此刻 当看到灵昊竟然和陶灵搞在一起 他们顿觉前者有种高攀不上的味道 对此 这些白袍直视 倒也并无八卦 心想 口不言 对于周围那众多异样的目光 灵昊没有半点在意 全程一脸淡然地走向传送阵 如何 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感到特别有压力 陶灵的乡间 轻撞了灵昊一下 美眸轻眨地轻笑一声 压力倒是没有 只觉得今晚有点消受不起 灵昊摇头一笑 盈盈已经猜测到 今晚的宴会会发生什么事 毕竟挡箭牌这种事情 向来都是吃泪不讨好 不过 念在此次接领的任务 正好位于风铃宗所在岛屿的区域 倒也算是走个过场而已 嗡 而后 随着白袍直视开启传送阵 周围的空间能量波动 顿时剧烈涌动 下一霎 二人的身影 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风铃殿宗岛屿 外围城镇区域的中心广场 巨大的传送祭坛上 两道身影骤然闪现而出 一男一女 正是灵昊和陶灵 走 先带你溜带一圈 掠下祭坛 陶灵便是拉着灵昊的手 直奔广场外面的街道 此刻 正值华灯初上的十分 城中的街道 灯火通明宛若白昼 行人笔尖街种 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美好景象 林浩目光兴起地打量着四周 心中颇为震撼 此地 定义上虽是平民区域 但它能够明显感应到 街上行走的人群 每一个街是实力不俗的午休 即便是孩童 也有三四级战士的气息波动 在这里 俨然秉承着全民街舞的强大风气 风林宗岛屿城区的建设极为繁华 一眼望去 街边商铺 琳琅满目 林浩的胳膊 在桃林拉扯中 近乎一路奔走 穿梭于各种小吃摊 在殿宗城区的小吃摊 其烤麦的肉类 并非寻常的猪牛羊 反而是各种魔兽类的飞禽走兽 吞食之后 对于身体滋养 有着极佳之效 好比如 每一串烤肉的价值 就要两枚羚羊羊食 相较于外界的物价 堪比两万银两了 普通平民 哪里承受得起 对此 林浩不由地暗暗则舌 难怪殿宗城区的本地居民 各个午休体制远超常人 吃喝之类的东西 皆是零米零全 以及高级魔兽肉 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源享用 常年累月下来 随便修炼一下 都要比外界的舞者强得多 舞到圣地的由来 可并非什么空穴来风 你可知道 张家的府邸在哪个位置 闲逛中 林浩忽然问道 陶灵点了下头 好奇道 你突然问这个干嘛 先说好 别掉我胃口 任务 林浩淡然一笑 对于陶灵这个老乡家搭档 并无需刻意隐瞒 任务 文言 陶灵美眸判监 似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你可别告诉我 你在执法店 接了张玉龙的那个任务 他一脸惊奇地盯着林浩 轻声问道 林浩沉默点了下头 并无多言 死 得到林浩的确认 陶灵胸脯起伏 顿时深吸了一口气 林浩 你是不是脑子抽了 那个任务很难的 搞不好命都没了 陶灵柳眉微醋 称怪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关切 放心 我自有分寸 正如之前黑暗店中的敌摇任务 林浩依然是这种淡然的口气 也不知道你的脑袋 究竟在想些什么东西 陶灵一拍额头 颇为无解地喃喃自语 我和你不同 行走间 林浩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淡淡道 我是个男人 有许多事情 都需要有担当 而这种担当 除了强大的实力 无可替代 听得此话 陶灵脸色微微一正 他目光轻移 望着林浩棱角分明的侧脸 自然明白后者 话中的意思 上次在黑暗店中执行任务时 虽说杀死了敌摇 却被护店长老吴峰 发现了尼端 一路追杀 为保林浩的安危 他毅然站出来 包揽了杀人意识 由于陶家的强大势力 吴峰显然也是颇有忌惮 事后的这段时间 明面上并无继续找麻烦 也正因如此 令得林浩 欲要变强的心态 愈发浓烈 至少下一次 即便杀人被发现 能够强大到 无需再让一个女子 为其挺身而出 这 就是男人的自尊 张氏府邸在城南区域 眼看林浩执意如此 陶灵心中轻叹一声 然后把对于张家掌握的所有资料 边走边说了出来 全城 林浩沉静聆听 暗自记住了一些关键的细节 就这样 熙熙攘攘的街道中 二人越走越近 朝着陶府的方向 缓慢去 陶府 位于城西的繁荣地带 占地极广 夜色下 宛若一头巨兽盘卧 虎视着整个城区 此时 陶灵已是带着林浩 抵达此处 作为底蕴身后的陶氏宗族总家 每一代传承 皆是择忧陶列 才能保持着家族长久不衰 陶府大门前 两名皮甲护卫 身材魁梧 手握长斧 威然立于门前两侧 煞气十足 九级战士 感受到那两个护卫的气息 林浩心中微微诧异 这样的战士 若是放在外界军队 起码都是统帅级的实力 然而 在陶家 也只不过是守门的档次而已 来时的路上 陶灵都在讲述他们陶家的强大抵运 本以为只是吹嘘 看来确实非比寻常 此刻 府邸外的街边 停滞了不少车辆 一眼望去 全都豪华无比 负责拉载的 也都是一些高级魔兽 兵燕魔师 雷文虎 血同银狼 灵岩豹 随便哪一只在外界都是让人心机的可怕魔兽 不过在这里 却只是沦落为地位低等的拉车兽 宴会似乎已经开始 偌大的府门 除了护卫站岗之外 并无看到客人前往 大小剑 这时 两名护卫注意到走来的陶灵 当即恭敬行礼 旋即 二人的目光 也是稍显凌厉地投射向林浩 略作打量了一番 宴会开始了吗 陶灵微笑询问道 是的 护卫点头晋升道 家主大人吩咐过 大小剑回来 请直接去前院客厅 陶灵不再多言 直接拉起林浩的手 走进了府内 见状 两名护卫脸色微正 但看到是大小剑的客人 他们倒也并无上前阻拦 大小剑 欢迎回来 大小剑好 一路上 正在忙活中的府邸仆人 皆是热情地对着陶灵行礼示好 不过 当看到大小剑 竟然牵着一个陌生男子 顿时纷纷感到诧异 我们这样不太妥吧 初次被女子这般牵着手 林浩明显有着 一丝不自然 有什么不妥 我们现在可是男女朋友 陶灵美眸轻眨 奄然一笑 我都不介意 你一个大男人 还害羞个啥剑 对于林浩神色间的尴尬 他反而更觉得非常有趣 没有半点避讳的念头 听到男女朋友 林浩嘴角 牵起一丝无奈的笑意 如此暧昧的动作 他甚至已经能够想象 等会陶灵的老爹 以及众多情敌看到之后 场景会有多么刺激 就这样 林浩被那只柔嫩的手掌景谦 静止前往客厅 此时 宽敞的客厅内 气氛无比热闹 城区的各方家族大佬 皆是带着小辈 前来参加晚宴 表面看似带来见见实面 却是醉翁之一不在酒 各个家族的年轻俊杰们 皆是心如明镜 如若能与陶氏这个大家族联姻 尤其还是陶家主的千金大小间 所获利益难以估测 况且 以陶灵的绝美姿色 即便没有利益可言 不少青年才俊早就对其垂涎已久 此次宴会并非传统的捉席 反而是以一种自助类的形式 任人选拭 能够起到流动式的交际场合 使得氛围愈发热闹 融洽 此时 厅内的人群 绝大多数都围绕于一个中年男子旁边 说着客套之话 中年男子面容刚毅 身着锦衣 眉眼之间 透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气息 此人 无疑正是此次宴会的东道主 陶氏家族的组长 陶鹏 与众人寒暄之际 陶鹏如炬的目光 时不时地描向大厅门口 似是有些焦急 那个小丫头 每次都让人不省心 眼看陶灵迟迟未到 陶鹏心中暗叹一声 对于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儿 终究生不起半点怒气 陶兄 你们陶家今晚的这场宴会 还真是独树一帜 一个子一中年端着酒杯 走至陶鹏身前 笑着夸赞道 我参加无数次宴席 还从未见过有此种自助形式的宴会 李兄说的没错 此种形式 想用美食之余 还能给人一种自由 轻快的感觉 对对 周围其他家族高层 也都赞同地复议道 呵呵 大家过奖了 陶鹏爽朗地笑道 这个宴会 乃是小女陶灵的设想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便是采用了此种宴会形式 希望大家误要看了笑话 提到陶灵的话题 她脸上的笑意 无疑是愈发浓郁 怎么会 陶灵这个小丫头 从小就聪明伶俐 武道天赋 更是异于常人 以后如果有谁能够娶她过门 简直就是三生有幸 陶灵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小 也应该找个合适的夫君了 然而 比起陶鹏的反应 那些家族高层的反应 明显更为激烈 一时间 众人皆是毫不掩饰地夸赞起来 甚至有意暗示陶鹏 欲要联姻的念头 旁边的年轻俊杰们 全都挺直了腰板 试图能让陶鹏注意到自己 那种神情就差把话挑明 快看 你的未来女婿就在这 我才是最优秀的人选 陶鹏倒也毫不隐晦 颇具威严的目光 直接扫向后方那群小辈 一眼望去 他暗自点头 这次各个家族带来的小辈 确实伤心 每个人的资质都挺不错 陶灵回来了没 旋即 陶鹏叫来管家 皱眉询问道 家主大人 爹 我到了 老管家正欲回话 一道清零的嗓音 突然自听门口处传来 煞时 无数道目光 纷纷朝着大门的方向投射过去 却见除了陶鹏之外 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陌生男子 不过 绝大多数人 并无过多注意林浩 只觉得 他应该也是某个家族的小辈 当看到陶鹏打扮之后的美丽样子 那些青年才俊 顿时眼前一亮 他们的脸上 皆是有着掩饰不住的爱慕之意 若非现在是公共场合 恐怕早就按捺不住的上前搭讪 林儿 知识堂最近很忙吗 陶鹏一脸温和 关心问道 他实在搞不懂 风铃殿宗的青传弟子名额不要 竟是跑去当什么执事 那种植物 虽有权力 却是十分危险 还行吧 每天都很充实 陶鹏笑嘻嘻地说道 而且 我还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言罢 他竟是当着众人的面 伸手勾住林浩的胳膊 为了表现得更加亲密 他的整个身子 甚至直接紧挨上去 这一次 林浩表情自然 并无丝毫推脱 享受着臂膀处传来的柔软触觉 这 见此一幕 现场瞬间鸦雀无声 几乎所有人 都在此刻愣住了 眼中充满不可思议之色 这个时候 众人惊奇的目光 方才正眼看向林浩 仔细打量起来 真命天子 陶鹏的情绪波动 无疑是场中最为强烈的那个 那迥烈的目光 如同被夺食的虎兽 猛地凝视在林浩身上 父女多年 她可从未听说过 陶灵有什么真命天子 怎么在这个结果眼上 就突然冒出来一个 该不会是有意弄来的冒牌货吧 对于女儿的古灵精怪 陶鹏最为了解 经意过后 便是开始心生怀疑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 玄疾 陶鹏沉笑一声 直接走至林浩进前 伯父你好 我叫林浩 林浩不卑不亢 微笑道 初次见面 若有什么失礼之处 还望见谅 望着林浩镇定从容的神情 陶鹏暗自点头 对于前者的第一印象 算是认可了 姓林 玄疾 他转念一想 脑中迅速搜索着 殿宗区域的家族 然而最后 却是没有任何有关于 林氏的大家族 林浩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百院大赛的那个冠军 百院大赛 不就是外界的学府竞敌 我还以为有什么来头 原来只是这种身份背景 当得知林浩的来历 厅堂内的人群 顿时皆是目光一样地 把他给盯着 议论之声 无不存着几分轻面 尤其是殿宗家族的那些年轻小辈 愈发觉得优越感十足 毕竟殿宗的强大底蕴 与之外界的王朝相比 犹如大成都和小乡村 那种优越感 俨然是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 林浩神情淡漠 周围的讥讽之声 并未让他造成丝毫的情绪波动 出生背景强大 只不过是投胎好 运气使然 但未来的一切 却并非绝对 旁边的陶鹏 一直在关注林浩神情变化 看到后者 依然是那种从容不迫 他心中的印象 再度增值了几分 沉着冷静 对于年轻人而言 尤其是眼下这种场合 无疑是最好的武器 此时的陶鹏显然是开始有些欣赏林浩 不过 欣赏归欣赏 二人的关系 还是要先搞清楚 你真的与陶鹏在一起了 陶鹏忍不住问道 说话的同时 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林浩 试图从中寻出丝毫的破绽 林浩稍显沉默 呆子 还不快说 一旁的陶鹏有些急了 悄然伸手 轻拉了下林浩身后的衣角 然而 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得他彻底目瞪口呆 听堂 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凝视在林浩的身上 等待着他的回复 小伙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这时 一个黑衣中年走了过来 目光深沉地盯着林浩 言语之中 虽是一种提醒 却有着毫无掩饰的威胁之意 林浩眼神威宁 望着黑衣中年胸前佩戴的徽章 赫然是黑暗殿宗所在岛屿的 无视宗族 由此可见 这家伙与那位护殿长老吴丰 定然有着非浅的关系 我还没出声 你又怎会知道 我要乱说什么 林浩一脸淡然 不嫌不淡的语气 无疑是让他黑衣中年的脸色 涌起一抹铁青之意 他作为吴家的高层人物 何曾被一个小辈如此不敬 而且还是来自外界王朝的低等舞者 小子 你可知道在跟谁说话 这时 有个吴家小辈站了出来 目光冷峻地盯着林浩 呵斥道 林浩淡漠道 身为执事 在我眼里 什么人都一样 听到这 众人微微诧异 显然也是没想到 这家伙是个执事 连想到桃林也是执事的身份 大家心中恍然 难怪二人会这般清静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上次迪瑶一事 你就是桃林挺身相救的那个见习执事 非一中年 四世想到了什么 阴沉一笑 对于迪瑶的死讯 作为吴家族人 他显然最为了解 文言 在场众多家族高层 不由地想起了之前黑暗殿宗岛屿发生的事情 毕竟色魔迪瑶的名声 在九大殿宗早已传开 但因护殿长老吴峰的友谊庇护 增加了抓捕的难度 最终 直接被执事堂列入了红色通缉榜的悬赏任务 虽说那时乃是桃林亲口承认杀死迪瑶 但谁都无法相信 一个圣域灵音镜 能够打得过圣域二重的新陈镜 故而直到至今 迪瑶的死 仍然是个谜 不过 根据传闻 当时桃林的身边跟着一个间隙直视 原来那个小直视 就是眼前这个叫做林浩的年轻人 这样想着 众人望向林浩的目光 皆是有些异样起来 尤其是那些家族小辈 满脸的不屑 一个大男人 竟然要一个女的保护 现在还敢跟着 跑来桃府参加宴会 简直是恬不知耻 也不知道桃林这么优秀的女子 究竟看上了她哪一点 桃鹏却是突然出声 吴云老弟 大家都是我们桃府今晚的客人 勿要伤了和气 成为吴云的黑衣中年 脸色微沉 狠狠瞪了林浩一眼 便是强忍怒意 看得出来 面对桃鹏 他明显有些忌惮 无需顾虑 你直言吧 桃鹏不急不躁 炯烈的目光 仍然盯着林浩 对于后者顶撞吴云的胆识 他眼睛里 反倒是流露出一丝赞赏之色 冷静 沉稳 有胆量 在年轻一辈当中 算得上是桃鹏选择女婿的首要条件 可惜 就是家世背景 太过薄弱 如果桃鹏真的与他在一起 未来前景 并非多么乐观 唯一能够改善的方法 就是入坠 让林浩入坠桃府 断掉以往的一切身份背景 无论生死 也都将是桃府的人 故而现在 他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 至于桃鹏 此刻哪里猜得出老爹的心理想法 眼神稍显急破 想要林浩说出 假冒男友的身份 否则的话 后面的相亲晚宴环节 他绝对要应接不暇 苦恼得多 我们确实在一起 终于 林浩出生了 这个呆子 总算说了 眼看林浩真正成为挡箭牌 桃鹏心中窃喜一笑 然而接下来 林浩的话 却是令他彻底愣住了 而且 我们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生米煮成熟饭 桃鹏脸色微微一正 对于这句话 似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伯父通俗来讲 就是肌肤之亲 林浩微微一笑 竟然要做挡箭牌 火力自然要猛一些 此话一出 场中气氛 瞬间炸锅了 桃鹏郊区微颤 表情惊愣地盯着林浩 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这家伙当个假男友 竟会如此尽到十足 这下子 俨然是把他的清白之身 完全占有了 若是不出意外 再过阵子 或许连孩子都有了 林浩回头看了桃鹏一眼 故作声音温和地问道 林儿 你说对不 我 听到这话 桃鹏瞬间头皮发麻 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一刻 他只觉脑袋嗡鸣作响 已是极度后悔 让林浩来做挡箭牌 孩子 那不就是 我的外孙 旁边 桃鹏眼中瞳孔俱阵 嘴中喃喃自语 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煞时 他之前欲要把林浩入坠的想法 全盘崩溃 毕竟 一个千金大小姐 不仅失去清白之身 并且还有了孩子 哪里还有什么谈判的筹码 若是对方不同意入坠 那桃鹏怎么办 林儿 他说的可是真的 桃鹏深吸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一脸质问地看向桃鹏 这一问 桃鹏终于缓过神来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只能硬着头皮 轻点了下头 向来性格外向 开朗的他 此刻也是极为窘迫 满脸通红 不过 在外人看来 却是另一番滋味了 纷纷以为 这是羞涩的神情 胡闹 简直是胡闹 得到桃鹏的确认 桃鹏的心 顿时凉了半截 今晚举办的宴会 原本就是打算 从各大家族的优秀子弟当中 挑选一个合适的女婿 没成想 搞到最后 竟然弄了这么一出 煞时 桃鹏这个桃氏宗族的族长 脸面也不知挂在哪里好 而且 不知不觉间 就快当外公了 嗯 外公 想到这 桃鹏仿佛尝到什么新鲜事物一般 郁闷的心情 顿时变得快乐起来 管家 赶紧带小姐回房歇息 桃鹏望着周围杂乱的人群 当即呵护起来 完全没有丝毫责怪之意 并不惜此种场合的桃铃 自然乐地离开 跟着老管家离开之际 他回头瞪了林皓一眼 直接标了句普通话 算你行 林皓双肩轻松 露出一副正如你意的表情 没了 什么都没了 看到女神离开的背影 在场的年轻俊杰们 全都一脸愕然 那沮丧的神情 无比挫败 原本他们信誓旦旦 借此晚宴 获得桃鹏的芳心 却是没料到 女神早已是被别人截足先登 甚至连孩子 估计都快要有了 这 想到这 众多家族小辈们 心中感到一阵无力 你 跟我去书房一趟 桃鹏此刻 哪里有什么心思招待客人 他目光深沉地看着林皓 说完便是转身走出大厅 对于这位强大的桃氏族长 林皓始终平心静气 甚至已经想好了 接下来的说辞 桃府的面积极大 前往书房 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沿途中 四处巡逻的家族护卫 皆是对着桃鹏恭敬行礼 林皓能够感受到 这些家族护卫 各个气息强横 绝大多数都是达到圣玉境的舞者 对此 林皓不由地暗暗则舌 难怪桃家能够跻身于一流鼓舞家族的顶尖行列 仅凭这些圣玉境护卫 就足以看出其强大的底蕴了 就这样 二人沉默行走 一前一后 很快 林皓便是紧随桃鹏 来到了中庭内院的书房 其中的空间 比起林皓以往所见过的书房 还要磅礴大气 上面摆放的并非书籍 反而是一块块古老的玉检 这种方式 对于搜寻资料 能够更快地解决 一个临时辐射而开 所有资料信息 都会瞬间涌入脑海 无需拘谨 陶鹏坐在珠岸旁的主位 示意林皓也示意同坐下 林皓并无客气 凭劲而坐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俩个 打算什么时候澄清 陶鹏一脸严肃 看着林皓问道 只要他愿意 什么时候都行 我可以等 林皓淡然一笑 他知道 陶灵如今与自己 并未产生什么爱情的火花 澄清之事 自然是无法做到 所以这话 林皓说得很有底气 直接把这个问题 提给了陶灵 反正是他让自己做挡箭牌 擦屁股的事 就留给对方自个处理了 然而此番行为 看在陶鹏眼里 却是变位了 好 有担当 陶鹏赞叹一声 对于林皓 能够这么尊重他的女儿 愈发欣赏起来 自古以来 婚姻大事 皆由父母做主 略作沉吟了一会后 陶鹏便是沉着到 林儿的母亲死得早 澄清之事 就我全权掌管了 我们陶氏宗族 自远古时期传承至今 也算是有些底蕴 莫说封灵宗 即便其他八大殿宗 也要给我们几分薄面 他目光平和地望着林皓 郑重道 跟你说这么多 其实目的仅有一个 那便是 你是否愿意入坠 我们陶府 听得此话 林皓眼神一沉 入坠二字 无疑是拔动了 他内心深处的某根弦 抱歉 不可能 林皓摇了下头 直言道 看到林皓拒绝得这么干脆 陶鹏脸上原来的和气 瞬间荡然无存 作为陶氏族长的威严 也是在此刻 开始流露出来 你觉得 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 有什么能力 可让林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陶鹏目光深沉 脸色严正地质问道 林皓沉默不语 并未反驳 他明白 这是一个父亲 对于女儿的关心和担忧 而且 以他现在的实力 在九大殿宗的区域 确实如同沙力一般渺小 上次在黑暗殿宗被吴峰追杀 若非未凭前辈及时出现 必然是凶多吉少的局面 不过 虽说此次是陪陶玲演一场戏 但男人的尊严 总不能委屈求全 我知道陶氏家大业大 但很抱歉 我有我的原则 林皓这句话 完全是发自内心 正所谓 话不投羁半句多 陶鹏也没有心情 再与林皓谈下去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你考虑清楚再来找我 不送 当下 他对于林皓的欣赏 也是没有之前那般浓厚 直接下了逐客令 那般神情 犹如未来老丈人一般 气势极足 初次见面 显然打算以此威严形象 震慑住林皓 他相信 接下来的林皓 定然会以此服软 然而 面对此等逐客 林皓并无丝毫表态 既然伯父有事 我就不讨扰了 有空在登门拜访 林皓拱手抱拳 行了个晚辈之礼之后 便是直接转身离开 此次晚宴 只不过是走个过场 他真正目的 而是潜入 张府搜查证据 哪有心思 再次继续演戏 嗯 这就走了 看到林皓竟然这么干脆地离开 陶鹏顿时一脸愕然 前者的作风 完全超乎他的意料之外 我就不相信 为了林儿 你会不愿委屈求全 陶鹏脸色沉着地冷哼一声 旋即他叫来一名护卫 派人即刻前往大盐王朝的林氏家族提亲 殊不知 在那个父母早已双亡的林家 没有任何人 能有资格替林皓做主 此时 一走出陶府大门的林皓 直接走往街道的拐角 与陶陵前来的半道上 他已经物色好一间酒店 简单办理了下入住手续后 林皓在安静的客房内 照出了金科 嗡 金科双翅一阵 直接从窗户的缝隙处飞出 并同时开启了隐身形态 为确保自身安全 林皓虽有以人战衣 却也没有一同前往的面头 夜幕下 金科速度快若闪电 静止飞往城南方向 根据之前陶陵提供的资料信息 林皓凭借共享视觉的功能 很快便是锁定了一座巨大的府宅 那里 正是张氏府邸 相较于陶家 虽说稍有逊色 但整体规模也是极端庞大 想要从中搜寻出万雪灵芝 以及悬海冰迫这两种东西 谈何容易 所幸府邸并无光幕 阵法笼罩 金科一个府冲 便是顺利潜入其中 由于不知张家里边 有着多少高手 林皓并不急于命令金科搜寻 而是让其潜伏于一棵树上 近待时机 夜幕下 偌大的张府 透着一股森严的氛围 或许是经过前几次的直视潜入 张家的底蕴 虽说不如陶家 但府内巡逻的护卫 却是明显多了数倍 茂密的树叶之中 一双细小眼睛 忧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如今 进化形态蜕变为机械战兽的金科 并非血肉之躯 只要不动用技能攻势 完全没有丝毫的气息波动 隐身状态的他 即便是临时感应 也难以察觉到其存在 林皓闭上双眸 整个精神石海 仿佛与金科融为一体 金科的一举一动 皆是在意念的调动之中 这一刻 他就是金科 守卫最严的区域 应该就是储藏宝物的地方 林皓思索间已然有了搜查的方向 旋即他心神微动 金科直接飞至半空 如同暗夜杀手一般 俯视着下方张府 在共享视觉的功能下 林皓的脑海中 陡然呈现出 整座府宅的模型图 就是那里了 很快 林皓便是锁定了其中一个方位 那个地方 属于张府北区 值得让人注意的一点 却是此处周围巡逻的护卫 比起府邸核心区域的中庭位置 还要严密 正所谓 事出反常必有妖 府邸北区 定然就是储藏贪污证据的窝点 林皓接领任务的时候 也是有过疑惑 既然估计被执事堂搜查到证据 又为何不把东西销毁 不过后来 他经过查询资料 得知万雪灵芝和悬海冰破 皆是属于极为珍惜的奇物 张家自觉有能力掩盖证据 显然不舍将其销毁 留以备用 尤其是万雪灵芝 具备着重新生长残缺肢体的神奇功效 受用极大 心头转念间 林皓觉得 府邸北区储藏宝物的嫌疑最大 然而 北区的占地面积极为宽敞 不仅建筑成群 还有着多个庭院 湖泊 以及用于修炼的场地 虽说锁定了大致区域 但想在从中 寻出那隐秘的藏物之处 也并非容易 一时间 林皓陷入了沉思 怎么做 林皓心中自问 脑中迅速思索着能够解决的方案 屋内 一片沉寂 林皓这般沉思 足足用了半个时辰 方才睁开双眸 看来 只能亲自出马了 他眼神威灵 心中已然想出一计 唯有引蛇出洞 才能让张家的人感到紧张 从而前去确定 宝物是否还在 到那时 便可利用荆轲的潜引能力 追寻到真正的藏物密室 不过 风险系数 相较而言却是更高 蚁人战衣 林皓站起身 心神微动间 蚁人战服 瞬间穿在了身上 缩小如矣 与此同时 狼王也是被召唤而出 林皓纵身一跃 骑在狼王的兽背上 直接从窗户飞掠而出 在黑夜中 化为一道细小黑芒 朝着城南方向的张府 暴掠而去 片刻后 林皓骑着狼王 抵达张氏府邸 悄然潜入了北区 与树上的荆轲会合 旁边 荆轲对着林皓 轻点下头 算是 事以静谊 打量四周环境 林皓明确了 本会逃脱的路线 旋即 他撤掉身上的蚁人战衣 身体恢复正常形态的同时 林皓从储物界中 取出许久未戴的金属面具 并换上了刺客的 一身黑衣穿半 该干活了 林皓深吸一口气 施展出一道魔影分身 掠至树下 直接朝着北区奔掠而去 其故意制造出来的动静 很快便是引起了附近那些巡逻护卫的注意 那里有人 快去看看 陈赫生想起 顿时间 一道道身影 迅速暴冲而来 不得不说 负责这片区域的张家护卫 全都是实力高强的舞者 短短数息的功夫 便有数十名强者 出现在庭院之中 他们冷力的目光 陡然锁定了魔影分身 对于张府 突然有外人潜伏进来 这群护卫 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并无多大反应 毕竟在此之前 已有执事堂的成员多次潜入 So 魔影分身 没有丝毫持滞 急忙飞掠而起 Wong 然而下一刹 整个张府瞬间笼罩 一层阵法光幕 与外界隔离开来 魔影分身撞在阵法光幕 顿时被一股奇特的能量波动 震得反弹而回 竟然还有这招 林皓眼神微沉 索性刚才只是让魔影分身 先去探下虚实 不然的话 这次真的就栽在此处了 当即 林皓重新穿上蚁人战衣 缩小身体 潜引在树顶上的叶片 你是刺客 还是执事堂的人 为首的中年护卫长 目光阴冷地盯着魔影分身 冷笑问道 周围的护卫 极有默契地形成围剿之势 封锁了一切退路 魔影分身冷漠不语 无论是谁 在我们张家的困阵当中 谁也就不了你 护卫长一脸阴沉 声音之中 透着毫无掩饰的凛冽杀气 家主大人有令 但凡潜入府邸的外来者 杀无赦 护卫长冷喝道 动手 随着一声令下 数十名护卫 顿时蜂拥而上 一股股极端强横的灵力波动 陡然爆发而开 全都锁定了魔影分身 破 然而 还没等那些强者们近身 魔影分身 突然毫无征兆地爆开 化为了一团黑雾 消散于空气之中 嗯 这是分身 见此一幕 众多护卫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当即便是猜出其中的蹊跷 骚骚骚 就在这时 又有不少身影 出现在北区之中 这些人的穿扮 并非护卫 则是张家的成员 为首那人 乃是一个双并泛白的中年男子 个头虽矮 但身材异常强壮 浑身透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气息 参见家主大人周围的护卫 立即攻身行礼 这人 正是张家的掌权者 张启元 其目光很利 显然也是个手段凶残之人 发生什么事 张启元冷声质问道 家主大人 刚才有刺客潜入 护卫长语气稍显隐晦地说道 属下怀疑 目的并不单纯 杀了没 张启元脸色微沉 一出声 便是最惨恨的结果 没有 只是一个分身 护卫长摇了下头 看到张启元愈发阴沉的面色 他急忙道 不过府邸的困阵已经开启 若是那家伙还藏在府内 定然插翅难飞 听到这个结果 张启元显然并不满意 嗡 煞时 强大的灵石 自他身上辐射而开 仿佛一层无形的光圈 迅速蔓延至整个张府 无论地上爬的 任何有生命 特征的生物 皆是无法逃得出灵石的感应 甚至连湖泊 也没有放过 殊不知 林昊此时的藏身之处 并非地面 或是树上 反而是在地底之中 缩小成蚁人的他 已然钻进树下的一个蚂蚁洞 直身地底 毕竟在没有地洞的情况下 任谁都无法想象得到 会有人能够藏在地底深处 张启元也正因为疏忽了这一点 让得林昊躲过了灵石探测 至于荆轲 机械受体的他 隐身状态下 只要不动 灵石根本无法探测到其存在 嗯 随着一番探扫下来 张启元并无发觉 有什么可疑之处 顿时颇感诧异 由于府内的张氏族人 再加上护卫 仆人 数量至少也得有千余 在其中 他作为高高在上的族长 自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认识 仅凭灵石探测 想要从中分辨 并无法做到 即刻传令下去 排查府内所有人员 搜索任何一个 能够藏身的角落 张启元眼神阴狠 冷声道 天亮之前 谁都不准擅自离开府邸 若有违抗者 除以言行 闻言 那名中年护卫长 神色威灵 点头敬畏道 是 家主大人 一时间 原本平静的张府 仿佛如灵大敌一般 陡然变得躁动起来 看来 直视堂的人 依然是不死心啊 张启元眼角皱纹 微微扭曲 泛起一抹争鸣之意 叔父 如果那家伙找不到 怎么办 一个紫衣青年走了过来 神色稍显慌张地问道 看到青年出生 张启元眼中寒意涌动 怒斥道 还能怎么办 此事是你惹出来的 如若有何不测 你死罪难逃 听得此话 紫衣青年眉宇中的慌张 愈发浓郁 显然 他正是直视堂所定的窃贼 张玉龙 叔父 这事不是您吩咐 再敢乱讲 休怪我大义灭青 张玉龙的话尚未说完 顿时被张启元暴怒喝止 吓得闭嘴不言 玄机后者冷哼一声 转身拂袖离开 后面 众多家族高手 也是紧随张启元 一同而去 对于张玉龙这个替罪羔羊 他们虽是血脉同族之人 却表现得极为冷漠无情 仿佛这一切 就是张玉龙招惹出来的麻烦 为什么 庭院中张玉龙独自一人站在原地 他双拳紧握 眼中的慌张 在此刻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难以遏制的怨恨之色 似乎 刚才的紧张 仅仅是伪装出来的一种假象 若非为了母亲 我又怎会听你的吩咐 去做这种龌龙之事 张玉龙眼睛不满血丝 低声喃喃自语 紧握的双拳 轻筋凸显 但他 终究没有发泄出来 那等神情 似是在极力压制心中的怒火 以及对自身命运受到的欺辱 其实 严格来讲 张玉龙并非正统的张家子弟 他的母亲 本是张氏族人 年轻时与一名轻袍执事相恋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那轻袍执事 却不甚殉职 然而 张母当时恰好怀了身孕 由于未婚育子 生育败坏 其地位在张氏家族 直接降到了谷底 为保张家名声 张启元允许张母 继续留在府中 但孩子姓氏必须为张 虽说张玉龙从小到大 在武道天赋中 异于常人 甚至远超张家本脉的 绝大多数子弟 但其命运 始终无法自由选择 一直以来 皆是被张启元当作 能够为家族牟利的工具 无论武道天赋如何 他的价值 在张启元的眼中 也就仅此而已 为了母亲 张玉龙选择了隐忍 对于张启元的任何要求 几乎言听计从 甚至做出违背良心的窃盗行为 利用在封林中的内殿弟子身份 偷取了大量天才地宝 如果我的实力 能够再强一些就好了 夜幕中 张玉龙眼中森然涌动 在强烈的情绪波动下 即便多年来的积压 也从未令得 他向命运屈服 他在等 等一个能够彻底扳倒张启元的机会 玄机 张玉龙目光环扫四周 确定并无张氏成员的存在 他对着虚空低沉道 若想取得证据 可与我联系 言罢 张玉龙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他知道 此次潜入府中的神秘人 相较于以前的那些接领任务的执事 有着明显不同 否则 绝不可能在张启元 以及众多家族高手的眼皮底下 做到这般神出鬼没 蚂蚁地穴之中 林浩静坐旗内 冷静的眼眸中 隐隐有着一丝惊奇 刚才外面张玉龙的说话声 借助荆轲的监测 显然全都知晓 这个张玉龙 不是偷盗之人吗 又怎会想要提供什么证据 难道是想认罪自首 一连串的疑问 在林浩心中不断涌现 毕竟 此次搜集证据 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失窃罪行为 随着庶民轻袍直视的死掉 无疑是上升到极为严重的刑罚之罪 如若事情曝光 必将难逃一死 林浩暗自猜疑之际 倒也没有贸然前去找张玉龙的念头 说不准 那小子以此作为诱影 故意设下的圈套 荆轲 飞到上空 锁定猎物 对此 林浩心中不为所动 下达了一道指令 这次动用魔影 分身打草惊蛇 张启元如若沉不住气 定然会暗中前往藏物之处 检查宝物是否还在 So 树上 一片叶子轻微震动 无形的锋利涌动间 荆轲已然飞离此处 此时的张家府邸 笼罩一层阵法光幕 远看之下 犹如倒扣的碗状 高度 约莫百米 飞到最顶端的边缘位置 正好能够俯视整个北区任何角落 半空中 荆轲目光冷漠 很快便是锁定了林浩指定的猎物 共有二人 分别为张启元 以及张玉龙 荆轲目光冷漠 注视着下方两个猎物 视野中 却见二人 并无走往同一个方向 张玉龙从庭院离开后 静止走向府邸南区 那里 似是他所在的住居之处 至于张启元 反倒是仍然身处北区之中 其行走方位 竟是朝着不远处的小湖泊走去 至于那些护卫 此刻正在四处搜寻林浩的下落 盘查每个家族成员和仆人 没有跟随张启元 难道那里 就是藏物之地 见状 林浩眼神威宁 静心等待张启元接下来的动作 此片湖泊 显然由人工开采而成 周边怪事临寻 湖泊中央 设有一个凉亭 其内没有提供休闲的桌椅 一片空旷 张启元立于湖边 身形纵身一跃 直接落在凉亭之中 他目光阴沉地扫向四周 眼看并无什么可疑人物 便是右脚踏向左侧第六块砖板 啪 只听一声沉响 庭内的地面 竟是突然分裂而开 呈现出一个地底通道入口 张启元踏步入 约莫片刻后 他从里边走了出来 看其脸上 神情并无波动 显然宝物依旧存在 旋即 张启元手掌一挥 雄魂的灵力涌动间 地道入口缓缓关闭 他身形一晃 眨眼间 便是出现在湖岸边 直接离开了该片区域 就这么简单 见此一幕 林浩心头微沉 虽说他的策略已经达到 却是反而感到有些蹊跷 不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已然没有任何退缩 如今只能沿着这条线索 继续搜寻了 若是宝物真在那里边 也就意味着 他此次的任务 算是完成 到时候 只需通报直视堂 便可 思索间 林浩多留了个心眼 并未命令荆科 即刻前去探查 趁着张家护卫们正在忙着搜查 他从蚂蚁学钻了出来 然后施展暗影行踪的功法 融入至月光下的物体倒影之中 所幸此刻正值深夜 周围建筑形成的各种阴影 给予他提供最佳的隐蔽效果 暗影行踪乃是当初在混乱领地 他反杀一名顶级刺客时 所获的黑暗系武学 潜伏技能极强 只要身体融入倒影之中 即便动用临时探测 也难以发现 就这样 林浩利用各个物体之间的倒影 沿着路线 迅速穿梭前行 每当察觉到附近有脚步绳时 便是静止于阴影之中 如此蠕动前进 整个过程算得上有惊无险 不一会 林浩已然顺利抵达了目的地 湖泊边 一块半丈高的岩石 在月光下延伸出倾斜的倒影 忽然 一道黑影爆裂而出 几个闪现便已是站在湖泊中央的凉亭内 这道黑影 无疑正是林浩 按照之前张启元打开入口的方式 他一脚踏在了左侧第六块砖板 煞时 地底通道的入口 徐徐开启 呈现在林浩眼前的是一条斜长的石梯 直通地底 没有丝毫犹豫 林浩身形一动 直接掠了进去 无形的精神力蔓延开来 在昏暗的环境中几乎视若无睹 很快 林浩便是来到了地底的密室 然而眼前的一幕 顿时令得他瞳孔微微一缩 却见空荡荡的石室中 并无想象中那般堆积着大量宝物 在地面 反而是躺着五具骸骨 看其形状 显然死了有一定时间 破烂的服饰 赫然是执事堂的青袍执事 今天在执法殿 他听莫老说过 在此之前 曾有五名青袍执事 相继接领任务 但全都殉职 眼下的五具骸骨尸体 无疑是对应了那五名青袍执事 中计了 心头转念间 林浩眼神一沉 当下急忙转身 欲要离开 现在才意识到 怕是有休晚了 然而下一霞 阴冷的沉笑声 墨地响起 玄机林浩便是见到 在实体口处 不知何时 已然站着一道人影 此人 正是张氏组长 张启元 林浩冷漠无语 目光淡定地凝视对方 正如他刚才猜想的那般 这家伙果真是一只老狐狸 竟然以此作为引诱 设下圈套等自己上钩 所幸 林浩也是暗自留了一手 小子 倒是挺有胆识 眼看林浩到了这种时候 仍然临微不惧 张启元阴沉一笑 不过胆识可不代表智商 他来执事堂的人 都是一群急躁无脑的家伙 接连五次 竟是还有人上钩 说话间 他身上弥漫出一股雄魂的灵力波动 瞬间锁定了林浩 那等气息 比起黑暗殿中的护殿长老吴峰 还要差上一截 但其实力 孤策也是达到圣域五重的强大层次 在此种封闭的地底密室中 难怪之前那些中了圈套的轻袍直视 都无意生还 随着冷静下来 林浩目光环扫 空荡荡的密室中 除了五具尸体之外 虽然并无其他东西 但他还是注意到一个比较隐格深思的细节 那便是 在右边的墙角处 地面有着几处不太明显的脚印 看其尺寸 与张启元近乎一样 也就是说 刚才这家伙走进地下室 设下圈套 仅仅是故弄玄虚 其实 宝物依然藏在这里边 难不成 这间地下室 还有什么暗阁机关 东西已经销毁 你们再来 无非是送死而已 张启元察觉到林浩的目光 冷哼一声 似是在掩饰什么 是吗 林浩冷然一笑 淡淡道 如果我猜得没错 张玉龙只不是你的工具而已 真正窃取风铃宗资源的幕后主使 其实就是你 听得此话 张启元眼神微沉 虽无出声 但他脸上的神情变化 仿佛已经默认 小子 有时候知道太多 死得更快 声音落下的刹那 张启元身形猛然一动 碰 他右掌拍出 一股极端强横的灵力 顿时在掌中疯狂凝聚 刹那间 空气仿佛都被阵列一般 传出尖锐的音爆之声 林浩正欲退后 却末地发现 身体竟然无法动弹半分 周围空间似是有一股晦涩的能量 直接将其禁锢在原地 双方如此近的距离 已然必无可避 哄 下一霞 张启元的右掌 狠狠拍在了林浩的脑袋 然而 想象中的血腥一幕 并未发生 却见林浩的身体 在其掌下 直接爆成了一团黑雾 毫无疑问 这个林浩 只是一道魔影分身 见状 张启元阴沉的脸色 涌起一抹铁青之意 原以为设下圈套 引林浩上钩 没成想 竟然反被戏耍了一番 混账小子 今日就算挖地三尺 本家主也要把你揪出来 张启元眼中的阴冷 瞬间变得残利起来 暴怒出生的刹那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席卷而开 室内的五具骸骨 顿时被震得爆碎 梁亭的地道入口 张启元暴冲而出 他阴历的目光 在黑夜中 如同泽人而逝的猛兽 四处扫射 强大的灵石 也是再度呼啸开来 一时间 方圆百鱼杖的区域 全都在他的灵石覆盖之下 这一次 就连地下 也都没有放过 不过 此时的林浩 动用暗影行踪的功法 潜伏于一块岩石倒影中 完全隔绝了探测 只要不发出任何动静 饶视张启元这等 实力的圣域强者 灵石也难以感应得出 半个时升过去 张启元仍然没有 就此罢休的念头 他身形悬浮于湖泊之上 强大的灵石 寸寸搜寻 灵浩也是极为沉的筑气 整个身心 完全融入在 黑暗的倒影之中 但这种隐藏的手段 也并非长久之际 一旦天色渐亮 他的身体 必将暴露出来 到那时 恐怕不仅仅是 凶多吉少的局面了 So 就在这时 一道传音符 打断了正在搜寻的张启元 启禀家主大人 已经筛查出 32名嫌疑人 请到府邸南区操练场定夺 夜空中 传音符缓缓燃烧 护卫长恭敬的声音 也是在张启元脑海中响起 这么多 听到这般数量 张启元眼中 闪过一丝狠力的杀意 郑玉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 但心思一转 陡然停止了这个念头 他无法确定 刚才的分身本体 是否存在于 那数十名嫌疑人当中 唯有动用搜魂术 才能真正确定 当下 张启元身形一动 直接朝着南区方向 暴略而去 察觉到张启元离开 林浩并不挤着帽头 沉浸了石树溪 确定没有任何异常之后 林浩方才从倒影中 分离了出来 旋即 他穿上蚁人战衣 骑着荆轲 速度快若闪电般地 飞向湖泊亭台 望着左侧第六块砖板 林浩这一次 并无直接打开 反而利用蚁人战衣 将自个身形 缩小到了 如同一粒沙粒 那般渺小 直接从缝隙处钻了进去 至于荆轲 则是开启隐身状态 竟趴在外面把风 掠入地下室 林浩的目光 当即锁定右侧墙角的区域 这里 正是之前张启元 在地面留下脚印的位置 望着密不透风的石壁 林浩心神微动 一股无形的精神力 顿时延伸而出 不过 石壁内似是蕴含了 某种符文阵法 精神力无法渗透进去 对此 林浩脸色微微动容 更加笃定 石壁内定然存在着藏物暗格 否则的话 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设置什么符文阵法 虽说可能性极大 但无亲眼所见 林浩也没有十足把握 看来 只能硬破了 林浩心头思索间 打算采取 粗满取物的方式 旋即 他取出一块阵法御检 随之引动 一层隔绝阵法 瞬间笼罩 整间地下密室 狼王 狐霸 一声命令 两只宠物被召唤而出 他们的战力 皆是达到八万数值 旗鼓相当 若是联手攻击 打破石壁并不困难 把这道石壁 轰破 林浩站于后方 直接下达指令 没有丝毫持滞 两只超强宠物 几乎不约而同地 开始发起猛烈攻击 砰砰砰 顿时间 激烈的轰击声 在地下室中 此起彼伏的响彻而起 有着隔绝阵法的掩盖 外边完全听不到半点动静 然而 百密中有一书 张启元那个老狐狸 早已留有一首 石壁中的符文阵法 一旦遭受攻击 他身上的符文御检 便有所感应 第一时间获得信息 此时的张启元 已然赶到府邸南区 其中一个仆人穿伴的男子 伴随一声惨叫 顿时七孔流血的倒地身亡 不是这个 张启元神情冷漠地收回手掌 刚刚动用搜魂术 并未从这名仆人的灵魂记忆中 搜到什么线索 嗡 这时 他左掌的储物界 突然光芒闪烁 一枚符文御检飞掠而出 御检悬浮身前 剧烈颤抖 并且开始浮现丝丝裂纹 不好 见状 张启元顿时脸色大变 当即暴怒立声道 所有人 即刻包围北区湖泊 话音落下的刹那 他身形猛地暴力而起 如同炮弹一般 引起极强的气暴之声 急速飞向北区 嗖嗖嗖 紧随其后 在场的众多张家高手 以及护卫们 也是全都倾巢而出 此等阵容 相较于之前林浩被追杀的 吴峰等人 还要恐怖得多 碰 地底密室内 随着最后一道沉重乍响 石壁终于暴力而开 呈现出一个金属暗示 里边的空间并不宽敞 所放之物 仅有两个精致的玉盒 啪 啪 狼王略至近前 刀织挥洞间 两个玉盒音声碎开 其内 放着两种不同的物品 第一个玉盒内 其屋约莫全斗般大小 通体冰晶似血 散发着一股极端阴寒的能量波动 看其形状 正是悬海冰破 另外那个玉盒乃是一株赤红乳血的灵芝 充斥着极为浓郁的血腥之气 灵芝表面 布满繁杂的经络 犹如生命血脉一般 赫然有着跳动的迹象 万血灵芝 见状 灵浩眼中瞳孔 微微一缩 根据执法殿提供的资料信息 一眼便是看出此物 就是万血灵芝 望着眼前的两样珍宝 灵浩目光闪动 总算是找到了 主人 有敌人正在迅速接近 是否发起攻击 然而 就在灵浩惊喜之际 脑海中突然响起了荆轲的声音 这么快就发现了 听到荆轲的警示声 灵浩心头咯噔一跳 借助荆轲的视野 却见不远处的夜空中 正有大批的身影爆飞而来 强烈的破风声 响彻整个张家府邸 当即 灵浩临时微动 直接把荆轲收入了系统空间 面对那等恐怖阵容 以荆轲的战力 无疑是躺臂挡车 旋即 灵浩手掌一挥 直接把两个玉盒收进手中 由于万雪灵芝 具备着生命气息 悬海冰魄 也是拥有本源灵性 即便施展魔影直天的功法 引入倒影之中 也会被发现 唯一之计 只能随身带走了 但是 接下来要怎么逃 灵浩目光闪动 疯狂转动着脱逃之法 蚁皇 心头急转间 灵浩立即把蚁皇 从系统空间召唤出来 旋即 灵浩穿着蚁人战衣 缩小至形似孩童般的形体 然后骑在了蚁皇的兽背上 钻入地底 一声令下 蚁皇没有任何迟滞 尖力地阻止脚动间 直接破土而入 灵浩在体表 撑起一层护体灵气罩 周围翻滚的石屑土染 无法造成他丝毫的影响 外面 张启元的身形 已然率先掠至湖泊中的亭台 此刻的他 完全没有开启入口机关的心思 右脚爆发出雄浑的灵力 只听砰的一声暴响 亭台地面的砖板 直接被张启元一脚 硬生生踩得暴裂而开 略如地下室 当看到眼前已经破开的暗室 以及丢失的两个愈合 张启元疼的一下 怒火直冲脑门 旋即 他目光一扫 注意到旁边的地洞 糟糕 见此一幕 张启元脸色大变 显然也是没想到 竟有舞者修炼钻地的本领 而且 更为关键的一点 那便是张家府邸的镇法光幕 当初未减少能源的消耗 覆盖范围仅限地外空间 并无把地底全部笼罩而入 也就是说 接下来如若那个执事继续钻洞 极有可能脱逃张家势力的掌控之中 这个杂碎 就算死 也得死在我们张家 想到这 张启元怒睁着眼 鹅角的青筋 一股一胀 煞时 他手中闪现出一把长剑 剑气激荡间 石土翻涌 张启元直接钻入了地洞 由于洞到的空间并不宽敞 他必须凭借长剑一路开刀 然而 即便他实力强横 但在挖洞的能力上 又如何比得过 拥有此等受众天赋的乙皇 嗡 强大的灵石蔓延开来 张启元很快便是锁定了灵号 以及乙皇 怎会是个孩童 在灵石的感应下 脑海中呈现出灵号的形体大小 张启元顿时一脸诧异 显然也是没想到 潜入府中切勿的神秘人 竟然会是一个小孩 那是什么一兽 紧接着 他也是注意到 那通体赤红的乙皇 颇感惊奇 双方虽说仅有百余杖的距离 但前者在地底钻洞的速度 明显极快 土壤迅速蠕动 如同一条土系蛟龙 在地底畅通自如 想要追上 几乎完全没有悬念 追过来了 灵号的灵石 一直在关注着后方动静 当与张启元的强大灵石对撞时 他顿时心头一沉 急忙催促到 乙皇 加快速度 在灵号的命令下 乙皇不遗余力 七万战力全面爆发 那疯狂搅动的足之 宛若高频率旋转的钻机 火速直冲 这个时候 灵号也是注意到 按照这种路线行速 应该已经超出了 张家府邸的领地范围 然而 预料中的阵法光幕 并无遭遇 难道地底中 并无覆盖阵法 心头转念间 灵号很快便是 看出其中的端倪 不过即便如此 灵号哪里敢破土冲出 他现在凭借乙皇的天赋能力 在地底钻洞 占据极大优势 如若暴露在地表外面 相较于张启元的胜誉五重实力 局势必将逆转 怎么办 灵号心念急转 对了 陶家 一道灵光 顿时在灵号脑海中闪过 以陶家的强大底蕴 加之正在举办的宴会 人多眼杂 张启元就算到时追杀到那里 应该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 此等威劲之下 灵号也不顾什么脸面 立即操控乙皇在地底中 朝着城西方向 迅速挖洞前行 小子 等会到地面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还如何逃脱 张启元显然也是 意识到了这点 脸上涌动着一抹猙獰之色 旋即 他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张传音符 传令下去 所有人即刻前往城西 若是发现有谁 从地底钻出 杀无赦 骚骚骚 刹那间 张家府邸之内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起 急促飞往城西 察觉到对方燃起传音符 灵号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同样搬起了救兵 逃灵 我正在往你们府邸的方向逃命 赶紧叫直视堂的人过来帮助 随着传音符燃烧而起 灵号急促的声音 也是直接传送出去 此时 逃逝府邸 前院大厅内 宴会恰好结束 宾客们纷纷走出厅门 准备离场 然而 当他们走到府邸大门处的时候 前边街道突然地面一阵翻涌 碰 紧接着 一道黑影破地而出 土壤四散建设 此人 正是灵号 当窜出地面的刹那 他身上的蚁人战衣 陡然消失 乙皇也是被其收入了系统宠物空间当中 怎么回事 就在众人惊讶之际 不远处的街角区域又有一道人影 自地底中暴冲而出 小杂碎 我倒是要看看 今晚你要逃到哪里去 张启元一现身 冷力的目光 瞬间便是锁定了林浩的气息 不过 当看到他一下子 竟是从孩童变身至成人形态 顿时颇感不可思议 但是 林浩双手中的两个愈合 已然让他确定 前者就是刚才在地底 骑着已瘦的那个小家伙 这个小子 竟然还懂得缩骨术 而且如此精湛 张启元目光阴沉 死死盯着林浩 又怎会知道 蚁人战衣那等高科技产物 唯有猜想是某种冷门武学 陶府大门外 随着林浩和张启元的突然出现 无疑是令得正欲离开的宾客们 好奇之余 选择了驻足观看 轰轰轰 就在这时 一阵破风声自天际响起 众人抬头一看 却见此片城区的夜空中 一大批身影暴略而来 备战 陶家的护卫 显然都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武者 他们神情凛冽间 皆是在第一时间暴略而起 与张家的众多高手 形成了对峙 此乃陶府区域 若是再敢前来 休怪我们格杀勿论 为首一名中年武技长 声如红中 在黑夜中陡然乍响 随着声音落下 陶府之内 突然暴涌出一股股恐怖的强悍气息 虽无出面 但那等气息 也足以震慑住不少张家高手 顿时间 原本气势汹涌的张家阵容 急忙身形一顿 停滞在距离陶府的数十丈之外 这家伙 不就是执事堂那个林浩吗 没错 他怎么突然从地底中钻出 还有 不远处那个 好像是张家主 他带着一大帮人马 来这里干嘛 府邸门口 众多宾客惊讶之余 也是看清了林浩 无不感到疑惑 今晚 我们并非前来找陶家麻烦 而是这小子 潜入我们张府 欲图不轨 张启元显然对于陶家 颇有忌惮 冷声道 此乃我们张家与他之间的私事 希望各位勿要多管闲事 否则 就是与我们张家为敌 动手 声音落下的刹那 府门口处的人群中 竟是掠出一个轻衣男子 他手中长剑 犯着锋利寒芒 直刺林浩的胸膛要害不为 嗯 突如其来的刺习 众人眼神微正 这才反应过来 此次前来参加宴会之中 也是存在张家的成员 如此近距离的攻势 欲要全身而退 并非容易 林浩心神微动 身前顿时凝现出一个吞噬黑洞 长剑刺入其内 一股阴冷的吞噬之力 陡然爆发开来 疯狂俯视剑身上的灵力 胆敢冒犯我们张家 区区吞噬武学 还就不了你 轻衣男子显然已是猜到了什么 盯着林浩的眼神中 杀意弥漫 碰 旋即他手中长剑一抖 灵力的剑气激荡间 直接把吞噬黑洞 搅成了一片黑气 不过 趁此空隙 林浩身形已然暴退 迅速拉开双方距离 从轻衣男子身上 流露出来的气息波动 他知道 这家伙的实力 绝对达到剩余三重的阴阳境 没有荆轲他们出手 与其硬拼 完全没有战胜的把握 轻衣男子冷哼一声 脚步猛地踏出 速度明显更快 长剑再度刺向林浩 隐约间 一股晦色的风系法则 从剑间散发而出 令得周围的锋利 都是瞬间凝固 直接封锁了林浩移动的身体 咻 然而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一抹光芒掠过 直接射在了剑身上 碰 长剑顿时音声断裂 那轻衣男子 也是被强劲的冲击力 阵的脚步连连后退 什么时候 我们陶家的门口 也轮得到你们张家的人 过来撒眼 冰冷的声音响起 却见一道魁梧的身影 不知何时 已是悬浮于上空 听起嗓音 众人神情威力 抬头一看 赫然正是陶家的家主 陶鹏 轻衣男子脸色变换间 当即不敢再有任何动作 他非常清楚 陶鹏的可怕实力 如若对方出手 凭他圣域三重的修为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陶兄 今晚若有叨扰之处 改日我们在灯门陪礼 张启元脸色沉着地道 不过 我们张家宇这个小子的事 还请勿要插手 言罢 他脚步迈出 踢剑走向零号 如果是别人 我或许会毫不搭理 但他不同 说话间 陶鹏身形一闪 直接出现在张启元的身前 挡住了后者 陶鹏 你这话什么意思 张启元眼中森然涌动 冷声问道 莫要为了一个小小的直视 伤了我们两家的和谐 陶鹏一脸淡漠 气场极强地 同样冷声道 就凭他 是我女儿的未来夫婿 听得此话 张启元面色微正 算是明白 林浩为何要一路逃到此处 原来是有陶家这个大靠山 原本以为 即便当众杀死一个直视 也能以对方擅闯张府 随意捏造各里游物杀 然后取回万雪凌芝和悬海冰魄 可是现在 有陶家这股强大势力庇护 无疑是麻烦了不少 看到陶灵的老爹站出来 为自己出头 林浩不由地暗松了口气 否则的话 若是等直视堂那群家伙前来救援 估计他早就隔屁了 想不到你和这个小杂碎 竟然还有这层关系 眼看陶鹏执意阻拦 张启元的脸色 在此刻顿时阴沉到了极点 虽说与陶家结仇 对于家族利益 损失颇大 不过 若是窃取封林宗资源的证据 被直视堂那边掌握 他这个主谋 必将难逃严惩 心头转念间 张启元目光惨力地望向林浩 无论如何 今晚这个小杂碎 必须得死 既然如此 那就休怪我们张家不客气了 话音刚落 他身形末地一晃 踏着玄妙的步伐 直接绕过陶鹏 暴冲向林浩 此等距离 对于圣玉镜强者而言 仅是眨眼间的功夫 林浩刚反应过来 剑尖已然灵体 直指喉咙 不过 就在剑尖即将刺中林浩喉咙的下一刹 却是陡然凝止不前 若是仔细感应 能够明显发觉林浩的身前 竟是有着一层无形的能量屏障 挡住了张启元的攻势 是 紧接着 一只手掌仿佛洞穿虚空 出现在张启元的身侧 猛地按在肩膀上 突如其来的触觉 张启元心头一震 还没等他坐和抵抗 一股难以硬汗的强大力量 直接是将其狠狠甩了出去 碰 一道沉重的声音乍响 张启元身体杂落之处的那间屋子 顿时爆碎崩塌 伯父 望着陶鹏出现在旁边 林浩目光闪动 想不到 就连圣玉五重的张启元 在其手中 也都如此狼狈 由此可见 陶鹏的实力 绝对在圣玉五重之上 望着周遭气势强横的陶家阵容 林浩心中顿时底气十足 接下来 便是等待执事堂的人过来收场了 承西区域 随着陶璋两方人马的对峙 很快引起周边人群的注意 一时间 道道身影掠至屋顶 看起了热闹 此等场面 在平常时候 可是相当罕见 除非家族之间 有什么深仇大恨 或是极大的利益纠纷 否则一般情况下 都只是一些小摩擦而已 哪有像今晚这般 各个家族的圣誉高手 竟然全都出场 碰 废墟中 张启元猛地暴冲而出 虽说看似狼狈 但其身上弥漫的气息波动 却是在不断飙升 陶鹏 你别逼我 他目光阴厉 死死盯着陶鹏 眼中闪烁着难以遏制的怒火 虽说双方有着实力差距 但若全力以赴 倒也并非没有胜算 毕竟以张启元作为张氏家主 必然也存在着 某种难以估测的底牌力量 双方家主都已经干上了 这也太劲爆了吧 泽泽 也不知是什么事 引起陶张两位大佬 动手见此一幕 围观群众 顿时目光闪动 气氛愈发活跃了起来 小伙子 今晚本家主为了你 可是豁出去了呀 陶鹏浑然没有理会张启元的怒吓 转头看向身旁的林浩 意味深长的道 其意思非常明显 我的这个女 是嫁定你了 不然的话 有你好受 今日陶家之恩 林浩必定铭记在心 林浩微微一笑 对于陶鹏话意中的韵味 自然明白 如果到时候 这位陶家主知道 其实他和女儿只是在演戏 也不知又会作何反应 呆子 快过来 就在这时 一道清零的嗓音响起 却见陶鹏已然出现在陶府的上空 悬浮于陶家众多高手的群体之中 在那里 算是最为安全的区域 林浩微正 倒也没有做作逞能 右脚一塌地面 身形墨地飞掠而起 找死 张启元目光一冷 哪里肯放过林浩 周身气浪涌动 也是猛地暴冲而上 刷 锁定林浩的身影 他陡然一剑刺出 强烈的剑意 全部凝聚在长剑之上 爆发出让人心悸的璀璨剑芒 光芒之中 竟然凝聚出一道青龙光影 圣化武学 灵力帝剑笑之声 犹如凶兽争鸣怒吼 气势强横地狠狠轰向林浩 剑状 陶鹏这一次 并未急步上前阻击 他目光倾抬 却见虚空之中 一道紫色身影 仿佛撕裂空间般 踏步走出 碰 那道剑芒龙影 直接撞击在紫袍男子的身上 宛若飞蛾扑火 瞬间化为了灰烬 这 张启元目光死死盯着那突然冒出来的紫袍男子 当看清后者的面容 顿时脸色大变 紫袍直视 魏平 见到现身之人 周围的群众 也都眼神威正 虽说他们并不清楚 魏平现在的实力 已经达到哪种层次 但是当初一见横扫九大殿宗的天骄 只为救下心爱女子的威名 至今都挥之不去 此刻随着她出场 空气中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气场 震慑住那群张家高手 一个个静若寒蝉 甚至收起了手中武器 通知直视堂太慢 所以我叫了魏大叔过来救场 陶玲相间轻撞灵浩 笑嘻嘻道 我聪明吧 灵浩微笑点头 有点脑子 切 听到灵浩这般评价 陶玲没有好气地娇哼了一声 看得出来 魏平前辈 好像挺在乎你 旋即 灵浩低声调侃道 每次都随叫随道 陶玲却是凑置近前 蠢土芬芳 魏大叔和我爹是结拜兄弟 被他们听到 小心撕揽你的嘴 一听此话 灵浩微微诧异 他知道 魏平前辈的年龄 并非表面看似那般年轻 至少也是活了上百年的人物 然而 此等年纪 却与陶鹏成为结拜兄弟 相当于 二人皆是属于同一个时代 心头转念间 灵浩目光古怪地看了陶玲一眼 如此想来 陶玲真实年龄 恐怕也并非表面 看似领家小女孩的样子 你一路追杀我们直视堂的成员 所为何事 魏平目光冷漠 俯视下方的张启元 淡淡道 张启元目光闪动 心念急转间 便是道 此子拿着两样不明物体 半夜潜入 我们张府 似是图谋不轨 我作为张氏家主 为确保府内安危 特待人前来将其抓捕 打算亲自交给直视堂处置 说到这 张启元抬着与魏平对视 理直气壮的道 你来得正好 我还要质问你们直视堂 究竟是什么意思 恶人先告状 听到这番话 众人一脸愕然 很快便是反应过来 全都猜到了这点 林浩双眸微眯 目光森冷地盯着张启元 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这个老狐狸如此奸诈 竟是反咬一口 先行诬告自己 你可有何证据 面对张启元的狡辩 未凭声音淡漠 我们张家的所有人 皆可作证 张启元一挥手 自信道 家主大人说的没错 我们都能作证 顿时间 不远处的众多张家高手 全都一胡百应 那般阵仗 完全将今晚之事 颠倒是非 张启元嘴角泛起一丝宁笑 目光阴冷地盯着林浩 只要他拒不承认 单凭这小子的口头之言 还无法作数 毕竟 张家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 张氏族人 早已渗透九大殿宗的各个领域 比起陶家 虽说并非多么强大 但也不容小觑 如若执事堂没有十足的证据 也奈何不了 这群狡猾的家伙 真是太不要脸了 对于张家等人的欲盖弥彰 陶灵脸颊微谷 气愤地说道 既然要作证 又怎么能少得了我 就在这时 冷笑声传来 一个紫衣青年 也是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林浩眼神微宁 一下子便是将其认出 张玉龙 一直以来 在封灵宗窃取资源的嫌疑对象 就是他 想起之前在张府中 张玉龙临行前说的那句话 加之现在的突然出现 林浩隐隐觉得 这个小子极有可能会是个反骨仔 你来这里干嘛 张启元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瞪着张玉龙 声音低沉地质问道 此时的张玉龙 脸上神情 完全没有往常那种 伪装出来的慌张 走至近前 他毫无拘意地与张启元对视 冷笑直言 家主大人 我来这里 当然是来揭发你的呀 放肆 闻言 张启元似是有种不好的预感 怒斥道 你可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张玉龙瘫了瘫手 轻描淡写地道 我非常清楚 也为今日的这个机会 期待已久 言罢 他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枚玉剪 其上 鸣刻着一条条青色符纹 看其纹路诡计 与传音符的类型 有些相似 显然 这是一种能够刻露声援的预见 而后 符文引动 一道阴冷的笑声 自预见中随之响起 张玉龙 你这次做得不错 此物通体冰精 属性能量阴寒至极 确实是悬海冰魄 据说丹阁那边 最近引入的灵芝当中 有一株万血灵芝 其物无比珍惜 残枝断壁之人若是浮食 便可迅速重新生长出血肉 有机会的话 你把他也一起弄给本家主 这个说话声 其音调无疑正是张启元本人 一听此话 在场围观群众 顿时一片哗然 家主大人 悬海冰魄失窃一事 丹阁已经上报直视堂 最近查的言 接下来 那略显顾忌的声音 明显是张玉龙 若是在窃取万血灵芝 我怕有些不妥 还有 以后这种事 不要再叫我做了 有何不妥 预见中 却听张启元突然大发雷霆 声色俱立 张玉龙 别忘记了 当初若非本家主宽宏大度 你们母子现在 指不定在哪里流浪 这么多年来 本家主给你吃给你喝 甚至把你培养到如今的地步 你可这消耗了张家多少资源 正所谓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现在 就是 你回报本家主的时候 若你不愿意 你母亲每个月需要的血泥母行单 也就此断绝吧 沉寂数息 预见中 再次传出张玉龙无奈的声音 好吧 听到这 众人的目光 皆是诧异地投射向张启元 已然心知肚明 甚至是 那些张家高手 也都一脸难以置信 原本以为 这件事是张玉龙惹出来的麻烦 为了张家声誉不受损坏 他们方才极力掩盖 没成想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竟是他们张家的家主 混账东西 你竟敢伪装生意 串通外人陷害于我 眼看事情揭穿 张启元的脸色 在此刻 无疑是阴沉到了极点 恼羞成怒的他 当即握剑 狠狠刺向张玉龙 剑尖锁指目标 却是张玉龙手中的预解 欲要将这个证据摧毁 哦 然而就在这时 一座类似山峰的黑色石头 突然从天而降 带着一股磅礴气势 直接对着张启元轰杂而下 万界阵前方 见状 张启元大惊失色 不过 到了这一刻 他已是没有回头之路 速度陡然暴增 手中长剑 依然刺向张玉龙 万界 镇压 夜空中 魏平一脸淡漠 声音响起的刹那 那座黑石小山 竟是悬空旋转起来 弥漫出一股股 极端晦涩的能量波动 随着能量迅速蔓延开来 张启元所处的区域空间 仿佛瞬间凝固了起来 张启元前冲的身形 也是陡然定格不动 糟糕 察觉到身体无法动弹 张启元争鸣的怒容 终于涌起一抹浓浓的惊恐之色 急忙催动体内灵力 欲涂挣脱 哄 然而下一霎 黑色重风猛然砸落 狠狠压在他的身上 扑哧 张启元惨叫一声 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 见此一幕 围观的群众 顿时忍不住深吸口气 想不到万劫阵前锋 竟然真的在魏平的身上 相传他的威力 堪比九大殿宗的九剑阵宗之宝 那当然 万劫阵前锋 可是源自于远古时期 为抵御一族 专门炼制出来的神器 他们目光正正 盯着那镇压在张启元身上的黑色重风 惊奇之声 议论纷纷 好厉害的宝器 灵浩眼神威宁 心中同样有些诧异 想不到一个圣域五重的强者 在此等宝器的镇压下 竟然连抗衡之力都没有 灵浩 东西是否已经找到 旋即 未凭目光一转 看向不远处的灵浩 询问道 嗯 灵浩点了下头 打开手中的两个玉盒 煞时 万雪灵芝和玄海冰破 直接呈现在众人的目光中 见状 众人方才恍然 原来这个 叫林浩的年轻直视 今晚潜入张府 就是为了找出这两件宝贝 对于林浩 能够在张家那么多高手的眼皮底下 取得宝物 并且成功逃脱至此 他们也是颇感不可思议 这时 天际中传来阵阵破风声 众人抬眼望去 却见那一大批赶来的身影 全都是直视堂的人 参见魏直视 当抵达境前 那些执视们看到魏平 连忙纷纷攻身行礼 既然证据确凿 那就收网吧 魏平淡漠道 所有张家成员 全部抓回去审问 按罪集处以刑罚 是 全体执视神情一领 立即行动了起来 不远处 那些张家高手们 皆是降至地面 无人有任何反抗 由于不知道 张启元乃是主谋 他们最多 也就以帮凶的罪名 侵罚而已 倘若抵抗的话 后果必将难以想象 我没罪 我是被诬陷的 我不认罪 然而到了这种时候 张启元却是始终顽抗到底 壮若疯狂地怒吼道 张玉龙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杂碎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本家主 他咬牙切齿 满脸怨毒地怒瞪着张玉龙 相较于林浩的潜入府邸切勿 对于自己人的背叛 张启元明显更加痛恨 若非此时被万界镇前锋压制 恐怕早就恨不得冲上去 将其碎尸万断 为什么 张玉龙冷然一笑 玄机怒声道 从小到大 你何曾把我当一个族人看待 在你眼里 我只不过是一条狗 一个能够为你利用的工具而已 我已经受够了这种 暗无天日的屈辱生活 今晚 就是结束你我之间的恩怨之时 听到这张启元怒急返笑 背叛了我 你也难逃罪责 你这个蠢货 张玉龙誓然一笑 脸上满是决绝之意 至少 我不再受你摆控 不再是你的傀儡 言罢 张玉龙转身主动伸手 让走来的白袍直视 将一条铁链 烤在了手上 这种铁链 名为锁灵链 坚硬无比 一旦上烤 便会禁锢体内灵力 仅凭肉身力量 根本无法强行扯断 早知如初 当初就应该活活 把你给掐死在强宝 看到张玉龙 一脸从容地被带走 张启元气地再次吐出一口血 歇斯底里地咆哮着 望着张家一脉被彻底一网打尽 零号不由地暗松了口气 此次任务 算是完成了 索性那个张玉龙出面指认 否则的话 今晚也不知要与张家纠缠到什么时候 陶府 大门外 随着事情结束 围观的吃瓜群众 也是异性阑珊地纷纷散去 魏平老爹 好久没见你出来执行任务 今日怎么有兴致处理这种琐事 陶鹏爽朗一笑 走至降落下的魏平身前 侄女有事相求 我这个做叔叔的 自然亲自出面一下 魏平嘴角 牵起一丝微笑 哦 闻言 陶鹏目光转向不远处的陶灵 再看了看零号 那般神情 略显意味深长 显然也是没想到 陶灵为了这个小子 竟然屡次请动魏平 在以往 此种事情可是极为少见 看来 这小丫头 定然是动了真感情啊 殊不知 她的宝贝女儿与零号的关系 却远非想象中那般简单 走 随我进府 今晚我们兄弟俩 不醉不休 陶鹏拍了拍魏平的肩膀 邀请道 不了 我还有事要处理 改日 魏平微笑摇头 玄机也没有多言 看了零号一眼 道 你跟我走一趟 玄机她身形一动 陡然飞掠而起 如今 零号与陶灵的关系 在陶鹏眼中越来越复杂 她自然是乐得找个借口离开 否则的话 对方又要说什么入坠一事 并以此 今晚发生的事情 彰显陶家势力的强大 伯父 改日在登门拜访 故而当下 零号立即紧随魏平的身影 飞掠而去 零儿 我有事要和你聊 眼看零号是被魏平叫走 陶鹏只好信心作罢 反而将话题转向陶灵 爹 我记得执事堂也有事要处理 有什么话 等我回来再谈 然而 他话尚未说完 陶灵已是抢先一步 并也离开了此处 这个丫头 性子还是没有半点长大 难道不知道什么时都没有婚姻大事重要吗 见状 陶鹏皱了皱眉 望着陶灵飞至远处的背影 不由地叹息一声 眼中却满是宠溺之意 中央岛屿 直视堂 山谷中的传颂阵之中 三道身影闪现而出 三人 正是魏平 以及零号和陶灵 魏平前辈 请问你找我何事 眼看魏平只让自己跟来 并无其他言语 零号忍不住询问道 此刻的他一门心思惦记着前去执法殿领赏 若非什么急事倒是可以暂缓 魏平淡然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想提醒你几句 提醒 零号心中更加好奇了 过两天 我要闭关修炼 短时间内 不会出现 魏平一脸平静地微笑道 我希望这段时间 你不要再接领执法殿任务 把心思注重在修炼中 唯有自身实力变强 才是最大的资源和保障 听得此话 零号心头威正 算是明白 魏平话语中的意思 显然是 希望他老实一点 别再惹出什么幺蛾子 否则闭关期间 不会有人再出手相助 对此 零号也没有办法 他在九大殿宗 毫无家世背景 虽说每个月的 执事俸禄非常丰厚 但系统宠物的进化消耗 远远不够 如今 还差三只宠物进化至 SSS街 才能解锁新的进化模式 为了尽快提升宠物等级 他哪里显得住新 毕竟宠物的强化 总体而言 也算是零号自身实力的一部分 与修炼并无相冲 魏平前辈请放心 我自有分寸 零号但笑点头 并无把对方的话 放在心里 魏大叔就是知道你没有分寸 才特意提醒 旁边 陶灵看到零号那毫不在意的神情 顿时娇称道 魏平一脸淡然 对此道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把你的执事卡 拿出来 闻言 零号手掌轻翻 直接拿出了自身的白袍执事卡 却见魏平也是取出一张紫金执事卡 然后两张执事卡重叠 符文闪烁间 似是在转接什么 五万点奉献值 应该足够你用了 魏平收回自身的执事卡 但笑着说道 当了这么多年执事 这些奉献值 对于我现在的修为 也毫无用处 就当助你再五道一图 更上一层 嗯 零号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立即调动零食查看了下 旗内的奉献值 确实增多了五万点 若是兑现的话 相当于五百万羚羊梅 另外三只宠物进化 SSS街 完全绰绰有余了 多谢魏平前辈 这种不劳而获的横财 零号正给予所需 自然没有不接受的理由 魏大说 你要是觉得知识点太多 没地方用 我也可以帮你啊 陶灵有些眼红了 撒娇道 兑现的五百万羚羊石 可以用于五次神级抽奖了 他 当然眼红 而且 非常嫉妒 因为 比交情的话 陶灵认识魏平的时间 相较于林浩要长得多 关系上更是有殊职之轻 林浩哪样都比不过 可是 即便如此 林浩却反而获得魏平的青睐 轻松就得到了五万点奉献值 这简直是 让人羡慕极度恨 小丫头 近几年 你在叔叔这里 可没有少拿 魏平笑着摇了下头 旋即看向林浩 道 我赠予你的这些资源 倒也并非没有要求 如果我闭关出来之时 你的修为 仍然尚未长进 五万点奉献值 必须分毫不差地归还于我 听到这 林浩脸色微正 就这么简单 那也太好赚了吧 而后 林浩转念一想 询问道 魏平前辈 那你闭关多久 若是三四天的闭关时间 他可没有底气 能够一下子 把修为提升至 圣域二重的新沉静 所以 还是问清楚点 短则数月 长则一年 魏平略作沉吟了一会 便是道 以你终极修炼天赋的能力 欲要突破 应该不难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天赋得来并非容易 莫要痴迷于任务 反而浪费更多精力 听得此话 林浩脸色微微动容 五万点奉献值 并非多么举足轻重 但其中的韵味 却是代表魏平对她的器重 我明白了 多谢提醒 林浩郑重点头 这一次 她的脸上 没有再像先前那般敷衍 你明白便好 魏平欣慰一笑 在其内心 对于林浩在武道的成长 似是颇为期待 玄机她身形一晃 犹如鬼魅般 陡然消失在原地 这次又被你捡到大便宜了 桃林红唇清掘 半毛钱都没得到的她 似是有一点点不乐意 林浩淡笑道 别酸了 等会请你吃大餐 听到大餐二字 桃林美眸一亮 好 我知道有个地方挺不错 现在就去 当即 她欣然接受 急啥 那也得先等 我把任务交接了 林浩提起手中两个玉盒 一脸无奈 由于万雪凌芝和悬海冰破 都无法收入储物界 待在身边并不方便 叫你呆子 还真是叫对了 桃林伸出一根玉纸 轻轻点在林浩的脑袋 你难道不知道 系统空间也可以储物吗 储物 文言 林浩微微一正 一直以来 由于有储物界的缘故 他的系统空间 只是用于收纳宠物 还真没有尝试过 储放其他东西 这种有生命气息的万雪凌芝 也行 林浩诧疑问道 我们的系统不同 你先试下便知 桃林摇了下头 没有做何保证 系统 开启储物空间 林浩心神微动 默念道 丁 以为宿主开启储物模式 可任意储放任何东西 听到系统提示声 林浩握着手中两个玉盒 意念一动 搜 煞时 玉盒消失不见 林浩的脑海中 也是闪现出一排储物格 前面三个格子 分别浮现出图腾小样 万雪凌芝一个 悬海冰破一个 玉盒两个 见状 林浩心中一喜 这种分类储存 比其储物界那种凌乱的存放方式 明显高级的多 当下 林浩把储物界大部分珍贵物品 全部搬移到了系统储物空间 有这个储物空间 以后无疑是方便了许多 至少不用因为储物界的空间面积不够 从而在手上佩戴多枚戒指 并且 也是销赃的极大作弊器 念头一起 林浩的心思 顿时变得愈发活跃起来 而后 在陶灵的陪同下 林浩来到了执法殿 与墨老会面 密室中 林浩将提前取出的万雪灵芝 以及悬海冰破 交到墨老手中 想不到你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任务 望着手中两样珍宝 墨老脸色变换间 感叹道 小伙子 看来老佛还是小瞧了你啊 对于墨老的赞赏 林浩不骄不躁 问道 任务已经完成 我现在可否领取奖赏 按照任务的悬赏数额 失去的那些天才地宝 我可获得五成 眼看林浩这般直接干脆 墨老哑然一笑 你说的确实没错 但现在张家的人刚被抓捕 需要审讯 把失去的东西尽数追回 墨老笑着摇了摇头 所以 五成悬赏 你要等待一些时间 文言 林浩心中轻叹一声 对此倒也能够理解 不过 目前获得的这两样灵宝 你倒是可以选择 认取一种 墨老见到林浩脸上失望的表情 陈笑道 文言 林浩眼神威名 目光扫向万雪灵芝和悬海冰魄 心中似乎已然有了选择 就这个吧 林浩身手 毫不迟致地指向万雪灵芝 五道意图本就充满未知的凶险 林浩不敢保证 自己日后能够畅通无阻 甚至不会受伤的可能 故而 这珠万雪灵芝 待在身边 倒是能够起到一些生命的保障 至于悬海冰魄 虽说也是极其珍惜 但却适用于炼制丹药 对它现在而言 犹如鸡类一般并无需要 墨老并无多说什么 直接把把万雪灵芝交给了林浩 笑着说道 其他那些天才地宝 一旦点清完毕 老夫会尽快通知你前来领取 好 林浩点了下头 旋即拿出指示卡 从墨老那里 兑现了三百万灵羊石 做完这些 他才离开了执法殿 按耐住进化三只宠物的念头 林浩与陶灵一同结伴 准备前去吃顿大餐 来到殿宗这么长时间 他为了争取奉献值 每天都是粗茶淡饭 简单了事 这一次 由魏平的慷慨解囊 倒是能够好好享受一次了 用餐地点 并非只是堂所在区域 或是其他九大殿宗 反而是九座主岛周边的小岛 简单来讲 就是平常时候 九大殿宗任何人都能够随意 前往的公共之地 那座小岛 称之为白雾岛 地如其名 岛内或许是周围海域的缘故 常年弥漫着一层淡淡的器物 其内除了一些本地居民之外 还设有不少 类似于外界的休闲场所 诸如赌方 酒馆 拍卖场 竞技厅 正所谓 五之一道有张有迟 倘若每天都是紧绷一根筋的修炼 效果并未明显 而放松一段时间 再进行修炼 反倒是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知道有间饭店不错 虽然消费较高 他说 茫茫雨了 走出传送阵 桃林一路上踏着欢快的步伐 他美丽的脸蛋上 总是洋溢着一抹笑容 看得出来 与林浩在一起 桃林完全没有了这个世界的束缚 心情无比轻松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像与其他人那般 谈聊时需要略显保留心中所想 对此 林浩也是感同身受 渐渐习惯了身边这个年龄比自己大 性格却像小女孩那般活泼的桃林 街区的环境 算是比较繁荣 饶是此时正值深夜 也依然灯火通明 熙熙攘攘的人群 各个殿宗的弟子几乎随处可见 桃林并无换上白袍直视的服饰 仍然是参加宴会时的那种穿扮 走在人群中 那美丽的容颜 以及活泼伶俐的性格 倒是引起绝大多数殿宗弟子的瞩目观望 回头率挺高的吗 林浩调侃的打趣道 那还用说 本小姐可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青春美少女 桃林美眸刘畔间 嘴角上扬一抹四十月牙弯的美丽笑意 然而 就在二人谈笑间 却是浑然不觉 在后方的街角处 正有一双阴冷的目光 犹如毒蛇般地盯着这里看 街角的阴暗处 一个黑衣青年 沉默站立 她目光阴沉 盯着林浩的背影 其嘴角缓缓泛起一丝冷笑 真是冤家路窄啊 竟然还能在此处遇见你 此人 面容清秀 正是三皇子 颜红一夺射的那具身体 如今在黑暗殿中的身份 吴红 护殿长老吴峰的私生子 望着林浩和桃林 走进一间豪华饭店 颜红一身手摸向储物界 取出一张传音符 帮我杀个人 报处是十枚赔音单 有意思的话 即刻前来白武岛 随着传音符燃起 颜红一透着 凛冽杀意的阴冷声音 陡然传送而出 嗖 很快 他储物界 飞出一张传音符 没问题 嘶哑的声音 也是在其脑海中响起 此时 饭馆内 三楼靠窗的雅座 林浩与桃林相对坐 这个 还有这个 林浩初次请客 桃林没有丝毫客气 指着菜谱一阵海点 上才快点 对此 林浩并无在意 然后掏出两枚羚羊石 递给旁边的服务员荡小费 好的客观 服务员笑容满面 立即拿着菜谱安排下去 闲暇之际 林浩没有与桃林唠嗑 心神微动 调出了系统净化面板 请宿主选择需要净化的宠物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习惯性响起 一键净化 林浩直接勾选了狼王 虎坝 蚁皇 三只宠物 一次性进行 丁 恭喜代号002狼王 升级至SSSJ 净化为暗雁之灵 丁 恭喜代号003虎坝 进化为SSSJ 激活兽王血脉 丁 恭喜代号004乙皇 升级至SSSJ 进化为深渊魔矣 恭喜乙皇 获得一项宠物技能 百倍狂暴 煞时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声 在灵浩脑海中响起 紧接着 三只宠物的属性面板 也是闪现而出 狼王 代号002主人 灵浩战斗力 九万技能 幻影镰刀 烈焰斩 形体缩放 致命吐息净化体 暗焰之灵 能量形态 无视任何物理攻击 等级SSSJ 而其图腾形状 原本的两对刀织 分裂成了三对 相较于之前的黑炎魔体 如今的狼王 完全就是由黑炎凝化的 能量灵体 没有丝毫血肉 乙皇 代号003主人 灵浩战斗力 八万技能 火影分身 以兽召唤 百倍狂暴 使用后增加百倍狂暴力量 天赋 火灵爆甲 提升到70%的反甲伤害 等级SSS接进化后的乙皇 宛若铠甲的屈翘 变得愈发坚硬 表面不满意到到 玄奥的纹路 所有纹路汇聚在一起 仿佛组成了某种玄奥的符文 而在其兽背 延伸出一对血液 暗红色的气焰环绕 虎坝 主人 灵浩戴号 003战斗力 十万技能 惊雷吼 雷霆天袭 炎电风暴天赋 兽王血脉等级 SSS接虎坝进化后的形态 也是发生惊人的变化 头长肌脚 浑身覆盖灵甲 长爪尖力 庞大的兽区 营绕雷电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兽王之气 那般形态 灵浩感觉就像麒麟兽一般 视觉上极端威猛霸气 此次进化 也令得他 成为众多宠物当中 实力最强悍的那只 脑海中的系统面板 灵浩盯着进化成 SSS接的三只宠物 颇感惊艳 耗费这么久 总算是建立成了一支 超强战兽团队 以他如今的宠物团体 即便在遇到黑暗殿中的 护殿长老无风 必然不会再像先前那般 毫无抵抗之力 兵 检测宿主拥有的宠物 已经全部进化为SSS接 正在解锁新的系统进化模式 听到这 灵浩心头危症 顿时期待了起来 约莫沉寂了树西之后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 再度响起 丁 罢兽吞噬模式已开启 功能 可吞噬万物 进行宠物战力强化 紧接着 灵浩发现 四只宠物的图腾下方 各自出现一个进度条 此等模式 完全摒弃了前期那种金钱积累 而是以一种霸道的方式 强行吞噬外物 实行进化 万物吞噬 人类也可以 灵浩暗感惊奇之余 心中询问道 只要有生命能量之体 皆可吞噬 如若宿主愿意 宿主也可被吞噬 很快 系统之声再次响起 然而后面那句话 却是让得他心头 不禁打了个寒颤 吞噬自己 有病吧 灵浩显然对于系统的此等提示 内心感到有些不安分 怎么了 似是察觉到 灵浩神色间的变化 陶灵浩奇问道 没事 灵浩摇了下头 旋即忍不住道 陶灵 你可曾想过 系统是如何来的 它的存在 以及起源之地 究竟是谁制造而出 显然 刚才系统那句 如若宿主愿意 宿主也可被吞噬的话 令得一直依赖于系统能力的灵浩 开始产生了某种动摇 突如其来的问题 陶灵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我也不清楚 他眼神略显迷茫 也是摇了摇头 因为 饶氏如今踏入午休圣域 对于身上存在的系统 依然是无迹可寻 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陶灵也不知怎样形容 或许 他某一天就突然消失 也说不定 陶灵的思想 明显较为乐观 笑嘻嘻道 所以趁系统还在 可不能白白浪费了 我就快存够钱了 又能搞一次神级抽奖 也不知这次能抽中 啥玩意 他一脸期待的遐想 浑然没有陵浩那种 居安思危的心绪 这时 服务员已是端着菜肴 陆续上桌 对于这个问题 陵浩只好作罢 旋即他深吸一口气 将心中复杂的情绪 压了下去 望着丰盛的 一桌山珍海味 陵浩顿时来了胃口 与陶灵一同吃的大块朵頤 期间 二人还要了几瓶好酒 畅饮一番 这种酒并非外界的那种普通酒水 其中混合了七叶灵果的汁液 烈性极强 好便是午休者 喝多了也会鸣鼎大醉 酒夜入度 陶灵白皙的脸颊 微微染上红韵 往常那双灵动的大眼睛 此刻也逐渐有些迷离飘渺 犹如一潭深不可见的汪泉 让人着迷 呆子 你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迄今为止最有化疗的仅有一个 你说 如果我们以后有感觉了 会不会将就在一起 要不然 我们当闺蜜吧 陶灵显然有些醉了 开始唠嗑不完 你还是找个女的当闺蜜吧 林浩笑着摇了下头 以她的酒量 此时也就三分醉意而已 眼看陶灵已经醉眼朦胧 林浩伸手 示意服务员过来结账 客观 承蒙会顾 此次消费总共五千羚羊石 很快 一名服务员 穿伴的男子 走了过来 站于林浩身侧往后的位置 其声音恭敬 但与刚才服侍他们的那名服务员 明显并非同一个人 加之站于身后 这种对客人不礼貌的结账行为 不由得让林浩心生怀疑 而就在她转头 又要看个明白的刹那 一股寒意迅如闪电 猛地自背后袭来 嗡 林浩心头微沉 无形的精神力 骤然倾泻而出 瞬间形成一层能量屏障 挡在身后 是 精神力屏障 却是在一把黑色利刃的切割下 瞬间刺破 然后去尸未减 直接刺在了林浩背后心脏的致命要害 只听丁的一声轻响 仿佛金铁交割之声 那名服务员顿感怪异 森冷目光微宁 却见黑刃割破的衣衫处 并无鲜血渗透而出 反倒是呈现出一层暗黑色的灵甲 皮肤有灵片 难道是某种护体保甲 见状 服务员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不过他的反应道也极快 手中黑刃 覆盖着一层阴冷的黑气 转而刺向林浩的脑袋 哄 然而下一刹 一股狂猛的灵力爆发开来 直接是把他震得倒退而出 怎么回事 突如其来的动静 惊动了同个楼层的时刻 这些人 绝大多数都是各大殿中的弟子 他们惊讶之余 纷纷在身上凝现出一层护体灵气罩 站于外围看起了热闹 林浩这时也是站起身 目光冷峻地扫向那个服务员 此人身材偏矮 脸上却是弥漫着一层黑气 无法看清其五官 多年来的杀手职业 林浩一眼便是断定对方 同样是一名刺客 否则 遇到找茬之人 不可能这般神秘 所幸 刚才精神力屏障刺破的刹那 引动了躯体局部融化 有着灵甲的保护 并未受到什么伤势 眼看刺习不成 那名杀手并无继续攻击的打算 几乎毫不迟滞地掠向窗口 欲要逃离 林浩目光一冷 使龙剑闪现在手中 直接抱刺而出 灵力地剑芒 快若闪电地刺在杀手的背部 扑 然而下一刹 杀手却是化为了一团黑雾 消散于空气之中 分身 林浩眼神威灵 想不到刚刚刺习自己的杀手 仅仅是一道分身 一般情况下 分身的实力相较于本体 要弱上不少 也就是说 这名刺客的真正修为 并非表面上看似那般简单 七 竟然只是个分身 真没劲 见此一幕 围观的人群 颇感无趣 略作打亮了几眼林浩 他们又重新坐回了实着 在这种公共场所的外围岛屿 类似这种搏斗 已是见惯不怪了 林浩 怎么了 桃林终于反应过来 脸上的醉意 明显清醒了几分 没事 林浩一脸淡漠 目光森冷地扫向窗外的街区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根本无法从中 寻出真正的刺客 不过 对方的刺杀 已经开始行动 按照林浩以往的经验 那个刺客定然不会就此收手 接下来 恐怕还会继续刺习 会是谁想杀我 林浩心思转动间 很快便是锁定了两个关键人物 张氏家族 虽有得罪 但今晚已是被执事堂义王打尽 根本浪不起来 所以 唯有黑暗殿宗的吴峰 以及那个与他有多次交锋的三皇子 颜红义 除了这对假父子 林浩想不出还有谁 还会对他下死手 如果是颜红义 还好一些 若是吴峰那个老杂毛 就有些麻烦了 我们赶紧离开 心头转念间 林浩拉起桃林的手 快步离开了饭店 一路上 林浩心红紧绷 保持着极高的警觉性 他强大的灵石 覆盖周围石树杖区域 任何风吹草动 尽在他的感应之中 由于街区人群复杂 林浩和桃林 选择了玉空飞行 辽阔的夜空中 又要察觉动静 反应更为快速 想不到这小子修为又有长进 居然突破到圣玉灵音镜了 而就在二人飞上半空的时候 下方街区 颜红义目光森冷 声音阴沉地喃喃自语 旋即 他拿出一张传音符 隐然的同时 也是冷声道 你的猎物 已经前往传颂镇那边了 白雾岛的传颂镇 位于北边的小山区 距离并非很远 约莫片刻后 林浩二人便是抵达此处 前往直视堂 林浩走至近前 取出白袍直视的徽章 由于直视堂的特殊职权 但凡直视前往哪个区域 使用传颂镇都无需缴纳费用 好 进去吧 负责传颂镇的白袍直视 略低着头 声音嘶哑道 林浩目光扫了对方一眼 这名白袍直视 约莫三十岁左右的长相 薛瘦的脸颊 透着一种阴沉的苍白之色 直前来白雾岛的时候 在此的直视 似乎并非这个人 林浩眼神威宁 经过刚才在饭店的刺习 此时的他 明显多留了个心眼 先等一下 陶灵显然也是 察觉到了这一点细节 出声叫指 林浩沉默站立 这位直视师兄 我记得两个时辰前 在此任职的并非是你 陶灵一脸谨慎地道 你们 是否已经到了 十二时辰的轮班换职 白袍直视冷漠点头 是的 闻言 陶灵美眸威领 当即对着林浩说道 直视堂没有十二时辰的轮班换职 他是冒牌货 一听此话 林浩的眼神 瞬间冷立了起来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是零剑 陡然爆发出一股 极端阴寒的浓烈黑气 月光下 三道身影 身处山谷之中 这都能让你们发现 警惕性挺高 白袍直视森然一笑 目光阴冷地盯着林浩和陶灵 既然被揭穿 他也没有再继续狡辩 说话间 一把弯长的镰刀 自其手中闪现而出 一股冰冷的浓烈杀气 毫无掩饰地弥漫开来 郑愁找不到你 既然自个儿送上门 倒也不错 林浩双眸微眯 眼底深处 同样犯着阴寒之意 从这家伙的气息波动来看 五道修为 应该在圣域二重的星辰境 他现在拥有的宠物 随便哪一只放出来 都能轻松应付 荆轲和狼王 作为暗中执行任务的宠物杀手 自然不能轻易曝光 虎霸犹如王者般的存在 留作底牌力量 至于乙皇 之前被张启元追杀时 已经暴露过 此时派他出场 倒是较为合适 瓮 而就在林浩心中暗自盘算之际 那名刺客突然拿出一块玉剪 引动了符文阵法 煞时 一道无形的隔绝阵法光幕 瞬间笼罩这片山谷区域 显然 对于眼前仅有圣域灵英镜的 林浩和陶灵 他有着极大的把握 杀 旋即他身形猛地暴力而出 其目标非常明确 直冲林浩 手中镰刀带起凌厉的黑芒 狠狠披落 搜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暗红色的兽影 凭空闪现 锋利刀刃 砍在那宛若铠甲的坚硬屈翘上 顿时符文闪烁 只听砰的一声沉响 刺客顿绝一股极强的力量 顺着武器反弹而回 直接被震得连退束步 他握刀的手臂 微微颤抖 刚才的反振之力 显然令得他手臂的经脉 受到了损伤 这是什么魔兽 当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 争鸣已兽 刺客眼中瞳孔 猛然一缩 颇为惊奇 陶灵微微诧异 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看到 零号召唤出宠物 没想到 竟会如此之强 就连动手都没有 便是把那名刺客震退 对于蚁皇的反甲 伤害技能 零号暗自点头 进化至SSS接之后 提升到了70%的几率 那等情形 相当于扛对方十次攻击 就有七次形成反伤害 以蚁皇如今八万战力的防御 即便圣域三重的阴阳镜强者 也难以对他造成重创 何况是眼下这个仅有剩余二重的刺客 猎影斩 刺客眼神一冷 轮起手中弯长的镰刀 爆发出浓烈的黑芒 唰唰唰 迅速挥舞间 陡然分裂出道道任影 呼啸着 劈向蚁皇 面对此等密集的攻势 蚁皇却是不避不闪 六只足之陡然发力 如同狂兽一般 凶猛冲向刺客 砰砰砰 顿时间 一道道黑色任影 疯狂披落在他身上 击射出阵阵火光 此起彼伏的轰击声不断响起 蚁皇坚硬的甲铐上 却是依然赠量如出 怎么可能 见此一幕 刺客惊呆了 对于这头怪异的蚁兽 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防御力 他心中震惊不已 哄 而就在这时 蚁皇蚁式暴力而至 直接一头撞在了刺客身上 百倍狂暴的技能瞬间引动 在百倍力量的加持下 刺客只觉被一座山月砸中一般 踢表的防护罩陡然暴碎 而后 整个人狂吐鲜血地倒飞而出 直到撞在隔绝阵法的光幕上 方才坠落在地 他欲要挣扎起身 却发现全身多处骨折 甚至有一条断裂的肋骨 刺进了内脏 疼痛难耐 蚁皇迅速掠爬至近前 不满道次的足之 直接踩在对方身上 星红瘦眸 泛着阴冷的嗜血光芒 面对如此可怕的蚁兽 刺客的脸上 终于涌起一抹掩饰不住的惊恐之色 是谁派你来暗杀我的 凌昊冷声问道 介于职业的素养 刺客心中虽有惊恐 但仍然闭嘴不言 对此 凌昊倒也没有语气废话 又长黑气弥漫 直接按在了刺客的脑袋 搜魂术 陡然施展而出 雄魂的精神力 犹如风暴一般 瞬间冲入对方的灵魂血海之中 啊 而后 伴随一声惨叫 凌昊收回手掌 刺客也是七孔流血地倒在地上 虽说还有生命气息 但其眼神黯淡涣散 那般症状 显然刚才的搜魂术 已经将他的灵魂 搅得支离破碎 我不去找你 你倒是先来招惹我 凌昊眼中寒芒涌动 从搜魂术中 已然得知背后的主谋 你知道是谁想暗杀你了 陶灵忍不住问道 是谁 凌昊一脸淡漠 缓缓道 黑暗殿宗户殿长老 吴峰的私生子 吴红 闻言 陶灵微微诧异 难道他们已经知道 你才是杀死敌摇的那个人 说话间 陶灵却也感觉有些奇怪 按理说 吴红虽与敌摇是同父异母 但是完全没有半点亲情 应该不会冲动到 去暗杀一名白袍直士 其实他真实的身份 叫做颜红义 凌昊摇了下头 简单说了下 他和颜红义之间的恩怨 听完 陶灵美眸大争 无疑是有些惊讶 显然也是没想到 林浩竟是还有这么一个潜在隐患 而且更麻烦的是 那家伙极为狡猾 夺涉的身体原主人 还是护殿长老吴峰的儿子 若是想要将其除掉 并非多么容易 甚至会因此惹祸上身 不行 我去把那个三皇子 夺涉身体的事情 曝光出去 陶灵眼神威灵 脚横道 真想看看他们 这对假父子 会有什么反应 林浩淡笑摇头 我觉得没必要 颜红义夺涉了身体 灵魂记忆 自然也是 被其吞噬融合 就算你说了 也无济于事 到时候 无非是又招惹麻烦上身 闻言 陶灵想想也是 有那些灵魂记忆 颜红义完全可以应付 无风的各种验证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 陶灵柳眉微醋 似是有点担忧林浩 你先回去 我自有办法 林浩抬起头 喃喃自语间 却见夜空中 一道细小的黑影 已经悄然飞向远处街区 那道黑影 无疑正是荆轲 既然颜红义得知自己的行踪 甚至顾兄暗杀 说明他此时也在白雾岛之中 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定然不能让其活着 回到黑暗殿宗 行 你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 一定要通知我 陶灵古怪地看了林浩一眼 对于后者神秘的作风 虽感好奇 但也没有执意 留在其身边 旋即他走向传送阵 离开了白雾岛 独自一人之后 林浩的心思 也是彻底放开 乙黄 吞了他 他目光扫向旁边 已成活死人的刺客 直接下了道指令 系统解锁新的进化模式 罢受吞噬 林浩明显有些好奇 一个剩余二重的午休者 若是被吞噬 能够令得乙黄的进度条 提升到哪种数值 是 乙黄张开血盆大口 竖条黑色处须 瞬间暴射而出 直接缠绕在刺客的身上 短短数息间 刺客便是被吞噬而入 林浩心神微动 立即调出乙黄的数据面板 却见他的进化条之中 延伸出一小节的绿芒 按照整个进化条的长度 相当于十分之一 也就是十个进化点 吞噬的生物越强 所获进化值应该会更多 对此 林浩暗自点头 算是大致了解 进化系统的新模式 究竟是怎样了 比起赚钱进化 无疑是方便许多 至少无需为了刻意赚钱 总是四处奔波 到时候有空 只需钱去魔兽山脉 把荆轲他们放出来 自由捕杀吞食 便能获取进化点 至于那些欲要找茬的人类午休 杀之后快的同时 还能吞了增长进化值 好比如现在 这个倒霉的杀手 就是最好的例子 噗 这时 乙黄的嘴中 吐出了一枚储物件 林浩灵时延伸至戒指 直接将其内的大量财富 全部转移到了系统储物空间 玄机他心神微动 开启了与荆轲的共享视觉 此刻的荆轲 已然抵达白雾岛核心地带的街区 夜空中 荆轲眼神幽冷 如同半夜精灵一般 俯视着下方四处走动的人群 片刻后 他迅速搜寻的目光 陡然锁定了一个黑衣青年 那人 无疑正是荆轲此次的猎物 三皇子颜红义 却见他站于人烟罕至的街角 正拿出一张传音符 引然而起 不过 等了石树西 却是没有任何音讯 颜红义眼神微沉 隐隐有着一丝不好的预感 当即 他转身 走向街区外的南边 在白雾岛 共设有两个传送阵 一个在北 一个在南 之前林浩离开的方位 乃是北边 为了不与那家伙碰面 颜红义只好选择南边 经过几次较量 他非常清楚林浩的性格 属于那种沙发狠辣之北 如若被其发现 这一次 恐怕凶多吉少 殊不知 此时的他 早已被荆轲盯上 先不要动手 林浩心中 暗自下了道指令 就这样 荆轲开启隐身形态 一路尾随颜红义 前往岛屿南边 颜红义为避免暴露目标 沿途皆是以行走的方式 并无欲空飞行 当彻底远离街区时 一直蓄势待发的荆轲 终于发起了刺席 秀 他的速度 快若闪电一般地俯冲而下 锋利的足刃 直刺颜红义的脑袋 是 首当其冲 那层护体灵气罩 瞬间被足刃划破 突如其来的袭击 颜红义当即反应过来 但欲要脱逃 已是无法做到 荆轲的足刃 直接刺在他的头颅 然而 就当划破茅丝的刹那 一股极端磅礴的奇特能量波动 陡然自颜红义的身上爆发开来 荆轲细小的身影 直接被震得倒飞而出 嗯 林浩微微诧异 借助荆轲的视觉 当即便是看到 颜红义的体表 不知何时明显出一层 波光灵巡的防护罩 那层层叠叠叠的光灵 明显并非寻常的护体灵气罩 反而 更像某种护体灵宝的光幕 能够挡下荆轲八万战力的攻势 那种灵宝的级别 定然极高 对此 林浩不由地心头一沉 难道刚才的刺席 是林浩的宠物杀手 颜红义眉头微皱 目光警惕地扫向四周 临时也是急忙迅速蔓延开来 回想起刚才的一幕 他的鹅脚 已是渗出了一丝冷汗 颜红义心有余悸地摸了摸胸口 还好有无风赠雨的护体宝甲 圣玉五重之下的武者 根本无法破防 否则此次 必然难逃一死 不过 护体宝甲也并非永久性防御 如若攻击次数过多 也有崩溃的可能 碰 就在这时 护体光幕剧烈颤抖 传出阵阵沉重的轰击声 颜红义眼神微灵 却见周围毫无踪影 可是攻击又从何而来 隐身 想到这 颜红义眼中涌起一抹惊惧之色 显然也是没有料到 林浩竟然拥有如此神秘的宠物 当下 他哪里再敢滞留 趁着护体宝甲还能抵挡的前妻 急忙身形略至半空 飞向不远处的传送阵 唯有逃至黑暗殿宗 才是安全领域 他不相信 林浩还敢追杀到那里去 荆轲 继续攻击 眼看颜红义逃跑 林浩心中杀意弥漫 直接下了死命令 碰碰碰 就这样 荆轲一路狂追猛攻 几乎没有丝毫停息 奈何那护体灵宝 防御力实属强悍 饶视荆轲这般激烈攻击 也没有半点崩破的迹象 什么声音 此时 负责南边传送阵的白袍直视 察觉到不远处半空的动静 当即 他身形猛地暴冲而起 却是看到一个黑暗殿宗的弟子 正急促往这里飞掠而来 其身上的防护罩 剧烈阵战 那种攻击声 显然就是由此传来 怎么回事 白袍直视惊疑之际 大声冷喝道 直视师兄 有人追杀我 赶紧打开传送阵 看到白袍直视出现 颜红义仿佛见到救星一般 急忙催促道 追杀 闻言 白袍直视目光一冷 强大的灵石 骤然辐射而出 循着攻击轨迹的波动 很快便是锁定了隐身状态的金科 果然有人追杀 确定属实之后 白袍直视的脸色 顿时严谨了起来 他立即从处物界中 取出一张传音符 白雾岛有神秘生物 追杀黑暗殿宗弟子 即刻派人过来支援 夜空中 颜红义的身形 迅速飞掠至白袍直视的身旁 寻求庇护 那名白袍直视手中 闪现出一把长剑 凌厉的剑气 弥漫开来 他的神情看似冷静 不过面对那种无形的神秘生物 心中也是有些没底 撤 林浩当机立断 直接召回了金科 否则直视堂的高手一到 想要撤退并非容易 而经过近几次的战斗实践 林浩对于宠物战力的划分 已然有大致了解 七万战力 相当于圣域一重的灵鹰镜 八万战力 堪比圣域二重巅峰 在网上 九万战力 则是媲美圣域三重 以此类推 可惜 颜红义这家伙实在狡诈 如若刚才逃至北边的传送阵 所有宠物联手攻击 其身上的护体保甲 定然无法支撑多久 察觉到周围已是没有动静 颜红义不禁暗松了一口气 你可知是谁在追杀你 白袍只是皱了皱眉 目光惊疑地盯着颜红义 询问道 颜红义眼神微沉 心头转面间 却是摇了下头 不知道 旋即 他眺望向白雾岛的北侧方向 那里 便是林浩此时所在的位置 无震无惧 就算说了 也无济于事 想不到他成长的速度 竟然如此之快 我也不能松懈了 颜红义眼中寒芒涌动 不知不觉间 俨然已经把林浩当成了速敌 一个最想超越 恨不得碎尸万段的速敌 殊不知 林浩自始至终 都未曾将他放在眼里 在其眼中 颜红义只不过是他在武道意图上 阻挡在前的一块 较为尖锐的石头而已 旋即 南北两边的传送站 二人相继离开了白雾岛 一日清晨 林浩来到了火云中的主岛 静止走往内殿区域 有着陶灵的引荐 他这次目的 便是前往炼气阁 会见一个名为 孔武的炼气大师 如今 虽说身处九大殿宗的执事堂 但这里势力错综复杂 若非未凭前辈的相助 近乎没有立足之地 故而 在林浩心中 混乱领地 才是他的势力跟所在之地 为了能够自发研造出枪械的原理 从而武装到混乱领地的军队 林浩觉得 有必要钻研下炼气锻造术 也正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想法 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领德多年后 一族大举入侵之时 整个混乱领地 具备着难以想象的超强军火力量 火云中的炼气阁 由于武学修炼属性的缘故 此项职业可以说是极为擅长 整个宗门的经济资源收入 炼气阁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功劳 所以 炼气阁的规模 算得上较为庞大 直接把整座山峰 都划入为炼气阁的领域 规模 确实挺大 抵达此处时 林浩抬头 望着眼前犹如火山一般的炼气阁 心中颇感震撼 他能够明显感应到 这片区域的火系灵气 极端浓炼 来此之前 林浩已经从陶灵那里 获取了一些信息 得知火云中的炼气阁 其中成员也是有着炎锦的地位分层 炼气杂役 炼气师 炼气大师 炼气宗师 四个等级 象征不同的地位 以及享用的各种资源 孔武乃是一名炼气大师 按照地位等级 他所在炼气区域 应该在半山腰网上 林浩一身白袍 只是服饰的穿扮 在特权的影响下 一路上倒是畅通无阻 不一会 他便是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的空气温度 比起山脚下 明显更为燥热 请问 孔武大师在哪里 林浩寻了个炼气杂役 询问道 你要找孔大师 那名炼气杂役 目光诧异地看了林浩一眼 看其脸色 似是对于孔武 颇显畏惧 嗯 林浩淡漠点头 左侧第一栋 就是孔大师的炼气阁 那名杂役弟子伸手 只向不远处的一栋楼阁 那座楼阁 通体有黑 格局给人一种 粗犷磅礴的感觉 其材料 由某种珍稀矿石建筑而成 不仅坚固 而且极耐高温 在炼气当中 每天锻造都是开着火炉 尤其是炼制特殊材料 需要强强的火焰提炼 在那种高温环境下 寻常石块 根本无法承受得住 炼气阁的大门敞开 林浩一脸从容地走了进去 随着踏门而入 振振刺耳的锻造敲击之声 陡然自耳边传来 入眼之处 却见十数名杂役弟子 正在各自忙碌 发现有人进来 他们抬眸看了一眼 见到是名白袍直视 却没有搭理地继续忙活着 林浩并无打扰 四处走动的同时 倒也见识了一番炼气的工作 此门记忆的细节很多 不仅费精力 费材料 也是极为讲究 那等繁杂的过程 毫不逊色于炼丹 你是吃食长大的吗 给我滚 十天之内 别让老子再炼气阁见到你 就在这时 一道暴怒的骂声 突然自内听响起 紧接着 一个灰头突脸的杂役弟子 满身狼狈地跑了出来 那句骂声的震慑力显然极强 他脚步不敢半点停息 直接奔出炼气阁的大门 周围的杂役弟子 对于此等情形 似乎早已见怪不怪 表情自然地忙着手头杂物 林浩微微诧异 看向通往内厅的区域 当即便是看到 一个面容粗犷的壮汉 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 老子准备了半个月的材料 就这样糟蹋了 收到这么个蠢杂役 真贪娘的晦气 眼见壮汉一脸怒容地走了出来 周围的杂役弟子 神情威灵 个个埋着头 不敢与其对视 因为 这个壮汉 就是他们的师父 孔武 在火云宗所有炼气大师之中 脾气是出了名的暴躁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杂役弟子被骂走 不过 除了脾气较臭之外 其炼气技艺 却是大师级之中 公认最好的一个 故而 那些被骂走的杂役弟子 绝大多数都会再次 垫着脸回来 继续跟在孔武身边休学 只是唐的人 过来我炼气阁干嘛 这时 孔武大师也是注意到了林浩 迥烈的目光 直接扫向后者 请问你就是孔大师 林浩率先走至近前 态度客气地问道 孔武一脸沉着 语气急躁地道 有什么事快说 我忙得很 我叫林浩 打算跟你学一段时间练气 林浩微微一笑 拱手抱拳 行了个晚辈之礼 对于这个孔武大师的初次印象 果然如传闻中那般 属于性情急躁之人 原来你就是逃灵上次引荐的那个家伙 文言 孔武炯烈的目光 不由地多打量了林浩几眼 你对练气懂多少 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还没入门 林浩如实回道 没入门 那就是什么都不懂了 孔武似乎有意拒绝 我这个地方 可不收什么都不懂的废材 然而 一想到陶灵给他准备了不少好酒 他却是突然话锋一转 别说我不近人情 这样吧 给你十天时间 若是能把空活手印学会 便给你个机会 言罢 他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枚赤红玉剪 递给了林浩 一般情况下 练气师都有专门的空活手印 通过手印的变化 从而控制火焰的强弱 以及温度的高低 而且 提炼不同的材料 对应的空活手印 也是完全不同 所以 修炼此等技能 不仅仅是入门 也是考验个人练气天赋的最好方式 十天内 如若学不成 就不必过来找我 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 孔武的话 明显多了几分打发之一 话音一落 他没在搭理林浩 直接转身 走向内厅的炼气房 十天 望着孔武离开的背影 林浩嘴角上扬 泛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 丁 检测宿主 获得一部 控火硬绝的炼气技法 是否开启扫描功能 是 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林浩毫不犹豫地默念道 下一霎 他手中的赤红玉剪 陡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一枚仅有林浩能够看见的红色晶体 融合 林浩心神微动 红色晶体瞬间融入脑海 各种繁杂的控火技能 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尽数掌握 林浩双手举至胸前 灵力涌动间 顷刻结印 空气中的火系灵气 一下子变得躁动起来 旋即 细小的火焰 自林浩手印中凝现而出 如同一条条灵巧的小火蛇 围绕于食指间窜动 这 见状 周围的炼气杂役们 纷纷停下手中的杂物 全都神情诧异 盯着林浩手指间缭绕的小火蛇 作为入门师的控火印诀 他们非常清楚 其中共有68种手印 每个印诀 对应着不同的火焰温度 除此之外 还要达到精准的控制手法 而此时 林浩施展的印诀 虽只是最简单的一级控火手印 但其火焰灵活的操作性 俨然已经达到了 如火纯青的大师级地步 对此 那些杂役弟子 无不感到震撼 这家伙 以前真的没有学过炼气 嗯 感受到后方的火焰波动 孔武大师疑惑转头 当看到林浩指尖萦绕的火焰 他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惊艳之色 而随着林浩双手间的印诀变化 周身的火焰之力 也是不断暴涨 空气中仿佛传出阵阵暴鸣之声 终于 带得林浩把68种控火手印 全部施展完毕 孔武已是重新走到林浩身前 小伙子控火硬绝修炼得不错 看来是有备而来的呀 他一脸沉笑 显然对于林浩此等控火天赋 极为赏识 林浩点了下头 但笑不语 你入门了 以后就跟在我身边修炼 随我进来 孔武说完 再次转身走向内厅 林浩脚步迈出 紧随而入 他才刚来 就得到孔大师的认可 真是不减了 可不是吗 我来练气阁这么久 还是头一次看到师傅夸赞别人 见此一幕 周围的杂役们 顿时羡慕无比 对于林浩的能力 皆是感到钦佩 走进练气房 相较于林浩以前所见的练气室 各种摆设并无什么区别 不过 此处摆放的材料 却全都是各种珍稀品种 玄名含铁 紫金石 黑云铁 猎兵精髓 无论哪一样 若是放置外界 绝对是引起轰动的极品天才地宝 然而在这里 却是随意摆放的炼气材料而已 完全没有什么高逼格的处放待遇 既然你的控火术早已掌握 那今日我便教你如何提炼材料 说话间 孔武伸手一抓 一块巴掌大的紫金石 顿时吸入手中 提炼材料 一般来说分为三种火焰 孔武开始讲到 死火 火火 以及灵火 所谓死火 就是我们平常起炉烧水的柴火 其火后掌控 较为木纳 火火 便是动用灵气凝现的火焰 温度调节 较为灵活多变 至于灵火 你可知是什么 说到这 孔武反而提出一个问题 抛给了灵昊 灵魂之火 灵昊微笑着说道 之前参加百院大赛时 在武灵城 见识过一位灵注师施展 武灵城 听到这个地名 孔武眼神若有所思 那位灵注师 我若是没猜错的话 他的名字叫做赵坤 旋即他沉笑一声 孔大师认识他 文言 灵昊脸色微微动容 何止认识 他是我二十年前传授出来的徒弟 孔武摇头叹息 但这小子太过痴迷于搜集珍宝 得罪了黑暗殿宗的护殿长老 吴峰 后来被其栽赃陷害 逐出了殿宗 听得此话 灵昊眼神微沉 看来这个吴峰 在九大殿宗 还是有些手段 就连孔武的徒弟 也能被其耍阴谋驱逐 对此 灵昊不由地多留了的心眼 以后在黑暗殿宗形势 必须处处谨慎 否则一旦被那老家伙陷害 想要翻身并非容易 前阵子 你和陶灵那丫头 在黑暗殿宗执行任务时 把那个色魔敌咬给杀了 孔武显然消息并非闭塞 开怀一笑 听说那家伙 就是吴峰的私生子 杀得好 最好把那老杂毛 弄得断子绝孙 殊不知 恰好这个时候 炼器房的门口时 出现一道人影 那人 身穿黑暗殿宗的长老服袍 无巧不巧 赫然正是吴峰 炼器房门口处 吴峰站立于此 当听到那段子绝孙的话语 他的脸色 瞬间阴沉到了极点 孔武 你这话什么意思 煞时 暴怒的鹤声 陡然乍响 哟 今日是吹的什么风 竟然把你这老杂毛也吹来了 孔武四世早已知道吴峰来此 冷笑道 你若是听不清楚 老子不介意再给你说一遍 见状 零号心头微沉 想不到这家伙 竟然跑来火云踪了 但看其架势 似乎并非刻意前来找自己 旋即他转念一想 神色顿时古怪了起来 孔武大师莫非已经察觉到 吴峰进入炼器阁 这才故意说那番话 刺激对方 小子 还真是巧啊 在这里也能遇见你 吴峰目光 瞥向一旁的林浩 眼中有着毫不掩饰的杀意涌动 林浩神情冷漠 并无理会对方 此处乃是火云踪的地盘 吴峰再怎么消狂 也不敢乱来 跟你隆重介绍一下 林浩现在 是我的得意门声 孔武似笑非笑 陈生道 我非常欣赏他的行事作风 对于该杀之人 就应该一律处死 这也算是为你们黑暗电宗 清理门户了 听得此话 吴峰眼角的几次皱纹 争鸣扭曲 旋即 他深吸了一口气 强压心中窜动的怒火 然后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轮圆盘 只听哐当一声 直接被吴峰扔在了地上 林浩眼神微宁 那轮圆盘约莫巴掌大小 通体赤红 散发着一股浓郁的 火系灵气波动 不过看其表面粗糙 显然只是一剑刺品 我费尽心思 才得到的赤羊剑 你竟然给我 练出了这么个刺品 吴峰一脸怒容的赤道 你要做何解释 孔武脸上露出 一抹诧异之色 原来那块赤羊金是你的 那怎么叫别人过来 拜托我练气 然后他摊了摊手 凡事都没有绝对的成功率 尤其是炼气一行 材料损毁 更是家常便饭的事 你 吴峰顿时气得浑身微微颤抖 怒声道 你是否早就知道 赤羊金其实是我的东西 故意把它给炼坏的 他口中所言的赤羊金 便是前阵子有幸获得的 极品天才地宝 价值巨大 由于材料的缘故 吴峰打算炼制成一件暗器 在其内设个火系困沙阵 但整个火云中 炼气大师级的人物 当属孔武的记忆最厉害 为确保万无一失 只好派人冒名前来 让其炼制 没成想 这个孔武竟然失手 把一块上等的极品赤羊金 炼成了次品 吴峰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故而这才火冒三丈 跑来找孔武算账 是否故意 你心知肚明 孔武一改往常的火爆脾性 风轻云淡地笑了起来 好啊 你 这笔账 我记住了 吴峰的脸上 抱起了一道道青筋 玄机怒瞪向灵号 还有你这个小杂碎 最好别让本长老 在黑暗殿宗遇见你 否则必让你有命去 没命回 炎霸 吴峰怒甩袖袍 直接转身离开了炼气房 整个过程 林浩冷漠不语 面对吴峰的威胁和恐吓 无疑是助长了他 又要更快 增强实力的决心 武道一图 强者无数 如果连区区一个护殿长老 都要惧怕 日后又有什么勇气 攀登那武道巅峰 小伙子 定力不错 看到林浩从容不迫的神情 孔武给了一个赞赏的眼神 还请孔大师 继续传授炼气技艺 勿要被一只苍蝇打扰了心情 林浩微笑点头 说得好 那老杂毛 就是一只苍蝇 这句话 正中孔武心意 顿时开怀大笑 经此一闹 他对于林浩 显然是越看越顺眼 故而接下来 孔武倒是没有丝毫的藏私 近乎倾囊相授地教导起来 林浩认真聆听 从孔武的讲解中 算是知道 高级炼气的步骤 共分五道程序 选材 提炼 融合 垂形 铭刻 加入需要的符文阵法 无论每个步骤 都要求做到极致 稍有偏差 最后炼制出来的成品质量 必然影响颇大 你现在去裁库室 就算处死记硬背 也得记住每种材料的特性 以及形状特征 孔武一脸严正地吩咐道 这种知识 看似基础 但又要成为像我这种级别的炼气大师 却是缺一不可 说着 他再度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枚预检 递给了零号 随着精神力探入其内 大量的材料名称 以及能量属性的资料 顿时在脑海中呈现 那般数量 起码有上千万种 好多 零号不禁暗暗扎舌 若想把这些资料全部记住 所费精力 极其之大 除了记住这些之外 还要懂得运用它们相互之间的特性 好比如两种材料融合 会产生什么相冲性 或者演变成何种能量体 孔武一边说着 一边走向顶炉 手掌覆盖一层火焰 直接从炉中抽出一把烧得通红的长斧 旋即 叮叮当当的声音响起 孔武手握锯锤 开始极有节奏地敲击起来 此等锤形 看似简单 但其每一下 都蕴含着凌厉的内劲 不仅能够再次锤炼出兵器中残余的杂质 还能让其内构造 更为坚韧 耐抗 见状 零号并无多言 当走出炼器房的时候 他手中的预检已然消失不见 丁 扫描成功 炼器材料大全 已转化为知识结晶 请问宿主是否融合 是 一声默念 零号心神威震 顿绝脑海中涌入密密麻麻的资料信息 尽数吸收 对此 零号却仍然脚步未停 静止走向财库室 理论知识虽说掌握 但也都局限于认知 并无见过实物 总感觉欠缺点什么 财库室的面积空间 极为宽敞 这里边堆积着数不胜数的天才地宝 各种辅助性的普通材料 更是不计其数 零号凭借系统融合的知识 几乎过眼不忘 每看一件材料 便能瞬间得知它的名称 以及能量属性 就这样 零号约莫花费了两个时辰 将整个材料式的所有东西 全都摸了个遍 在炼器材料这一环节 算是彻底掌握全面的认知 如此恐怖的学习速度 在炼器界中绝对空前绝后 搞定炼器材料的知识之后 零号心念微转 赫然取出了那把 许久未用的沙漠之鹰手枪 此气 便是他为何前来学习炼器的主要目的 炼制手枪模型并不困难 最为关键的便是子弹 这种现代手枪的子弹 其内火药 一般分为两种 第一种 子弹屁股的敌火 分量较少 主要用于撞针引爆 通过火孔 进而激发整颗子弹 第二种 而是发射药 乃是赋予弹头的主要能源 零号取出是龙剑 直接将子弹切割成了两半 旋即动用 临时探测火药 从其中的成分组合 已是大致知道这个世界的哪种材料 能够制作而出 我想兑换一些东西 只是卡可以用吗 零号叫来一名负责裁库室的杂役弟子 询问道 可以 所限费用 按照数量 体积而定 那名杂役弟子点了下头 态度极为客气 莫说在等级上 白袍直视的地位 比起他这个小杂役 还要高上几个档次 仅凭孔武大师 现在对零号的青睐 就足以让的后者 再练起格畅通无阻了 而后 零号花费了200点 直视卡奉献值 兑换一大堆材料 便是离开了财库室 他现在的首要工作 并非学习如何锤炼兵器 反倒是研制子弹火药 没有火药 到时候 即便枪械炼制出来 也只不过是一具 毫无作用的金属空壳而已 炼器格的器具 五花八门 这一点完全不用愁 并且设有专门炼器的独立实施 足有数十间之多 零号随意选了一个空置的炼器房 直接起火烧炉 开始研制火药 为了省心省力 零号甚至施展出 十数个魔影分身 那般阵仗 宛若一支研究团队 令得整个炼器室 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就这样 零号屡试屡败 却是一股劲的屡败屡试 直到夜晚十分 昏暗的炼器室内 突然传出吃的一声清响 却见零号面前的 一堆黑色粉末 闪烁出炫目的火星 成了 零号目光闪动 满脸有黑地笑出声来 当下 他急忙拿出一枚浴剪 将此次研制的材料配方 以及原料比例的分配 全部刻露进去 日后 混乱领地的炼器师 便可参照这种配方大量开发 从而武装到他的狂战军团 至于其他军队 零号目前并未考虑 即便是他本人 也是毫无将其用作武器的打算 毕竟 到了圣玉镜的武者 枪械的攻击虽说新奇 但真正杀伤力较强的 却是那些所谓的 刀剑枪之类的武学招式 接下来 零号拆解了 沙漠之鹰的整把手枪 然后按照各个零件 制造了对应的模型尺寸